昏暗的房间里 烟头明灭不定 夹杂着阵阵 让人响入飞飞的胶船声 仔细听 声音是从卧室里传来 客厅 陆婷泽没开灯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黑暗中只能看到 明灭不定的烟头 两三分钟后 胶船声消失了 卧室门打开 林飞光着身子走了出来 身后 还跟着一个同样赤裸着身子的男人 很明显 两人是准备一起去浴室 至于是去做什么 不言而喻 打开灯的一瞬间 两人都看到了 沙发上坐着的陆婷泽 林飞被吓了一跳 一瞬间的慌望过后 林飞皱眉赤道 你是鬼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没个声音 陆婷泽摁灭烟头站了起来 看着眼前裸体的两人 眼神微微颤抖 林飞很漂亮 陆婷泽和林飞大学相识 当初的林飞 可是他们愿的愿花 追求者能从图书馆 排到南门口 陆婷泽长相中上 属于耐看类型 只有一你八的个头 有些优势 费了很大功夫 陆婷泽终于追到了林飞 两人在一起的那天 不知道有多少男性同胞心碎 林飞家庭背景不好 陆婷泽稍微好一些 家里父母做一点小生意 有点小钱 因此 林飞大学时期的生活费和学费 基本上都是陆婷泽出的 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付出 换来的却是眼前这个结果 至于旁边那个男人 陆婷泽也认识 他的顶头上司 陈峰 陈总 之前公司聚会 陆婷泽带着女朋友一起去的 想必两人也是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一起了吧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陆婷泽艰难开口 询问道 林飞皱了皱眉 他的脸上没有丝毫出轨 被发现的羞耻和慌乱 反而充斥着蛮横和嘲讽 林飞 陆婷泽 既然你撞见了 那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告诉你 我们分手吧 说完 林飞就当着陆婷泽的面 靠在陈峰怀里 陈峰也毫无羞耻之心的 在林飞的屁股上揉捏了两把 陆婷泽张了张嘴 他知道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无力的 突兀的一拳砸在陈峰的鼻梁 立马就见了红 你干什么 神经病啊 老公你没事吧 怎么样 林飞蹲下身子 关心着陈峰 陈峰抹了一把鼻子冒出的鲜血 指着陆婷泽 你完了 你敢打我 你完了 陆婷泽一句话没说 转身默默地离开了这里 关上门的那一刻 陆婷泽再次听到了 房间那两人传来骂他的声音 耻辱吗 当然 难过吗 肯定 只是突然很累 一句话都不想说 陆婷泽坐电梯下楼 走出单元门 站在阳光下 沐浴着阳光的那一刻 脑子突然一阵晕血 紧接着直直摔倒在地 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碰 叮 恭喜宿主陆婷泽 绑定逆袭神豪系统 系统成功绑定 这字眼出现在陆婷泽面前 陆婷泽摸了摸 被摔腾的脑袋一头雾水 他倒要好好看看 这是个什么鬼玩意儿 于是开始仔细查看了起来 系统属性 宿主为女性花钱 可获得十倍反现 宿主有系统加持 可以看到 女性对自己的好感度 没有一名女性好感度满一百 系统会另有奖励 简单了解了系统的属性后 陆婷泽的眼神明亮了起来 这不妥妥的逆袭神器吗 果然 老天有眼啊 原本陆婷泽的家世还算不错 只可惜在陆婷泽大三那年 恰逢华夏大义 陆婷泽的父母感染了病毒去世 至此 原本还算小康的家庭破碎 只剩下陆婷泽一人 大义持续了三年 无数人失业 现如今虽然好一些了 但经济情况远不如之前 大义结束后 陆婷泽就找了工作 没想到工作没多久 就碰到了这么个事 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站了起来 陆婷泽最后看了一眼 身后的单元门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里 回到公司 陆婷泽坐在自己的工位 思索着找谁来试试这个系统 思来想去后 陆婷泽最终确定了人选 站起身 朝着不远处的一间办公室走去 那是他们部门经理 许七薇的办公室 许七薇很漂亮 貌美多惊 年纪和陆婷泽差不多 已经是公司的部门经理 最主要的是单身 自然成为了很多男同事歪歪的对象 只可惜 许七薇眼光太高 一般的男人 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正好前段时间 许七薇帮陆婷泽介绍了几个客户 借着这个机会 约一下许七薇 合情合理 说干就干 陆婷泽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请借 清冷的声音响起 掺杂着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漠 陆婷泽推门而入 许七薇正在服完办公 抬头看了一眼陆婷泽又低头办公了 有事吗 陆婷泽抿了抿嘴唇 说道 我想请你吃个饭 花音落下 许七薇敲打键盘的玉指 不由自主地僵硬了下来 紧接着他身子往后一仰 翘起二郎腿 雪白柔嫩的肌肤一览无余 你没发烧吧 确实 许七薇真以为陆婷泽哪里有毛病 他是知道陆婷泽有女朋友这件事的 更知道陆婷泽的女朋友不是个好东西 但这毕竟是陆婷泽的私事 所以许七薇从来都没有管过 再说了 陆婷泽在公司属于那种隐形人 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人物 就一个这样的人 突然跑到自己跟前 要请自己吃饭 许七薇不惊讶才管 陆婷泽笑了笑 许总 你前段时间帮我介绍了几个客户 想请你吃个饭 表达一下谢意 陆婷泽说的有理有据 许七薇总算明白了过来 翻了翻白眼 继续坐直身子 开始敲键盘 不用客气 应该做的 我还要加班 没别的事就出去吧 许七薇的拒绝 在陆婷泽的预料之中 毕竟许七薇一只普通的手表 就能抵得上他两个月的工资 才不会在意他这顿饭 正当陆婷泽纠结怎么办时 办公室门被推开 一个梳着背头 40岁上下的游腻男走了进来 游腻男是另一个部门的部门经理 叫刘成 为人好色 公司有好几个女生都着了他的道 人送外号扎女收割机 正好这段时间 刘成在打许七薇的主意 许七薇烦不胜烦 刘成看了一眼陆婷泽 没当回事 随即满脸笑意地走到许七薇跟前 七薇 下班一块去吃个饭呗 看到这里 陆婷泽明白 继续待在这里不是明知之举 于是转身就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许七薇叫住了他 等等 陆婷泽停下脚步回过头 就看到许七薇站了起来 拿起包包走到陆婷泽跟前 很自然地挽住了陆婷泽的胳膊 笑道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走吧 说完 许七薇看向刘成 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不好意思啊刘总 我有约了 陆婷泽知道 许七薇这是拿自己当挡箭牌了 他偷偷地打开系统 扫了一眼许七薇对自己的好感度 好感度时 很可怜的好感度 说是路人毫不为过 想起系统所说的好感度达到一百 会有额外奖励 陆婷泽有些饥渴难耐 刘成表情有些僵硬 目露威胁地看向陆婷泽 陆婷泽会怕吗 之前或许会 但现在嘛 怕个卵 陆婷泽很自然地 一把抓住了许七薇的手 笑道 好 走 说完 两人离开了办公室 陆婷泽能感受到许七薇轻微地挣扎了一下又放弃了 要不是刘成在这里的话 怕是一个巴掌甩过来也不一定 经过公司的时候 很多同事都看到了这一幕 大张着嘴巴 乖乖 什么情况 那是陆婷泽吗 我没看错吧 好像是 这家伙闷声干大事啊 啥时候把我们的丝花泡走了 我与陆狗势不两立 陆婷泽才不会管那些同事的想法 带着许七薇走进电梯 电梯下降的时候 许七薇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还不放开 陆婷泽后知后觉得瞄了一眼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尴尬地挠了挠头 松开了 令他有些不解的是 刚刚还是识得好感度 现在突然变成了三十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陆婷泽就会发现许七薇红透的耳根 楼下 许七薇和陆婷泽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许七薇说道 今天谢谢你了 改天请你吃饭 说完 许七薇就准备转身离开 陆婷泽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忙说道 别改天了 就现在吧 许七薇回头疑惑地看了一眼陆婷泽 皱着戴眉想了想 随即道 也行 反正没什么事 走吧 想吃什么 火锅 烤肉 海鲜自猪 陆婷泽没说话 两人打了一辆第一式 直奔江城的商业中心大望城 大望城是去年新建的商业综合体 即吃喝玩乐为一体 里面也有很多奢侈品商店 人流量非常大 两人到达大望城的时候 差不多下午四点半 时间还早 陆婷泽借颇下驴说道 时间还早 来都来了一起逛逛吧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拒绝逛街的诱惑 即便是冰山美人许七薇也不行 许七薇点了点头 在陆婷泽的带领下 两人直奔最近的香奈子包包店 走进店里的时候 立马就有导购员热情地迎了上来 您好两位 喜欢哪一款 许七薇没有回答 自顾自地逛了起来 导购员见两人没有回答 撇了撇嘴唇 暗刀又是两个穷鬼 来过眼影的 但出于职业素养 导购员还是跟在两人身边 介绍着每一款包包 逛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许七薇停在一款精致的包包跟前 她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被陆婷则敏锐察觉 导购员自然也能看见 急忙介绍到 这位女士真有眼力 这款包包是香奈子今年新出的产品 非常时髦时尚 而且特别保值 用个一两年 腻了还能卖不少钱呢 多少钱 许七薇冷冰冰地询问 导购员 这一款的话 价格是 要不要给您拿下来看看 说着 导购员就准备取下包包 这个时候 陆婷则如何看不出来 许七薇是真的喜欢这个包包 她心底里暗暗算了算 自己现在银行卡的余额 差不多有十万块钱 可以买下这个包包 就怕这个鬼系统 如果不返现的话 那她就玩犊子了 但是还是要试的 于是陆婷则说道 就那个了 包起来吧 陆婷则的声音 让导购员眼睛一亮 许七薇也猛然转头看向陆婷则 你疯了 陆婷则笑了笑 不是 这不是为了感谢 你上次给我介绍客户吗 许七薇拦住了 要打包的导购员 急忙拉住陆婷则走了出去 门口 许七薇严肃道 陆婷则 我知道你想干嘛 我劝你还是收起这份心吧 为了怕我花光自己的积蓄 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与此同时 陆婷则也发现 许七薇对自己的好感度 再次跌到了十点 这倒是陆婷则没想到的 想想也是 许七薇又不是那种拜金女 当然不会喜欢这种方式 陆婷则的为难 让许七薇误解 她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口红店说道 如果你非要感谢我的话 买一只口红就可以了 说着 许七薇当先朝着口红店走去 陆婷则无奈跟上 口红店里 许七薇挑选了一会儿 选中了一款颜色 问道 这个多少钱 导购员 您好 这款口红688元 许七薇挑了挑眉头 行吧 就这个了 付钱 许七薇头也不回的命令 陆婷则不敢捂逆 掏出银行卡哗啦了一下 扣除了688元 也就在扣钱的同一时间 陆婷则脑海中 一个机械性的声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688元 反线6880 已到账 听到这个声音 陆婷则激动得无以言表 很明显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逆袭系统 许七薇已经离开了口红专卖店 两人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6点了 正好去吃饭 选了一家火锅店 点了300块钱左右的菜 吃饭时 许七薇不经意地问道 你是不是真的想追我 陆婷则愣了愣 随即反问道 可以吗 许七薇 不可以 看着他故作凶狠的样子 陆婷则突然发现 许七薇也不像平日里 看上去的那么冷冰冰 笑了笑 不做回答 安静了一会儿 许七薇又说道 你有女朋友 还想追我 也不是看上去那么老实吗 听到许七薇提起林飞 陆婷则笑着摇了摇头 我们已经分了 为什么分 他没有多说 许七薇先是一愣 随即赤道 当分手就找下家 怎么 是打算拿我当替代品吗 我看起来很好骗吗 陆婷则咳嗽了一阵 连忙投降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许七薇当然知道 也没有过于难为他 迟到中途 陆婷则借口去上厕所 离开了火锅店 来到了那家香奈紫包包专卖店 之前他不确定 这个系统是不是真的 还有所担心 现在已经验证了 他没了后顾之忧 麻烦 你把刚刚那个包包 给我包起来 刷卡 一进门 陆婷则直奔导购台 将银行卡递给对方 导购员本来还在吐槽两人 此时看到银行卡 顿时难掩激动 生怕陆婷则后悔似的 急忙化了银行卡 收了钱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 返现 已到账 听着系统机械的声音 陆婷则激动得无以言表 这一下子就赚了差不多快一百万 由不得他不激动 而这 也让他明白 必须要多多地给女性花钱 不管多难 是的 不管多难 香奈紫的打包很精致 陆婷则没有当即就带走 而是给导购员写了公司的地址 许七薇的办公室 规定时间让他们送过去 这种方式导购员不是没见过 知道陆婷则要的就是一个惊喜 满口答应 其实他们误会了陆婷则 不是他想给许七薇惊喜 是因为他知道 就算现在拿过去给许七薇 他一定会带着他和包包来退货 虽然接触的不算多 但陆婷则知道许七薇是这样的人 做完这一切后 陆婷则回到火锅店的时候 远远的就看到 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做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正和许七薇聊着什么 见此 陆婷则走了过去 坐在许七薇旁边 许七薇 介绍一下 她是我的朋友 陆盈盈 这位是她的男朋友 许七薇简单介绍了一下 眉眼中没有过多交谈的意思 相比许七薇 陆盈盈脸上的妆很浓 长相算中等偏上 和许七薇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身材很纤细 她的男朋友 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 头发一丝不苟 戴着金丝眼镜 一看就是成功人士 就是年龄有些大 差不多三十多岁 快四十的样子 对面 陆盈盈笑着 冲陆婷则伸出手 你好 你一定是七薇的男朋友吧 长得倒是不错 不过这穿着嘛 就差了点 陆盈盈说话 丝毫没把陆婷则放在眼里 起初陆婷则还想解释 听到这里微微皱眉 没了解释的心思 陆婷则看向许七薇 刚想问 怎么会在这里遇到 就听到陆盈盈问道 嗨七薇 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陆盈盈明显不相信 笑道 且 普通同事一起吃饭 就你们两个 说着 陆盈盈看向陆婷则 眼神狡黠道 你跟我说 是不是想追我们七薇 陆婷则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嗯 正在追求 还没成功 听到这话 许七薇愣了愣 桌子底下的手 狠狠地掐住陆婷则的大腿 拧了一圈 给陆婷则疼的是呲牙咧嘴 诚实的孩子 陆盈盈的男朋友开口 一开口 就是对陆婷则居高临下的评价 陆婷则自然也感觉到了对方的轻视 出于雄性动物的本能 陆婷则对他产生了敌意 陆盈盈 刚刚七薇介绍的不对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七薇的闺蜜 这位 前闺蜜 许七薇冷冰冰地补充了一句 让陆盈盈非常尴尬 而这 也让陆婷则意识到了什么 按道 两人间的关系 似乎并不好 事实也正如陆婷则所猜测的一样 两人之前确实是很要好的闺蜜 许七薇家境比较好 陆盈盈家境就比较普通了 两人之前的闺蜜状态 也是陆盈盈的伪装 不过是 为了借许七薇的关系 找到金龟婿 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 一年前 许七薇接触了一个男性 两人正在尝试着交往的过程中 陆盈盈横插一脚 勾引了许七薇的男朋友 上了床 被许七薇抓了现行 也是那次之后 许七薇和陆盈盈彻底断了关系 之前所有的付出 就当是一片真心为了狗 今天也是偶然遇到 说的不过是些场面话罢了 陆盈盈啊 七薇你可真小气 我都道歉了那么多次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吗 典型的反咬一口 即便是陆婷则这种钢铁直男 也听出了两人之间怪异的气氛 许七薇没说话 自顾自的吃着东西 陆盈盈见许七薇不说话 只好将矛头对准陆婷 陆婷则宛住身边男朋友的胳膊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周知里 腾辉公司的CEO 说周知里身份的时候 陆盈盈脸上的自豪是那么明显 仿佛在炫耀一件心爱的玩具似的 丝毫没注意到 周知里看许七薇那异样的眼神 许七薇听不下去了 用纸巾擦了擦嘴巴 看着陆婷则问道 你吃饱了没有 陆婷则 我 许七薇 吃饱了就走吧 去结账 说着 根本不给陆婷则反驳的机会 许七薇推着陆婷则站了起来 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周知里 突然站了起来 周知里 许小姐 明天是周末 我和盈盈准备去酒吧放松放松 既然恰好碰到了也是缘分 就一起去吧 和她的名字截然相反 面对周知里的无礼邀请 许七薇下意识地就想拒绝 她怎么会看不出来她的心思 但就在许七薇话 还没说出来的前一秒 陆婷则抢先一步说道 好啊 正好我们也想去放松放松 那就一起吧 听到陆婷则答应 周知里脸上露出了笑容 陆盈盈则是冷笑一声 嘲讽陆婷则 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而许七薇则是一脸不解地看着陆婷则 他实在是搞不明白 陆婷则为什么要自取其辱 没错 就是自取其辱 周知里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CEO 资产岂是陆婷则这种小员工能比的 但陆婷则话已经说了出去 许七薇也不好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一起 结完仗后 四人上了周知里的宝马武系 直奔江城最出名的麦阿密酒吧 路上 陆婷则看着车内的装饰一脸赞叹 让周知里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陆婷则摸着宝马武系的真皮内饰 看着许七薇问道 你什么车 许七薇沉着脸 没好气道 没车 陆婷则当了针 说道 那怎么行 明天一起去看看 给你买辆车 陆婷则的话 让驾驶位的周知里 和副驾驶的陆盈盈有些好笑 都觉得陆婷则是在冲大头 就连许七薇也觉得陆婷则在吹牛 仅有的十点好高度 直接跌到了五点 陆婷则可不管那么多 他现在已经在想 怎么给许七薇花钱了 这个系统最大的bug在于 看似很轻松地花钱 实际也不是那么好办 因为陆婷则 不可能随便在大马路上 找个女人 就给她买真买那 遇到像陆盈盈这样的败金女 陆婷则也不会给她花钱 所以 这个系统对女性的要求 也是蛮高的 许七薇刚好合适 陆婷则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二十多分钟后 几人将车子停好 走进灯红酒绿的迈阿密酒吧 一个酒保立马走了上来 简单地扫了一眼四人 分析了一下 最后笑眯眯地 冲最前面的周知里问道 先生有预定吗 周知里摇摇头 没有 带朋友临时过来玩玩 服务员 好的 那几位是坐散台还是卡座 去过酒吧的都知道 散台和卡座 代表着不同的消费能力 散台都是些没什么经济能力 又想来看美女蹦迪的 一晚上顶破天几百块钱 卡座就不一样了 最低消费 也是千元起步 上不封顶 当然 最重要的 就是图个牌面 周知里 卡座吧 服务员 好的 几位请跟我来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几人穿过人群 来到二楼一处卡座落座 不久 服务员拿着酒水单过来询问 几位喝点什么 周知里没有先点 将酒水单递给许七薇 许七薇不喜欢喝酒 皱了皱眉 向征信地点了一杯鸡尾酒 周知里准备拿回酒水单的时候 陆婷则一把拿了过去 扫了一圈后 指着其中一个最贵的大神龙问道 给我来这个 服务员有点猛 夜店里面的大神龙 很多人都知道 普遍的价格在八万左右 但江城属于一线城市 而且这个酒吧 属于那种高级酒吧 这神龙套的价格自然更贵 价格翻了一倍 酒其实就那样 买的其实就是个牌面 一般要这种的 都是一些富二代公子哥 为了泡女孩子装逼用的 周知里听到陆婷则 竟然点了大神龙 吓得眼皮抖了抖 忙道 不不不 我朋友开玩笑的 开玩笑 他虽然有点钱 但也不是这么花的 他又不是傻叉 服务员露出一副 意料之中的表情 但还是难免失落 就连许七薇 都觉得陆婷则有点太傻叉了 第一次蹭人家的台子 就点大神龙 亏他要的出来 虽然看见周知里吃别他也很爽 陆盈盈则恰恰相反 骨子里拜金世俗的他 天生就喜欢这种 被人围观的感觉 要是真的有一套大神龙的话 光是酒吧里那些人羡慕的眼神 都足以让他飘飘欲仙 陆婷则注意到了陆盈盈的表情 笑着从口袋里 掏出银行卡 递给服务员 就点一套大神龙 送给这位漂亮的小姐 说着 陆婷则指了指陆盈盈 陆盈盈猛了 周知里也猛了 许七薇更猛了 就连服务员也猛了 按道自己看花眼了 难道陆婷则 才是几人的金主 服务员很快反应了过来 开玩笑 开一套大神龙 光是提成他 就能拿很多 不赚白不赚 于是 服务员飞速拿过银行卡 在随身携带的刷卡机 刷了一下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消费 反线 已到账 听到系统的声音 陆婷则心里 别提有多爽了 这一下就赚一百多万 太爽了 先生请收好您的卡 我马上就给几位安排 说完 服务员回头跑了出去 大神龙客户 不多见啊 服务员离开后 几人才反应过来 许七威第一个拽过陆婷则 你疯了 酒吧里很吵 陆婷则没听清 耳朵凑近了一些 什么 无奈 许七威靠近了一些 我说 你是不是疯了 花着冤往前干什么 许七威口中的热气 喷吐在陆婷则耳畔 陆婷则有些痒 抓了抓耳朵 同样凑近许七威耳畔 那不行 跟我出来 怎么能让你受气呢 许七威翘脸红了起来 在绚烂灯光下 显得愈发红润可爱 他也算明白了 陆婷则这是想给他找面子 但这种方法 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 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可现在钱也刷了 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许七威无奈地摇了摇头 陆盈盈 哇 谢谢你啊 陆婷则 你真好 周知里点了一根烟 口鼻尖发出一声吃笑 哼 说是傻缺毫不为过 可谁让他有系统吗 既帮许七威赚回了脸面 又能赚钱 还能踩周知里一脚 这一旦三鸟的好事 陆婷则当然不会放过 很快 酒吧里全场音乐骤停 人群中 干冰白雾 混合着五颜六色的灯光 一路朝着四人所在的卡座走来 吸引了全场所有的目光 歌手在台上握着话筒 激情满满 三号卡座的老板 开大神龙一套 祝老板日出江花红盛火 助军生意更红火 说完 颇具节奏感的音乐再次响起 酒吧里 四人的位置 一时间引来无数道目光 其中不乏一些游走在酒吧里 专门物色六的美女 凑近了一些 想找机会和四人攀上关系 陆婷则尝了一口 这所谓的神龙套 眉头紧皱 她不是很会喝酒 单从口感来说 似乎和普通的酒 没有多大区别 许七威也没喝 只是偶尔小口 抿着自己的鸡尾酒 最开心的莫过于陆盈盈了 在金钱的加持下 陆盈盈觉得 这酒是她喝过最好喝的酒了 对陆婷则的态度 也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从开始的轻视小觑 到现在一口一个陆哥 周知里脸色铁青 想象也是 她本想着泡许七威 结果不仅没泡到 反而自己的女伴 好像被泡走了 这让她脸上无光 不过她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看着围绕在周围的几个 穿着暴露的女的 招了招手 过来过来 都过来 陪我们陆哥喝点 那些陪酒女等的 就是这句话 一时间七八个女人 都围了过来 煞时间 卡座被挤了个水泄不通 陆婷则和许七威 哪里不明白她的意思 就是为了让陆婷则难堪的 一套大神龙 这么多人哪够喝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一套大神龙六瓶酒 在十几个人的起哄下 很快就喝完了 这个时候 周知里不怀好意地 看向陆婷则 说道 陆哥家大业大 几套大神龙的钱算什么 小钱而已 是不是啊陆哥 典型的捧杀 心思恶毒至极 许七威看不下去了 拉着陆婷则站了起来 就准备离开 但陆婷则 哪里能放过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抓住许七威的小手 轻轻摇了摇头 紧接着 在许七威疑惑的注视下 陆婷则转头喊道 服务员 就刚刚这个神龙套 再给我来两套 送给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请大家的 说着 陆婷则掏出银行卡 递给服务员 服务员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一次信点三套大神龙的主 他不是没见过 哪个不是家产英识的富二代少爷 很明显 眼前这个穿着普通的陆婷则 被服务员当成了低调的富二代 其他人也震惊了 周知里眉头紧皱 不相信陆婷则 真的能拿出这么多钱 三套大神龙下来 那可是近六十万 差不多抵他一年的收入了 这个时候 周知里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 这个陆婷则 会不会在伴珠吃老虎 其实是个有钱公子哥 陆盈盈就更不用说了 看陆婷则的眼神 恨不得将他吃了 陆婷则掏银行卡的姿势 在他眼中是最帅的 包括那些来蹭卡座的陪酒女 也都被陆婷则的这一举动吓到了 每个女人看陆婷则的眼神都变了 他们开始思索 怎样才能爬上陆婷则这公子哥的床了 要不是许七威还在这里的话 这些女的绝对会把陆婷则淹没 许七威恰恰相反 她下意识地想去抢银行卡 可哪里有服务员速度快 手伸过去的时候 银行卡已经刷完了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 返现已到账 三百多万就这么到手了 陆婷则心里别提有多爽了 正爽的时候 许七威甩开了陆婷则的手 拿着包包扭头离开了 见状陆婷则只好说道 那个你们继续玩 说完陆婷则就追了出去 他不怎么喜欢喝酒 后面喝酒的事也不想掺和 晚上十一点左右的街头 陆婷则和许七威一前一后走在路上 陆婷则 许总 许总你听我说 这点钱不算什么 我有钱 有的是钱 前面的许七威突然停了下来 陆婷则差点撞到 许七威 是 你是有钱 但有钱也不是你这么花的 你这和败家子有什么区别 说起败家子这个词的时候 许七威眼神出奇地认真 好像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事 陆婷则有口难辩 他没办法解释 给女人花钱也是给自己赚钱 说出去 许七威会信吗 信才怪 陆婷则的沉默让许七威更生气 恰好一辆出租车驶了过来 许七威招手拦下 坐上车就走了 留下陆婷则一个人在街头凌乱 晚上 陆婷则没有回林飞那里 他永远不会再回去那里了 现在陆婷则的身上 前前后后反线下来 足足有差不多600万 随便找了个酒店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是周末 陆婷则没去公司 在酒店睡懒觉 许七威还是去公司了 他的职位摆在那里 需要做的事情和普通员工不一样 进到办公室后 许七威和往常一样放下包包 拿水杯去饮水机跟前准备接水 刚转身又紧接着回头 办公桌上 一个打包非常精致的盒子 静静地放在那里 许七威疑惑走到跟前 盒子上放着一张便签 上面写着 只要是你想要的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我也会摘下来给你 爱你哟 看到这句话 许七威皱了皱眉 以为又是流程的下头把戏 之前这样的事他可没少干 于是 许七威没多理会 将纸条捏成一团 丢进了垃圾桶 接了一杯水后 坐在椅子上 准备工作 礼物有点占地方 出于好奇 许七威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打开看一眼 好奇 是每个女人的天性 打开盒子后 里面是一款精致的香奈子女士包包 正是昨天和陆婷泽一起看的那一款 看到这里 许七威顿时明白自己误会了 他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 有些慌张 有些甜蜜 有些害怕 愣了一会儿 许七威掏出手机 找到陆婷泽的号码拨了过去 想了好一会儿才接通 陆婷泽迷迷糊糊的声音传了过来 喂 谁啊 许七威一听就知道陆婷泽还在睡觉 也没绕弯子 开门见山道 办公室的包包是你送的 陆婷泽脑子有点猛 使劲晃了晃 猜到应该是那个香奈子包包 说道 嗯 是我送的 看你喜欢就买了 我问过了 退不了了 你收着吧 陆婷泽生怕许七威拒绝 直接堵死了他的话 许七威还真没想着退 第一这个包包 他确实很喜欢 第二昨晚见识了陆婷泽的财力 他也知道 这点钱对他来说不值一提 虽然不知道 陆婷泽为什么这么有钱 却干着这么普通的工作 你现在在哪 许七威询问 陆婷泽 星辰酒店 1605 睡觉呢 得到位置后 许七威挂断了电话 刚刚坐下的身子又站了起来 朝着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时记起什么 折返回去 从垃圾桶里翻出了那张纸条 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疑惑中起身开门 打开门 看到许七威的时候 陆婷泽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下半身 他只穿着内裤的 这也太羞耻了 却看许七威 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 静止走过陆婷泽身边 拉开房间窗帘 让阳光倾泻而入 陆婷泽开始穿衣服 许七威坐在椅子上认真地看着 陆婷泽被看得有点发毛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许七威 你喜欢我 陆婷泽一致 仔细想了想 对于许七威 两人之前的交集并不多 毕竟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昨天短暂的接触过程中 陆婷泽发现 许七威并不像表现出的那样冷冰冰 冰冷的外表 不过是他的伪装罢了 他善良 温婉 聪明 这样的女人 说实话 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所以 陆婷泽如实点了点头 有点 许七威皱眉 显然是对这个回答不满意 有点是多少 陆婷泽 看着陆婷泽痴别的样子 和林妃比起来 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林妃是那种世俗的美 改不了骨子里的媚俗 但许七威是那种 由内而外的美 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贵气 对 就是贵气 许七威站了起来 迈着步子走到陆婷泽跟前 上下打量了一番陆婷泽 玩味道 你想追我 看着许七威这副表情 陆婷泽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感情许七威 把他当小处男了 这么逗他 真当他没点火气不成 这么一想 陆婷泽停下了穿外套的动作 抓住许七威的手 顺势将他压在床上 近距离贴脸说道 是又怎么样 许七威被陆婷泽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了 红着脸 大气都不敢喘 陆婷泽也感觉到了他的紧张 身子都在微微抖动 陆婷泽斜笑一声 这可是 你自找的 说完 不等许七威反应 在许七威红唇上清了下去 许七威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 他只感觉浑身发软使不上力 但他也知道自己 不能就这么给陆婷泽 于是用力推开他 不行陆婷泽 现在还不行 看着许七威红到低血的脸蛋 陆婷泽抹了抹嘴巴 也没想着继续 不好意思 一时没忍住 陆婷泽继续穿衣服 许七威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 张了张口 欲言又止 神色纠结 陆婷泽看到后问道 有什么话就说呗 许七威犹豫了一下 最终看向陆婷泽 眼神逐渐变得认真了起来 你如果能答应 收购我们公司51%的股份 成为公司董事长 听到这个条件后 陆婷泽挑了挑眉 有些奇怪 他的表情让许七威误会了 也是 这条件 哪个男人会同意啊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许七威走神时 陆婷泽细声询问 他没有拒绝 许七威也听出来了 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其实 我们现在这个公司 以前是我爸的 十几分钟后 陆婷泽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万龙地产公司 以前是许七威的父亲 许万龙的产业 后来许万龙被人陷害 进了大狱 他的公司股份也被仇家瓜分 夺走了原本属于许七威的产业 当时许七威在国外留学 得知消息后回国 一切都来不及了 后来许七威只能以自己优秀的文凭 进入万龙地产公司 担任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 想着熟悉几个仇人的信息 一步一步来寻找机会 只可惜 这个方式太慢了 他缺钱 很缺钱 所以 在看到昨晚陆婷泽的大手笔后 我不该跟你说这个的 这有些太为难你了 许七威也明白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 开口想反悔 陆婷泽哪能让到嘴边的肥肉 就这么溜了 急忙道 别 你只需要告诉我 大概需要多少钱 许七威犹豫着 说道 51%股份的话 至少要5000万 5000万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至少现在的陆婷泽手里 是没有那么多钱的 但他可以赚啊 于是 陆婷泽笑道 行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也有个条件 这几天你必须听我的 我给你买任何东西 这奇葩的要求 许七威有些发懵 这 陆婷泽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好了就这么办 等我洗漱一下 出门先买辆代步工具再说 中午十分 两人吃了饭后 直奔汽车4S店 上海路是江城汽车4S店 比较集中的区域 在陆婷泽的带领下 两人静止走进一家保时捷汽车店 进门后 立马有好几个汽车销售看了过来 看到许七威的时候 这些人眼神明亮 可又当看到陆婷泽的时候 尤其是他那一身廉价的衣服时 都没了兴致 一个正在吃午饭的女销售 见没人招待两人 放下吃到一半的盒饭跑了上来 消息息道 您好两位 请问有预约吗 陆婷泽摇了摇头 没有 女销售点点头 一般这种客人 都是来过盐营打发时间的 很少有销售愿意招待 果然 在听到两人没有预约后 不远处几个销售耸了耸肩 觉得没有招待两人 是明智之举 眼前的女销售 是刚刚入职不久的新人 还没开单 一般这种单子 都归他们做 用来刷经验 那两位想看看哪一款车呢 我们这里有 销售正想着介绍一番时 陆婷泽抬手打断了他 问道 最新款的帕拉梅拉有没有 听到陆婷泽的话 不仅是销售 就连许七威也吓了一跳 车他还是了解一点的 帕拉梅拉这车 最低也要一百万往上 不是一般的贵 这对他来说 有些太贵重了 刚想劝陆婷泽别买的时候 又想起早上两人达成的条件 也就没说 女销售愣了愣 随即带着两人来到 一辆帕拉梅拉跟前 介绍道 这辆呢 就是我们店最新款的 帕拉梅拉 全车 陆婷泽 是最贵的吗 陆婷泽再一次打断了女销售 女销售皱了皱鼻子 摇了摇头 不是 保时捷品牌下 目前店里最贵的是 911GT3RS 售价在300万 听到这个价格陆婷泽眼神发亮 对对对 就要这个 快带我们去 女销售带两人来到 一辆造型非常好看的跑车跟前 正要介绍的时候 陆婷泽掏出银行卡 看都不看递给他 就这辆了 刷卡 说完 陆婷泽转头看向许七威 身份证带了吗 许七威呆呆地点了点头 身份证他一直随身携带的 就在包里 陆婷泽 写到我女朋友名下 女销售梦了 傻乎乎地愣在原地 第一时间连接卡都忘了 他根本没想着陆婷泽会买 见女销售迟迟迟没有接卡 陆婷泽疑惑地看着他 愣着干什么 刷卡呀 女销售恍如初醒 接过卡赶紧去办手续了 他太激动了 这一单下来 自己的提成也有不少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钱 返现 已到账 微话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一下就收入了三千万 陆婷泽心里那个爽 现在他的卡里 差不多一共有三千五百万 距离五千万 还差一千多万 等待办手续的过程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半个多小时后 手续终于办好了 因为陆婷泽要求是要现车 所以拿到手续后 销售带着两人 就去开了车 陆婷泽也是头一次 坐这么贵的车 看着车里稀奇古怪的案件 他甚至都不懂什么意思 就在他准备问 许七薇会不会开的时候 只听一声 跑车引擎的轰鸣声响起 强烈的推背赶袭来 车子已经窜了出去 挥入了车流 陆婷泽惊讶地看着他许七薇 这也能说明 许七薇的家事很好 这种车他以前经常开 接下来去哪儿 许七薇一边开车 一边询问 陆婷泽想了想 现在他没有住的地方 总不能天天住酒店 但是 给自己买房子的话 没有返现 有点浪费 因此 他问许七薇 你有房吗 许七薇奇怪地看了一眼陆婷泽 犹豫了一下后 最终摇了摇头 没有 我爸进去后 我们家的产业 都被查封拍卖了 我租了一间公寓 陆婷泽恍然点头 笑道 那正好 我们马上 都要在一起了 没有房子怎么行 去买房 许七薇看了一眼陆婷泽 他有些看不懂 眼前这个男人了 看起来是那么的普通 可他的资产 却像没有底线一般 到底什么样的身份 才能拥有这样的资产啊 同时 他也不再担心 不再阻拦 去楚江天都吧 怎么样 许七薇一边开车 一边询问 陆婷泽不知道 楚江天都在哪里 行 走吧 许七薇点了点头 等红灯的时候 上下打量了一番陆婷泽 说道 不过在去楚江天都之前 得先去一趟大望城 说完 恰好红灯变绿 911发出一声 轰鸣窜了出去 十几分钟后 两人再次来到大望城 不过这次 两人角色互换了过来 许七薇说什么 也要给陆婷泽 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动 陆婷泽拗不过 只好游着他去了 许七薇带着陆婷泽 走进一家阿玛尼服饰店 进门后 就对着导国员说道 我想给他买两套西服 你们这里有合适的 推荐款吗 阿玛尼的导国员很专业 随身携带着软齿 当然 先生这边请 我先帮您量一下尺寸 陆婷泽张开双手 任由导国员 将自己的身体尺寸量得 一清二楚 随后 许七薇和导国员 就一起挑选去了 陆婷泽反而像个没事人一样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坐在休息区玩起了手机 刷朋友圈的时候 陆婷泽看到了 林飞发的朋友圈 几张照片 搭配丰盛的西餐牛排 照片里 只有林飞一个人 比划着几个娇俏可爱的动作 底下配文 终于解脱了 一个人的生活 原来这么爽 看到这里 陆婷泽无奈摇了摇头 按道自己以前就是个猪头 竟然被这种渣女 玩弄于鼓掌之中 资助了一个白眼狼 不过现在的她已经看开了许多 迅速划过 继续浏览着 十几分钟后 许七薇拿着一套西装 和一双皮鞋走了过来 递到陆婷泽跟前 那 去试一下 陆婷泽起身 拿着衣服去了试衣间 再次出来的时候 改头换面的陆婷泽 就连导过员看了 都小嘴微丈 人靠衣装马靠鞍 这句话可不是瞎说的 陆婷泽一米八的个头 不胖不瘦的身形 简直就是为西装量身定制的 在阿玛尼西装的加持下 陆婷泽身上的男人魅力 得到了充足的释放 就连许七薇 一时间也看得有些出了神 怎么样 还行吧 回过神来的许七薇红着脸 急忙收回眼神 递给导购员一张银行卡 这一套 还有那一套棕色的 两双皮鞋 都装起来吧 导购员笑盈盈地接过卡 准备刷卡的时候 陆婷则插话道 我来吧还是 她很不适应 女人给自己花钱的这种感觉 许七薇拦住了她 不能一直你给我付出 这点钱没事的 我还是负担得起的 说着 许七薇盈盈一笑 看得陆婷则小腹斜火乱窜 急忙收回眼神 导购员 好的 这便一共收您十八万六千八百 这是票据 您收好 导购员刷了卡 将银行卡和票据 一同递给许七薇 走出服饰店后 许七薇带着陆婷泽 又去做了头发 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 弄完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两个多小时 从大望城出来的时候 陆婷则摇身一变 和之前进去的时候 判若两人 车上 许七薇微笑着 打量了一番陆婷则 还不错吗 没看出来是一块蒲玉 陆婷则斜笑着凑了过来 喜欢吗 许七薇翘脸一红 发动车子离开 直奔楚江天都 半个小时左右 两人来到楚江天都售楼部 作为江城排的上号的豪宅区 这里汇聚着江城各阶层的精英 当然 这里的房价 也令很多人望尘莫及 楚江天都涵盖高层洋房 欧式别墅 中式合院各种风格的房子 两人走进售楼部的时候 立马有一位 长相清秀的女销售走了上来 您好两位 请问有预约吗 女销售的眼神 有意无意地在陆婷则身上打量着 很明显 被许七薇特意打扮后的陆婷则 已经踏进了帅男这个领域 许七薇不自觉地挽住了陆婷则的胳膊 礼貌道 没有 我们来看房 介绍一下吧 销售 哦可以可以 两位想看洋房还是别墅 多少平米 许七薇看向陆婷则 陆婷则思索了一下 问道 你们这里最贵的房子是哪种 销售笑容一致 紧接着恢复 笑道 请跟我来 说着 销售带两人来到小区模型区 区域内是一片中式合院 销售 我们楚江天都 最贵的是中式合院 每一套中式合院都是上下三层 带花园后院 面积从300平米到500平米 各个户型都有 一边听着女销售的讲解 两人一边看着俯瞰图 最后 陆婷则指着其中一处合院 问道 这一套卖出去了没有 女销售辨认了一下 微笑道 先生您真有眼光 这一套是中式合院最贵的 位置也是最好的 目前还没有售卖出去 陆婷则 多少钱 能带我们去实地看一下吗 销售 现在这套房的售价是3100万 当然可以 两位请跟我来 跟着销售 许七威和陆婷则来到了中式合院的实地房里 大门是暗青色的 双开门 门外是两个中国风的石器白玉石狮子 推开大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堵隐蔽墙和青石砖铺就的路 拱门 偌大的院子和房子正面展现在眼前 很好看 很中国风 院子很大 角落位置还有一个亭子 亭子外是一条两米宽 十几米长的水系 下雨的时候坐在里面喝杯茶 别提有多惬意了 只一眼陆婷则就决定买这里了 他看向许七威 笑道 这里怎么样 喜欢吗 许七威当然喜欢了 这房子一进门就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 喜欢 见此 陆婷则不再犹豫 掏出银行卡递给销售 就这套了 办手续吧 写在我老婆名下 这个称呼让许七威翘脸一红 但也没反驳 销售激动的脸色潮红 急忙接过银行卡 带着两人走进合院内部坐下 然后开始办理手续 这房子好是好 但价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楚江天都的中式合院 一半多都卖出去了 这一套来看的人是最多的 但至今为止没有卖出去 就是因为价格 毕竟其他的合院价格 要比这一套少五百万左右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今天他可真是走了大运了 这么果断的购房者 连价格都不谈的 真爽快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销售半手续的速度很快 一个多小时后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消费 三千一百万 系统返现三亿一千万 已到账 听到系统的声音 陆婷则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 这一天总算没有白忙活 钱终于攒够了 从楚江天都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许七威开着车 来到自己租的公寓 车子停下后 许七威紧握方向盘 脸红得像熟透的桃子 房子装修这段期间 你先住我这里吧 说完 许七威慌忙 拉开车门下了车 陆婷则紧随其后下了车 傻笑着追了上去 一进房间 就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 那是女孩子房间特有的香味 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 上下两层 下面是沙发电视厨房 卫生间等家庭用具 楼上是睡觉的地方 一进门 许七威就钻进了卫生间 稀稀素素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 陆婷则打开冰箱 拿了一瓶可乐灌了一口 舒爽无比 不一会儿 许七威抱着一团衣服出来了 红着脸说道 你去洗吧 我收拾好了 陆婷则挑了挑眉 没拒绝 跑了一天 出了一身的汗 确实要好好洗洗 陆婷则洗完澡就上了床 许七威的床很软 很香 看着他四氧八叉的样子 许七威皱着鼻子哼了哼 钻进浴室洗澡去了 等他洗完出来 紧张来到二楼卧室门口 时时下不了决心进去 万一陆婷则要的话怎么办 他要不要给陆婷则 不给的话 他会不会不高兴 给的话 他们才正式交往多久啊 满打满算不过两天 矛盾时 一想到陆婷则这一天 为自己做的一切 许七威深吸一口气 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进门后 许七威才发现 陆婷则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 口中传出轻微的憨声 看着睡梦中陆婷则的样子 许七威抿嘴笑了笑 伸出鲜鲜玉手 在陆婷则的鼻子上点了点 这一点 本来就刚刚睡着的陆婷则 顿时醒了过来 一睁眼看到许七威 刚刚洗完澡的他 脸淡红彤彤的 分外诱人 陆婷则一把拦住许七威的腰肢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许七威身子瞬间崩直 脸更红了 出于身体的本能 许七威挡住陆婷则 想要更进一步的动作 急促到陆婷则 陆婷则停了下来 看向许七威 许七威的脸上 泛着肉眼可见的紧张 紧咬着嘴唇 有些害怕 陆婷则误以为是许七威 不想和他那个 笑了笑 从背后抱住他 好 不勉强你 睡吧 听到这话 许七威心里长舒一口气 两人逛了一天确实累了 很快就沉睡了过去 陆婷则醒来的时候 身边已经没有了许七威的身影 他伸了的懒腰坐了起来 穿上衣服出门后 就闻到一股早餐的香味 许七威不知道哪里去了 桌子上静静地摆放着 他做的爱心早餐 和一张便签纸条 陆婷则下楼 走到跟前 纸条上写着 我在晨跑 一会儿回来 你醒了就吃 记得先刷牙 后面还画了一个笑脸 看着纸条 陆婷则感受到了 之前从未有过的 家的感觉 和林飞在一起那么久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他本以为所有女人都是这样 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仅遵许七威的指示 陆婷则刷了牙 正吃的时候 穿着一身运动装的 许七威跑步回来了 冲了个早后 许七威坐到陆婷则对面 拄着下巴看着他 眼神里满是爱意 果然爱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陆婷则好奇地看了一下 许七威对自己的好感度 七十 昨天还是十呢 更甚至降到了可怜的五点 现在就变成了七十 可见昨天一整天下来 许七威已经彻底接受了陆婷则 陆婷则 七威 跟我讲讲说过 股份的具体事项吧 我不怎么了解 听到陆婷则问起这个 许七威严肃了起来 现在万龙地产董事会 一共有三个大股东 其中最大的股东 占股37% 叫程立伟 也是万龙地产的董事长 当年陷害我爸的罪魁祸首 其次 第二大股东占股12% 叫刘松 听说是程立伟的外甥 两个人的股份加起来 总共是49% 第三大股东占股7% 叫张安 自己有一家安保公司 不过听说最近效益不太好 和程立伟关系也很好 他们三人的股份 一共56% 其余的股份 大大小小散落在许多散户手里 所以 我们要收购的话 就要从这些散户下手 先收购他们的股份 集中再说 最近房地产生意不好做 许多散户 都有抛售股份的想法 听到这里 陆婷则算是明白了一点 他抬起手打断了许七威 说道 这样吧七威 我给你转5000万 你去负责收购这些散户的股份 可以吧 听到陆婷则要给自己5000万 许七威有些惊讶 紧接着他连忙摆手 不行不行 陆婷则 我对收购股份 这个不了解 你一个哈佛金融硕士 比我懂得多 你来做这件事最合适 就这么定了 哦对了 有一点 收购来的股份 全部寄入你的名下 知道了吗 许七威愣了 啊 喂 为什么 许七威确实愣了 他感觉陆婷则对他有点太好了 好过头了 那可不是五块钱 而是5000万 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他说送就送了 许七威再一次 为陆婷则的手笔感到震惊 陆婷则犹豫着要怎么解释 肯定是要送给许七威 不然没有返现 钱不是白花了吗 但他又不能直接说 自己因为系统的原因 所以 思来想去后 陆婷则只好撒了得谎 你不是说了吗 万龙地产是你爸的公司 紫城副业天经地义 再说了 我们以后在一起的话 公司是你是我 有区别吗 陆婷则的话 让许七威瞬间红了眼眶 他捂着鼻子 眼中雾水生腾 眼看就要哭出来 陆婷则急忙扯了几张纸递给他 好了好了别哭了 话音刚落 饭桌那一头的许七威 突然站了起来 在陆婷则错愕的注视下 紧紧地稳住了他 这一吻 持续了足足十几秒后才分开 许七威红着脸说道 谢谢你陆婷则 再看许七威对陆婷则的好感度 已经猛涨到了九十点 陆婷则有些意犹未尽的抹了抹嘴巴 邪笑道 就这么谢我 有点不够啊 陆婷则本来开玩笑的话 却被许七威当了针 只见他狠下心站了起来 走到陆婷则跟前 然后 当着他的面 开始脱起了衣服 见此 陆婷则知道许七威的打算 他总感觉 哪里有点怪怪的 好像自己拿钱 砸到许七威脱衣服的一样 于是他按住了许七威的动作 七威 你不用这样 许七威眼神中有些慌乱 我是自愿的老公 女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物种 就像现在的许七威 陆婷则突然制止他的时候 他又患得患失起来 毕竟 在许七威看来 他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他的身体了 陆婷则如何看不出来 拉住他的手 将他拽到自己怀里 坐在自己腿上 蜻蜓点水地 在许七威嘴唇上亲了一口 别乱想 我比任何人都想拥有你 但现在不是时候 这句话 让许七威踏实了很多 红着脸点了点头 陆婷则 按照你刚刚所说 就算收购了全部散户的股份 也只有44% 所以 必须要想办法 策反他们三人中的一人 许七威 这个我也想到了 正准备跟你说的 吃完了没 吃完今天 带你去见一个人 早上11点多 许七威和陆婷则 来到了江城五环外的一家破败工厂 工厂连个门牌都没有 只有一个自动起落杆 外面是大片的荒地 保时捷911开进工厂的时候 一个穿着黑衬衫 30岁左右的寸头男子走了过来 大声道 你们找谁 许七威降下车窗 我是许七威 和你们老板约好的 男子点了点头 伸手 交出身份证递了过去 男子看了一眼 确定是许七威后 将身份证还给许七威 拿起对讲机说了一声 随后就升起了护栏 许七威发动车子驶入工厂 陆婷则笑道 还挺谨慎 这里就是张安的安保公司 张安是个退伍军人 退伍后和几个战友 合伙开了这家公司 但因为缺资金 公司知名度上不去 活也接不到 上次张安去找成立委 借500万周转资金悖剧 心灰意冷 公司已经瀕临破产边缘了 前段时间 张安准备卖了万龙地产的股份 来解决燃眉之急 我跟他聊了一下 7%的股份 大概800万左右就能拿下 说着 许七威将车子停下 两人一起下车 走进一间白顶厂房 厂房里面是300平米左右的仓库 里面到处摆放着各种健身器材 走进电梯 许七威按下负三层 来到负三层后 电梯门打开的第一时间 陆婷则就听到一阵阵吵闹声 远远看去 一间擂台上 两个壮汉正在对打 擂台周围 三个精壮的男人 只穿着黑色背心 正在围观 黑色背心上 写着铁钝安保的字样 看到许七威和陆婷则两人后 擂台上的一人停了下来 钻出擂台 摘下拳头 许小姐 来这么走 只一眼 就能看到男子身上浓浓的军人气息 一身的精壮肌肉 视觉效果 虽比不上健身防恋的那种健子肉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种体格 才是战斗能力的表现 许七威 是啊 没打扰你吧张队长 张安摇了摇头 带着许七威和陆婷则 来到一旁的休息区 倒了水 分别放在两人跟前 我现在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什么可打扰的 这位是 许七威 哦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老公 陆婷则 老公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安 铁钝安保公司的老板 陆婷则伸出手和张安握了握 张安的手很糙 很结实 皮肤有黑 很健康 突然间 张安的手掌微微用力 陆婷则只感觉像被一把铁钳夹住一般 剧痛袭来 陆婷则微微醋眉 虽然很疼 但他没有吱声 目光平静地看向张安 张安试探了一下后 松开了手 一脸笑意 张安 陆先生您好 之前没听说许小姐已经结婚了 许七威没有发现异常 哦 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 多的我也不说了 今天来的目的 张总应该知道 开个价吧 张安当然知道 他坐在两人对面 犹豫了一下 许小姐 昨天程总来找过我 一听这话 许七威立马意识到不妙 程立伟既然找过张安 那他们 许七威没说话 静静地看着他 果然 安静了一会儿后 张安继续说道 程总给了我一百万周转资金 并且 答应我会利用自己的关系 帮我们接活 所以 许七威 所以 你是不打算卖股份了吗 虽然有些出而反而 但张安身为铁钝安保公司的老板 需要为整个公司考虑 还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嗯 程总答应我 等过段时间资金充裕一些后 会收购我手里的股份 很抱歉 许小姐 听到这里 许七威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下 很生气 明明说好的 现在张安变卦 他怎么会不生气 于是 许七威站起身 既然如此 那打扰了 说着 许七威就准备离开 但陆婷泽没动 他拉住要离开的许七威 先做 凡事都能谈的嘛 虽然不解 但出于对陆婷泽的信任他 还是坐了下来 陆婷泽看向张安 程总答应你多少钱 张安皱了皱眉 这倒不是什么 不能说的 开口道 750万 陆婷泽 1000万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陆婷泽的话 让许七威和张安齐齐震惊 张安手里只有7%的股份 市场价下来 也就700万出头 陆婷泽竟然一口气给了1000万的价格 这个数字的诱惑力 还是很大的 许七威摇了摇陆婷泽的手 意思很明显 这个价格太高了 陆婷泽则轻轻笑了笑 递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看着张安纠结的神情 陆婷泽继续说道 另外 我以个人名义 可以给你们公司投资500万 也是立马打钱 你考虑考虑 听到这里 张安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看陆婷泽的眼神 再也没了之前的轻视 张安 一言为定 后面的事就是打钱了 几人 拟了股份转让合同 陆婷泽用1000万 买下了张安手里 7%万龙地产的股份 股份转到了许七威名下 担保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消费1000万 系统反现1亿 已到账 合同签完后 张安激动地朝陆婷则伸出手 陆婷则看着她的手 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神色 这下可不许用力了呀 张安有些尴尬 挠了挠后脑勺 对不起陆先生 我为刚刚的行为向您道歉 陆婷泽也没责备她 他看得出来 张安对许七威是有一点好感的 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退伍军人 看到自己心仪的女人有了老公 免不了有点火气 很正常 两人握了握手后 陆婷则说道 公司这个位置有点太偏远了 张总你什么想法 张安是有点远 但这里便宜 陆婷泽了然随即点了点头 说道 现在你有钱了 去二环内租个大点的场地吧 这样后续接活也方便 张安也是这么想的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后续我会处理 最后聊了几句 陆婷泽和张安互留了联系方式 约定好时间去工商局认证后 张安和几个朋友一起 送两人离开了工厂 离开工厂后 许七威开车 带着陆婷泽 开始了购买其他散股的路途 一直忙活到晚上十点多 两人终于回来了 一起回来的 还有一后落股份转让合同 收购股份的进程 进行得很轻松 不为别的 只因为陆婷泽的超能力 基本上每个人的股份 都以高出市场价30%的价格被收购 许七威从一开始的拒绝 到后来已经没有感觉了 整个下来 算上张安7%的股份 他们已经拥有了 万龙地产51%的股份 全部转到了许七威名下 总共花费将近8000万 远远超出许七威的预估价格 他不知道的是 陆婷泽用这8000万 赚了足足8个亿 现在的陆婷泽 银行账户上 已经有12亿的存款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现在 许七威已经是万龙地产公司 法律意义上的董事长 只等明天周一 去公司正式通告 洗完澡后 两个人躺在床上 想起今天一天的历程 许七威有些不敢相信 好像做梦一般 原本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就这么达成了 看着面前坏笑的陆婷泽 许七威愈发的好奇 他很想知道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坐拥如此财富 竟然在一个公司 做普通员工那么久 正胡思乱想时 许七威的嘴巴就被堵住了 察觉到陆婷泽的热烈 已经对陆婷泽 拥有90%好感的许七威 根本没有拒绝的念头 笨拙且声色地回应了起来 以你的气息开始蔓延 两人的体温逐渐升高 早上 陆婷泽从睡梦中醒来 一睁眼就看到许七威 扑闪扑闪的眼睫毛 昨晚两人可是折腾到了大半夜 让陆婷泽没想到的是 许七威竟然是第一次 难怪之前反应那么大 想想也是 许七威这样家境的女孩 不缺钱不缺穿的 恭喜宿主 第一位女性好感度达到100 奖励 铜皮铁骨 密集一卷 奖励以下发 随着系统声音落下 陆婷泽脑海中 煞时间冒出一大堆 复杂玄奥的信息 这就是铜皮铁骨 密集的内容 他使劲晃了晃脑袋 就在这时 许七威阴拧了一声 睁开了眼睛 他也难得睡了个懒觉 一觉睡到快十点了 几点了 许七威迷迷糊糊地询问 陆婷泽看了一眼时间 马上十点 顿了顿 许七威骤然睁眼 完了完了 要迟到了 说着 许七威习惯性地起身穿衣 动作有点猛 下身传来异样的痛感 许七威倒吸了一口冷气 有些责备地锤打了一下陆婷泽 都怪你 陆婷泽越来越喜欢眼前这个女人了 她一个翻身 将许七威压在身下 就吻了上去 啊 你还来 嗯 半个多小时后 云语出些 许七威脸淡陀红 整个身子软塌塌的 一动都不想动 根本没了力气 陆婷泽笑了笑 将其拦腰抱起 走进了浴室 中午十一点多时 两个人终于穿戴整齐 出了门 在陆婷泽的提醒下 许七威才意识到 他现在已经是万龙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还用担心迟到吗 两人一起来到公司的时候 进门就碰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陈峰 没错 就是给陆婷泽戴绿帽子的那个人 林飞的出轨对象 也是陆婷泽原来的顶头上司 业务部的经理 单论级别 比许七威甚至还要高一点 当然 那是之前 陈峰看到许七威和陆婷泽一起进来后 这个月的绩效没了 另外 罚款200 陆婷泽目光平静地看着陈峰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许七威先一步说道 陈总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迟到罚款了 陈峰皱眉 怎么 徐总有意见 原来的许七威 只是业务部的部门经理 而陈峰是经理 比许七威职位要高 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许七威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开会时间到了 先去会议室 没错 许七威昨晚就发了通告 以万龙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身份 召开第一次领导会议 本来时间是定在早上十点半的 结果 想到这里 许七威瞪了陆婷泽一眼 经过陈峰 走进公司 陆婷泽也要跟上去的时候 陈峰再次拦在他面前 失笑道 小子 想打许总的主意 我劝你啊 还是 碰 陈峰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只听一声闷响 陆婷泽挥起一拳 砸在他的脸上 直接将其打倒在地 陆婷泽也有些震惊 自己的力气啥时候变这么大了 很快他意识到 应该是那 铜皮铁骨密集的原因 他还没来得及看 给你脸了是吧 滚开 陈峰被打猛了 使劲晃了晃脑袋 有点不敢相信 平日唯唯诺诺的陆婷泽 竟然敢动手打他 这一幕被好几个同事 还有许七威都看到了 相比同事们的惊讶 许七威显得很平静 因为他比陈峰了解陆婷泽 陆婷泽没再理会他 走进公司 搂住许七威的小蛮腰 当着一众同事的面 在其脸上亲了一口 你去开会 我收拾东西办了离职后 出去买辆待不车 忙完了 给我打电话 许七威红着脸点了点头 一脸甜蜜 这一幕 给其他人的冲击是空前的 他们看到了什么 公司的冰山美人 撕花许七威 竟然被陆婷泽亲了 而且他 他还在笑 这一刻 所有人的大脑都当机了 有的拍了拍自己的脸 生怕这是在做梦 两人分开 许七威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拿东西准备开会 陆婷泽去自己的工位 在一众同事各异的注视下 简单收拾了 一下自己的东西 去办离职 陈峰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的错愕 变成了阴狠 狠毒至极 办离职的过程很顺利 平常陆婷泽 就属于那种隐形人 可有可无 因此 办离职并没有太大波折 办完离职后 陆婷泽离开了公司 打了一辆车 去上海路的汽车销售区域 准备买辆代步车 上次考虑不周 光给许七威买了车 忘了自己 两个人有的时候不顺路 还是得有一辆自己的车 给自己买车的时候 陆婷泽就没那么多要求了 最后选了一辆不到一百万的奥迪 A8 低调 内敛 开车离开4S店后 陆婷泽先是去了一趟楚江天都 看了一眼自己的中式合院 装修工正在施工 灰尘很大 看了一眼后陆婷泽就离开了 正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 陆婷泽接到了张安的电话 接了起来 喂 怎么了 张安 陆哥你现在在哪里 我看了两个场地 不确定租哪个 你过来帮我出出主意呗 陆婷泽反正也没事 于是答应了下来 好 位置发我 我现在过去 半个小时左右 陆婷泽跟着位置 来到了二环内的广城大厦 36楼 走出电梯 陆婷泽一眼就看到了 不远处几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 正是张安几人 走了过去 张安也看到了陆婷泽 笑着走了过来 你终于来了 赶紧来出出主意吧 说着 张安看向一位50多岁的大妈 说道 李姐 您就便宜点呗 我们长租行不行 李姐 还要墨子便宜嘞 拉个大的空间 二环内 我这价格很实惠了好不好 李姐说着一口江城本地的方言 语气很强硬 陆婷泽大概搞清楚了 肯定是因为租金的问题 他环视了一圈这里的环境 整个36楼一半的区域 非常大 估摸有500平米不止 陆婷泽 这里租金多少钱 张安伸了三根手指头 一年300万 三年起租 一分不少 一步不退 陆婷泽听后点了点头 他现在对钱没什么感觉 钱对他来说 就是一串数字 他是觉得 这里的环境 有点不太合适做安保公司 首先 这个楼层太高 36楼 不方便 其次 安保公司平常需要训练了啥的 肯定会炒到楼上楼下 而且 这广城大厦定时关门开门 综合原因 陆婷泽觉得 这里并不适合 想了想后 陆婷泽问道 你不是说 有两个场地吗 张安将他带到一边 小声道 另外那个场地虽然合适 但租金比这里更贵 一年500万租金 而且压一副三 租不起 陆婷泽 钱不钱不重要 环境怎么样 张安想了想 点头道 那边原来是个中学学校 前段时间学校搬迁了 就闲置了下来 里面有草坪有宿舍 特别合适 听到这里 陆婷泽微微点头 这样的环境是最合适的 于是 他立马拍板 那就租那边 走吧 别浪费时间了在这 说完 陆婷泽转身走进了电梯 张安和另外两个一起的 只好跟上 地下停车场 当看到陆婷泽开的奥迪A80 张安说什么都要亲自开开 陆婷泽只好让他坐起了司机 张安之前在部队是开坦克的 开这种车 轻车熟路 十几分钟后 一行人来到一所闲置的学校外 陆婷泽透过车窗 看了一眼学校的环境 比他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占地大概十亩左右 两栋教学楼 一栋宿舍楼 一个食堂 还有一个操场 因为闲置的缘故 操场上的草坪已经被掀了 到处都是垃圾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价值 车子开进学校不久 只听到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也开了进来 停在了那辆奥迪A8旁边 车门打开 一条黑丝长腿当先卖了出来 紧接着 一个穿着超短裤 低胸衣 带着墨镜的绿发美女出现 陆婷则正观察时 张安轻轻碰了碰她 说道 这就是这里的老板 这一片地都是她的 叫林英 陆哥你一会儿注意点语气 她脾气不是很好 说完 张安满脸笑意地迎了上去 林小姐 真不好意思 又来打扰了 林英摘掉墨镜 露出那一张毫无瑕疵的娇言 瞥了一眼张安 我说你们 你真够烦的 要租就租 不租就不租 干嘛让人家来来回回地跑 张安陪着笑脸 租租租 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说着 你好陆婷则 林英上下打量了一番陆婷则 或许是看他穿着布帆 伸出手里结信的握了握 随后朝着学校操场的方向走去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片地总共十二亩 一年租金五百万 一分不少 压一付三 总共两千万 转账 签合同 就这么简单 陆婷则四个人 跟在林英身后来到操场 确实很宽敞 稍微打理一下 肯定很适合开安保公司 张安一脸为难地看向陆婷则 两千万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笔天文数字 陆婷则 可以 你合同吧 陆婷则的声音 不仅让张安三人愣在原地 就连林英 似乎也没想到 他竟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眨巴着一双好奇的眼睛 上下打量着他 其实陆婷则之所以 答应这么爽快的原因很简单 第一他不缺钱 第二 系统奖励了他同匹铁骨秘籍 有了这秘籍 安保公司的开启 势在必行 林英 爽快 行 跟我来 去办公室 几人再次出发 走进教学楼其中的一间办公室 很快 林英拟好了合同 陆婷则扫了一眼 没什么问题 就签了字 转两账 至此 大地安保公司的选址 总算是有了着落 说到转账的时候 陆婷则习惯性地看向林英 奇怪的是 陆婷则竟然在林英的眼中 看到了泪花 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错觉 林英伪装得很好 但正因为如此 让他更加肯定 这个暴脾气的女孩子 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林英不说 陆婷则也没问 签完合同后 林英离开了 很着急的样子 剩下陆婷则和张安四人 这时张安说道 陆哥 你这前前后后花了这么多 这样 咱们变更一下股份 你拿65 我拿35 怎么样 陆婷则想了想 说道 这样吧 我占60 你占30 剩下的10%给你几个战友 毕竟也算咱们公司元老人物 后续肯定还会有新人加入 张安眼神一亮 包括他身后的两个战友 也一脸激动 好 就这么办 正好有五个人 每个人2% 还有件事 既然陆哥 您现在是我们的老板了 要不要考虑给公司换个名字 这个陆婷则 还真没考虑过 想了想后说道 嗯 就叫大地安保公司吧 张安激动的点点头 好 我这就去办 明天我就带几个战友搬过来 陆婷则 嗯 现在公司的人手太少 这段时间 你们多招谢人手 张安连连点头 这件事 他很早就想做了 只可惜 因为资金原因 迟迟没办法做起来 现在有了陆婷则这个大腿 他当然知道要做什么 安保公司的业务范畴很广 小到一些小区的安保服务 大到一些重要人物的保护工作 涵盖的服务面非常广 这就要求 安保公司的口碑要非常好 所以 培训这一块 也必不可少 后续的事情 陆婷则交给张安去办了 陆婷则开车回了许七薇住的地方 他准备好好看一看 这 铜皮铁骨 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儿 许七薇没有联系他 想来应该还在公司忙活 他已经是万龙地产的董事长 以许七薇的学识 陆婷则根本不用担心 回到家后 陆婷则一边捣水 一边询问系统 喂 这铜皮铁骨 是个什么鬼玩意儿 需要学习吗 系统无声 没有回应 陆婷则端着水杯坐下 眼睛闭了起来 随着他心面一动 脑海中 庞大且复杂陌生的信息 如潮水一般涌来 一个多小时后 陆婷则睁开眼睛 眼神中遍布震惊之色 他总算搞清楚 这铜皮铁骨 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简单来说 就是一部炼体秘籍 炼至大成后 就如秘籍的名字 铜皮铁骨 包腔不入 比什么金钟照铁布山 不知道厉害多少倍 更重要的是 作为宿主 他不需要主动学习 只需要给女人花钱 只要有一个女人的好感度 达到一百 他就能达到小成 两个女人好感度达到一百 就能大成 根本不需要主动学习 明白这一点后 陆婷则使劲搓了搓脸 胆慨在舔狗的路上 一去不返 看了看时间 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陆婷则皱眉 许七威从中午开会开到现在 七个多小时了 怎么会一个电话 一个消息都没有 想到这里 陆婷则意识到 许七威应该是遇到了危险 夺门而出 十来分钟后 陆婷则来到万龙地产公司 已经是下班点 员工基本上都下班了 公司里安静的出奇 陆婷则心里的不安愈发严重 他小跑着前往会议室 到会议室门口时 陆婷则被门外两个人拦住了 两人一左一右 伸手挡住陆婷则 董事长正在里面开会 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陆婷则微微醋眉 想透过玻璃 看一眼会议室内的景象 什么都看不见 让开 陆婷则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 冷声开口 两个保镖对视一眼 其中左边那位伸出手 按在陆婷则的肩膀 就想将他推开 然而 他用力一推 发现陆婷则竟然纹丝未动 保镖的动作 让陆婷则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测 抓住保镖的手腕 轻轻一掰 咔嚓 清脆的声响响起 保镖瞳孔皱缩 紧接着发出一声闷哼 脸色惨白 陆婷则看都不看 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保镖整个人飞了出去 撞到墙上才停下 这就是铜皮铁骨小成的力量 整个过程发生得非常迅速 右边那个保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队友已经飞了出去 倒地不省人事 见状 他也知道 陆婷则是来闹事的 指则所在 保镖从腰间抽出一根甩棍 拿起对讲机说道 过来人 有人闹事 说完 保镖手持甩棍 朝着陆婷则当头屁下 陆婷则眼神见冷 眼中不满寒霜 与此同时 会议室里 万龙地产的会议室很大 此时此刻 七个人端坐在会议室内 坐在守卫的赫然是许其薇 不过此刻的他 脸色很不好 在其右手边 是一位光头男 年纪约莫五十上下 手里夹着一根雪茄 靠着椅子 懒洋洋的躺着 而他 就是万龙地产原来的董事长 陈立伟 陈立伟对面 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长得倒是挺帅气 见眉心目的 只不过嘴唇有些薄 一看就是刻薄狭隘之辈 他就是万龙地产原来的第二大股东 也是陈立伟的外甥 刘松 两人之后 是大大小小的其他几个股东 虽然股份已经被许其薇收购 陈立伟 许经理 还是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三千万 良心价了 卖了吧 陈立伟笑着 露出一口大黄牙 恶心至极 没错 今天原本是许其薇定好的董事交接仪式 但他小看了陈立伟和刘松的无耻 两人合伙封锁了会议室 拿走了他的手机 逼迫许其薇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 要知道 为了购买这些股份 陆婷则可是前前后后 花了八千万 现在 陈立伟竟然想用三千万的价格 收走他全部的股份 摆明了就是欺负人 霸王合约 强买抢卖 许其薇当然不同意 因此会议一直僵持到现在 其他人都吃了饭 只有许其薇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陈立伟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我就算死 也不会签字的 说着 许其薇拿起面前的股份转让协议 重重地甩在陈立伟的脸上 将他的雪茄打掉 陈立伟眸子一下子变得阴沉 对面 刘松和陈立伟对视了一眼 紧接着 刘松站了起来 一把抓住许其薇的头发 啊 许其薇吃痛惨叫 刘松不管不顾 贴近许其薇的脸宁笑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我们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说着 刘松一把抓住许其薇的衣服 只听吃拉一声 许其薇的外套就被扯碎了 啊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报警 你这个畜生 放开我 刘松不管不顾 大笑着撕扯许其薇的衣服 至于其他人 设于成立伟和刘松的能量 都是敢怒不敢言 全当没看见 强烈的屈辱 充斥了许其薇全身 他撕心裂肺的哭嚎着 可他的力气 哪有刘松大 再多的挣扎 不过是徒劳罢了 许其薇衣服 被一片一片的撕碎 刘松和成立伟 猖狂的大笑声持续着 啪 热烧 你们太过分了 关键时候 一道女声响起 夹杂着剧烈的拍桌子声音 刘松停了下来 成立伟也止住了笑声 所有人齐刷刷地 看向说话的那女人 女人一头绿色头发 也就二十出头 看起来很年轻 如果陆婷则在这里的话 一眼就能认出 这个女人正是白天 给他租下那学校的女人 林英 看到是林英 成立伟皱了皱眉 林小姐是有什么意见吗 林英怒气冲冲地 走到许其薇跟前 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她 看了刘松和成立伟一眼 成总 刘总 你们不觉得很过分吗 刘松习惯性地看向成立伟 林郑叶 她还是不得不谨慎对待的 林郑叶是江城出名的企业家 手里拥有好多企业的股份 万龙地产 这是其中之一 今天这股东会议 林郑叶很忙抽不开身 林英是替她爸来开会的 在场除了成立伟和刘松 恐怕也只有 林英有身份和胆量管这件事了 林小姐 你都看到了 这可不是我们要用手段 而是她不知好歹 刘松摊了摊手 一脸无辜 林英瞪了她一眼 看向成立伟 我呸 人家八千万收购的股份 你们要三千万买 强盗也不是你们这样的 两个杂碎 林英从小娇生惯养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虽口无遮拦 但非常解气 果然 成立伟听到这毫不尊重的话后 毛子也是冷了下来 放肆 你爸就是这么教你 碰 成立伟话还没说完 只听一声巨响 会议室的大门 被人从外面撞开 门飞甩出去好远 连带着两个保镖 也摔了进来 见此 会议室里所有人 齐刷刷地看向会议室门口 那里 陆婷泽手插裤兜 一脸平静地走了进来 看到陆婷泽的那一刻 许七威再也憋不住了 嚎啕大哭扑了过去 紧紧地抱着陆婷泽 陆婷泽能感受到 许七威剧烈发抖的身体 扫了一眼他身上破烂的衣服 不用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一刻 陆婷泽怒了 他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会议室 目光先是扫过成立伟和刘松 看到林英的时候 愣了愣 是你 林英也认出了陆婷泽 是你 两人一口同声的疑惑 让其他人更猛逼了 不过 现在显然不是唠嗑的时候 陆婷泽安慰了一下许七威 轻声询问道 发生了什么 跟老公说 许七威声音都在颤抖 好在断断续续将事情解释清楚了 听完了事情的经过 陆婷泽带着许七威重新坐在主位 看向林英 谢谢 这句感谢是发自肺腑的 因为要不是她的话 后果不敢想象 林英摆了白手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陆婷泽捡起许七威 扔在地上的股份转让协议 认真地看完后 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放下手机后 陆婷泽看向林英 能再帮我个忙吗 林英皱眉 但还是点了点头 说吧 陆婷泽 帮我重新你一份股份转让协议 收购他们两个人手里的股份 文言 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陆婷泽 不明所以 林英也奇怪 但他没多问 起身道 可以 多少钱 陆婷泽想了想 转头看向陈立伟 陈总 你想多少钱卖 陈立伟根本不认识陆婷泽 知道 哪里来的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 碰 他话还没说完 陆婷泽按住他的光头 撞在了会议桌上 啊 撞击的声响过后 陈立伟的脑袋上 顿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淋漓 大叫了起来 他挣扎着想要脱离陆婷泽的掌控 然而陆婷泽的手 就像一把钳子 不管他如何挣扎 动不了嘶吼 对面 刘松剑舅舅被欺负 快步走过来 就想推开陆婷泽 但他的手 还没碰到陆婷泽的时候 陆婷泽就抓住了他的胳膊 将他的手按在会议桌上 然后 陆婷泽伸手拿出一支笔 毫不留情地 对着刘松的手被扎了下去 哼 随着一声轻响 中性笔穿透了刘松的手掌 深深地扎进了会议桌 整个过程两秒钟都不到 刘松反应过来的时候 刚好痛感袭来 啊 刘松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他想挣扎 可一动的话会牵扯到手掌 疼得更剧烈了 这一幕落在所有人眼中 让他们心惊胆战 包括林英 但他们并不觉得陆婷泽过分 反倒很解气 陆婷泽看都不看刘松 柔声再次询问 程总 开个价吧 这一次 程立伟怕了 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后 说道 那那个 六 六千万 他手里37%的股份 六千万算是正常价格 陆婷泽了然点了点头 看向林英 六千块钱 啊 林英猛了 程立伟说的 不是六千万吗 其他人也猛了 不知道陆婷泽什么玩法 林英猜到了什么 没多想 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去操作打印合同去了 林英离开的时候 程立伟趁着没人注意 手掌伸到会议桌下 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 随后 他突然凝笑了起来 小子 你就猖狂吧 我看你 还能猖狂多久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陆婷泽皱了皱眉 按住他的脑袋 再次撞在会议桌上 碰 这一下 刚刚的伤口更大了 程立伟满脸都是血 看起来非常恐怖 他毫不退缩 虽然挣脱不了陆婷泽的掌控 但还是扯着脖子骂道 小子 一会儿 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陆婷泽猜到 他应该是用了什么手段 丝毫不拒 不多一会儿 林英带着几份打印好的合同 递给陆婷泽 陆婷泽看了一眼 里面的金额 确实是六千块 而不是六千万 陆婷泽将合同 放在程立伟跟前 蹭的一声 在刘松的惨叫声中 拔出了他手背上的笔 丢在程立伟面前 签字 程立伟哪里会签 骂道 我呸 你想都别想 陆婷泽刚要给他点眼色看看 就只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游远极尽传来 紧接着 十几个手持甩棍的保镖 冲进了会议室 给我弄死他 弄死他 看到保镖进来 程立伟压抑了好久的怒火 刹那间爆发 撕心裂肺地大叫着 保镖们见状 随即全部朝着陆婷泽冲了过来 见状 会议室的其他几人 全都坐鸟兽散 躲在了一旁 许七威站了起来 紧张地站在陆婷泽身后 陆婷泽一声冷哼 迎着十几个保镖 就冲了上去 几分钟后 会议室里 整个会议室 到处都是倒地身影的保镖 陆婷泽衣衫破碎 满脸是血 身上也有好几处 触目惊心的伤口 所有人都看呆了 就连许七威 也没想到陆婷泽 竟然这么能打 可又看到他身上的伤 顿时心疼得无法自拔 陆婷泽缓缓走到 陈立伟跟前 拿起他家在手里的雪茄 狠狠地摁在他的光头上 啊 我签我签 我签 啊 空前的震惊 再加上剧烈的疼痛下 陈立伟胆子已经被吓破了 拿起沾着 自己外申写的笔 慌忙在合同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 并就着鲜血摁了手印 看着陈立伟签完字 陆婷则继而又看向刘松 刘松哪里还敢说什么 我这就转让 我立马转让 免费转给许总 我免费转给许总 至此 舅舅外申两人 强买许七威股份不成 反倒是将自己手里 价值几千万的股份 免费送了出去 刘松签完合同的同一时间 会议室外 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房间里的众人 心不自觉地又提了起来 按道 难道是成立伟又叫人了 很快 一群人齐刷刷地冲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张安 进门的张安等人 看到房间内景象的时候呆住了 他们又看向浑身是血的陆婷泽 用屁股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 张安快步走到陆婷泽跟前 陆哥 没事吧 陆婷泽摆了摆手 已经没事了 本来叫你们来 是怕他们跑了 现在不用了 麻烦你们摆跑一趟 张安 不不不 怎么会摆跑呢 这是 张安示意了一下一地的保镖 意思很明显 一群废物而已 不用理会 张安点了点头 紧接着从底下人手里 拿来一套衣服 递给许七威 给嫂子 换上吧 许七威接过衣服 转身出了会议室 换衣服去了 张安不是傻子 眼前的场景 在结合许七威衣衫蓝褛的模样 他大概能猜到 发生了什么 目光落在成立伟和刘松身上的时候 眼中多了一丝杀意 行了 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回去吧 张安点点头 随后摆了摆手 一大群人又嘻嘻嚷嚷地出门了 这一幕 给会议室众人的冲击不小 他们都没见过陆婷泽 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 到底是什么人物 但仅从他表现出的这些来看 肯定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就是了 其中有以林英的感触最深 回想起下午见到的那个 让人如沐春风的陆婷泽 再看看眼前这个 和沙神一样的人 他不敢想象 两者竟然是同一个人 他对陆婷泽更好奇了 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至此 万龙地产公司的问题 算是解决了 许七威拿到了 万龙地产百分百的股份 成为了万龙地产公司 独一无二的董事长 至于成立伟和刘松 失去了万龙地产的股份 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所有人陆陆续续地离开了 林英留在最后 来到陆婷泽跟前 陆婷泽是吧 你好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林英 陆婷泽笑了笑 陆婷泽 林英 好巧 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你 恰好这个时候 换好衣服的许七威走了进来 疑惑道 你们认识 陆婷泽 下午去租场地的时候见过一次 他可是我们的包租婆 林英皱了皱鼻子 什么包租婆 我有那么老吗 陆婷泽挠了挠后脑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林英摆了摆手 行了行了 紧接着 林英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琴帖 递给陆婷泽 给 后天晚上记得来哦 我好跟我爷爷吹牛 陆婷泽接过琴帖 一脸疑惑 还没等他询问的时候 林英已经离开了 许七威打开请帖看了一眼 紧接着露出惊讶的表情 江城地下拍卖会 陆婷泽 什么 很厉害吗 许七威 刚刚那个林英是林振业的孙女 林振业知道是谁不 陆婷泽摇了摇头 他确实不知道 许七威解释道 林振业是江城有名的企业家 振业集团的董事长 听说现在已经退居幕后 由他的儿子林振祖主持家业 林振祖是林英的父亲 振业集团主要是做粮食产业 种植 加工 销售 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是江城三大巨头之一 听完许七威的解释 陆婷泽更迷惑了 那林英怎么会在这里 许七威 老爷子早年和我爸关系很好 我爸创建万龙地产的时候 林振业曾出资帮助过 所以占了一点股份 林振业前辈的产业很多 所以这里的这点股份 他老人家根本不放在心上 所以就让他孙女过来了 听到这里 陆婷泽终于明白了一些 紧接着颠了颠手里的请帖 无一无二的拍卖组织 由江城三大巨头联合承办 一年两次 获得这拍卖会的请帖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呢 凡是能参加拍卖会的人 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要是能和这些人攀上一点关系 对那些小家族小企业来说 是飞黄腾达都不为过 许七威的介绍 让陆婷泽对江城了解的更多 之前他不过一个平平无奇的社畜 干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接触不到这些信息 现在 在系统的加持下 实力的增加 接触到这些大人物 在情理之中 晚上 梳洗后的两人相拥在一起 享受着难得的甜淡静蜜 经过白天的事 许七威吓得不轻 这几年 他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自从认识陆婷泽后 他找到了依靠的感觉 这种感觉 原来这么好 好在万龙地产公司的事 圆满解决了 了却了许七威一件心头大事 现在 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走 静静等着父亲出狱就可以了 老公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婚案中 许七威摸着陆婷泽的脸 柔声询问 陆婷泽枕着手臂 笑了笑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只不过 不喜欢张扬而已 陆婷泽实在不知道 怎么隐瞒自己有系统助攻这个事实 只好不要脸的撒了个谎 许七威笑着白了一眼 这个眼神又勾起了陆婷泽刚刚熄灭的火焰 一个翻身将许七威压在身下 许七威惊呼 你还来 陆婷泽 续上续上 自从铜皮铁骨小城后 陆婷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各个属性都提升了不少 抛开最基础的强度速度 就连房市时间 现在至少也是半个小时起步 第二天 陆婷泽醒来的时候 许七威已经上班去了 餐厅桌子上摆着许七威做的爱心早餐 简单吃过早餐 梳洗过后 陆婷泽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也是 现在他不差钱 没了工作 不需要上班 一开始是有些不适应 思索再三后 陆婷泽出门 开车去了大地安保公司 这家公司是陆婷泽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份事业 属于他自己的事业 和系统给的不一样 哪怕有一天系统不在了 他也不至于坐吃山空 黄粮一梦 来到学校大门处时 门卫处笔直地站着一个身穿短袖衬衫 搭配迷彩裤的寸头男子 陆婷泽打了两声喇叭 男子走到车灯前询问 你好 请问找谁 陆婷泽哑然 自己来自己的公司竟然被挡了 还问自己是谁 有些搞笑 他没生气 毕竟公司很多人他都没见过 时间太短 在所难免 我是陆婷泽 听到这个名字 男子脸色一变 立马打开大门 站得鼻挺 顺带还给陆婷泽进了个礼 欢迎陆总 陆婷泽被男子这一通招呼 搞得有些哭笑不得 没必要这么夸张 正常点就行 说完 陆婷泽开车进了学校 停好车后 陆婷泽看了看时间 快中午了 隐约间 他听到一阵训练的声音 顺着声音就走了过去 张安的办事效率挺高 陆婷泽来到操场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大片绿莹莹 操场上铺了崭新的草坪 此时此刻 草坪上一个整齐的方队 正在进行着训练 张安领头 方队大概三十个人左右 整整齐齐 散发着浓浓的军营气息 张安看到陆婷泽 让其他人暂时休息 小跑着来到陆婷泽跟前 陆哥 你咋来了 陆婷泽好笑 咋的 我不能来 张安连忙摸着后脑勺 一脸尴尬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陆婷泽笑着摆了摆手 没事 我就是随便看看 你这进度挺快啊 这是公司目前全部的员工吗 张安带着陆婷泽 朝着方队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差不多吧 还有十几个人 前段时间效益不好 都离开了 剩下的这是全部了 陆婷泽点了点头 两人来到方队跟前 看着整齐严肃的方队 陆婷泽微微点了点头 看了一下时间 快中午了 于是说道 正好到饭点了 我请客 大家一起吃个饭 都走吧 说完 陆婷泽转身离开 走了两步 发现方队里面没有一个人动 奇怪的又停了下来 张安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 我们大地安保公司的董事长 陆婷泽陆先生 张安以为这些人是不认识陆婷泽 特意介绍了一下 没想到介绍完后 大家还是一动不动 张安 陆先生叫大家去吃饭 都愣着干什么 走啊 沉默中 一个皮肤有黑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踏前一步 报告 张安皱眉 罗小龙 你要干什么 被叫做罗小龙的男子 上下打亮了一番陆婷泽 眼里满是轻视和嘲讽 班长 你命令我们可以 但他是细皮嫩肉的 我们不服 罗小龙说完 整个方队齐刷刷看向陆婷泽 差不多都同一个眼神 只一眼陆婷泽就明白了 这些军营里的操汉子 可不是生活中那些涂脂抹粉的娘炮 血气方刚的他们 崇尚实力为尊 而白白净净的陆婷泽 在他们眼中 自然是归类于 手无腹机之力那一类 这样的人 就算给他们说是老板 恐怕也没多大作用 罗小龙 你别给我犯罪啊 我告诉你 要不是陆先生 你们能在这里 都和西北风去吧 张安毫不留情地训斥 不仅没让罗小龙服气 反倒更加挑衅地 看着陆婷泽 典型地刺头一个 或许在他看来 张安不过是在帮他说话罢了 一切都没有实打实来的真切 陆婷泽 知道他想要什么 笑眯眯地重新走了过来 张安见状 以为陆婷泽生气了 忙说道 陆哥你别生气 这扯独子玩意儿 就是个倔驴 你别跟他 陆婷泽抬手制止了他 眼睛看着罗小龙 罗小龙是吧 那一你看 怎么才能让你服气呢 罗小龙 很简单 比一下就知道了 陆婷泽愈发好奇了 哦 比什么 罗小龙上下审视了一番陆婷泽 说道 我也不占你便宜 就俯卧撑 只要你能达到我的十分之一 就算你赢 说这句话的时候 罗小龙的眼神中 充斥着无与伦比的自信 仿佛陆婷 则能达到他的十分之一 比登天还难似的 陆婷泽刚要开口时 张安拉着他 走远了一些 看到这里 罗小龙眼神中的轻蔑更胜了 发出一声切的声响 不远处 张安小声说道 陆哥 这罗小龙 是我带过那一届的兵王 俯卧撑一座 就是一千个起步 你还是别 张安话还没说完 陆婷泽笑着 拍了拍他的胳膊 那怎么行 没事 正好我闲着没事干 就当和员工们认识认识 说完 陆婷泽不顾张安的劝阻 再次来到罗小龙跟前 这样 也别什么十分之一的了 咱们一起做 谁先称不住算谁输 可以吧 文言 罗小龙先是一愣 随即和其他众人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了起来 陆婷泽丝毫没有生气 只觉得斗志昂扬 要是换做之前 他或许真的 压不住罗小龙 但现在嘛 只能在心里为他默哀了 好 那就开始吧 罗小龙终于是露出了一丝敬重之意 卷起袖子 一句话没说 走到一旁趴了下来 开始做起了俯卧撑 陆婷泽也不甘示弱地趴了下来 和罗小龙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 开始做起俯卧撑 至于其他人 围成一圈大声地替两人数着数字 声震还语 一 二 三 四 随着众人的呼喊 数字也在迅速增加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当数到七十往上后 所有人的眼神开始慢慢变了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 二十个俯卧撑已经算合格 七十个俯卧撑 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普通人 即便是在军营 这个数字也是合格的 罗小龙眼神也开始认真了起来 陆婷泽就显得轻松多了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见状 罗小龙心里的傲气被彻底激发 做俯卧撑的频率骤然加快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很快 数字达到了两百大关 这个数字 人眼中的轻视彻底消失不见 变得极其严肃 他们知道 如果按照罗小龙所说 做到他十分之一的话 他已经输了 因为他做不到两千个 罗小龙和陆婷泽再次对视了一眼 罗小龙已经感觉到 手臂有些酸了 在可接受范围内 陆婷泽呢 依然如故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这笑容让罗小龙怒气直飙升 继续加大马力 我就不信你一个小白脸 俯卧撑能比得过我这个兵王 罗小龙在心里这样想着 于是这般 整整快半个小时后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一千零一 到后来 众人更多是一种机械性的数数字 他们心里的震惊 早就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这个时候的罗小龙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极限 每一次将身体撑起 和撑起千斤重担没什么两样 他的速度也降了下来 基本上是三五秒做一个 而陆婷泽也差不多 一边做俯卧撑 一边看向罗小龙 这个时候 罗小龙哪里还不明白 他输了 输得体无完肤 终于 扑通 当数字达到一千零三十三的时候 罗小龙再也坚持不住 趴在草坪上 一动不动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陆婷泽也没在做 站起身子拍了拍手 陆婷泽 怎么样 服了没 其实陆婷泽也不好受 即便是他有系统的加持 一千多个俯卧撑下来 他的手臂同样酸软无比 不过是一口气强撑着而已 罗小龙挣扎着站了起来 一把扯掉自己的短袖 露出筋状结实的肌肉 不服 有本事再比一场 罗小龙的执拗 是陆婷泽没想到的 其他众人开始窃窃私欲起来 很显然 从理论上来说 罗小龙已经输了 但看着他不服气的眼神 陆婷泽的好胜心 也被勾了起来 他非要让这个刺头服软不成 好 比什么 罗小龙 格斗 你和我打 只要你能打得过我 我就服你 格斗 这个方式是最明显 也是最简单分出胜负的方式 没有之一 陆婷泽点了点头 正好他也有这个想法 可以 来吧 说着 陆婷泽伸出手 冲着罗小龙勾了勾手指 这个挑衅的动作 彻底点燃了罗小龙这个炸药筒 啊 罗小龙一声大吼 举着拳头 就朝陆婷泽攻来 陆婷泽举手格挡 在挡住罗小龙攻势的那一瞬间 陆婷泽着实是惊得不轻 罗小龙的力量穿透性太强了 他小看了罗小龙 他铜皮铁骨密集的加持下 罗小龙这一拳 也让他感觉到了一阵压力 可想而知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该是如何的下场 兵王 名不虚传 他没有愤怒 或者生气 反而很开心 因为罗小龙这种兵王太有价值了 简直就是天生做保镖的好料 在陆婷泽惊讶的时候 罗小龙的心里 更是翻起了滔天巨浪 他对自己的力量太清楚了 这一拳七八百斤的力道 就算是职业拳击手挨一下 不死也得脱层皮 罗小龙听张安说起过陆婷泽 尤其是昨晚在万龙地产会议室的那一幕 当时他没去 张安说起的时候 罗小龙还有些不幸 现在他信了 这样的实力 收拾几个混混 绰绰有余 两人心思各异 手里的动作也没停下 战况异常胶着 对局中 看似是罗小龙一直在攻击 陆婷泽在防守 罗小龙紧紧掌握着主动权 实则罗小龙比谁都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给陆婷泽造成任何伤害 和陆婷泽的对战 更像是陆婷泽在试探他的底线 陆婷泽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一直被罗小龙这么打他也不好受 但为了见识到罗小龙全部的力量 他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 现在 他对罗小龙的实力 基本上了解清楚了 于是 陆婷泽找准机会 在罗小龙挥拳朝自己打来的前一秒 抬手格挡 顺势一个势大力尘的肌腹 准确无误地 打在罗小龙的小腹部位 嗯 钻心的疼痛 瞬间让罗小龙停下了动作 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 蜷缩了起来 至此 高下立判 看着蜷缩在地上的罗小龙 其他人的眼神彻底变了 这一刻 陆婷泽用实力征服了这群汉子 地上 罗小龙休息了一会儿后 站了起来 陆婷泽双臂抱胸 笑道 还比什么 罗小龙脸色尴尬 但他也知道自己确实输了 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丢人的 我输了 服了 罗小龙侧着脸 如果陆婷泽知道 他执着的不是输给他 而是输给一个普通人 陆婷泽深吸一口气 眼神突然冷了下来 一声大喝 放肆 所有人被吓了一跳 不知道陆婷泽前一秒还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生气 陆婷泽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以为你是在军营 你现在是在我的公司 我是你的老板 陆婷泽环视一圈 眉目冷冽 所有人给我听好了 你们就是给我打工的 我给你们发钱 你们给我做事 就这么简单 不服 你完全可以离开 去找一个你们福气的老板和公司 刺头 你还以为这是在军营 陆婷泽一声抱贺 罗小龙先是被肉体征服 此刻又被陆婷泽灵魂攻击 战战微微不敢说话 这一刻 他心服口服 陆婷泽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转头看着一众员工 迈开步子 朝着学校大门的方向走去 还有不服的 现在就去办离职 没问题的 跟我一起去吃饭 这次没人再反对了 毕竟罗小龙这个刺头都被收拾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前往附近的饭店 泰贤庄 泰贤庄是附近比较出名的一家饭店 饭菜的价格也比较贵 能在这里消费的人非富极贵 饭店离学校不远 一行人是走过来的 用了不到五分钟 浩浩荡荡三十几个人走进饭店的时候 若是给饭店工作人员吓得不轻 还以为黑社会来找场子了呢 陆婷泽上前 你好 可以给我订个大包厢吗 前台小妹愣愣地点了点头 开玩笑 她敢说不可以吗 太贤庄没有同时能容纳三十多人的包厢 一拨人分开两个包厢坐了下来 看着菜单上的菜品价格 一众人扎了扎嘴巴 都不敢点了 最便宜的也要一百多块钱 这么多人下来 一顿饭得吃多少钱 这是大多数人心里共同的想法 陆婷泽猜到了他们的心思 拿过菜单 飞快地点了菜 又点了一些酒 菜上的很快 看着一桌子的菜 很多人都咽了口唾沫 因为这些菜 他们很多都没吃过 见都没见过 简单算下来 这一桌菜 陆婷泽招呼大家吃饭 自己夹了一筷子 大家伙看到后都动了起来 张安 公司现在还缺什么吗 吃饭间陆婷泽询问了起来 张安放下筷子 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还差一些训练设备 哦对了 得配几辆车 方便一点 陆婷泽点点头 这些都是必备的 除了这些之外 陆婷泽想到了什么 说道 还有服装 你完了 找个服装设计公司 设计一套我们公司的工服 两套训练服 一套工作服 总共三套服装 张安 好 我下午就办 陆婷泽举起酒杯 又跟众人说了一些场面话 这一顿饭 算是他正是和这些员工认识 渐渐的 几杯酒下肚 众人都放开了 话也多了起来 笑闹声不断 正在一群人聊天吃饭时 突然 碰 一声巨响 包厢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众人齐齐看向门外 只看到一个肥胖的中年游腻男 站在门口 游腻男看到包厢内的场景后 也是一愣 随即他看到里面的人 都穿着廉价的迷彩服 脸上脏兮兮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有钱人 于是大声道 妈的 能不能小点声 当这里是菜市场是吧 他的话顿时引来一众员工的怒视 暴脾气的罗小龙 就打算站起来给他一个教训 陆婷泽眯了眯眼 伸手按住罗小龙后 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们注意 陆婷泽的道歉 并没有让男人退步 反而愈发的肆无忌惮 执着陆婷泽训导 妈的一群乡巴佬 这地方也是你们这种人能来的 这老板怎么回事 老板呢 服务员 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男子抓住一个服务员开始为难 陆婷泽深吸一口气 眼神也逐渐变冷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不知好歹 得寸进尺 服务员早就将这里的情况告知了经理 经理很快过来 一脸赔笑的弯腰道歉 不好意思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男子一把推开服务员 紧接着扯住经理的衣领 指着包厢里陆婷泽等人 妈的 你们这饭店怎么开的 这样的人也能进来的 知不知道隔壁包厢是谁在吃饭 找死是不是 经理扫了陆婷泽一眼 随后陪笑道 不好意思先生 这个 我们饭店没有门槛 啪 经理话还没说完 游逆男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心里被打得一个猎解 这一幕被一众员工看到 齐刷刷的都站了起来 怒视着门外的游逆男 游逆男看了一眼站起来的一群人 失笑道 干嘛 你们还想打我不成 知道老子是谁吗 得罪了大爷我 我让你们再将成混不下去 罗小龙这个暴脾气 哪里忍得住 就想冲过去 给这个游逆男一个教训 却被陆婷泽拉住 经理也怕事情闹大 继续陪笑道 先生您消消气 各位消消气 何气生财吗 那易先生您看 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呢 游逆男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还能怎么处理 给我把他们赶出去 我呸 妈的 真扫兴 一听这话 经理一脸为难 看了看陆婷泽等人 又看了看游逆男 这次陆婷泽没再阻拦 罗小龙走到游逆男跟前 你要找试试吧 游逆男皱着眉头退后了几步 他还是有些怕罗小龙的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从隔壁包厢走了出来 站在了游逆男跟前 看到女人的时候 陆婷泽愕然地张大了嘴巴 眼神从意外变成了玩味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陆婷泽的前女友 林飞 林飞并没有看见陆婷泽 她走到游逆男跟前 挽住她的胳膊 细声细气道 怎么了 王总这事 二爷和周总几个 还等你喝酒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林飞和王总的关系 陆婷则心里毫无波澜 只有恶心 王总 没事 一群香巴佬而已 有点丑 我来教训教训他们 二爷和周总等着急了吧 林飞正要说话 罗小龙突然伸手 一把掐住了王总的脖子 这一幕顿时吓坏了经理和林飞 啊 你干什么 放开我老公 林飞尖叫了起来 使劲掰着罗小龙的胳膊 可他的那点力气 怎么可能掰得动 罗小龙手上巨大的力道 让王总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窒息 双眼翻白 经理也吓到了 这位先生 您千万冷静 别动手啊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陆婷则不得不开口 住手 闻言 罗小龙冷哼一声 松开了他 王总倒在地上 捂着脖子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而这一声 也让林飞注意到了陆婷则 当看到陆婷则的时候 林飞眼中露出一丝明显的错愕 不过他没有多想 只以为陆婷则是和朋友一起来吃饭 陆婷则走出包厢 来到王总跟前 林飞蹲下身子 不断抚摸着王总的胸口 训斥道 陆婷则 你知不知道 他是谁 不想活了是吧 闻言罗小龙奇怪地看向陆婷则 陆婷则不想解释 应该是听到了动静 隔壁包厢门打开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看到三人的时候 陆婷则有些意外 三人中有两人他认识 其中那一男一女 正是前两天 他见过的周知里和陆盈盈 另外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 背头 应该就是林飞口中的唐总了 陆婷则包厢中的十几个人 也都走了出来 包括另一边隔壁的十几个人 都围了过来 一刹那几十个人 将二楼围的水泄不通 两人明显也认出了陆婷则 是你 陆盈盈疑惑出声 陆婷则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好巧 周知里皱着眉头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王总 随后上前关心道 王总您没事吧 王总在林飞和周知里的 搀扶下站了起来 指着陆婷则骂道 妈的竟然敢动手 我看你算是不想活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总的行为 已经说明了很多 周知里皱眉看向陆婷则 陆先生 这是 经理事实出面 将刚刚发生的事情 跟几人解释了一遍 听完经理的解释后 周知里一脸为难 他也知道这件事 王总不占领 但这个社会 本来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于是 周知里装出一副 说教的口气 陆先生 陆婷则眼含笑意看着他 哦 那依周先生意思呢 周知里扫了一眼 陆婷则身后的三十多人 心里也是有些发虚 不管怎么说 还是不能将矛盾激化 从场面上来说 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 心里将王总骂了一万遍后 周知里说道 跟陆先生介绍一下 这位是唐家二爷 唐峰 而你刚刚打的这位 是镇业集团的生产执行总监 王立来王总 哼 听到周知里说出自己的身份 王立来冷哼一声 一脸傲然 他的确也有傲然的资本 镇业集团的生产执行总监 这个职位确实让人羡慕 昨晚 许七威跟陆婷则介绍了一下 将成三大巨头 这三大巨头 分别是林氏镇业集团 腾辉公司和万胜建业 其中 腾辉公司是唐家的产业 让陆婷则意外的是 这个王立来 竟然是镇业集团的总监 镇业集团是林氏的企业 林氏千金零英 还是他们的包租婆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 陆先生 卖我个面子 你道个歉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你放心 王总不会和你计较的 周知里 还是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 骨子里充斥着 对陆婷则居高临下的施舍 就好像让陆婷则道个歉 是对他莫大的恩惠一般 王立来 周总 你认识这小子 王立来皱眉看着周知里 他不想就这么道个歉就完事 周知里 见过一次 周知里鸣嘴一笑 没有说太多 我以为你和他认识呢 既然如此 不是我王某人不给你面子 这小子 今天我费定了 一看王立来又来劲 罗小龙蠢蠢欲动 巴不得将这油腻男摁在地上 狠狠地摩擦一通 王立来拿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摇人时 一直没说话的唐峰 终于开口了 好了好了 一点小事而已 何必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呢 坏的性质 听到唐峰开口 王立来恨恨地看了一眼陆婷则 最终收起了手机 唐峰走到陆婷则跟前 笑道 年轻人 魄力不小 今天这是我做主了 你呢 道个歉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你觉得怎么样 看得出来 唐峰在三人中 占据着主导地位 他说话的时候 周知里和王立来都没有反驳 大帝安保公司的三十个人 静静地看着陆婷则 他们中有人 是知道三大巨头的 想坚持吧 不知道惹不惹得起 道歉吧 又觉得憋屈 自然而然的 所有人都看向了陆婷则 不怎么样 安静中 陆婷则轻笑着开了口 只是他说出来的话 让王立来三人 好一个猖狂的小子 二爷 你看到了吧 这真不能怪我啊 陆婷则的拒绝 最高兴的 就是王立来了 在一旁煽风点火 陆盈盈若有所思地 看着陆婷则 作为女人的直觉 告诉她 这个男人没有那么简单 林妃不一样 听到陆婷则拒绝后 林妃吃笑一声 找死 陆婷则 念在我们相恋三年的份上 好心劝你一句 赶紧给二爷和王总道歉 林妃话音落下 陆婷则忧郁地闭上了眼睛 果然 其他所有人听到后 无不惊讶 尤其是陆盈盈 林妃竟然是陆婷则的前女友 就是那个给陆婷则 戴了绿帽子的前女友 就连王立来也没想到 两人还有这层关系 看了看林妃 又看了看陆婷则 大笑了起来 哈哈 一个连自己女人 都守不住的臭吊丝 我以为是谁呢 说着 王立来重重地 在林妃屁股上揉了两把 挑衅地看着陆婷则 所有人直勾勾地 看着陆婷则 陆婷则脸色平静 抬手看都不看 朝着旁边王立来 脸上就是一巴掌 啪 这一声清脆的声音 响亮至极 所有人呆住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陆婷则 尤其是王立来和周知里 林妃几人 他们完全没想到 陆婷则竟然这么嚣张 不仅不道歉 反而动手打人 周知里 陆婷则 林妃 你疯了 旁风 小子 你有种 三人先后表达了 各自的情绪 愤怒至极 只有三十个大地安保的员工 心里格外畅快 王立来梦了 是真的梦了 陆婷则手上的力道 是何等之大 要不是刻意控制了力道 这一巴掌 就足以让他去见他太奶了 尽管如此 王立来依旧一阵晕眩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我弄死你 王立来忍不住了 他哪里被人扇过耳光 这口气他 要是能咽下去就怪了 啪 然而 迎接他的 又是一巴掌 这次 王立来直接跌倒在地 嘴角溢出了鲜血 接连两巴掌 王立来终于怕了 也明白 自己一个人面对陆婷则 逃不到半点好处 其中最胆战心惊的 就属经理了 他只是个经理 在场都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除了是他逃不了责任 于是 在陆婷则第二巴掌打完后 经理慌忙跑到他面前 哀求道 先生别打了 别打了 他可是正业集团的总监 经理特意强调了一下 王立来的身份 好像陆婷则不知道的一样 陆婷则皱眉 看着他 正业集团的总监怎么了 比我多条命 陆婷则的反问 让经理娜娜无言 陆婷则没有为难他 看向唐峰 唐峰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 第一 这里是公共场所 喜欢安静去自己家里吃 臭水沟里找水喝 还嫌难闻 第二 是王立来羞辱我的员工在先 我已经给足了他面子 是他自己不要 第三 我们素不相识 我不是你的员工 不靠你给我钱花 给我饭吃 收起你高刀在上那头 陆婷则不卑不抗声音 让在场所有人心情复杂 尤其是唐峰 平日里那些人得知自己的身份 哪个不是陪孝当孙子 习惯了高高在上 突然遇到陆婷则这样的刺头 还真有些不适应 唐峰的眼神 从众人身上的衣服上扫过 大地安保几个字 被他记了下来 好 陆婷则是吧 我记住你了 后会有期 丢下这句话后 唐峰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身后 周知里看了一眼陆婷则 叹了口气 和陆盈盈一起追了上去 林妃深深地看了一眼陆婷则 他不明白 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陆婷则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 没人给他答案 搀扶起王立来后 两人也紧随其后离开 王总 小心染病 看着王立来的背影 陆婷则斜笑着补充了一句 走得好好的林妃和王立来停了下来 回过头狠毒地看了一眼他 最后离开 至此 这起风波 算是暂时落下了帷幕 一众人回到包厢 继续吃吃喝喝了起来 有任何情况随时跟我说 张安点头 放心吧陆哥 我们可是安保公司 张安的话提醒了他 是啊 他们可是安保公司 第二天 陆婷则和许七威逛了一下午商场 给两人买了些衣服 主要是礼服 因为晚上要参加江城地下拍卖会 许七威全盘接手公司后 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将公司一些蛀虫老油子连根拔除 其中就包括陈锋 已经被许七威辞退 这也是为什么 昨天陆婷则看到林妃在王立来身边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陈锋没了工作 没钱攻他了 晚上六点半左右 陆婷则开自己自己那辆奥迪A8 和许七威抵达万福山庄拍卖会的地点 请帖上的时间显示是八点准时开始 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 两人以为自己来早了 当进入宴会厅后才发现已经来了不少人 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 聊着天 香槟 酒保端着酒盘穿行在人群中 许七威喊了一声 酒保走了过来 许七威给自己和陆婷则一人拿了一杯香槟 不然手里闲得慌 两人的进入也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许七威身上 在一身名贵礼服的衬托下 许七威看起来高贵冷艳 美得不可方物 凡目之所及 人们颇为绅士的举杯示意 嘴角挂着善意的微笑 这就是上流人士的交际圈 和陆婷则想象中的不一样 看很多小说里面写的 上流人不是很看不起 他这种不知名小角色的吗 小说毕竟是小说 嗨 你们来了 两人正愁不知该找谁说话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两人转头 就看到林英一袭乳白色礼服 乌黑秀发高高挽起 眼神脚下 和许七威相比 林英是另一种不一样的美 调皮 充满野性 林小姐 又见面了 陆婷则笑着打招呼 和林英握了握手 对于林英 陆婷则心里还是挺感谢的 虽然这个大小姐脾气古怪 不怎么友好 但爱憎分明 上次要不是他出手 结果不敢想象 好奇之下 陆婷则查看了一下 林英对自己的好感度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六十 林英对自己的好感度 竟然达到了六十 两人不过见过两次而已 六十的好感度 只要自己稍微努力一下 完全可以俘获他的方心 而且 要想铜皮铁骨大成 必须要另一个女的好感度达到一百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而且 林英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是这个鬼系统属性决定的 不是他决定的 陆婷则在心里 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已经开始在盘散怎么做了 林小姐 能帮我们介绍介绍吗 许七微笑着 一脸拜托的表情 林英明嘴一笑 指着不远处围在一起的三个男人 那三位 是万家的人 万圣见业就是万家的企业 将成三大巨头之一 那边 那几个是唐家的 腾辉公司 就是他们的企业 听到林英的介绍 陆婷则下意识地看向那里 果然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唐峰 三大巨头互有合作竞争 明里暗里争斗不断 互相制衡 其他人 大都依附于三大巨头而生 林英笑着补充了一句 陆婷则刚想开口询问什么时 一个声音先一步插了进来 林小姐 又变漂亮了 三人齐齐转头 就看到两个男人走了过来 两人中走在前面的那位一身灰色西装 面旁非常阴柔 给人一种阴朗的感觉 在其身后 跟着一位身形壮瘦的黑色西装男 刚刚说话的人正是此人 看着两人陌生的面孔 陆婷则和许七微有些疑惑 他们并不认识 反观林英 虽然他脸上在笑 但陆婷则能感觉到 林英眼底的厌烦和抗拒 陆绍竟然也来参加拍卖会 真是稀奇啊 阴柔男子嘴角上扬 走到林英跟前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视线从陆婷则和许七微身上扫过 在许七微身上停留的时间 明显比陆婷则要长 上次一别 祝某对林小姐 可是心心念念了许久 正好借着这次拍卖会 来见见林老爷子 谈谈合作 在陆婷则和许七微看来 祝少这看似平常的话 却让林英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握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 见此 陆婷则不明所以 主动伸出手 你好 陆婷则 初次见面 这是我的名片 说着 陆婷则从口袋中 掏出准备好的名片 递给祝少 祝少接过 扫了一眼 大地安保公司 董事长 看到这里 祝少笑了笑 随手将名片递给身后的壮男 幸会 想必后面 我们会有合作 祝少并没有因为 陆婷则一个小公司的身份 有所轻视 这让陆婷则瞬间明白 眼前这个人不一般 至少比起唐峰和王力来 那种脑残 厉害很多 眼看祝少没有自我介绍 林英主动帮陆婷则介绍到 祝少是燕城住市集团的接班人 燕城 陆婷则和许七微有些意外 燕城位于江城以北 两城相距三百公里左右 这江城拍卖会 竟连燕城的豪门都知晓 可见一般 林英 祝少请便 林英不想和祝少多做交流 幸祝的也没纠缠 微笑着点了点头 带着手下离开 朝着一旁走去 这祝少不简单 祝少走后 陆婷则笑嘻嘻地说了一句 意在打听 林英当然听出来了 说道 祝氏集团是燕城唯一的世家 祝离的父亲祝江和 是祝家家主 早些年祝家的人 就想进驻江城 奋一杯羹 被我们三大家族联合抵制 结下了梁子 祝氏集团没有放弃 改变了策略 想分化三大家族 让我们从内部破裂 只可惜没有得逞 去年年初 我们正夜集团 在燕城的市场 被全面叫停 就是祝氏集团搞的鬼 失去燕城的市场后 正夜集团的收益 受到了很大影响 想要开辟新的市场 有需要极其庞大的资金 短时间内不现实 对此 祝氏集团提出一个条件 只要我爸答应他们的条件 他们就放开 我们正夜集团 在燕城的市场 说到这里 陆婷则隐隐间有所猜测 说道 林英 让你嫁给他 林英点了点头 嗯 我爸是正夜集团 现在的主持人 他没办法 但也很疼我 所以拒绝了 注视集团的这个条件 但看着家族企业的 效益日渐下滑 林英露出彷徨难受的表情 陆婷则猜得出来 他很矛盾 一边是家族的生意 一边是自己的幸福 这很难选 哟 是不是陆总吗 今晚准备拍点什么 正在三人聊天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插了进来 回头一看 竟然是周知理 和周知理一起过来的 正是昨晚有过不愉快的王立来 还有林飞和陆盈盈 都在跟前 看到几人 陆婷则不由得揉了揉眉心 有些烦躁 林英不认识几人 疑惑到 这几位师 不得已 陆婷则只好介绍到 这位是腾辉公司的CEO 周知理周先生 这位你应该认识吧 正夜集团的生产执行总监 王立来王总 两位女士是他们的女伴 听完了陆婷则的介绍 林英俏眉微皱 王立来 竟然敢直呼她的名讳 王立来 小子 艳福不浅啊 脸蛋倒是不错 就是这脑子吗 还得多发育发育 王立来阴阳怪气地嘲讽了一番 林英哪里听不出来 这是在说她呢 翘眉一束就准备发作 陆婷则赶紧拦住她 疑惑道 你们不认识 林英 她算哪根葱 我为什么要认识她 王立来 小姐 言谈如此粗鄙 实在不适合来这种高端场所 你 林英那个气 要不是陆婷则拦着 恨不得上去将王立来秃头顶上 那几根可怜兮兮的头发 全部把光 陆婷则有些好笑 看王立来的眼神 充满可怜和同情 她一个员工 竟然敢这么骂 真业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可想而知后面的结果 至于王立来 为什么不认识林英 其实很正常 真业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那么多人 林英这个性格 就凭她那一头绿色时尚的发色 肯定不会经常去公司 本来她不想管的 很乐意看戏 但在场这么多人 林英要真打了王立来的话 对正业集团 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不是林正业愿意看到的 陆婷则这样想着 果然凶大无脑 陆先生找女人 只看脸的吗 还是说 啪 这次 就算是陆婷则也忍不住了 反手一个耳光 扇在王立来的脸上 清脆的声响 吸引来无数道目光 一时间窃窃思语 弥漫开来 少说两句 陆婷则冷冷提醒 林英不能打 是因为她的身份 是林氏集团的千金 她就没这个顾虑了 很乐意 给林英留下好印象 提升一下好感度 你 你敢打我 王立来傻了 捂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陆婷则 她实在想不明白 陆婷则为什么敢当着 一众顶层的面打她 不给她一点面子 打你怎么了 口无遮拦的东西 陆婷则没说话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齐刷刷 看向宴会厅大门口处 那里 一个五十岁上下 穿着一身糖装 踩着老布鞋的男子 正缓缓走来 男子身边 还有另外两名 差不多年纪的男人 三人身后 是二十好几个 经过严格训练的保镖 三人中 左边的那位 银发背头 一身长衫 面色红润饱满 手里捏着一串佛珠拨弄着 这位 正是江城三大巨头之一 万圣见业的画室人 万启山 右边那位稍微年轻一些 一身笔挺西装 眉目如炬 拄着一根玉石拐杖 这位 则是江城三大巨头之一 腾辉公司的董事长 唐雷 也是唐峰的亲哥 三人身上的气势非常足 一出面 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顿时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林振夜走到林荫跟前 林荫嘴巴扁了扁 一脸都不高兴 爷爷 这一声爷爷 让王立来双腿一软 不受控制地跪了下来 脸色惨白 林振夜宠溺地摸了摸林荫的脸蛋 笑道 我都听到了 没事 爷爷给你出气 说完 林振夜转向王立来 气势陡然一遍 对不起董事长 我不知道 不知道她是您孙女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求求您了 林振夜没有再理会她 转而看向陆亭泽 想必这位就是陆亭泽陆总吧 陆亭泽有些意外 林老听说过我 林振夜笑着摇了摇头 我家这丫头 天天在我跟前念叨你 说你多厉害多厉害 我耳朵都快被磨出老茧了 说到这里 林荫着脸急忙拉了拉爷爷 林振夜适时地停了口 话锋一遍说道 刚刚多谢陆总出手解围 这位是 林振夜看向陆亭泽身边的许七薇 刚准备介绍的时候 许七薇先一步开口了 林老 这就不认识了 应该是听着声音有点熟悉 林振夜皱了皱眉 上下打量了一番 惊讶道 小薇 你都长这么大了 许七薇玩耳一笑 林老 您终于认出我来了 林振夜看向身边的两位 则则则 这女孩子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 上次我见她的时候 还这么小一点呢 哈哈 对了 你爸 应该快出来了吧 听到这个问题 许七薇点点头 嗯 还有三个月就出来了 林振夜点点头 好 林振夜的视线 在许七薇和陆亭泽身上看了看 满意的点点头 好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陆总今晚看中什么随便买 就当是老头子我的感谢了 陆亭泽一听这还了得 他还想着今晚多赚些钱呢 急忙摇头 林老不用客气 我和林英是朋友 林振夜看陆亭泽的眼神更满意了 指了指标会听前面的位置 那行 走吧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一次 一排的位置 身后 周知里 陆亭亭 王立来和林飞几人 目送着陆亭泽等人远去 眼神变幻 心情复杂 他们没想到 陆亭泽竟然有这么大的背景 再想想昨晚他们闹矛盾的场景 周知里不禁一阵后怕 最倒霉的 就是王立来了 总监的位置丢了不说 以后在江城 怕是混不下去了 另一个心情复杂的人 就是林飞了 他实在不明白 前些天还微微诺诺 但这朝九晚六工作的陆亭泽 怎么摇身 已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再看看跪在地上的王立来 林飞突然后悔了 陆亭泽可没功夫 去猜他们几人的想法 在林振夜万启山 和唐雷三人的带领下落座 陆亭泽坐在林振夜右边 许七威在陆亭泽旁边 林振夜左边是林荫 在左边是万启山和唐雷 几人落座后不久 拍卖会就正式开始了 台上 一位身着旗袍 三十左右的女人 走上主持台 一番开场白后 正戏总算是开始了 第一件拍品 被服务生用一个专用推车 推了上来 主持人扯开红布 露出底下一张字画 各位贵宾 这第一件拍品 是丹州黑市流出的山水画 经过我们的专业鉴定 确定是出自唐朝蒲晨之手 起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主持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后 竟拍随即开始 蒲晨是一位相当有名的 唐朝山水画家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他的作品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一百五十万 一百六十万 二百万 五百六十万 很快 拍品的价格 就来到了五百六十万的高价 并且势头不止 最终 这幅山水画 以七百一十万的价格成交 被一位爱好自画的人收入囊中 接下来是第二件拍品 一套豪宅别墅 最终拍出两千二百万的高价 第三件拍品 是一件玉壶 造型精美别致 一看就是 有些年头的宝贝 这次 就连万启山也参与了竞价 结果也不言而喻 最终 玉壶以一千九百万的价格 被万启山收入囊中 整体来看 这个价格不算太高 这也是因为万启山的身份 摆在那里 所有人都卖他的面子 不然 这玉壶的价格 绝对在三千万网上 玉壶之后 第四件展品 是一颗翡翠吊坠 吊坠圆润饱满 色泽翠绿水润 一看就是极品帝王绿材质 而且是满水中的那种 这颗翡翠吊坠 是由南电老坑出土 极品水种翡翠 起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十万 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立马就有人开始报价 价格越走越高 陆婷泽看了看许七威 笑着问道 喜欢吗 许七威傻傻地看了一眼陆婷泽 他当然喜欢了 可陆婷泽给他的 已经够多了 他不想再花他的钱 于是 违心地摇了摇头 陆婷泽哪里看不出来 他闪闪发亮的眼神 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一千万 陆婷泽抬手 直接报了一个 一锤定音的数字 随着他爆出的价格落下 场面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很多人眉头紧皱 比起看翡翠吊坠的目光 更多人的目光 落在陆婷泽的身上 想分析分析陆婷泽的身份 毕竟能坐在林振业身边的人 肯定有着不小的老头 他们也怕得罪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安静中 主持人开始倒数 许七威咬了咬嘴唇 现在就算他劝陆婷泽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价格已经报了 不可能反悔的 林振业也笑着看了过来 陆总这是要拍 来送给自己的爱人吗 陆婷泽大大方方地点头 嗯 这吊坠 确实很好看 林振业微微点头 没再说什么 一千万 对于帝王绿翡翠来说不算贵 他见过拍出一个亿的帝王绿手镯 不稀奇 这种级别的兵种翡翠 得天独厚 挖一个少一个 有这个价格根本不足为奇 台上 主持人扫视了一圈 见没人继续叫价后 手握成胶锤 一千万三 两千万 就在主持人锤子即将敲下的时候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煞时间 所有人看向声音响起的位置 正是助理 助理冲着看向他的陆婷泽 林振业等人挥了挥手 满脸笑意 林振业皱眉 他也来了 宴会听人太多 林振业没注意到助理 在情理之中 万启山和唐雷也注意到了助理 眉头紧锁 脸色难看 这位先生出价两千万 有没有更高的价格了 主持人激动地活跃着气氛 丝毫不顾忌底下各方势力的角逐羁绊 陆婷泽 三千万 根本不给几人思考的机会 陆婷泽毫不退让 一家就是一千万 林振业万启山和唐雷 紧接着又齐刷刷地看向陆婷泽 林振业好心道 陆总 这助理是燕城住市集团的下一任接班人 身家英识 小心上当 陆婷泽会怕上当吗 当然不怕了 甚至他巴不得助理给他抬抬价 让他多赚一点 至于什么他的身家英识 有他的系统英识吗 搞笑呢 但林振业再怎么说 也是为自己着想 所以 陆婷泽善意一笑 谢谢领导担心 我会小心的 助理 四千万 当助理喊出四千万高价的时候 所有人都听了出来 这家伙 明显是和陆婷泽杠上了 一个帝王率掉坠而已 四千万的价格 已经超出太多 陆婷泽 五千万 当陆婷泽喊出五千万的时候 所有人齐齐震惊 就连林振业万启山和唐雷三人 也对陆婷泽刮目相看起来 毕竟 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金的人 不会是什么奇迹无名之辈 助理的出价 也有另一层意思 就是想打压一下江城本地的气势 首当其冲的 自然是三大巨头了 但一个吊坠 还不足以让三大巨头出手 出手反而会让人觉得以大欺小 陆婷泽和助理差不多年龄 再合适不过 六千万 助理再一次喊了一个价格 报完价后 助理紧接着对陆婷泽喊道 看得出来 陆先生对这吊坠事势在必得了 君子不夺人所好 只要陆先生再出更高的价 这吊坠就归你了 赤裸裸的激将法 有脑子的人都听得出来 祝某这完全就是激怒陆婷泽 花六七千万买一颗翡翠吊坠 傻子才会去干这种事 林振夜看向陆婷泽 想看看他怎么抉择 殊不知陆婷泽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紧接着 他直接站了起来 伸出一根手指 一个亿 花 随着他价格的爆出 宴会厅里无数人目瞪口呆 一个亿 买一个帝王绿吊坠 这 这就是 这难道就是 人傻钱多吗 基本上除了陆婷泽之外 所有都是这样的想法 陆婷泽也没想着他们能理解 他只盯着助理 眼神中满是挑衅 心中不断地喊着 继续加 继续加啊 但 让他失望的是 助理竟鼓起了掌 助理 陆先生果然是财大气粗 助某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啊 很明显 他这是放弃了 看到这里 宴会厅里响起一阵嘘声 无不为陆婷泽感到可悲 竟然被助理这样玩弄 要说最高兴的 莫过于主持人了 看到两人竞价停下 主持人眼疾手快地 敲下了成交锤 恭喜这位先生 获得此件拍片 系统没有播报反线的声音 是因为钱还没有花出去 要等拍卖会结束了 领了自己拍的物品 付了钱后才能生效 还行 第一笔就赚了十个小目标 加上他账户里 原来帮许七薇买股份 赚了十二亿 现在的他 已经有二十个亿的积蓄了 在看助理的时候 陆婷则满眼感激 这哪是仇人 这简直就是福星啊 至此 一切算是尘埃落定 拍卖会再继续着 后续的多是一些自画古玩 陆婷则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没有近拍 林振夜万启山和唐威三人也没出手 任由各大小家族争相近拍 如此反复 七剑拍品后 一对兵种翡翠手镯开始拍卖 和前面那个帝王绿吊坠一样 同样是翡翠 但这手镯翡翠的质地 是不如那帝王绿的橙色的 但也比市面上 绝大多数翡翠质地要好多了 这一对手镯 市场价三千万往上 一千五百万 一千七百万 两千万 兵种翡翠手镯很少见 竞价激烈 当价格来到两千万的时候 陆婷则瞄了一眼 隔壁座位的林英 只见他眼巴巴地 看着拍卖台上的翡翠手镯 满眼喜欢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林英没有交价 林振夜也没有 见此 陆婷则心里有了打算 伸出手 三千万 陆婷则这突然一千万的加价 让原本竞价激烈的会场 安静了一瞬 随即 断断续续有人报价 三千一百万 三千二百万 陆婷则 四千万 陆婷则再次雷霆出手 一次大几百万的出价 让那些原本势在必得的人 掩齐息鼓 见到没人出价 陆婷则皱了皱眉 按照这些人 也太经不起折腾了 这就不叫了 他还想多赚点呢 五千万 正丧气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助理出手了 是的 那个男人出手了 陆婷则那个激动 恨不得过去抱住助理 狠狠亲上两口了 陆婷则 六千万 助理 七千万 陆婷则 一亿 助理 一亿五千万 这一次 助理直接加了五千万 这个价格 远远超出了手镯本身的价值 陆婷则心里乐开了花 正准备继续出手时 身边的许七薇突然拉住了他 老公 看着许七薇一脸拒绝的表情 他知道他的担心 拍了拍他的手背 安抚道 放心 老公自由打算 花音刚落 右边的林振业 紧接着好心道 年轻人 这手镯的价值 可不值这些钱啊 陆婷则 感谢林老提醒 两亿 陆婷则后面的报价 让林振业眼皮子一阵猛跳 原本对陆婷则还算不错的印象 一落千丈 在他看来 陆婷则不过是一个 有钱没脑子的二十足罢了 就连林英对他的好感度 不再加价 至此 这件本来只值三千万的手镯 硬生生拍出了两亿的天价 至于为什么比帝王绿翡翠掉坠还高 原因很简单 手镯质量大 恭喜这位先生 我的这件拍片 主持人激动地宣读了结果 又是两亿 一会儿系统反线二十亿 他的身上就有四十亿的积蓄了 陆婷则从来没有觉得 钱原来如此好转 身后 远处 林飞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翘脸煞白 肠子都要毁清了 再然后 又是几件拍品上台 直到拍卖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压轴系终于来了 主持人推着专用推车走了过来 推车上放着一个木盒子 主持人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份文件 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 城东新区有一块面积 一百三十亩的土地要进行拍卖 很荣幸 这份工作 政府交给我们拍卖会来主办 接下来 我为大家宣读一下政府的文件报告 便于大家理解接下来的拍品 说完 主持人打开文件读了起来 听主持人读完后 陆婷则终于明白 原来三大巨头今天的目标都是这块地 这块地位于江城新城区 土地价值最高的K1区域 面积130亩 在江城城市规划途中 这片区域后续将会是江城新城区的核心区域 原本这片地已经被拍了出去 但后续城建集团突生变故 这块地成了自由地 现在是第二次拿来拍卖 二十亿 主持人刚说完 万启山立马报了一个价格 他们早就将这块地该研究的研究透了 尤其万圣建业是专门做土地建设的 深知这块地的价值 旁边 当当还在为自己有二十亿积蓄沾沾自喜的陆亭泽 看到人家一口就说出 超出自己全部积蓄的数字 顿之路慢慢其休远兮 他还需努力 二十三叶 万兄 你已经拿了很多地皮了 这块地 就让我唐家吧 如何 唐雷也开了口 顺带着恶心了万启山一句 万启山闭上眼睛 没理会他 林振业笑了笑 怎么 我振业集团最近也很是缺地啊 得罪了两位 二十五亿 显然 三人都是在等这块地 三人互有合作 但也互有竞争 在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上 每个人都不会轻易退让 二十六亿 二十八亿 三十亿 三十五亿 仅仅过去三分钟 这块地就被万启山喊到了三十五亿的价格 如此价格 足以让很多中小家族望尘莫及 看得出来 万启山对这块地实在必得 四十亿 就在三人争得面红耳赤时 突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插了进来 三人齐齐皱眉 回头看向助理 果然 他也是冲这块地来的 三人对视一眼 皆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不管他们如何争 都是江城自家的事 来来去去 都是自己城市的企业 但助理是个外来者 燕城住市集团 一直基于江城的市场 如果这块地被助理拍去 后果可想而知 四十一亿 林振夜开口了 他不会轻易把这块地让给助理的 四十五亿 助理继续开口 而且一次叫价 就高出好几亿 助理 林老爷子 这块地顶破天 也就这个价了 再加下去的话 赚不了多少钱了 林振夜三人何尝不知道 他们的心理价位是三十八亿 现在的价格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四十六亿 万启山 住家后生 这块地 我们江城势在必得 我劝你还是少打主意 万启山脸色很冷 说这句话的时候 手中的佛珠 撵动得更快了 助理冷笑一声 不好意思 临走前家父告知我 要我务必拿下这块地 所以得罪了 五十亿 你 听到这个价格 脾气不好的唐雷 一股拐杖站了起来 看助理的眼神 恨不得将其八辟抽筋 但奈何燕城的注视集团 是一家独大 整体实力 比他们三家任何一家都要强 而他们三家联合起来 虽可以抵得过 但这是不可能的 三家企业互相合作斗争 这是必然的 一旁 陆婷则看着几人的叫价 嘖嘖称奇 按道 这就是三大巨头的实力吗 果然非同一般 林振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脸色难看 五十亿这个价格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计 不说拿不拿得出来 就算拼了命拍下来 也是伤筋动骨 会影响企业本身的正常运转 得不偿失 他们是商人 这么做有为商道 怎么 这就出不起价了吗 出不起就坐着 助理冷笑着开口 丝毫没有给唐雷面子 唐雷想发作 被万启山拦了下来 摇了摇头 算了老唐 给他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人家资金实力雄厚呢 这是致命伤 这个时候 陆婷则突然看着林振夜 拍不下来 也让他多付出一点代价 如何 闻言 林振夜猛地 看向陆婷则 当真 陆婷则 当真 林振夜抬手 按住了陆婷则的手 笑道 好 江城有陆先生 这样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是江城一大兴士 55亿 林振夜也站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向助理 喊出了一个高价 助理眯起了眼睛 在他的预估中 这个价格 已经是三大家族的极限 不可能再加 55亿一次 55亿两次 56亿 助理又喊了一个价格 因为他怕 怕林振夜吓唬他 这个价格 就算拍下这块地 几乎也没什么利润了 57亿 林振夜丝毫没有停顿 再次爆出一个价格 这一下 助理的脸色变得 异常难看了起来 他愤怒地站了起来 就要继续喊价的时候 身边的壮汉 突然低头在助理耳边雨了一阵 随后 助理又再次坐了下来 对着林振夜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林老爷子踩力雄厚 晚辈自愧不如 说完 助理站了起来 和保镖一起离开了会场 随着主持人成交锤的落下 最后这件拍品敲定了下来 再之后就是酒会了 将成大大小小的企业名流 开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了起来 陆亭泽和林振夜等人去了交易处 领取自己所拍的物品 恭喜宿主 为女性花费1亿元 系统返现10亿元 已到账 赚了钱的同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10亿到账 但那一对两亿的手镯 陆亭泽赚了钱的时候 系统却并没有提示音响起 陆亭泽知道大概是什么原因 带着装有手镯的精美盒子 来到林振夜和林云跟前 林老 林小姐 这份礼物呢 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收下 林振夜和林云双双惊讶 还有许七威 同样也没想到 陆亭泽竟然花两个亿送来送礼 林云连连摆手 不不不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林振夜也笑着说道 是啊 小陆 这份礼物确实有些太贵重了 陆亭泽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也想好了说辞 林老有所不知 两天前 林小姐帮了我一次大忙 当时若不是林小姐在场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这份礼物一定要收下 林振夜听后 一脸茫然地看着林云 前天万龙地产公司的事 她不知道 林云也没跟她说 倒是许七威 明白了陆亭泽的用意 笑道 是啊 林小姐 你就收下吧 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林振夜 阿英 这怎么回事 不得已 林云只好将两天前的事情 简单跟爷爷说了一下 听完林云的解释后 林振夜恍然大悟 紧接着皱眉道 成立尾 这家伙 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 简直胡闹 说着 林振夜身上散发出一股戾气 显然被气得不轻 陆亭泽 所以林老爷子 这份礼物 就当是我对林小姐的一点心意 往后我们肯定还要合作 这点钱不算什么 陆亭泽的三板斧下来 林振夜面露为难 看向林云 你自己决定 林云咬着嘴唇犹豫着 虽然陆亭泽话 已经说得足够明显委婉 但这不是两万两百万 而是两个亿 他虽然很喜欢这对手镯 但很难说服自己 陆亭泽眼珠子转了转 这礼物 他必须要送出去 不然自己两个亿就白花了 于是 就听他话风一遍 笑道 再说了 林小姐可是我的房东 大不了以后 少说我一两年房租就可以了 听到这 林振夜更奇怪了 倒是林云 陆亭泽的话 让他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 接过了他手里的盒子 嘻嘻嘻 那行 那 我就收下了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两亿元 系统返现二十亿 已到账 陆亭泽长出一口气 悄悄查看了一下 林云对自己的好感度 八十五 他吓了一跳 刚刚不还跌到了五十吗 怎么一下子又这么高了 果然女人的心思捉摸不定 不过这对陆亭泽来说是好事 后面 陆亭泽跟林振夜转了账 答应好的十五亿 一分不少地转给了林振夜 至此 陆亭泽浑身上下 他会工作的 拿到了自己的东西后 一行人来到一处稍微安静一些的地方 林振夜好奇打听 陆亭泽 开了一家安保公司 刚刚起步 林云 这个我可以作证 他公司的地址 就是原来十九中的那片地 就是他租去的 林振夜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安保公司倒是很少见 要不这样如何陆总 考不考虑入股我手里这块地 我给你三成股份 怎么样 陆亭泽听后眼神亮了起来 他当然可以了 之前他就想提来着 但因为顾忌和林振夜初次见面 谈这些不好 就没说 这个时候林振夜主动提出来 他当然没什么问题 当然可以了林老 这是晚辈的荣幸 林振夜哈哈一笑 哈哈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 明天你来我公司 我们签合同 这件事算是意外之喜 陆亭泽预料之外 正当几人开心交谈的时候 一个人走了过来 亭泽 听到声音 几人齐齐回头看向来人 正是林飞 看到是林飞 陆亭泽下意识地猝了猝眉 猜到了他的打算 有事吗 林飞咬了咬嘴唇 听泽 我们 可以单独谈他吗 林振夜和林音 奇怪地看向陆亭泽 除了许七威 因为他认识林飞 知道林飞是陆亭泽的前女友 作为陆亭泽的现任女友 许七威一眼就看出 林飞图谋不轨 一把挽住陆亭泽的胳膊 冷声道 怎么了林小姐 找我老公有事吗 有事的话可以在这里说 这里没外人 林飞从没有感觉这么卑微过 颜面扫地的感觉 让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林飞泽说道 听泽 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之前对不起 但是 我那么做是有原因的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林飞的话 让不懂两人关系的林振夜和林音 嗅到了一丝奇怪的气氛 猜到了什么 解释 林飞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 当初可是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 许七威停了下来 这些事不算好听 他不想让陆亭泽难堪 陆亭泽温柔一笑 看着林飞说道 可以 你解释吧 见陆亭泽答应给他机会解释 林飞自信地以为他还是有机会的 立马说道 听泽 不是我想那样的 是陈锋 陈锋他威胁的我 如果我不和他在一起的话 他 他就辞退你 我没办法 林飞这一点倒是没说错 陈锋当时确实这么说了 只不过 林飞本来骨子里就拜金 即便陈锋不这么说 他还是会爬到陈锋的床上去 陆亭泽哪里不明白这个 哦 那照你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了 感谢你为我的付出 听到这里 林振夜和林音算是彻底搞清楚了 感情这林飞是陆亭泽的前女友啊 还给他戴了绿帽子 林音不解 到底多蠢的女人 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再看林飞的眼神 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不 不是的 亭泽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是我不对 我应该告诉你的 至于后面那个王力来 他 典型的以退为进 心机表绿茶表的惯用手段 陆亭泽摇了摇头 打断了林飞 知道了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用再提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和谁在一起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想知道 请你离开 陆亭泽做了个手势 毫不留情 林飞张着嘴巴 在他的设想中 他如此声泪俱下的一番倾诉 勾起两人的热恋往事 看在交往这么久的份上 陆亭泽至少会给他一次 单独吃饭的机会 只要能获得这个机会 他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 然而 现在的陆亭泽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陆亭泽了 有系统傍身 林飞在他跟前就是裸的 没有任何伪装 对林飞 他只有恶心 亭泽 让你走没听到吗 我们还有事要谈 林音忍不住训斥出声 他的突然开口 吓了几人一跳 不仅是陆亭泽没想到 就连林振夜也没想到 不过 想想也能理解 林音这个暴脾气 能受得了这种绿茶才怪 林飞自知继续待下去 除了丢人 不会有任何结果 只能吸了吸鼻子 装作心碎转身离开 哈哈 陆总还有这么一段风流往事啊 林飞走后 林振夜笑着打趣 陆亭泽笑着摇了摇头 也是无奈的紧 陆亭泽后 立马有人端着香槟迎了上来 于是 分发名片的流程开始了 整个宴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陆亭泽说的口干舌燥 第一次感觉到 有钱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晚上快十二点左右 陆亭泽和许七威来到地下车库 开上奥迪A8踏上回家之路 车子驶出庄园 下坡的时候 陆亭泽踩刹刹车时 突然发现刹车失效了 陆亭泽心里一惊 看了一眼仪表盘的时速 78 下坡路面 这个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这车子他刚买的 刹车怎么会出问题 不是车子的原因 是有人害他 简单思索过后 陆亭泽就明白了过来 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必须要让车子停下来 再重复尝试了好几次刹车失败后 副驾驶的许七威也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了老公 陆亭泽脸色严峻 系好安全带 刹车失灵了 啊 文言 许七威吓得翘脸煞白 陆亭泽关闭了汽车引擎发动机 车子依然在惯性的作用下飞驰 继续下去 速度会越来越快 陆亭泽打开车门 一手扶着方向盘 一手扶着车门 将左脚伸了出去 踩在了马路上 是 皮鞋和马路摩擦的声响响起 许七威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这样你腿会断掉的 陆亭泽没解释 他铜皮铁骨小成 断应该是断不掉 不过肯定不好受 没事 别担心 陆亭泽安抚了一句 随即左脚脚掌 开始慢慢用力 是 刺耳的声响更大了 皮鞋鞋底因为摩擦 冒起了白烟 好在陆亭泽的方法 是有效果的 车子的速度 慢慢降了下来 80 70 50 20 整整好几分钟后 车子终于缓缓停了下来 许七威长出了一口气 急忙推开车门下车 搀扶着陆亭泽 则下了车 蹲下身子 查看其他的左脚 几万块钱的皮鞋鞋底 早就被磨穿 血淋淋的脚掌 看得许七威一阵心疼 呜 疼不疼 许七威哭了 帮陆亭泽脱下鞋子后 从包包里拿出纸巾 擦拭了起来 陆亭泽呲咬咬咧嘴 肯定疼了 就算他铜皮铁骨小成 但这种强度太高了 超出了他 现在身体能承受的极限 但也没办法 要不是这样的话 现在他和许七威 两人就危险了 很明显 这背后害他的人 是要置他于死地 想到这里 陆亭泽愤怒的同时 也不禁一阵后怕 暗道以后要多注意 安全防卫才行 毕竟现在他的身份 可不是以前的普通人了 陆亭泽掏出手机 给张安打了电话 打完电话后 两人就在车里休息了起来 起初的慌望后 冷静下来的许七威 也想到了这一点 老公 你说 害我们的人会是谁呢 陆亭泽简单想了想 说道 可能是王立来 也可能是陈立伟 陈丰 刘松 唐丰 助理 都有可能 陆亭泽简单数了一下 和他有过节的人 就这几个 许七威 这几个人 知道你今晚来这里的 有哪几个 陆亭泽想了想 说道 除了陈丰 都知道 到这里 两人没再说话 这件事 调查起来有些复杂 但陆亭泽不能就这样算了的 如果这次算了 那些自己的敌人 就会觉得他好欺负 变本加厉地针对他 他一定要找到凶手 让他付出代价 震慑其他人 让他们不敢打自己的主意 细细想来 最有可能的人 就是王立来 昨晚在太仙庄吃饭的时候 王立来就被陆亭泽教训 今天在这里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又丢了工作 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除了王立来之外 唐峰和周知里的可能性也很大 半个多小时后 张安和罗小龙 还有一个叫徐飞的 三个人开了两辆车抵达 徐飞是张安新招的好手 退役特警 而且是女性 陆亭泽和许七威 上了罗小龙的商务车 徐飞也在里面 张安留下处理陆亭泽的那辆车了 路上 罗小龙在听说了 陆亭泽和许七威 刚刚的遭遇后 眉毛一束 绝对是昨晚那几个混蛋干的 妈的 陆总你知道他们住哪里吗 告诉我 我过去做了他们 陆亭泽文言翻了翻白眼 说道 胡说 现在连是谁都不知道 当务之急是查清楚 到底是谁干的 罗小龙 陆总你说吧 怎么干 陆亭泽想了想 看着徐飞问道 这位 是新招进来的 徐飞大大方方的 朝着陆亭泽伸出手 您好陆总 我叫徐飞 95年 退役特警 陆亭泽有些惊讶 因为徐飞穿的是变装 长相虽不是特别好看 但也算清秀文静 这样的女生 走在路上谁会知道 她是个退役特警啊 不过这刚好 陆亭泽说道 徐飞是吧 正好 你做我老婆的私人司机兼保镖吧 待遇的话 年薪五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的徐飞 瞪大了眼睛 年薪五百万 这在保镖行业里面 也不少了 况且 他刚刚进入这个行业不久 徐飞 会不会有点多了呀 陆亭泽摆了摆手 就这么定了 罗小龙 你做我的私人保镖 愿意吗 罗小龙当然愿意了 忙点头道 当然了陆总 昨天其实我就想跟您说来着 陆亭泽 嗯 那就这样 虽然陆亭泽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但他毕竟一个人 分身乏术 就像今晚的情况 如果有罗小龙这种专业保镖在的话 开车前一定会检查的 第二天 许七威正常去公司后 陆亭泽接到了张安的电话 陆总 查清楚了 是人为破坏的 听到这个结果 陆亭泽丝毫不意外 知道了 对了 这两天应该会有客户去公司 你看着安排一下 昨天晚上的拍卖会 因为陆亭泽和林振业三大巨头奇特的关系 导致很多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这段时间肯定有人来 公司签约谈保镖业务 跟张安指挥一声 打完电话 陆亭泽下楼 罗小龙开着车 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车是公司新购置的传奇商务车 去哪里陆哥 陆亭泽 镇业集团 文言 罗小龙发动车子 前往镇业集团大厦 昨天和林振业说好了 今天去签合同的 这个事也不能忘了 毕竟那可是15个亿 镇业集团大厦 这是陆亭泽第一次来镇业集团 一整个60多层的大厦 全部是镇业集团的产业 相比镇业集团 陆亭泽的大地安保公司 就有点小屋见大屋了 办公室里 林振业和林英都在 合同已经准备好 陆亭泽翻看了一下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很干脆地签了字 陆亭泽还有事要处理 临走前询问道 林老爷子 有件事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林振业 但说无妨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陆亭泽 我想查看一下 昨晚停车场的监控 麻烦你跟山庄的人打声招呼 我们这就过去了 文言 林振业挑了挑眉 嗅到了什么 试探性地问道 怎么了 有事 陆亭泽顿了顿 思考了一下后 笑着说道 不是什么大事 我自己能处理好 林振业点了点头 他当然能感觉得到 陆亭泽口中的小事不太小 但他不说 林振业也不好追问 于是转头看向林英 这样吧 让阿英跟你一起过去吧 陆亭泽犹豫了一下站了起来 行 麻烦林老爷子了 说完 陆亭泽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身后林英紧随其后 楼下 两人上车后 罗小龙再次发动车子 直奔昨晚拍卖会的主办厂 风泉山庄 一个小时左右 车子再次来到风泉山庄 相比昨晚的热闹红火 今天的风泉山庄 安静甜淡了很多 空气清新 与世隔绝 在林英的带领下 几人很顺利地来到了监控室 开始寻找昨晚的监控视频 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 几人在监控中看到 一个戴着口罩和鸭舌帽的男子 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鬼鬼祟祟的来到陆婷泽的车跟前 摆弄了好一会儿 很明显 昨晚的情况 就是这个家伙弄的 根据这人离开的方向 几人继续查看起走廊的监控 却发现走廊监控 刚好这个时间点没了信号 根据工作人员解释说 有摄像头昨晚这个时间点损坏了 陆婷泽知道 事情不会这要巧 肯定是有人故意的 其他地方的监控 没有看的必要了 因为人太多 离开风泉山庄后 林英试探性地问道 怎么了 昨晚出事了 陆婷泽沉着脸说道 有人在我车子的刹车上坐了手脚 差点车毁人亡 陆婷泽说得平淡 林英听后捂着嘴巴 一脸惊恐 啊 这么严重 那 那你 陆婷泽知道他想问什么 说道 已经没事了 说完 陆婷泽对开车的罗小龙说道 能找到是谁干的吗 罗小龙斟酌一番 重重点头道 嗯 三天 三天之内 保证找到凶手 好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注意安全 罗小龙 放心吧陆哥 保证完成任务 说着 罗小龙还像模像样地进了个礼 回去的路上 陆婷泽本来是想把林英送回正夜大厦的 但林英非要去安保公司看看 没办法只好带着林英继续一起走了 大地安保公司 几人开车进入学校后 就看到不远处的停车位上 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子 同时 学校里的人也比之前多了很多 三人正疑惑时 一个中年男子远远地看到了陆婷泽 笑着走了过来 陆总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男人的热情 陆婷则皱了皱眉 昨晚那么多人和他打招呼 他车子里光明片就放了一大堆 哪能记得住 而且 经过昨晚的事件后 陆婷泽深知背后的凶手 有可能就藏在这群人中间 所以他不得不防 不好意思 昨晚人有点多 男人丝毫不怪 没事没事 人之常情 陆总这安保公司 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啊 而且很专业啊 陆婷泽一边敷衍着 一边走向办公楼 找到张安 办公楼的人更多 估摸着得有二三十个 全部都是来办业务的 看到陆婷泽过来 很多人齐刷刷的 都上来打招呼 罗小龙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直接挡在陆婷泽身前 面无表情地警惕着所有人 陆婷泽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对着张安招了招手 几人走到隔壁的办公室 怎么样 业务能消化得了吗 陆婷泽先是询问公司情况 张安摇了摇头 消化不了啊陆总 这里面有的人甚至过来 要给自己的小区招物业保安 我们哪有那么多人 而且你也知道 咱们这里的员工大都是退伍的 我正愁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些人说呢 陆婷泽点了点头 思索了一下 没事 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们是走专精尖的路线 只承接保镖业务 不用顾忌 有陆婷泽这句话 张安就放心了 尝出了一口气说道 那就好 对了陆总 我新招了十三个员工 你要不要去看看 陆婷泽透过玻璃窗 看了一眼操场上训练的方队 确实比之前大了一些 统一穿着 那行吧 陆总有什么需要随时沟通 陆婷泽点了点头 行 对了 我的车人家怎么说 多久可以去车 张安 一周 陆婷泽 好 那行 就这样 你去忙吧 张安离开后 林英看着窗外崭新的草坪和设施赞叹道 有人就是好啊 陆婷泽起身准备离开 你走不走 林英 走走走 等等我 从安保公司出来后 陆婷泽让罗小龙单独开车离开 去调查了 剩下他和林英两个人站在马路边 就在陆婷泽正准备离开时 突然 三辆金杯面包车急速停下 车门打开 十几个文龙画虎的混混 拿着钢棍下了车 骑骑朝着学校内闯了过去 学校大门处 值班的员工见到这副场景后 先是拿出对讲机说了一声 紧接着掏出警棍指着一群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十几个人一言不发 拿着钢管 就开始抽打破坏了起来 脆弱的大门 在一群人的折腾下 很快就被破开了 十几个人将员工围了起来 凶神扼杀 员工被围在中间 丝毫不拒 因为他的老板陆婷泽 还在不远处站着呢 陆婷泽目睹了一切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公司大门 在自己面前 就在刚刚 竟然被一群混混给拆了 他的表情很奇怪 怪成了表情包 相反 他身边的灵鹰 则一脸担忧 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还不走向众人 喊道 哎 你们干什么 十几个混混齐齐回头 其中一个为首的壮男 执着陆婷泽 叫你们管事的出来 陆婷泽 我叫陆婷泽 大地安保公司的老板 听到陆婷泽就是这里管事的后 壮男上前一步大声道 正好 知道这里是谁的地方吗 在这里开公司 活腻歪了是吧 听到这话 陆婷泽没有和壮男对话 而是转头看向林英 一脸奇怪 林英抿着嘴唇 解释道 这地是我的 之前这里建校的时候 有个股东在这里有股份 学校搬迁后 我以股份市场价 收购了他手里的股份 但是 但是他是个泼皮无赖 一直想追求我 修缠我 听到这里 陆婷泽明白了这里面的门道 继续转头面对着壮男 说道 刚刚说的你们听见了 这块地我已经租下来了 现在是我的资产 请你们离开 对了 损坏的大门 赔钱 说着陆婷泽伸出手 颠了颠 壮男皱着眉头 看了一眼陆婷泽的手 紧接着抡起拳头就砸了过来 只可惜 他的攻击注定不会有结果 陆婷泽抓住了他的手腕 壮男震惊 想抽回手臂却做不到 陆婷泽抓着他的手腕 轻轻一用力 壮男吃痛 身子弯了下来 单膝跪地 砸了我的门 还想打我 无法无天啊你们 陆婷泽声音很冷 壮男疼得脸色惨白 但还是扯着脖子喊道 小子你最好放开我 知不知道我老大是谁 我老大是江城地下皇帝亲爷 在这块地方 亲爷就是法 壮男说话间 其他十几个人也围了过来 将陆婷泽和林英伟在中间 陆婷泽最不喜欢别人 在自己跟前提什么大人物 手下一用力 众人都听见一声清晰的咔嚓声 咔嚓 啊 壮男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陆婷泽随手一甩 将他甩到一旁 见状 围着陆婷泽的其他混混看不下去了 就要动手收拾陆婷泽的时候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有远极近 一群混混转头看去 只看到几十个寸头黑背心的男人 跑了过来 黑压压的一片 这一幕给一群混混吓住了 不由自主地退后 陆婷泽带着林英钻了出来 几十个员工看了一眼被破坏的大门 又看了看十几个手持钢管的混混 猜到是来找事的 宁笑着将十几个人围了起来 一瞬间 场面形势发生了调换 这些整天训练的退伍军人 正愁一身力气没地方撒 这些混混可真是会挑地方 陆婷泽走到其中一个混混跟前 伸手从他的手里拿过钢管 我不管你们什么青爷绿爷 打坏了我的大门 就是阎王爷来了 也得赔 赔 赔赔赔 我们赔 老七 赔钱 地上的壮男忍受着钻心的疼 指使着其中一人转两仗 转完仗后 陆婷泽也没多找他们的麻烦 让他们走了 走的时候 和来的时候 判若两人 看着十几个混混离开 没上手的一群员工摇头叹息 似乎很不舍的样子 看什么看 都训练去 陆婷泽呵斥了一声 众人离开后 陆婷泽带着林英离开 打了一辆出租车 路上 林英说道 陆总 有件事我觉得 还是跟你说一下的好 刚刚那个混混说的没错 他口中的那个亲爷很有势力 控制着整个江城的地下世界 黑白通吃 就算是三大巨头见了他 也得里让三分 今天你把亲爷的人惹了 后面怕是有些麻烦 要不我回去跟我爸说一声 这件事 陆婷泽急忙抬手 制止了他后面的话 别 一点小事而已 别老是找父母 林英皱了皱鼻子 白了一眼 对了 那个人叫廖飞 是亲爷的义子之一 你还是小心点 陆婷泽 嗯 知道了 看着陆婷泽 仍旧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林英越来越好奇 眼前这个男人 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天大的事情 在他眼中 就好像什么都不是一样 这种泰山崩于 前色不变的气魄 让他深深着迷 只可惜 陆婷泽已经有了女朋友 想到这里 林英赶忙收回了视线 有些失落 陆婷泽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有了系统之后 自己身上的气质 也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 他能感受到林英的情绪 看了一下林英对自己的好感度 九十 又涨了 已经九十了 再加把劲就一百了 林英的好感度达到一百的话 自己铜皮铁骨就可以大成了 小成就已经这么厉害 可以想象大成之后的样子 到时候还用得着 怕这什么亲爷吗 这样一想 陆婷泽脑子又开始动了起来 他突然问道 你下午有事没 林英有些猛 啊 没妙啊 怎么了 我也没事 时间还早 我们一起去逛逛吧 说完 陆婷泽对着司机师傅说道 师傅 去上海路 林英呆呆的 很可爱 他有些搞不懂陆婷泽什么意思了 难道他对自己也有好感 想到这里 林英心里一阵小路乱撞 那他有女朋友 嘿 这个死渣男 我要不要拒绝他 下次吧 下次拒绝 女人就是这样 当一个女人真心爱一个男人的时候 甚至不用男人撒谎 他会自己骗自己 整个一下午 陆婷泽先是带林英去买了一辆车 保时捷 帕拉梅拉 一百万出头 林英不缺这些 只是刚刚获得系统 变成有钱人的陆婷泽 实在不知道 还能给女人买什么 买完车后 又去逛了商场 买了一些衣服鞋子 吃了饭 看了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 过程中 林英去理发店染了头发 将自己绿色的头发染回了黑色 现在的林英 小家碧玉 楚楚可爱 哪个男人见了不心动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 陆婷泽才回到家 许七威已经睡下了 洗完澡的陆婷泽爬到床上 许七威感觉到陆婷泽回来 迷迷糊糊地往她怀里蹭了蹭 看着她一脸疲惫的模样 陆婷则压下 心头的邪火 两人相拥而眠 与此同时 江城 鼓励夜会所 豪华包厢内 烟雾缭绕 音乐有节奏地响着 一个穿着白衬衫 留着三七分发型 打着耳钉的男人 手握酒杯 搂着两个夜场美女 尽情放肆地嗨着 手掌肆意在两个美女的身上 揉搓把玩 正开始 包厢门被推开 一个西装壮男 走到年轻人耳畔 富尔说了什么 年轻人听后停了下来 原本醉意迷蒙的眼神 瞬间清醒了不少 挥手遣退几个女人后 年轻人坐在沙发上 点了一根烟 大地安保公司 老板叫什么名字 手下 姓陆 叫陆婷泽 年轻人眼睛狭长 看起来阴冷可怖 失笑道 陆婷泽 没听过 这种事 还用我教你们吗 手下 对不起廖哥 只是 这个陆婷泽 好像和林振业有点关系 听到这里 廖飞眼睛迷得更细了 思索一番后说道 怕什么 就算林振业亲自来 在我干爹跟前 也得弯腰做人 说着 廖飞挥了挥手 像赶苍蝇一般 将手下赶了出去 第二天 许七薇已经去公司 陆婷泽还在睡梦中时 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 迷迷糊糊中摸过手机接通 喂 哪位 不好了 陆总 出事了 电话那头是张安的声音 非常急迫 陆婷泽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翻身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 别着急慢慢说 张安 昨天在我们这里 签了业务的一个老板 被人打了 陆婷泽皱眉 你们没有安排保镖吗 张安 安排了 只有一个保镖 对面有七八个人 老板和保镖都被打了 现在人在医院 老板很生气 说要告我们公司 陆总 你还是赶紧过来一趟吧 陆婷泽没多说什么 挂断了手机 开始穿衣服 桌子上许七伟 准备的爱心早餐 都没来得及吃 半个小时后 大地安保公司会议室 陆婷泽 张安 还有几个高层都在 事情陆婷泽已经清楚了 公司的一个雇主 和保镖被打了 人现在在医院 雇主受的伤一般 主要是保镖受伤很严重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得知这件事后 陆婷泽的第一反应 就是有人故意整他 事实也证明 他猜得没错 没过多久 有人进来通报 称又有雇主被人打了 保镖也被打了 和刚刚的事件一个性质 这还不算完 第二个雇主被打后 紧接着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整整两个多小时 公司的电话就一直没停过 昨天总计签了九个单子 九个雇主全被打了 很明显 这是有人针对他们公司 针对陆婷泽 会议室里安静到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看着陆婷泽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 会严重影响他们公司的名声 往后要想继续发展就难了 陆婷泽当然也知道 思考一番后 看着张安问道 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指使了吗 张安 查到了 是古利业会所的老板 叫廖飞 听到这个名字 陆婷泽毫不意外 昨天灵音就跟他提醒过了 廖飞 江城地下皇帝亲爷的义子之一 古利业会所的老板 也是灵音的追求者 廖飞之所以这么对付陆婷泽 肯定是因为昨天下午的事件 想到这里 陆婷泽知道自己 必须要出面了 站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你们等我消息 说完 陆婷泽孤身一人准备离开 会议室其他人都站了起来 张安急道 陆总 带几个人跟你一起吧 陆婷泽笑了笑 摇了摇头 不用 我又不是过去打架的 张安迟疑了一下 又说道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陆婷泽摆了摆手 放心 这点是我都解决不了的话 还开什么公司 趁早关门大集算了 说着 陆婷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 开了一辆公用车 直奔古利业会所 古利业会所 是江城牌的上号的娱乐会所之一 背后的大股东正是青年 早上十一点左右 陆婷泽开车来到 古利业会所的地下停车场 乘坐电梯进入古利业会所 因为是白天 早上 会所里面很安静 浓郁的酒味无孔不入 有宝洁正在打扫卫生 陆婷泽走了进去 环视了一圈 没有其他人 走到一个宝洁跟前询问道 你好 请问廖飞在哪里 宝洁抬头奇怪地看了一眼陆婷泽 说道 廖总这个点在休息呢 你告诉我位置就行 宝洁指着楼到尽头的一个电梯 那 看到那个电梯没 上三楼就是 陆婷泽点了点头 按照宝洁所说 乘坐电梯来到三楼 电梯门打开的第一时间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 大到什么地步 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客厅内到处散落着酒瓶 衣服 高跟鞋 还有包包化妆品什么的 香水味混合着酒味 让陆婷泽不由得皱眉 此刻 十几个衣衫不整的男女 散躺在客厅各个位置 昏睡着 丝毫没有发现到来的陆婷泽 陆婷泽抬步走进客厅 环视一圈后 刚准备朝着主卧走去时 不远处的房间里 走出两个只穿着一件背心的男子 两个男子走到陆婷泽跟前 皱眉道 你是什么人 找谁 陆婷泽 我是陆婷泽 找廖飞 左边的男子一听陆婷泽要找廖飞 一脸嫌弃地摆了摆手 去去去 廖总睡觉呢 下午再来 说着 两人与其平静地说道 你们还是去叫他起来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找他 不会耽误太久 两人对视一眼 笑道 妈的 这傻逼 是不是耳朵不好使啊 老子说 让你下午再来 听不懂吗 碰 碰 只听两声沉闷的声响 原本站着的两个男子 已经捂着肚子跪在了地上 脸色惨白 冷汗直冒 为什么跟你们交流这么费劲呢 现在可以去叫你们廖总起来了吗 这就去 我这就去 其中一个男子急忙回应 强忍着腹部的不是站了起来 远处的卧房 陆婷泽走到一旁 稍微干净一些的沙发上坐下 抽着鼻子闻了闻 起身走到一旁的窗户 跟前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让外面的新鲜空气吹进 一阵训斥声从卧房里传来 客厅中睡着的男男女女 也都醒了过来 看到陌生的陆婷泽时 每个人眼中都透露着疑惑 不久 穿着睡袍 满眼惺忪的廖飞出来了 手里提着一瓶喝了一半的洋酒 斜眼瞄了一眼陆婷泽 坐在了沙发上 你就是陆婷泽 一大清早的 催命啊 碰 廖飞重重地将酒瓶放在茶几上 发出一声闷响 房间里的所有人心惊胆战 看得出来对廖飞 这些人还是很害怕的 陆婷泽坐到廖飞对面 屁股刚坐下 就听到廖飞身后的一个男人赤道 妈的 谁让你坐下了 站起来和廖总说话 陆婷泽瞥了他一眼 没理会 廖飞舔着嘴唇 一脸邪魅地看着陆婷泽 两人都没说话 就这么互相打量着对方 一会儿后 廖飞从桌子上的烟盒中 抽出一根雪茄雕在嘴里 刚刚说话的那人 颇有眼色地上前点火 雪茄点着后 廖飞突然一把抓住男人的头发 狠狠地撞在茶几上 碰 茶几硬生碎裂 溅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混合着男人的鲜血 廖飞抓着男人的头发 骂道 就你张嘴了是吧 这么喜欢说话 张嘴 男人战战兢兢 丝毫不敢反抗 张开了嘴 廖飞深吸一口雪茄 随后将雪茄硬生生 塞进了男人的嘴里 嗯嗯嗯 男人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但就是不敢挣扎 廖飞狠狠一甩 将男人甩到一旁 扯过纸巾擦了擦手 不好意思 让陆总监笑了 是我管教不言 陆婷泽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知道 廖飞这事 在给他下马威 不以为意 你知道我的目的 七个雇主 十一个保镖 我看了一下 大概508万 给你某个零头 500万 钱给我 我走人 陆婷泽说完 目光湛然地看着廖飞 廖飞张着嘴巴 有些玩味 紧接着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勒索我 笑到最后 廖飞的表情 突然变得阴狠 一字一句地询问 陆婷泽 给我钱 我走人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不想惹麻烦 你应该也不想 廖飞正正地看着陆婷泽 再次从桌子上 抽出一根雪茄 再次点燃 深吸了一口 廖飞 陆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想 你可能是搞错了 陆婷泽知道 廖飞这是摆明了 耍无赖了 他的耐心也即将耗尽 廖飞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似乎也想知道 陆婷泽还有什么手段 陆婷泽 廖飞 你应该明白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仅有的一次机会 廖飞抽了一口烟 将烟圈吐在陆婷泽的脸上 你恐吓我 当我是下大的 话音落下 大厅外一下子涌进 好多个混混 皆是闻龙画虎 一脸凶狠 很快将陆婷泽围了起来 陆婷泽环视一圈 眼神平静如初 看了看手表 说道 给你十分钟时间 我时间很宝贵 陆婷泽的轻视 让廖飞没了兴致 他狠狠地将烟头 奔灭在烟灰缸 眼神示意了一下 跟前的几个手下 立马有一个手下走了出来 伸手朝着陆婷泽的肩膀上按去 妈的 敢在这里闹事 咔嚓 手下话还没说完 就只听一声清脆的声响 陆婷泽不知何时 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 轻轻一掰 手下的手腕就断了 啊 手下撕心裂肺的惨叫出声 这一声惨叫 也让客厅里的所有人明白 陆婷泽今天就是来找事的 于是 混混们不再客气 十几个人朝着陆婷泽 就冲了上去 给我弄死他 弄死他 廖飞退到了一旁 扯着嗓子大吼着 陆婷泽瞬间就被淹没在了人群中 正常人不会有半点反抗的机会 可陆婷泽是正常人吗 很显然不是 陆婷泽抬起一脚 将面前冲来的人一脚踹飞 那人连带着身后的好几个人都摔了出去 紧接着 廖飞就只见陆婷泽仿佛化身修罗 一拳一脚尖 总有自己的手下被打飞倒地不起 有人意识到陆婷泽很能打 掏出了武器 或钢管或棒球棍 或钢刀 再次冲向陆婷泽 陆婷泽夺下一个人手里的钢管 大开大合 每一击都伴随着一个人 失去战斗力 一时间 客厅里只能听见阵阵闷响 不久 满打满算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地上已经躺满了廖飞的手下 到处都是身影声 陆婷泽身上也受了伤 崭新的西服被撕扯得不像样子 嘴角溢血 客厅里的其他人 在看陆婷泽的时候 已经全然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轻浮 满眼惧怕 陆婷泽还在战斗 剩下三四个混混 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但就在陆婷泽和混混激战正酣时 一声刺耳的枪响 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碰 陆婷泽也停下了 转身看向廖飞 廖飞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舔着嘴唇 邪笑道 打呀 不是很能打吗 继续啊 陆婷泽举着双手 没说话 眼神变得阴沉 他正在心里进行估算 以他现在的实力 五步左右的距离 能否躲得掉子弹 答案是躲不掉 是的 现在的他 还做不到夺子弹这么变态的事 或许等到铜皮铁骨大肠后可以 他失算了 没想到廖飞手里 竟然有手枪 如果他真的开枪 今天绝对真的在这里 一想到自己刚刚赚了那么多钱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 就这么挂掉 他不允许 就这么死掉 陆婷泽的大脑 出奇地冷静了下来 分析着 思考着 跪下 我让你跪下 廖飞拿着手枪 一声大喝 迫于无奈 陆婷泽慢慢地蹲下身子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廖飞 在蹲下身子的同时 趁其他人不注意 将一枚碎裂的玻璃茶 踩在脚下 碰 陆婷泽的一个膝盖 已经跪在了地上 廖飞满眼疯狂 这种征服欲让他着迷 欲罢不能 陆婷泽另外一只腿 也开始慢慢跪下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被拿捏的时候 陆婷泽眼神一狠 脚下用力 说 所有人只听到一声尖锐物品 划破空气的声音 啊 紧接着是惨叫 廖飞的惨叫 玻璃碎片划过了他的手腕 鲜血迸射 手枪不受控制的掉落 与此同时 陆婷泽快速近身 只一个呼吸的功夫 跨过五六步的距离 抓住了即将要掉在地上的 左轮手枪 对准了廖飞 电光火时间 角色互换 廖飞攥着手腕 鲜血仍然滴答着 他满眼惊恐地看着眼前 这个男人 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陆婷泽很想一枪 打死眼前这个混蛋 可他也知道 如果真的打死他 这里这么多人 他绝对逃不掉 他现在是有钱 但杀了人 还是要坐牢的 这和有钱没钱没多大关系 思索了一会儿后 陆婷泽看了看时间 你还有一分钟 这个时候 廖飞哪里还敢说什么 扯着脖子 朝一旁的手下吼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转账 快点 快点你们这群废物 手下乱作一团 急忙开始操作转账 他们的动作很快 五百万整整齐齐 转到了陆婷泽的银行卡 收到转账信息后 陆婷泽满意地点了点头 取出左轮手枪里的所有子弹 将手枪还给廖飞 廖飞是吧 这次我放过你 我不希望有下次 再有下次 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说完 陆婷泽转身离开 朝着来时的电梯方向走去 走了没几步 他又停了下来 哦对了 还有个事 以后别打零音的主意 他是我的 说完 陆婷泽大步离开 没有一个人阻拦 他会就这么放过廖飞吗 显然不可能 只是 今天不是算账的时候 就在陆婷泽即将走进电梯的时候 廖飞突然大吼道 姓陆的 你这么能打 开个破公司 能赚几个钱 跟我 一年让你赚两千万 陆婷泽回头看了一眼廖飞 笑着摇了摇头 走进电梯 消失在众人面前 陆婷泽的身影消失后 众人才后知后觉的回过神来 一个模样帅气的小白脸 走到廖飞跟前 廖哥 现在怎么办 廖飞本来就在气头上 瞬间忍不住了 揪住小白脸的头发 狠狠地撞在茶几上 站起身 一脚接一脚地踹了起来 怎么办 我TM怎么知道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一通发泄后 廖飞剧烈地喘息着 颤颤巍巍地抽出一根烟点燃 深吸了一口 陆婷泽是吧 本来我只是想给你个教训 这可是 你自找的 离开古力业会所后 陆婷泽驱车回到公司 张安等人看到陆婷泽破碎的衣服时 就知道 陆婷泽肯定是跟人加肝起来了 没事吧 陆总 你不是说不打架吗 陆婷泽摆了摆手 坐在会议室主位 是他们先动的手 这样 受伤的员工 除开必要的医药费外 每个人补贴50万 雇主那边 如果继续合作 分配新的保镖 如果不想合作 就终止合约 退钱给人家 该赔偿的赔偿 陆婷泽严肃地做出了安排 张安重重点头 这些事是他们该做的 陆婷泽 对了 问你个事 知道在哪能弄到枪吗 张安一愣 没有证的话 持有枪械是违法的 会很麻烦 陆婷泽猝眉 点了点头 行 那就先这样 你去忙吧 张安点头 离开了会议室 做完这一切后 陆婷泽正准备离开 接到了罗小龙的电话 陆哥你现在在哪 陆婷泽 我在公司 正准备走 怎么了 罗小龙 先别走 我马上到 等一下 说完 罗小龙就挂断了电话 陆婷泽知道 罗小龙肯定是查到了什么 在会议室等了一会儿 罗小龙急促地赶到办公室 瞄了一眼没有其他人后 说道 陆哥 查到了 陆婷泽眼睛一亮 谁 罗小龙这个时候卖了的关子 笑道 你猜 保证你猜不到 陆婷泽想了想 说道 王立来 在他的预估中 王立来确实是嫌疑最大的那个 但是 罗小龙摇了摇头 不是他 再猜 陆婷泽有些意外 继续道 唐风 罗小龙 也不是 再猜 陆婷泽抬手在罗小龙 脑袋上敲了一下 赤道 猜个毛啊 赶紧说 罗小龙揉着脑袋 敢笑道 嘿嘿 是周知理 猜不到吧 周知理 这个陆婷泽 确实没想到 在陆婷泽的设想中 周知理和自己的矛盾 远没有达到 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地步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陆婷泽 他为什么这么做 罗小龙屁股一抬 坐在办公桌上 笑道 这家伙 那天和我们闹了矛盾回去后 和自己女朋友吵了一架 就是那个陆盈盈 陆婷泽点了点头 陆盈盈他知道 罗小龙 应该是两人吵架的时候 陆盈盈说了什么刺激了他 然后在拍卖会上 看到你左用右报 再加上他的CEO职位 被唐雷泄了 心理扭曲不平衡 产生了报复的心理 于是 周知理花了十万找了个人 在你的车上做了手脚 听完罗小龙的解释后 陆婷泽恍然大悟 确实 那次他带着许七威 在商场碰到周知理 和陆盈盈的时候 就察觉到了 周知理是一个心眼特别小的人 因为这么点事 就要置自己于死地 这个周知理 要好好给他点教训了 有证据吗 罗小龙摇了摇头 暂时没有 陆哥你就说怎么办吧 陆婷泽靠在椅子上想了想 说道 那个人找到了没有 罗小龙摇了摇头 没有 这个人形势很老练 有点难办 但我已经确定了大概位置 陆婷泽点头 这样 你休息一下 晚上我叫你 得嘞 将罗小龙留在公司宿舍后 陆婷泽一个人开车回去了 路上 陆婷泽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周知理这种人 就是典型的 见不得别人好 放人不管的话 保不准什么时候给你放冷箭 防不胜防 这好在是他 如果换成其他普通人 刹车失灵滚下山 绝对九死一生 如果那个车上有孩子 孕妇 或者老人 结果不会有任何变化 所以说 嫉妒心确实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要怎么做 才能记不犯法 又让他不敢再打自己的主意 这件事值得商榷 思索中 陆婷泽回到了许七威的房子 好巧不巧 陆婷泽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陆盈盈 陆盈盈正在和许七威聊着什么 从两人的表情不难看出来 许七威很反感她 看到陆婷泽回来 许七威笑颜如花地小跑着过来 挽住她的胳膊 今天这么早回来啊 陆婷泽 嗯 她怎么来了 许七威看了一眼陆盈盈 一脸无奈 我怎么知道 她自己来的 两人之前是闺蜜关系 陆盈盈知道 许七威的地址不奇怪 陆盈盈站了起来 一脸羞涩地走到陆婷泽跟前 对不起陆先生 打扰到你们了吧 你放心 我过来就是给小薇道歉的 没有其他什么事 说着 陆盈盈难为情地低下了脑袋 作为女人 许七威听到陆盈盈的话后 翻了翻白眼 恨不得扇她两个耳光 她哪里看不出来 陆盈盈这是以退为进 想跟她抢陆婷泽呢 这个心机表 许七威 我说了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你不用给我道歉 没必要 陆盈盈连连摆手 一脸无辜 不不不 小薇 之前的事确实是我做错了 对不起小薇 你就原谅我吗 我们之前关系那么好 别这么小气嘛 许七威冷笑 陆盈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了什么主意 告诉你 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 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 我就小气了 怎么着 陆盈盈心里那个气 但一想到自己的目的 根本不是许七威 直接将许七威忽略了 看着陆婷泽 表情可怜巴巴的 陆哥哥 人家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看着陆盈盈这副表情 许七威控制不住 就想扇他巴掌 这个时候 陆婷泽看了一下陆盈盈 对自己的好感度 只有三十 说明什么 说明陆盈盈 对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感情 也是 两个人就见了几次 没有接触 哪来的感情 这三十的好感度 全是建立在陆婷泽 所表现出来的财力和实力 这也从侧面说明 陆盈盈这个女人 就是一个十足的拜金女 感情在她眼里一文不值 没事 坐吧 亲爱的爹老公倒杯谁好不好 渴了 陆婷泽说这些的时候 生怕许七威误会 朝着他挤了几眼睛 虽然不知道陆婷泽想干什么 但还是乖乖的 去给陆婷泽倒水了 陆婷泽和陆盈盈 面对面坐在沙发上 陆盈盈很兴奋 陆婷泽没有拒绝她 这让她看到了希望 陆婷泽 陆盈盈是吧 你男朋友呢 怎么没一起过来 陆婷泽装作寻常地打听了起来 一听陆婷 则提起周知里 陆盈盈眉毛皱起 一脸的不高兴 别提她 我们分了 她就是个神经病 连你提鞋都不配 陆婷泽有些意外 按道这女人真的很 刚分手 就这么说周知里的坏话 哦 为什么 你们不是好好的吗 陆盈盈 别提了 那家伙自从在你手里 吃了两次瘪后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你们只看到她的外表 人目狗样的 不知道她私下是一副什么样子 简直就是个变态 她的疑心特别重 竟然怀疑我喜欢你 看不起她 然后 那天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就搬走了 听完陆盈盈的话 陆婷泽点了点头 按道和罗小龙查到的差不多 看来这周知里 确实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对付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势碾压 让她生不起对抗的念头 不能有报复的侥幸 那他人呢 还在腾辉公司工作 陆盈盈 是啊 不过被领导批评了 降职了 听到这里 陆婷泽立马意识到 肯定是因为拍卖会晚宴的事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 周知里才会害她 许七位这个时候 端着水杯走了过来 将水杯放在陆婷泽跟前 你跟她有什么好聊的 陆盈盈 请你出去 离开我家 陆婷泽想问的消息已经得到 没在阻拦 陆盈盈想打她的主意 只能说是打错算盘了 就算她有给女人花钱 反线的系统 也不会给陆盈盈这种女人 陆盈盈可怜巴巴地看向陆婷泽 陆婷泽笑道 家里我老婆说了算 陆盈盈离开后 许七位一下子滑到了陆婷泽怀里 成了一只粘人的小妖精 老公 这两天忙啥呢 都看不到你人影 陆婷泽刮了刮许七位的穷鼻 还能忙啥 忙着赚钱养你啊 说着 陆婷泽的大手已经开始游走起来 房间里的温度逐渐上升 就在两人情难 自己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 陆婷泽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陆婷泽有些不悦地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看到是罗小龙打来的电话后接了起来 怎么了小龙 罗小龙 洛哥 有情况 陆婷泽知道 罗小龙说的 肯定是那个比较难办的人 表情严肃了下来 好 我马上过去找你 挂断电话后 陆婷泽恋恋不舍地 在许七位额头上亲了一口 说道 临时有点事 我得出去一趟 等我回来 许七位抿着小嘴 脸蛋红彤彤的 虽然很是不舍 但他不是分不清主刺的人 点头道 嗯 小心点 我等你 离开家开车接上罗小龙后 陆婷泽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没休息 罗小龙摇了摇头 换到驾驶位 没有 我一直在找那个人 终于被我找到了 说着 罗小龙发动车子 猛烈地推背赶袭来 车子窜了出去 路上 陆婷泽问了罗小龙 一些具体的细节 据罗小龙所说 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很可能是一个退役的特种侦察兵 陆婷泽并不意外 毕竟损坏车辆刹车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这种事 普通人也做不出来 与此同时 江城市街巷区 一处老式的桶子楼 顶楼的一间房内 36岁的吴婿正在厨房做饭 家里面的陈设很简单 用家图四壁来形容 再合适不过 吴婿的右脸 有一块很明显的伤疤 看起来有些猙獰可怖 灶火升腾间 一碗简单的稀饭做好 吴婿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 端着稀饭 小心翼翼地走出厨房 朝着旁边的卧室走去 卧室里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道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骨瘦如柴 鼻子上插着氧气管 正熟睡着 吴婿将粥放在床头柜 轻声呼唤 小七 小七醒醒 吃饭了 小女孩虚弱地睁开眼睛 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坐了起来 吴婿开始给小女孩喂粥 爸爸 我想出去走走 吃了没两口 小七看着吴婿 眼巴巴地征求她的意见 吴婿浓眉皱起 表情纠结痛苦 安抚道 小七乖 等病好了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小七表情失落 低下了小脑袋 这已经是他第九次提出 想出去走走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允许 可他真的很想出去走走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吴婿的心 更是像被刀扎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他宁可自己挨枪子 也不想自己的女儿 承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父女俩很有默契地 没有再说话 一个喂粥 一个喝粥 气氛安静的可怕 爸爸 家里是不是又没钱了 安静中 小七突兀开口 询问道 吴婿拿着勺子的手颤了颤 道 想什么呢你 你好好接受治疗就好 其他的事情 有爸爸顶着 小七再次沉默了 自己的病是先天遗传病 虽然可以治好 但需要一笔庞大的手术费 这笔钱 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是一笔天文数字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母亲早早地离开了他 离开了这个家 甚至小七也想过自杀 一聊百聊 他实在不忍心 父亲为了自己这样操劳 可每次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父亲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 提前预知 并安慰他 给他尽心 爸爸 我 噓 别说话 小七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吴婿听到了什么 神情突然变得严肃了下来 侧耳倾听着门外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传了进来 小七也听到了 吴婿意识到不好 急忙放下碗 起身走出卧室 将卧室门关上后 吴婿从沙发底下找到一把匕首 反握在掌心 悄悄走到门后 透过猫眼看向门外 门外 陆婷泽和罗小龙已经找到了这里 罗小龙正用一根铁丝开着锁 马上好了陆哥 等等 刚说完 房门就被打开了 吴婿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 尤其在罗小龙手中的铁丝上扫了一眼 你们找谁 罗小龙莫名地有些尴尬 站起身咳嗽了一声 嘿嘿 那个 你是吴婿吧 吴婿没有回答 眼神最终放在陆婷泽身上 我是吴婿 你们有什么事 碰 吴婿话音刚落 罗小龙突然抱起一脚 直接将吴婿踹进了房内 紧接着 罗小龙和陆婷泽相继走了进来 罗小龙指着吴婿骂道 什么事 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吴婿捂着胸口 刚刚被罗小龙踹的地方 眼神阴沉 从罗小龙身上的力量 他就能推断出 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 再回想罗小龙刚刚的话 他猜到 两人应该是为了那件事来 索性直接亮出了匕首 摆出一副随时进攻的模样 我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请你们离开 吴婿想让他们离开 毕竟自己的女儿还在卧室 他不想让女儿看到这一幕 罗小龙怎么可能允许 一个鞭腿甩了过去 带起呼呼风声 碰 吴婿抬起双臂 挡下了罗小龙的这一击 但骑上的力道 还是让他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 双臂酸疼 一腿甩出 罗小龙继续冲了上去 他有信心能拿下武序 毕竟他可是兵王 不过就在他即将冲出去的前一秒 卧室门打开 插着氧气管的小七出现在门口 你们为什么打我爸爸 突然想起的女孩声音 让罗小龙和陆婷泽双双一震 罗小龙看向陆婷泽 陆婷泽眼神示意了他一下 随即走向小七 看到陆婷泽的动作 武序顿时牙子欲裂 反握匕首就准备冲向陆婷拦住他 这个时候 罗小龙挡在他身前 一个简单的擒拿 就卸了他的匕首 控制住了他 别动 再动我废了你 身体被制 武序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但又怎么能挣脱得了 罗小龙有些惊讶 他不由地松了松力道 生怕武序将自己的骨头弄断 他有些不解 这家伙是不怕疼吗 武序眸子充血 直勾勾地盯着陆婷泽 别动他 这件事和他没关系 有事冲我来 你冲我来 陆婷泽没理会他的叫喊 走到小七跟前 简单地打量了一下 随后蹲下身子 你叫什么名字 小七怯生生地看了武序一眼 说道 我叫小七 陆婷泽摸了摸小七的脑袋 他大概已经猜到了什么 伸出手在小七脑袋摸了摸 生了什么病啊 疼不疼 小七摇了摇头 这是遗传病 UMM不疼 看着小七这么懂事 而身为小七的父亲 武序又能饿到哪里去呢 不过是又一个 被逼走投无路的可怜人罢了 陆婷泽 哦 那你跟叔叔说说 治病要多少钱啊 小七没心思 如是说道 医生说 整个疗程下来 要一百多万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小七不由自主地低下了脑袋 一脸灰暗 陆婷泽再次摸了摸小七的脑袋 柔声道 叔叔和你爸爸是好朋友 能把你爸爸借给我十分钟吗 我们聊会天 小七下意识地看向 被罗小龙控制的武序 在看到小七眼神的时候 罗小龙顿时感觉自己 像犯了天条似的 吸了吸鼻子 松开了武序 你这家伙 这么久不见 伸手便差了呀 罗小龙笑着打着哈哈 在武序的胸膛上 轻轻捶了两下 一副多年好友的样子 武序没说话 表情谨慎 小七见状 信以为真 那好吧 十分钟哦 陆婷泽 好 一言为定 就十分钟 得到肯定 小七懂事地回了卧室 卧室门再次关上 陆婷泽站了起来 走到房间 唯一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环视了一圈房间里的陈设 心里五味杂陈 武序知道自己今天绝对跑不了 来到陆婷泽跟前 说道 陆先生 这件事是我做的 对不起 我可以去自首 但请你宽限我几天时间 等我女儿做了手术 我就去自首 陆婷泽没说话 下意识地在身上摸烟 没摸到 罗小龙从自己身上 拿出香烟递给陆婷泽 陆婷泽接过 拿出一根点燃深吸了一口 长长地呼出一口烟 周知里给了你多少钱 陆婷泽发问 武序 十万 陆婷泽点了点头 他没有怀疑 场面继续安静 持续了大概两三分钟后 陆婷泽再次开口 我理解你的处境 可为了自己的女儿 去伤害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万一那辆车里 也有小孩的话怎么办 武序没有说话 他何尝不知道 自己这件事是错的 可他没得选 陆婷泽当然也知道 之所以说出来 不过是有些压抑罢了 这样吧 我知道这件事 也不能全怪你 只要你能指认 是周知里让你干的 我可以既往不救 并且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考虑考虑 听到这话 罗小龙不乐意了 插话道 陆哥 陆婷泽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直勾勾地看着武序 这放在别人 根本不会考虑的提议 武序却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对不起陆先生 这件事是我做的 和其他人没关系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文言 罗小龙更气了 抬手指着武序 你脑子有病是不是 找打是吧 武序没有因为 罗小龙的恐吓有所畏惧 一脸决然地看着陆婷泽 陆先生 我不要你的施舍 我截然一人 只有小七一个 只要他能治好 我无所牵挂 就算你们没有找到我 等这件事了 我也会自己去自首 陆婷泽 那小七呢 你进去了 他怎么办 武序浓眉微皱 犹豫了很久后说道 小七我会托付给别人 这个你不用管 陆婷泽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说完 陆婷泽看了看时间站了起来 朝着门外走去 罗小龙 不是 陆哥 咱就这么走了 陆婷泽 对啊 十分钟时间到了 走 罗小龙追了上去 房间里只剩下五序一个人 正正的站了很久 楼下 罗小龙和陆婷泽回到车上 罗小龙发动车子离开 陆哥 咱真就这么放过他 这也太便宜 趴了吧 陆婷泽看着窗外的风景 这一片区域是江城外围 平民区 灯光稀少 罗小龙 我看他就是不识好胆 你都这么说他竟然拒绝 死脑机 陆婷泽理解罗小龙的想法 换做任何一个其他人 都会觉得这件事不该这么处理 但他不觉得 反而认为这件事是好事 如果当时无需答应他的条件的话 他反而会有点失望 至于他要去自首的事 陆婷泽自有办法 陆哥 你到底咋打算呢 跟我说说呗 陆婷泽 小龙 这段时间你密切注视一下他 看他什么时候带小七去医院 手术的具体情况也盯一下 随时告诉我 罗小龙点了点头 行 不过陆哥 你盯这个干嘛 陆婷泽 小七应该是白血病 这种病是治不好的 最起码十万块钱之不好 啊 那他 哦我明白了 陆哥你是想 到这里 罗小龙总算猜到了一些陆婷泽的打算 罗小龙将陆婷泽送到楼下后就离开了 陆婷泽一个人上楼 打开房门 房间里漆黑一片 陆婷泽习惯性地打开灯 将衣服脱下 丢在沙发上 目光扫射到了地上随意丢弃的一只鞋子 是许其威的 看到鞋子 陆婷泽心里没来由地 生出一丝不安 慌忙冲进卧室 卧室里 并没有许其威的影子 床上凌乱不堪 被子散落在地上 看到这里 陆婷泽心里愈发的不安了 急忙掏出手机 给许其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起来 不过声音并不是许其威的 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陆总 好久不见啊 陆婷泽听出了对方的身份 眼神一瞬间冷如冰霜 廖飞 你在玩火 陆婷泽强压着怒火 心中恶气似要爆发 那边 廖飞轻挑无比地说道 陆婷泽 现在是谁掌握主动 你真以为我怕你不成 给你半个小时 到我这里来跪下道歉 超过半小时的话 则则则 你这女朋友 长得是真水灵啊 婷泽 救我呜 救我婷泽 听着电话那头许其威的哭喊 陆婷泽没有再多说 挂断手机后 夺门而出 楼下 陆婷泽开上车 直奔鼓励夜会所 一路飞驰 这红灯不管不顾 不知道弄了多少违章 那边 徐飞有点猛 对不起陆总 徐总出什么事了吗 他跟我说你和他在一块 让我休息的 陆婷泽知道这件事 也怪不到徐飞头上 挂断了电话 没再多说 终于 二十分钟时间 陆婷泽赶到了古丽夜会所 古丽夜会所四楼 还是那间熟悉的大厅 大厅里闻龙画虎的人更多了 足足五十多个 居中的沙发上 廖飞穿着睡袍 手里夹着雪茄 时不时地喷吐着 在他的左手边 坐着一位穿着糖装布鞋 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男子眼观鼻观心 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却给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而这位 正是将成地下皇帝 亲爷麾下的得力干将之一 名叫任武 手下人习惯称其为任三爷 一身外加功夫 已经炼至炉火纯青的地步 轻轻松松 就能徒手碎石的狠角 是当年陪亲爷打下江山的 左膀右臂 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廖飞将上次陆婷泽的事 告诉了亲爷 亲爷大人物 还不至于出面 于是将任武暂借给廖飞 帮他处理这件事 也是因为有人武在 廖飞才敢绑架许七威 才敢那样跟陆婷泽说话 廖飞右边 是一个模样可人的女人 女人被眼如丝 眼神勾魂夺破 曲线玲珑 她是廖飞的小内 也是古力业会所的当家头牌 红英 空姐出身 后被廖飞发掘收入麾下 在她对面的沙发床上 许七威手脚被扎带捆腹 哭得梨花带雨 她真的被吓到了 本来已经好好地睡下了 听到有人敲门 听到乘势检查燃气后 就开了门 结果开门后发现不对 跑进卧室 准备给陆婷泽打电话的时候 来人已经追了进来 将她控制 长这么大 许七威哪里经历过这种事 再看周围这文龙画虎的几十号人 早已六神无主 甚至她都不想让陆婷泽过来 怕她过来被伤害 遇到危险 而在许七威身边 还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英 林英不是被绑过来的 但也是被强行掳过来的 估计林正夜的面子 廖飞不能对林英怎么样 但稍微的惩罚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飞哥 快半个小时了 那辛路的 不会不敢来吧 身后一个小弟看了看时间 说道 廖飞轻哼一声 舔了舔嘴唇说道 不敢来正好 这么漂亮清纯的女人 只是看看的话太可惜了 听到这里 许七威哭得更大声了 她不敢想象那种后果 你敢 廖飞我警告你 我一定会告诉我爷爷的 林英突然开口 威胁道 廖飞瞥了林英一眼 站起身 慢慢朝着林英走来 林英健壮后退了一些 不受控制的 吞咽了一口口水 别看她说的威风凛凛 要是廖飞针对她和许七威 怎么样的话 她还真没办法 他们的手机都被收走了 在这里 就算喊破喉咙 也没有丝毫作用 廖飞走到林英跟前 猛地掐住她的下巴 林英正拖开来 瞪视着她 廖飞 林大小剑 有一句话叫给脸不要脸 你真以为我廖飞插女人不成 还是说你这句身子 是金子做的 就算TM真是金子做的 老子买也能买得到 不怕告诉你 你爷爷林正夜 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过不了多久 正夜集团 你们整个林氏 都将从江城除名 到那个时候 就算你哭着求老子曹你 老子都不要 林英目目而视 对这个目中无人 信口开合的廖飞 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廖飞继续走到许七威身边 坐了下来 许七威下的拼命往后缩 但又能缩到哪里去呢 小美人 半个小时马上到了 我都说了 你那个老公是个废物 他肯定不会来的 今晚你就陪哥哥好好玩玩吧 哈哈 说着 廖飞的手伸向许七威的脸 在即将碰触到许七威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声音猛然响起 住手 所有人齐刷刷地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门口位置 陆婷泽孤身一人 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看到陆婷泽 许七威哭得更大声了 眼泪不要命地掉 林英也没想到 陆婷泽竟然真的赶来 而且还是一个人 他本以为陆婷泽会带人过来 毕竟陆婷泽开的安保公司 里面人也有不少 陆婷泽也想过带人过来 但时间紧迫 他没功夫 只是到鼓励夜会所楼下的时候 才有空给张安发了个消息 说了一声 廖飞没想到 陆婷泽竟然真的赶来 而且还是一个人 他冷笑一声 说道 还真是小瞧你了 陆婷泽冷冰冰地走了过来 走到距离廖飞五六步的距离站住 他先是扫了一眼被捆服的许七威 确认他没被欺负后 放下了玄者的心 当看到林英的时候 陆婷泽有些意外 他皱眉看着廖飞 说道 廖总 这件事和林小姐没什么关系吧 廖飞跟个神经病一样 认真地摆了摆手 不不不 怎么都没关系呢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 林小姐可是你的女人 廖飞话音落下 林英和许七威 齐刷刷地看向陆婷泽 尤其是林英 她不仅没有丝毫生气 似乎还有点开心 陆婷泽脸一黑 那我还说过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不会放过你 你还记得吗 廖飞一下子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跑到人舞跟前 人叔你看到了吗 他就是这么欺负我的 这个时候 陆婷泽才注意到人舞 眉头皱起 在人舞的身上 他感觉到一股浓浓的危险气息 自从他获得系统 铜皮铁骨小城后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他知道 这个人舞是个高手 绝对是他迄今为止 遇到过的最厉害的高手 这也让他的内心愈发的没底了 任舞一直闭着的眼睛 终于缓缓睁开 目光落在陆婷泽身上 上下打量了一圈后 点了点头 嗯 不错 有点东西 人舞的声音很嘶哑 那是因为 他之前裴青也闯江湖的时候 伤到了咽喉 虽然后来做了手术 不至于哑巴 但也成了现在这样 廖飞 任叔 您快帮我教训教训他 这家伙我可能打了 你看我的手腕 到现在还没痊愈呢 任舞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 他并不高 可站在那里仿佛一堵墙 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 尤其是正面任舞的陆婷泽 感觉尤其强烈 任舞 小伙子不错 你们的是我已经知道了 你道个歉 把钱还给他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你觉得怎么样 任舞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陆婷泽还没说话时 一旁的廖飞先开口了 急道 任叔 任舞回头 狠狠瞪了一眼廖飞 廖飞顿时不说话了 露出一副不服气的表情 一个眼神就让古丽叶会所的老板 可见一斑 任舞再次看向陆婷泽 换上笑颜 再次问道 你觉得怎么样 陆总 所有人都觉得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也是陆婷泽眼下最好的退路 就连许其微和林英 都觉得陆婷泽应该答应任舞的提议 可偏偏陆婷泽却摇了摇头 我觉得不怎么样 这一句话 犹如巨石入水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和意外 要说最开心的 莫过于廖飞了 他正愁不能这么轻松放过陆婷泽 没想到陆婷泽这么头铁 竟然敢忤逆任舞 这下好了 廖飞立马站了起来 走到任舞跟前 天由加醋到 看到了吧 任叔 是这小子 自己不知好歹 要做死的 任舞的眼神 也变得阴沉了下来 他已经很久没有 被人拒绝过了 几乎忘了这种感觉 好 不错 很久没有人敢拒绝我了 你是头一个 陆婷泽微微一笑 过奖了 廖总先拆我公司大门在前 后伤我公司员工 现在又绑架了我的女人 这些事 我得问他要个说法 陆婷泽现在很生气 廖飞做的这些事一一数来 加在一起 足以让他对廖飞这个人判死刑 身后 许七威和林英两人 被陆婷泽这一番话 感动得一塌糊涂 林英对陆婷泽的好感 也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眼看就要达到一百 但还是差一点 任舞 哦 那一路总的意思 这件事该怎么解决才好 任舞没有立即就出手 耐着性子询问 陆婷泽 很简单 跟我女人道歉 只要她道歉 看在任老的面子上 我可以既往不救 任老还没说话 廖飞再一次跳了出来 执着陆婷泽骂道 我呸 姓陆的 今天你能走出这脸 我TM跟你姓 以后我就叫陆飞 陆婷泽冷笑一声 那可真是意外之喜 任舞没有再让两人斗嘴 看着陆婷泽 认真道 可以 我答应你的条件 但我也有个条件 陆婷泽 请讲 任舞 听说你身手很好 我们打一场 只要你能在我手底下坚持十分钟 就算你赢 到时候 我让廖飞跟你道歉 跟你的女人道歉 否则 你跟廖飞道歉 归还她的钱 这件事就算了 如何 嚣张 狂妄 自信 这是任舞这句话 彰显出来的信息 廖飞听后 不仅没有担心 反而信心满满 陆婷泽也没想到 任舞竟然提出这个要求 想想也是 任舞作为一个外加高手 最自信的 就是自己的身手了 简单的思考过后 陆婷泽答应了下来 点头道 好 一言为定 话音刚落 不远处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响起 众人齐刷刷回头 门口处 煞时间涌进来几十个人 街身穿黑色背心 肌肉满满 皮肤有黑 正是大地安保公司的人 几十个人快速来到陆婷泽身后 张安上前 陆总 这一幕 给场内人的震撼非同一般 他们都能感觉到 这些人身手不错 真要是打起来的话 他们虽然人数占优 但还真不一定打得过 就连任舞也有些惊讶 以他的经验 一眼就能看出来陆婷泽 身后的这些人 和廖飞手底下这些直老虎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他倒真的小瞧了眼前这个年轻人 陆婷泽回过头 没事 叫大家别冲动 说着 陆婷泽走到许七威跟前 一把扯断捆覆着他手脚的扎带 脱离束缚后 许七威一下子扑进陆婷泽怀里 胶躯肉眼可见地颤抖着 明显下的不轻 陆婷泽轻轻拍着许七威的后背 将其安抚妥当后 又看向林英 歉一道 不好意思 把你也牵扯进来了 林英抿着嘴摇了摇头 没事 你 注意安全 陆婷泽点了点头 转过身 朝着任武伸出手 任先生 请 任武点了点头 抬步走到大厅中央 稍微宽敞一些的地方 陆婷泽也跟了过来 大厅里的所有人 大地安保公司的人 站在陆婷泽身后 廖飞的手下 站在任武身后 两边的人就这么摇摇对峙着 中间位置 陆婷泽和任武相隔七八米的距离 相互站定 任武捏了捏拳头 嘎嘣作响 好久没有活动活动筋骨了 看看 陆婷泽眼里只有凝重 深吸一口气后 瞅准时机 大步朝着任武冲了过去 平凡又普通的一拳 直奔任武面门 陆婷泽一出手 任武眼睛就亮了起来 单单这个速度 就已经证明 陆婷泽不是个普通人了 任武没有动作 直到陆婷泽的拳头 快到跟前的时候 才抬起右手 陆婷泽只看到任武轻轻的一拍 自己势大力尘的一拳 就被拨开了 并且 因为惯性的原因 自己的胸膛毫无防备地 暴露在任武跟前 强烈的危机袭来 陆婷泽想保护 却已来不及 任武一个顶心轴机 打在陆婷泽胸口 顿时陆婷泽感觉就像 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击了一般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后退 登登登 一连退了七八步 才稳住身形 用力地深呼吸了一口气 才回过神来 再看七八米开外的人武 他还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只一招 高下立判 一开始 陆婷泽还抱有希望能战胜人武 这一招下来 就让他明白 能坚持十分钟 已经实属不易 殊不知 人武对他的表现再次震惊 他这一肘虽没有用权力 但那种力量 也不是普通人能抵挡的 在他的预估中 陆婷泽应该失去反抗能力 倒地不起才对 但事实是 陆婷泽只是表情更加严肃 这让他对眼前这个年轻人 但仅仅是这样 就想让他失去战斗力 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他的铜皮铁骨 强项就是防御 而不是进攻 得罪了 陆婷泽一声力合 再次奔向人武 人武眼神变得严肃了几分 抬起双手 陆婷泽还是一拳 不过这一次 他学聪明了 在拳头即将被人武拦下的前一秒 突然收回 提膝上顶 直奔人武小腹 看到这里 围观的那些退伍军人 无不眼睛一亮 然而 人武好像早就 踩到了陆婷泽的打算 只见他左手紧握成拳 重重的一拳 砸在陆婷泽的膝盖处 碰 剧痛袭来 陆婷泽下意识地收回了右腿 可紧接着 人武的直拳又迎面来 时间紧迫 陆婷泽只能抬起双臂抵挡 碰 沉闷的声响传出 陆婷泽顿绝双臂 被铁棍狠狠抽打了一般 剧疼无比 人武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照模学样 提膝顶向他的小腹 这一次 陆婷泽来不及抵挡了 人武的攻击 实打实地落在了 陆婷泽的小腹 剧痛之下 陆婷泽下意识地弯腰 又碰到人武的顶心肘 碰 破 这次陆婷泽是倒飞出去的 伴随着一口鲜血 在空中划出一个弧线 重重砸在地板上 碰 闷想想起 场面出现了片刻的安静 紧接着廖飞那边 廖飞带头欢呼了起来 廖飞 人书威武 此起彼伏 相比之下 陆婷泽这边就安静了许多 见识过陆婷泽手段的那些员工 并没有因为陆婷泽的受挫而轻视他 只有对人武的严肃 许其威和林英看到陆婷泽受伤 心顿时纠在了一起 两人朝着地上的陆婷泽奔去 见此 人武也没阻拦 在他的判断中 陆婷泽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就在两人快到陆婷泽跟前的时候 陆婷泽突然翻身坐了起来 单膝跪地 伸手制止了两人 别过来 见状 两人更心疼了 许其威喊道 别打了婷泽 别打了 呜呜 林英 陆婷泽 你不能出事 我不允许你出事 情急之下 林英也顾不得许其威还在跟前了 陆婷泽摇了摇头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再次站了起来 直面人武 相同的招数 相同的位置 人武这一击 给他的伤害确实不小 但还是没有到 让他失去作战力的地步 至少 他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人武眯起了眼睛 十分钟时间已经快到了 他知道 自己要认真起来了 说 所有人都只看到一串残影 人武飞速跨过七八米的距离 和陆婷泽一样 毫无花哨的一拳 直奔陆婷泽面门 陆婷泽能感觉到人武认真了 他不敢怠慢 架起酸疼的双臂抵挡 碰 直一拳 陆婷泽脚掌插着地板 滑出去六七米 可见 人武这一拳的力道有多强 人武仍不罢休 继续冲了上来 还是一拳 陆婷泽还是双臂抵挡 碰 这一次 还是一样 陆婷泽再次被砸退 划出了近十米的距离 人武的身影 犹如鬼魅再次跟了上来 仍旧还是那一拳 陆婷泽依旧还是双臂抵挡 不为其他 只因为 他只能抵挡 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和时间 碰 咔嚓 这次 清脆的声响 落入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并且 陆婷泽的双臂 以肉眼可见的角度 弯曲了下来 他的双臂 被人武三圈 硬生生砸断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婷泽 别打了 吾吾 求求你别打了 林茵 别打了陆婷泽 两个女的先后出声 奔向陆婷泽 看着他这样 两人承受着难以言语的心疼 张安等安保公司的人 也下意识地上前 准备去扶陆婷泽起来 不过在他们还没有到跟前时 陆婷泽再次单膝跪地站了起来 都别过来 陆婷泽的声音异常嘶哑 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冷汗淋漓 这一幕 给所有人的震撼是空前的 即便是廖飞 看到陆婷泽这样 也难免有些害怕 他扯着脖子喊道 你说 你玩什么命啊 是想被打死吗 陆婷泽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那个眼神 让廖飞如坠冰枯 迎着人武怀疑的目光 陆婷泽艰难站了起来 我还没说 人武的目光彻底阴沉了下来 陆婷泽接二连三地站起身 是对他最严重的挑衅 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 他必须在一分钟内 打倒陆婷泽 想到这里 人武不再保留 整个人犹如炮弹一般 冲向陆婷泽 拳 肘 膝 腿 脚 头 人武毫无保留 对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陆婷泽 展开了狂风暴雨的攻势 陆婷泽双臂骨折 根本没办法抵挡 只能硬生生地承受 他的内脏 在人武的攻势下颤抖 阵烈 鲜血夺口而出 不要命的一般 喷洒在人武的身上 别打了 住手 别打了 我们认输 我们认输了 呜呜 灵鹰看不下去了 哭号着想让人武停下 灵鹰一言不发 眼眶通红 大地安保公司的众人 皆是拳头紧握 眼眶充血 恨不得自己 替陆婷泽上去挨打 就这样 整整一分钟 人武的单方面输出 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一分钟后 看着依旧站在那里 浑身燃血的陆婷泽 任武知道 就算给他再多的时间 除非把他打死 否则根本不可能 让陆婷泽倒下 继续啊 人说 为什么停下了 继续打他 他还没倒下呢 廖飞在一旁开口提醒 廖飞旁边的一个手下 看了看时间 小心翼翼地说道 飞哥 时 时间到了 文言 廖飞看都不看 一个耳光 甩在手下的脸上 啪 TM就你张嘴了是吧 啊 手下捂着脸 敢怒不敢言 这个时候 任武开口了 时间到了 我输了 任武的话落下 许其微和林英 不管不顾地 冲向还艰难站着的陆婷泽 张安等人也是 煞时间 陆婷泽被所有人围了起来 陆婷泽依旧站着 他感受不到许其微怀抱的温暖 浑身冷冰冰的 道 道歉 陆婷泽拼着最后一丝力气 虚弱 又坚定地喊出这两个字 文言 廖飞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任武转头看向他 不容质疑道 照他说的做 廖飞 任叔 任武 听不懂我说的话是不是 任武难得地气愤了起来 怒目而视 廖飞有些不敢看任武 但还是扯着脖子说道 任叔 我义父叫你过来 是帮我出气的 不是让我道歉的 任武文言 冷冷地看着廖飞 青言那边 我自会去解释 现在 立马跟他道歉 廖飞不肯 任武缓步走向他 一步一个脚步 随着距离的接近 廖飞在任武身上 感觉到了浓浓的杀意 他害怕了 道歉 我道歉 我道歉 廖飞连忙低头 快步走到林音和许七威跟前 看了一眼 只吊着一口气的陆婷泽 突然他觉得并不亏 至少陆婷泽这顿打势挨了 就这伤势 就回来都难 这么一想 廖飞说服了自己 朝着许七威和林音弯腰鞠躬 对不起林小姐 对不起许小姐 我跟二位道歉 林音和许七威 对廖飞怒目而视 但也不知道说什么 廖飞道完歉后 陆婷泽强称的最后一口气 终于咽了下去 他整个人仰天栽倒 倒在许七威和林音的怀里 回 回家 拼着最后这一口气 说出这两个字后 陆婷泽就昏迷了过去 人是不知 就在他昏迷的同一时间 陆婷泽脑海中 一道机械性的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 第二位女性好感度达到100 系统奖励 铜皮铁骨大成 奖励以下发 是的 随着这两个字落下 林音对陆婷泽的好感度 终于达到了100 只是这个时候的陆婷泽 已经昏迷 没有意识 并不知道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婷泽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片洁白 嗅觉回归 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刺激着他的神经 让他明白 这里应该是医院病房 记忆回归 陆婷泽使劲晃了晃脑袋 之前发生的事 一幕幕地从脑海中跳了出来 这个时候 陪在病床边的许七威也醒了 看到陆婷泽竟然醒来后 许七威瞪大眼睛 知道不知道 你吓死我了 呜呜 陆婷泽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好了好了 这不是没事吗 安抚了好一会儿 许七威才冷静下来 抹了一把眼泪眼泪 转身就准备离开 你等等 我去找医生 陆婷泽伸手拉住了许七威 那一瞬间的速度 就连陆婷泽本人都有些惊讶 夹杂着疑惑 陆婷泽问道 我昏迷了多久 许七威 两天两夜 老公 你下次不许再这样了知道吗 呸 没有下次了 听到了没 陆婷泽鸣嘴一笑 点了点头 许七威跑出去找医生了 陆婷泽急忙抬起双臂看了起来 双臂裹裹着厚重的石膏 很难受 陆婷泽微微用力 碰 厚重的石膏炸开 露出了底下 完好无损的皮肤和肌肉 陆婷泽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中的力量 比之前强盛了太多 很不解 一把扯掉手背上的针管 下床走了两步 确实一点问题也没了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健康的正常人 比正常人还正常人 陆婷泽正奇怪时 并方门推开 林英提着饭和走了进来 两人四目对视的那一刹那 林英的眼中 出现了片刻的呆滞 光 饭和掉在地上 四耳的声响 让林英终于回过神来 他捂着嘴巴 眼中雾水生疼 陆婷泽不用想也知道 自己昏迷的这两天 肯定累坏了许七威和林英 心有愧疚的他 走到林英跟前 伸手在他的脸蛋上擦了擦 好了 没事了 已经跟陆婷泽 拥有百分百好感度的林英 也不去考虑其他了 扑进陆婷泽怀里 紧紧抱着他 身子清晰地颤抖着 陆婷泽伸手在林英的后背上 拍打着 安抚着 正安抚时 病房门打开 许七威带着主治医生 走了进来 两人都看到了 抱在一起的陆婷泽和林英 林英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 急忙松开 对对不起 许七威深深看了一眼林英 随后走到林英跟前 抓住他的手 没事 主治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大张的嘴巴 能塞得下一个忌惮 你 你你你 这简直 简直是医学奇迹啊 后面的事就不多说了 在主治医生的强烈要求下 对陆婷泽 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检查结果说明 陆婷泽现在已经彻底痊愈 并且非常健康 要知道 就在两天前 陆婷泽刚被送来医院的时候 看到他身上伤势的医生 并没有抱太大期望 甚至说出让许七威和林英 做好准备后事的话 仅仅两天 一个被医生宣判死刑的人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 这对医生来说 确实是个医学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 聊天的过程中 陆婷泽得知 罗小龙也在隔壁病房治疗 原因是 看到他的伤势 得知情况后的罗小龙 瞒着所有人独自去找了人物 结果可想而知 只一招 罗小龙断了三根肋骨 被抬进了医院 住到了陆婷泽隔壁 这还是人物在 留守的情况下 罗小龙的结果 让安保公司的员工们 对陆婷泽更加敬重 离开医院前 陆婷泽去看了罗小龙 罗小龙处于昏迷的状态 人世不知 离开医院后 陆婷泽先将许七威和林英送了回去 这两天 两人一直照顾自己 几乎没怎么合过眼 送许七威到公寓楼下后 陆婷泽正准备去送林英时 许七威突然说到 林小姐不嫌弃的话 在我这凑合一下吧 陆婷泽眼神在两人身上扫过 有些不安 林英犹豫了一下后 点了点头 好 那就麻烦许总了 说着 林英和许七威一起下了车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陆婷泽心里没底 降下车窗喊道 那个 你们 许七威回头 你忙你的去 女人的事情少打听 说完 许七威带着林英进了电梯 呛了一鼻子灰的陆婷泽 吸了吸鼻子 也不管了 发动车子离开 前往大地安保公司 路上 陆婷泽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询问系统 喂 我身体怎么回事 这次系统终于回应了 恭喜宿主 第二位女性好感度达到100 系统奖励同匹铁骨大成 已生效 听到这里 陆婷泽总算明白了过来 想来自己之所以能这么快恢复 肯定是因为系统奖励 改造了自己的身躯 他内心的震惊 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是林英 现在看来 这一顿打 也不算白矮 来到大地安保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陆婷泽明显感觉到 学校里安静了许多 一边朝办公室走去 一边给张安拨去了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 才被接起来 陆总 是你吗 电话那边 张安的声音显得小心翼翼 陆婷泽 是我 我来公司了 你在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随即 在在在 我们都在 马上过去 陆总您在操场等 我们一下 很快 张安带着大地安保公司 全体员工来到了操场 整齐地站成一个方队 陆婷泽的目光 一一从这些员工身上扫过 在他们的眼中 陆婷泽感受到了 压抑许久 得不到发泄的怒火 他知道 这次的事情 让这些操汉子很受气 很委屈 但是已至此 如果廖飞那边不继续惹他 他也没理由去找廖飞的麻烦 但 罗小龙不能就这么白挨一顿打 不然以后谁都可以 欺负他的公司了 我知道大家心里面都憋着气 都是血气方刚的好男儿 大家放心 我的事已经过去了 但小龙的事 不会就这么过去 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陆婷泽的回归 让安保公司 重新拥有了主心骨 每个人的眼中都燃着火焰 又说了一些后 陆婷泽和张安来到办公室 嘱咐张安 这段时间 一定要多加注意员工的情绪 提高训练强度 让他们将火气撒出去 不然会憋坏 之后的几天时间 陆婷泽多半是 陪在罗小龙身边 罗小龙的情况不见转好 依旧昏迷不醒 陪在罗小龙的第二天 送饭的人是灵鹰 这让陆婷泽有些奇怪 本来送饭的 应该是许七微才是 你这 是不是不太方便 看着桌子上 准备精致的三菜一汤 陆婷泽询问道 林英随手将饭菜打开 放在陆婷泽跟前 坐到陆婷泽对面 直直地盯着他看 脸蛋红彤彤的 陆婷泽被看得有些奇怪 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脸上有东西 不料下一秒温香扑面 嘴唇已经被柔软覆盖 两个人保持着亲吻的动作 持续了好几秒 陆婷泽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他是个男人 哪个男人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 况且 还是一个对自己好感度一百的女人 于是 他揽住林英的腰肢 将她一把搂进怀里 林英没有抗拒 热吻持续了好一会 直到林英浑身无力 谋若秋水才停下 陆婷泽 我喜欢你 搂着陆婷泽的脖子 林英正式地向陆婷泽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陆婷泽当然知道 蜻蜓点水地 在林英唇上亲了一口 以作表示 不过很快 陆婷泽的脸上 又浮现出为难纠结的神色 许七薇怎么办 许七薇是第一个 对自己好感度达到一百的女人 是自己的女朋友 她对许七薇也有爱 林英猜到了陆婷泽的顾虑 笑道 好了 不用担心 我跟七薇姐已经说好了 她同意我们交往的 啊 陆婷泽大张着嘴巴 有些不解 许七薇竟然同意 自己和其他的女人交往 这什么意思 正准备追问时 病床上已经昏迷好几天的 罗小龙终于醒了 陆哥 听到声音 两人连忙分开 陆婷泽快步走到病床前 你终于醒了 罗小龙看起来很虚弱 林英急忙去外面找医生了 看到他醒来 陆婷泽长舒了一口气 以后不能再干这种纯事了 听到没有 罗小龙咧开嘴笑了笑 没说话 后面 医生进来查看了一下情况 告诉陆婷泽罗小龙 剩下就是好好休养 恢复只是时间问题 陆婷泽本打算是留在医院 和罗小龙聊聊天的 不过这个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张安的 怎么了 陆婷泽当着罗小龙的面 接起电话 询问 电话那边 听完张安的话后 陆婷泽眉头皱了起来 好 你派个人过来照顾小龙 我现在回去 挂断电话后 陆婷泽说道 公司出了点状况 我先回去 罗小龙 嗯 洛哥你去吧 陆婷泽带着林英一起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林英说道 肯定是廖飞那个王八蛋 在使唤 我就知道 他不会这么容易 善罢甘休的 陆婷泽没说话 他在思考 张安电话中告诉他 突然有几个 自称是消防部门 和监管局的人 来学校检查 检查过后 找了一大堆的毛病 强制要公司停业整顿 陆婷泽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人使唤 不然消防部门的人 不会无缘无故地来调查 给他们安这些 莫须有的罪名 最有可能的 就是廖飞 回到公司后 张安已经在等着了 他也很无奈 看起来垂头丧气的 看到陆婷泽回来 张安急忙站起身 冲旁边的林英礼帽点了点头 您回来了陆总 现在怎么办 陆婷泽坐下 说道 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搞鬼了吗 张安 还没有 还在调查 不过据我推测 肯定和廖飞那个小子 脱不了干系 陆总 他这是 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一点活路都不留啊 陆婷泽脸沉如水 思索一番后说道 先调查 查清楚再说 如果真的是廖飞 我自会去找他 刚好 心仇就和一起算 张安听后 表情没有丝毫地放松 一脸犹豫 可是 他们背后的人是亲爷啊 亲爷我们 能惹得起吗 确实 对江城本地人来说 亲爷这两个字 犹如压在心口的大山 难以撼动 在他看来 和亲爷作对 无疑是皮肤汗术 这时 旁边的林英看向陆婷泽 说道 没事的婷泽 大不了我去找我爸 他在政界有点关系 疏通一下就好了 陆婷泽知道 林英是为了自己好 笑了笑 说道 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点小事 都要老爷子帮忙的话 那我也太没用了 说完 陆婷泽微微皱了皱眉 看着张安 一脸认真地说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不管对方是谁 都得遵循江湖规矩 天塌了有我顶着 你怕什么 张安听出了陆婷泽语气中的不悦 连忙站了起来 对不起陆总 我 我只是 想太多了 陆婷泽摆了摆手 这段时间加强警戒 告诉员工 别怕有人来闹事 有人赶上门闹事就打 打死了大不了赔钱 老子有的是钱 廖飞把我们当软柿子咬 那就让他尝尝崩坏牙齿的滋味 陆婷泽这一番话说的 让张安听的 那叫一个爽 紧绷的心绪也放松了不少 旁边的林英 更是美目连放一彩 喜欢的要命 陆总 张总 查到了 三人说话间 一个员工来到门口 听到声音 陆婷泽急忙说道 说 员工 是廖飞 他和消防部门的一个叫石磊的副部长有点关系 找的石磊 故意给我们十半子 听到果然是廖飞 三人没有任何惊讶 张安愤怒的一拳砸在桌子上 这个垃圾 陆婷泽点了点头 起身站起 带着林英向门外走去 与此同时 不知名处 一座幽暗的房间内 廖飞笔直地站着 不远处空旷的地上摆放着一圈沙发 左边的沙发上 坐着将陆婷泽差点打死的人物 右边坐着一位眼窝深陷 手臂非常长的男子 男子的手臂很怪异 身体比例严重失调 远远看去跟个长臂圆一样 而这位 就是亲爷的右臂 曹六 也是将成地下拳击 缠连六次冠军的拳王 六年时间 曹六出战36次 无以败计 全是TO获胜 36个对手 有20个当时就死在了擂台上 可见曹六此人的可怕 绝对的一尊杀神 地下拳击和电视上的那种拳击比赛可不一样 血腥程度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没有限制 能在这种比赛中无以败计 足见曹六这个人的恐怖之处 居中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身穿白色休闲服 60岁左右的老人 老人戴着老花镜 脸色慈祥 怀里抱着一只黑色的小猫 正温柔地抚摸着 而这位 就是江城的地下皇帝 跺跺脚脚能让江城抖上三抖的人物 青野 此时此刻 廖飞站在三人面前 乖巧单纯地 犹如刚出学校的大学生一样 义父 就是这些了 这真的不能怪我啊 确实是这个小子 欺人太甚了 再说了 他欺负我可以 但我可是 您的意思啊 欺负我不就是在欺负你吗 我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啊 廖飞一顿天油加醋的陈述后 任武和曹六都看向剧中的青野 青野松手 将黑色的小猫咪放到地上 情况人物已经跟我说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回去吧 青野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给这件事准备画上句号 别呀义父 廖飞不肯 义父 如果这小子这么能打 这次不弄死他的话 难保以后会发生什么 依我看 既然已经惹了 还是斩草除根的为好 很明显 廖飞这是想将陆廷泽置于死地 置于原因 只有他自己清楚 青野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廖飞 在他的目光扫尸之下 廖飞情不自禁地低下了脑袋 根本不敢和青野对视 青野随即看向任武 你怎么看 任武皱着眉头思索一番后 说道 我觉得那小子不错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为咱们所用最好 一听这话 廖飞顿时急了 要真的像任武说的那样 那他以后就彻底对付不了陆廷泽了 不能阿易 廖飞一句话没说完 青野一个平静的眼神扫过来 顿时不再言语 青野又看向曹六 你觉得呢 曹六 无所谓 该杀杀 来人是一个女孩 十七八的年纪 名肤如雪 眉目如画 穿着一身纯白色的连衣裙 出落的婷婷玉立 非常漂亮 这般姿色放在人群中 绝对属于最耀眼的那刻 女孩出现后 跑到青野跟前 从身后搂住青野的脖子 很是亲密 青野脸上露出宠溺的笑 哎呦哎呦慢点慢点 你也有我这一把年纪了 哪里经得住你 这么折腾 在面对这个女孩的时候 青野就像一个普通的慈祥老人 任伯伯曹伯不好 女孩坐在青野身边 礼貌地冲着两人问候 任武和曹六都是抱以微笑 看得出来对这个女孩 他们都疼爱得很 阿颖是放学了吗 任武笑着询问 阿颖点了点头 嗯 放寒假了 回来没看到爷爷 阿颖看向不远处站着的廖飞 抽了抽鼻子 没说话 廖飞想开口和阿颖打个招呼 刚准备开口的时候 只听青野说道 好了 你回去吧 没办法 廖飞只能点头离开 转身的那一刻 廖飞的眼神变得阴沉了下来 对陆婷泽恨得是咬牙切齿 他一定要想办法 阻止陆婷泽进入青野的法眼 挑战他的身份地位 廖飞离开后 青野笑着掐了掐阿颖的鼻子 问道 大一第一学期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阿颖听到爷爷问起这个 脸色激动 连连点头 爷爷我跟你说 大学很好玩的 而且有很多 说到这里的时候 阿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嘴巴憋了起来 青野察觉到了什么 怎么了 有麻烦 谁欺负我家阿颖了 跟爷爷说 爷爷给你出气 阿颖摇了摇头 没有了 哪有人欺负我 就是 有一个男生 一直在纠缠我 甩都甩不开 有点烦 听到这里 青野眼底闪烁起一抹寒光 一闪而眉 他习惯性地 看向旁边的曹六 曹六心领神会 微微点了点头 好了 还没吃饭呢吧 吃饭去 说着 青野在阿颖的摻扶下站了起来 朝着门外离开 青野和阿颖离开后 曹六紧随其后也离开了 剩下人五一个人 靠在沙发上尝出了一口气 最后离开 耶 鼓励夜会所 四楼 廖飞的私人空间 廖飞一手搂着红鹰 一手拿着红酒杯 轻轻摇晃着 听着手下向他陈述 史局那边已经开始动作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 关停了他们公司 几个和大地安保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的客户 也都毁约了 这个时候 那个姓陆的 应该正头大呢 从手下的话 很容易判断出来 陆听泽的安保公司出问题 果然是廖飞搞的鬼 廖飞婴冷一笑 迟到 他醒没醒还另说呢 这个时候 应该还在昏迷状态 大地安保公司这个时候 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等他醒来 公司也没了 哈哈哈哈 跟我斗 得罪谁不好 敢得罪我们飞哥 廖飞很享受 这种皇帝般的簇拥 心情极好的 他狠狠地在红鹰的胸上 抓了两把 不过 我还是觉得太慢了 这样 你过来 廖飞冲着一个手下 招了招手 手下立马屁颠屁颠地 跑了过去 凑到廖飞跟前 廖飞 你去 杀了他 趁他病要他命 手下一惊 啊 这 廖飞眉头一皱 表情不悦 嗯 怎么 害怕 手下好想说一句 你这不是放屁吗 但他怎么敢 只好陪着笑脸说道 飞哥 不是我不敢 姓路德那安保公司 那么多人 而且个个都是保镖 我这小身板 估计靠近他都难 廖飞一想也是 思索片刻后说道 也是 这样 你去 碰 廖飞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声巨响打断 几人锁在包厢的门 被巨大的力道轰飞 静直飞了进来 撞在了墙壁上 包厢中的几个人 都被吓了一跳 廖飞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刚想开口呵斥时 发现来人竟然是陆婷泽 没错 就是他们正在聊的陆婷泽 陆婷泽双手插兜 环视一圈后 将目光对准廖飞 平稳地走了过来 看着陆婷泽不断接近 廖飞怕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陆婷泽受了那么重的伤 现在竟然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虽然上次陆婷泽被人物暴走了一通 但对付他 还是绰绰有余的 接着个要是陆婷泽针对他下手 他怕是凶多吉少 你要干什么 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警告你啊 廖飞不断地后退 手下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包厢 叫人去了 陆婷泽也没阻拦 一群乌合之重把了 陆婷泽仿佛没听到他说话一样 继续坚定地朝着他所在的方向走去 巨大的压力下 廖飞忍不住了 跑到一旁的桌子跟前 打开抽屉 从中拿出那把左轮手枪对准陆婷泽 我叫你别过来 廖飞一声嘶吼 眼神惊惧 这次陆婷泽站住了 没有动 他看着廖飞 认真道 廖飞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这次 就算你一负在这里 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说着 陆婷泽继续迈动步伐 朝着廖飞走去 廖飞从单手握枪变成双手握枪 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着 别过来 我真的会开枪的 我真的会开枪 沙发上 红鹰被吓得眼睛紧闭 捂着耳朵 门口处 杂乱的脚步声响起 紧接着几十个小弟涌了进来 进步来的 则站在包厢外 一声声呵斥声 此起彼伏 陆婷泽面无表情地走向廖飞 致他手里的枪于无误 终于 在距离廖飞只有不到五米的时候 廖飞一狠心 决然地扣动了扳机 碰 刺耳的枪声 让红鹰发出了尖叫 廖飞紧闭着眼睛 他不敢看 这把枪他还是第一次用 平常更多是用来做样子 装逼用的 不远处 一众进门的小弟 大张着嘴巴 一脸的不可置信 因为就在刚刚 他们看到了 惊掉下巴的一幕 陆婷泽躲过了子弹 是的 你没听错 五米的距离 众人只看到陆婷泽轻轻一晃 射出的子弹 被他轻松躲了过去 这就是铜皮铁骨 大成后的威力 现在的陆婷泽 身体整体素质 比之前强了太多太多 甚至他觉得 就算不躲 子弹打中他 恐怕也伤不了多重 现在的他 有足够的信心 再次面对人武 绝对可以打败他 回归正题 躲过子弹后的陆婷泽 一闪之下 就来到了廖飞跟前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单手将其给举了起来 廖飞以为陆婷泽 已经重弹倒地了 不料骤然感觉呼吸困难 再接着 整个人就悬空了 强烈的窒息感袭来 手枪不受控制的掉落 他来不及思考 陆婷泽是怎么没有重弹的 只想从陆婷泽的手里挣脱 可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注定 他的挣扎 终归只是徒劳罢了 至于身后那些廖飞的小弟 在见识了陆婷泽夺子弹的一幕 他们哪赶上去触陆婷泽的眉头 一个个眼神闪烁 廖飞的脸 很快便涨红成了猪肝色 挣扎的幅度也越来越小 就在廖飞感觉撑不住的前一秒 陆婷泽松开了他 廖飞掉在地上 开始剧烈地咳嗽嗷了起来 可可嗨 嘿嘿 饶 饶了我 这次廖飞是真的怕了 都在颤抖 可惜 接连经历了好几次麻烦的陆婷泽 已经打定主意 不会轻易放过他 陆婷泽抓住廖飞的头发 将他摁在酒桌上 拿过一个酒瓶摔碎 握着碎裂的玻璃茶 在廖飞撕心裂飞的惨嚎声中 活生生将他的耳朵割了下来 心血四剑 廖飞惨叫着 在地上不断地打滚 陆婷泽随手丢掉玻璃茶 将手里的 属于廖飞的耳朵丢在地上 你应该庆幸 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 你给我听清楚了廖飞 这只是一个警告 再有下次 耶稣来了 也就不了你 我说的 说着 陆婷泽拿起桌上的酒打开 随手丢向红英 命令道 洗手 红英下的脸色发白 哪里还敢反抗 乖乖地给陆婷泽开始倒酒 我不敢了陆爷 不敢了 绝对不敢了 您饶了我 饶了我这一次吧 廖飞胆子已经被吓破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 哪有半点平时盛气凌人的样子 你怎么找的关系 怎么去给我处理好 处理不好 剩下的那只耳朵 也别想要了 说完 陆婷泽没再理会 洗完手之后 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门口聚集的众手下 很自觉地都让开了一条路 目送着陆婷泽离开 陆婷泽离开后 廖飞怒了 一群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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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滚 给我滚 滚 众手下不敢忤逆 乖乖地做鸟兽散离开了 廖飞是最后离开的 他捡起地上自己的耳朵 好野式地离开了古利业会所 当务之急是去医院治疗 兴许还有接回去的机会 离开古利业会所的陆婷泽开车 正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陆婷泽并不是个暴力的人 可偏偏有时候 自己的善良会让别人当做好欺负 现实逼得他不得不这么做 再有 经过这次事情后 陆婷泽深刻意识到 权力的重要性要远在金钱之上 他现在虽然不缺钱 但没有权力 所以 他要想办法获得权力 多大的权力暂且不说 至少要拥有别人 不会轻易欺负他的权力 这一刻 一颗权力的种子 在陆婷泽心里生根发芽 回到公寓 还没进门 陆婷泽就听到一阵阵娇笑声 疑惑中打开门 发现林英竟然在这里 正和许七薇聊得火热 也不知道在聊什么 看到陆婷泽回来 两人对视一眼后 双双红了脸 陆婷泽随手将衣服挂在衣架上 抓了抓头发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有些搞不清楚 许七薇的想法 这玩的是哪一出 吃饭了没 我去给你热饭菜 许七薇站了起来 走进厨房 陆婷泽看了看许七薇 又看了看林英 林英正眨巴着大眼睛看着他 陆婷泽有些难为情 也跟着进了厨房 并将厨房门关上 来到许七薇跟前问道 对不起七薇 你听我说 陆婷泽正想解释 许七薇伸出手指 按在他的嘴唇上 笑着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许七薇继续忙活着 给陆婷泽热饭菜 一边说道 婷泽 我已经想清楚了 你这样的男人 不会只有我一个女人的 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林英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与其整天胡思乱想 掌控你 不如成全你更合适 你放心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听完许七薇的话 陆婷泽明白了他的打算 一时间感动得一塌糊涂 确实 先不说陆婷泽的本性如何 这个鬼系统 就注定他不会是一个专一的男人 想到这里 陆婷泽从身后抱住许七薇 谢谢你七薇 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许七薇这个时候 转身脚狭一笑 不过可是先说好 我必须是正宫 陆婷泽立马竖起三根手指头 一脸严肃道 好 我发誓 许七薇被逗笑了 别平了 而且 你太能折腾了 有个姐妹帮我分担分担也好 说到这里 许七薇脸蛋情不自禁地红了起来 陆婷泽邪媚一笑 手掌开始不安分起来 确实 经过系统的改造 她的身体素质 已经得到了飞跃般的提升 之前和许七薇的房市 每次都是半个小时起步 有记得两人第一次的那个晚上 陆婷泽折腾了六次 可是给许七薇折腾的不轻 现在 她的铜皮铁骨已经大成 这个事儿 也只会更加持久 聊天中 饭热好了 两人端着菜来到餐桌 三个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吃了起来 饭后 三人看着唯一的一间卧室犯了难 林英对陆婷泽的好感度 虽然达到了一百 但两人还没发生过关系 想到这里 许七薇果断将林英拽进了卧室 并将房门反锁 把陆婷泽关在了门外 陆婷泽一脸的不服气 敲门道 喂 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啊 我要敢为我的权利 开门 许七薇和林英铁了心不开门 陆婷泽叫了好一会儿 最终只能无奈接受这个现实 在沙发上将就了一晚上 睡在沙发上的时候 陆婷泽感慨 确实该换的房子了 一想到他一开始买的房 现在装修应该进入尾声了吧 明天得去催催了 想着想着 不知不觉就睡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一间非常贴地气的四合院内 廖妃头上缠着绷带 跪在一间门前哭诉着 双手捧着自己被陆婷泽割下来的耳朵 义父 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呜呜 廖妃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得那叫一个惨子了得 很快 房门打开 一个年纪四十左右的保姆说道 廖总请进 廖妃连滚带爬地进了房间 房间里 檀香鸟鸟 青爷穿着休息服 看得出来正准备睡觉 廖妃来到青爷跟前 立马跪了下来 将耳朵喷在手心地给青爷看 哭道 义父 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青爷脸色平静地看了一眼廖妃的耳朵 挥了挥手 真是废物 以后别说是我的义子 要你有何用 除了丢人一无是处 廖妃低着脑袋 承受着青爷的怒火 青爷教训了一会儿后 陈生说道 你先下去吧 我已经让人舞去找他了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听到青爷这么说 廖妃就算有天大的委屈 也只能暂时咽下 时间一晃 来到第二天 中午十分 陆婷泽的奥迪A8终于修好了 带着林英和许七薇拿回车后 三人开车一同前往楚江天都小区 进入自己买的中式院子 变化之大 让三人侧目 主体的装修进程已经基本完成 剩下就是善后事宜 负责装修的老板 见到陆婷泽过来 一脸笑意地迎了上来 带着陆婷泽三人在整个院子逛了一圈 还满意吗 陆总 哪里有不满意的地方 您尽管提 陆婷泽摆了摆手 很好 我很满意 当初说好多少钱来着 七十万是吧 老板忙不迭地点头 做他们这一行的 有句话叫活好干 钱难要 尤其是工程结束期的时候 儒家都会鸡蛋里头挑骨头 找些毛病 试图压压价格 他们已经习惯了 就在老板以为 陆婷泽下一秒会压价格的时候 陆婷泽话锋一转说道 不错 你们的活干得很好 七十万有点少了 卡号给我 我给你转一百万 多出的三十万 就当是感谢了 老板干了半辈子的装修 第一次遇到会涨钱的主家 一时间愣在原地 有些不敢相信 还是在陆婷泽的提醒下 老板才回过神来 忙将自己的银行卡号 告诉了陆婷泽 陆婷泽也没啰嗦 当着老板的面 就赚了一百万过去 直到切切实实地看到钱到账 老板才恍如初醒 直到这次是遇到贵人了 激动得无以言表 对陆婷泽感激涕零 陆婷泽 好了 这是你该得的 这几天你受累 加快点进城 我这天天睡沙发呢 说到最后 陆婷泽很明显提高了一些音量 故意说给跟前的许七威和林音听的 两女自然也听到了 一阵偷笑 剩下的就是置办家具了 陆婷泽打算让许七威和林音去看着弄 反正她也不知道两人喜欢什么 逛了半个小时 三人离开院子 正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 一辆路虎缆胜停在跟前 陆婷泽察觉到了危险 紧紧地盯着缆胜的车窗 车窗摇下 看到来人时 三人都皱起了眉头 人舞 陆先生 有点是想和您聊聊 有空吗 陆婷泽还没说话时 林音踏前一步 气道 没完了是吧 陆婷泽拦住了林音 转头将车钥匙递给许七威 你们先回去 我去去就回 听到陆婷泽竟然答应 两女都露出担心的表情 陆婷泽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安慰道 放心 不会有事的 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对此 许七威和林音也不好多说 只能眼睁睁看着陆婷泽上了 人舞的车离开 人舞的车离开后 林音后知后觉的反应了过来 他拉住许七威的手说道 七威姐 你先回去 我回趟家找一下我爸 我就不信这青夜无法无天了 许七威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帮不上陆婷泽什么忙 林音能帮到他自然开心 于是 林音立即招手 打了一辆低势离开 陆虎懒胜后坐 人舞和陆婷泽笑着说了些场面话 司机开车来到附近的一家酒楼后 两人下车 人舞带着陆婷 则进了酒楼早就订好的包间 包厢内 两人落座不久 立即就有服务员开始上菜 两个人 六道菜 一瓶酒 人舞端起酒瓶 给两人各自倒上一杯 端起酒杯说道 陆先生 首先呢 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 我也是迫不得已 希望你能明白 这杯酒就当是赔罪 我干了 说完 人舞一仰头 将杯中酒一干二净 陆婷则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听着 对于人舞他并没有多少的恨意 他明白人舞的意思 人舞继续倒上第二杯 说道 这次冒昧请你过来呢 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清爷已经知道 你和廖飞的事情了 他老人家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归顺于清爷麾下 清爷可以既往不救 终于 人舞说出了此次的真实目的 陆婷则听后 嘴角上扬微微一笑 还是没说话 人舞 我可以保证 以你的能力 只要进入清爷麾下 不出五年时间 成就绝对不在我之下 人舞非常严肃地说出这句话 对于陆婷则的能力 他是最清楚的那个 陆婷则终于开口了 说道 哦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他已经猜到了清爷的打算 但还是要问出来 人舞微微醋眉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陆先生 实不相瞒 清爷不可能放任 你这么一个隐患不受控制的存在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陆婷则哪里不明白 很明显 清爷绝对会灭了自己的口 只可惜 清爷打错了算盘 现在的他 根本不怕任何人 陆婷则端起酒杯 人前辈 烦请您给清爷带句话 我这个人自由惯了 不喜欢受人束缚 怕是要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说完 陆婷则一仰脖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算是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人舞微微眯眼 在他原本的设想中 自己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 陆婷则理应没有拒绝的道理才是 但他还是拒绝了 这让人舞有些想不明白 难道陆婷则自信 可以和清爷抗衡 可他连自己的对手都不是 更何况清爷麾下 还有一个和自己不相上下的潮流 陆婷则哪里来的勇气 还是说他只是一腔勇气 意气行事 想到这里 人舞决定再给陆婷则一次机会 眯着眼睛提醒道 陆先生 清爷麾下 可不止有我一个高手 陆婷则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随手将酒杯轻轻放在桌子上 起身道 多谢提醒 我意已决 多说无意 再会 说完 不给人舞挽留的机会 陆婷则转身离开 走出了包厢 人舞没有挽留 甚至他都没有 向陆婷则离开的方向看一眼 手里把玩着酒杯 眼神思索 不知过了多久 正思索时 突然 咔嚓 一声碎裂的声响响起 在安静的氛围中 格外清晰 人舞下意识地 看向声音传出的地方 只看到刚刚还完好无损的白酒杯 竟然裂开无数道戏痕 碰 在人舞的注视下 酒杯碎裂成一团玻璃茶 静静地躺在那里 看到这里 人舞瞳孔咒索 激动地站了起来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看向大厂的包厢门 眼神惊疑不定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短暂地愣神后 人舞匆忙离开 一桌子六道菜 一筷子没动 半个小时后 亲爷的四合院内 亲爷坐在老爷 以上品着茶水 潮流在院内 正和一条卡斯罗护卫犬玩呢 人舞坐在亲爷对面 低着脑袋 目光复杂 跃动不已 哦 拒绝了 可惜了 既然如此 就解决掉吧 亲爷吹了吹茶水 风轻云淡地下了命令 不过人舞并没有动 仍旧坐在原位 一动不动 神色纠结 亲爷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疑惑道 怎么了 有事 人舞深吸一口气后 看向亲爷 说道 亲爷我 我不是他的对手 话音落下 亲爷端着茶水的手掌 微微一僵 就连院子里 正斗狗玩的曹六 动作也微微一致 很快便恢复自然 亲爷放下茶杯 皱着眉头 人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上次你不是 人舞点了点头 没错 上次的确是我胜了他 但 现在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 再次得到肯定 亲爷眼中 终于露出些许好奇之色 出于对人舞的了解 亲爷知道他不会无敌放逝 既然人舞这么说了 那就说明 这个陆廷泽 确实很厉害 简单思索一番后 亲爷点了点头 好 阿六 那就你去会回他 院子里斗狗的曹六头 也不回地说道 晓得了亲爷 陆廷泽正悄然来袭 本来他是想回家的 但路上的时候 接到了林震燕的电话 正在前往林氏集团的路上 林氏集团总部 办公大楼18楼 陆廷泽过来的时候 林震燕和林英 早已经等着了 一见面 林英就挽住了陆廷泽的胳膊 一脸傲然地看着林震燕 说道 我不管 爷爷你要是不管廷泽 以后别想我再理你 哼 林英这副撒娇的架势 给林震燕看得直摇头 林震燕指着林英无言以对 朝着陆廷泽招了招手 你小子给我过来 陆廷泽乖乖地走到林震燕对面 坐了下来 他已经猜到 林英跟林震燕说了什么 感动之余有些无奈 林震燕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一点疲惫 廷泽啊 你的是小英已经给我说了 廖飞我听过 你和他之间的矛盾 我也已经了解了 这样 改天我约个饭局 到时候和亲爷说道说道 说到这里 林震燕拍了拍 陆廷泽的肩膀 年轻气盛是没错 但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亲爷在江城的能量非同一般 即便是我也不得不给三分薄面 到时候当着亲爷的面 多说点好话 给老头子一点面子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林震燕言语中的意思 是想让陆廷泽道各歉 握手言和 林震燕是个商人 商人讲究利益 只要没有利益冲突 一切矛盾都可以化解 这种想法无可厚非 只是他不了解陆廷泽 现在的陆廷泽 根本不惧亲眼 陆廷泽 林老爷子 这件事 陆廷泽刚想解释 林震燕直接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说道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约好饭局后 我再联系你 也省得他一天烦我 你小子 当初就感觉没好事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敢欺负我孙女儿 我饶不了你 听到了没有 就连陆廷泽都感慨 林震燕脑回路之快 刚刚还在说亲爷的事 一下子又转到林英的事上面来了 一副交代孙女儿的口吻 陆廷泽看向林英 林英红着脸转向一旁 根本不看他 不得已 陆廷泽只好接受了林震燕这个 有些不靠谱的提议 事情聊完后 陆廷泽打算回去 刚想问林英 要不要一起回去时 林震燕瞪着牛大的眼珠子 是道 你小子敢 他都好一段时间没回家了 这就想带他走吗 闻言 陆廷泽逃夜似的离开了 不敢出林震燕的眉头 而林英 也不情不愿地 被林震燕留了下来 离开林氏集团 往回走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走到一半时 陆廷泽又接到了罗小龙的电话 陆哥 你现在在哪呢 电话那头 罗小龙询问道 陆廷泽今天没去看望罗小龙 事情实在是有点多 说道 刚从镇业集团出来 正准备回去 怎么了 罗小龙 陆哥 武序那边有情况 听到这个名字 陆廷泽后知后觉的记起 还有武序这件事 这几天 他忙得晕头转向 差点把这个事忘了 罗小龙 武序的女儿 手术好像失败了 陆廷泽点了点头 嗯 知道了 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我现在就过去 挂断电话不久 陆廷泽收到了罗小龙发来的位置 调转方向 前往江城第二附属医院 正下班的时间点 路上非常堵 十几公里的路程 陆廷泽硬生生走了一个多小时 跟着导航来到医院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前往病房的路上 陆廷泽看到了 抱着女儿 坐在走廊长椅上的武序 几天不见 武序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很多 原先的一头黑发 武序正抱着女儿打电话 周总 求求您了 再借点钱给我吧 求求您了 武序眼眶通红 很难想象一个七尺汉子 被逼到了这个份上 至于他打电话的对象 陆廷泽一听就知道是周知理 周知理那边说了什么不重要 看到电话被挂断 武序绝望时 陆廷泽出现了 陆廷泽走到武序旁边坐了下来 看向武序怀里的小七 小七的手背上还插着针头 挂着水 鼻孔中插着氧气管 小脸煞白昏迷不醒 他的右手剧烈地颤抖着 武序 陆先生 您来是想让我自首的吗 陆廷泽看都没看他 问道 需要多少钱 武序一愣 不解其意 陆廷泽 我会给你转一百万 并给小七安排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信我的话就跟我走 说完 陆廷泽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 身后 武序脑子有些猛 没有从陆廷泽的话中反应过来 不怪陆廷泽这么仓促 是因为他怕小七坚持不了多久 三五秒的迟滞后 武序终于反应了过来 急忙抱着小七追了上去 我谢 我谢 陆先生我谢 这一晚 陆廷泽带着武序和小七 前往江城市最好的医院 江城龙山医院 龙山医院是一家私立医院 公认的最好医院 公认的收费最贵 被大众戏称为贵族医院 起初武序还有些不相信 直到看见小七被推进手术室后 他才终于明白 这一切都是真的 再看坐在走廊场椅上 揉着眉心的陆廷泽 武序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砰 重重的一个响头磕在地上 吓了陆廷泽一跳 陆廷泽急忙想将他搀扶起来 可武序一动不动 脑袋出在地上 谢谢您陆先生 以后 我武序愿给您做牛做马 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看到这里 陆廷泽尝尝了一口气 露出了笑容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从见到武序 见到小七的 那一刻他就明白 武序根本不是一个坏人 或者说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和坏 对于武序这种人 强硬手段只会适得其反 功心为上 功成为下 很明显 陆廷泽是对的 陆廷泽将武序搀扶了起来 说道 不至于 只要你能走正道就行 武序知道武序泽说的是什么 一想到自己之前 竟然为了区区十万 想知陆廷泽于死地 武序羞愧得难以自容 陆先生我 我简直就是个畜生 畜生不如 陆廷泽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人在手术室门口 等了两个多小时 等到月上树烧头 手术室的红灯终于转绿 大夫走了出来 武序急忙上前询问 怎么样大夫 我女儿她 大夫手里拿着一个册子 你是患者的父亲是吧 在这里签个字 手术很成功 但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准备好费用 听到手术成功 武序激动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看都没看在上面签了字 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大夫 这个不一定 你先充三十万吧 听到这个数字 武序张了张嘴巴 他冒着故意杀人的风险 才从廖飞那里赚了十万 这一下子就要三十万 这让他去哪里找 陆婷泽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说道 钱的是不用担心 有我 我去冲 对此 武序说不出任何能表达 自己内心感情的话来 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陆婷泽 那种眼神 让人心疼 陆婷泽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下楼去冲废了 他一次性冲了五十万 以备不时之需 恭喜宿主 为女性消费 系统返现 已到账 冲完钱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个时候 陆婷泽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小七也是女的 按道意外之喜 冲完钱后 陆婷泽将救诊卡 交给武序后就离开了 剩下武序一个人 陪在小七旁边 离开医院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一整天跑没停 陆婷泽张大嘴巴 打了个哈欠 按道有钱人的生活 也不是那么轻松 好在这个时间点 路上不是很堵 一路车速都很快 半个小时后 陆婷泽将车子 开进了公寓楼地下停车场 停车 下车 锁车 就在他锁完车 走向电梯的路上 陆婷泽感觉到了什么 脚步缓缓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子 在距离他二十米开外的地方 静静地站着一个人 他的双臂格外的长 是曹六 陆婷泽猜到 来人应该亲爷派来灭自己口的人 按道这老家伙 动作还真快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安静地对视了几十秒后 曹六动了 抬脚朝着陆婷泽走来 就在他走到距离陆婷泽 大概只有六七米的地方时 曹六突然停了 紧接着从口袋中拿出手机 皱眉接了起来 不知道那边是谁打的电话 曹六只是N了一声 随即收起手机 深深地看了一眼陆婷泽后 调转方向离开了 就在陆婷泽正疑惑时 他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陆婷泽拿出手机一看 是林振业打来的电话 接了起来 老爷子 林振业 陆小子 我跟薛青说好了 明天晚上七点 乌山饭店 记得准时的 转达了这个消息后 林振业那边就挂了电话 这一刻 陆婷泽终于明白 曹六为什么刚刚又停手了 肯定是亲爷也给他打了电话 薛青 陆婷泽喃喃着这个名字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亲爷的全名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 陆婷泽迷迷糊糊醒来 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旁边 许其薇还在熟睡 百里透红的脸上 竟是疲惫之色 陆婷泽笑了笑 起身下床开始洗漱 昨天林荫不在 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等陆婷泽洗漱完进来时 许其薇懒洋洋洋地翻了个身子 看着被子下起伏的曲线 陆婷泽感觉小福邪火乱窜 再次朝着许其薇扑去 呀你还来 不行不行 不能再来了 察觉到陆婷泽的动作 许其薇死死地挡住陆婷泽 一脸埋怨 陆婷泽抓了抓头发 只好作罢 在许其薇额头上亲了一口 这就受不了了 许其薇瞪了他一眼 废话 我是人好不好 哪惊得骑你这么折腾 抓紧把林妹也收了 替我分担分担 好不好 看着许其薇一脸严肃的表情 陆婷泽连忙举手投降 对了 晚上林老爷子约了个饭局 你跟我一起去吧 许其薇翻了个身 将被子蒙在脑袋上 不去 我要休息 要好好休息 你自己去 对此 陆婷泽摇了摇头 也没勉强 下午六点 陆婷泽准时从家里出发 开车前往林振夜说的乌山饭店 乌山饭店没有太大的名气 平常人根本听都没听过 但在上层圈子 这个饭店可是相当出名 半个小时左右 陆婷泽开车来到乌山饭店 将车子停好后 一边打电话 一边朝饭店里面走去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陆婷泽找到林老头子订的包厢 进去的时候 其他人都还没到 只有他一个人到了 看了看时间 六点四十出头 还是二十分钟时间 陆婷泽站在阳台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 外面天色已经全暗 十月底的季节 空气中已经带着一丝冷气 抽到一半时 包厢门被推开 林振业和林英先后走了进来 三人对视一眼后 林英立马娇笑着跑了过来 挽住陆婷泽的胳膊 眸子中闪烁着思念之情 林振业 哎果然是女大不中流啊 陆婷泽笑了笑 和林振业一同落座 林老爷子说笑了 这次麻烦老爷子了 林振业摆了摆手 见外了 这件事可不只是你的事 他料飞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帮我的孙女 这笔账 今天我得好好和他算算 说到这里 小英已经把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多亏了你啊 陆婷泽笑笑没说话 不久 包厢门第三次被推开 清爷在一个妙龄少女的搀扶下走了进来 两人身后跟着曹六 看到曹六那一双格外掌的双臂 陆婷泽一眼就认出 此人就是昨晚的那个人 看到清爷 出于李树林振业站了起来 笑里藏刀地朝着清爷伸出手 削老 好久不见 身体还好啊 清爷同样笑着和林振业握了握手 好好好 多日不见 林老风才依旧啊 两个老狐狸 你一言我一语的 互相拍着马屁 过程中 薛青眼神装作不经意的 看向没有站起来 稳坐钓鱼台的陆婷泽 装模作样道 这位是 林振业知道他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笑道 跟薛老介绍一下 这位是老夫的孙女婿 大地安保公司的董事长 听完林振业的介绍 陆婷泽差点没跌到椅子下去 自己啥时候成他的孙女婿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 不过一想 陆婷泽就明白了过来 林老爷子 这是为一会儿帮他说话埋伏笔呢 果然 听完林振业的介绍后 青爷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哦 大地安保公司 好像听过 林振业 来来来 先坐 我们慢慢聊 服务员 上菜 几人相继落座 林振业和青爷坐在一起 青爷的左手边 是那个妙龄少女 也就是薛爷 林振业的右手边是林英 林英旁边是陆婷泽 至于曹六 他则站在青爷的身后 面无表情 仿佛一个机器 服务员开始上菜 林振业和薛青边吃边喝聊了起来 两人看似平常的聊天 实则都在互相试探 互相算计 陆婷泽从始至中没说话 只是自顾自地抽着烟 他的眼神多半落在薛颖的身上 目入好奇 因为从一进门开始 陆婷泽总能感觉到 薛颖若有若无的扫视 奇怪之余 陆婷泽查看了一下 他对自己的好感度 零 没错 就是零 完全无感 之所以一直扫视他 或许是出于好奇吧 毕竟像陆婷泽这样年纪的年轻人 哪个见了自己爷爷 不是恭恭敬敬 额鱼奉承 反观陆婷泽 先不说初次见面 没有站起来行见面礼 整个过程中更是吞云吐雾 眼神桀骜 由不得他不好奇 对陆婷泽来说 自己没泼他爷爷一脸茶水就算好了 他怎么可能去讨好一个 想弄死自己的人 开什么国际玩笑 众人各怀鬼胎 饭局继续着 前半程说的 都是无关紧要鸡毛蒜皮的小事 九过三巡后 终于 林振业说出了这次饭局真正的目的 徐老 听说 你的义子廖飞 绑架过我孙女 这件事是真是假 话音落下 气氛肉眼可见的凝重了起来 亲爷顿了顿 随即笑道 没错 本来这次来呢 我也是想给林老解释一下 上次那件事 纯粹是个误会 林老放心 我已经教训过他了 亲爷看似的教训 实则就是啥也没干 道歉也没有 俨然一副 他就阴沉了下来 薛老 我林振业再怎么说也有三分薄面 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亲爷扯过一张纸巾擦了擦嘴巴 林老啊 您言中了 小辈之间的小打小闹嘛 一个不留神用力过度罢了 亲爷依旧打着哈哈 根本不做正面回答 这让林振业非常恼火 他也看出来了 薛青这是百明了耍流氓了 沉默一会儿后 林振业话锋一转 指着陆听则说道 薛老 刚刚我已经跟您介绍过了 这位呢 亲爷的目光落在陆亭泽的身上 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嗯 听小飞提起过 你这孙女婿可是了不得呀 竟然割了小飞的一只耳朵 既然林老话说到这了 那咱们就来好好唠唠 听到这话 林振业震惊地转头看向陆亭泽 真的 陆亭泽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点了点头 嗯 见陆亭泽承认 林振业眉头彻底拧成了一团 按照事情不好办了 本来自己组这个局 是为了问则亲爷的 你那个义子是个什么货色 你心里清楚 迟早被人剁死喂狗 我这孙女婿也是一片好心哪 以后的话 他肯定会收敛一些的 林振业的话 让陆亭泽都有些好笑 按照这些老狐狸 说起谎话来 简直不打草狗 自己和他们还是差得远 果然 亲爷眉目阴沉 林老 咱就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今天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说到这里 亲爷看向陆亭泽 陆亭泽知道他的意思 不过是想说 不是林振业的话 自己现在可能是一句死诗了 但他不这么觉得 说说吧 这件事怎么处理 亲爷问道 林振业 还能怎么处理 你那一子到处惹是生非 先是绑我孙女在前 后又招惹我孙女婿在后 搁他一只耳朵都算轻的 啪 亲爷重重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看得出来他的耐心 已经快到极限 姓林的 薛某当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不是吓大的 你真以为我薛某怕你不成 林振业一看 亲爷竟然敢跟自己拍桌子 同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你以为我怕你不成 两人你瞪着我 我瞪着你 就那样僵持着 很难想象 一个是江城三大巨头之一 一个是江城地下皇帝 两个位高权重之人 竟然会像小孩子一样 争执吵架 薛颖和林振两个女的被吓到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 娜娜无措 倒是陆亭泽 一脸风轻云淡 翘着二郎腿 继续点燃一根烟 吞云吐雾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看到陆亭泽这个模样 薛颖没来由的窝火 不仅没有丝毫好感 反而有些讨厌 和我打一场 赢了 你说了算 说了 我们说了算 僵持不下时 青爷背后的曹六突然开口了 说出了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 青爷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顺着曹六的话继续说道 林老 你知道 我就是做这一行的 考虑考虑 林振业醋眉 有些茫然 林振业的能量 在于商业方面 和薛青这种地下混混 出身不同 他也听过曹六的名号 这么变态的拳击手 想找一个打得过曹六的 怕是不好找 可以 就在林振业犹豫时 一直没说话的陆亭泽开口了 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文言 林振业大惊失色 想要挽回 却为时已晚 你 你糊涂啊 林振业指着陆亭泽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陆亭泽将烟头 奔灭在烟灰缸 轻笑着看了曹六一眼 紧接着看向青爷 说道 答应可以 但是条件得变一下 青爷微笑着 说来听听 陆亭泽 我们输的话 青爷想怎样就怎样 任凭处置 如果你们输 我只要一样东西 林振业眼睁睁看着事情 朝着他自认为 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一筹莫展 青爷眼中的笑意更浓了 哦 什么东西 所有人的注视下 陆亭泽手指随意一指 指向青爷身边的薛影 他 安静 在场没有人想到 陆亭泽竟然会提出 这样无耻的要求 青爷更是震怒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啪 无耻小儿 薛影也瞪着大眼睛 一脸怒意地看着陆亭泽 这一刻 陆亭泽在薛影心目中的形象 跌到了谷底 甚至比学校里追求 他的学长还要低 他想不通 为什么长得人母狗样的陆亭泽 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 而且还是当着爷爷的面 不仅是薛影和青爷 就连林振业和林亭也猛了 林振业反应过来后 疑惑地看向陆亭泽 那个眼神仿佛在说 臭小子我孙女一个还不够 竟然还想要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林亭则是皱了皱鼻子 没有太大的反应 陆亭泽轻笑着靠在椅子上 枕着双手 怎么样 考虑考虑 答应或者不答应 一句话 青爷深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开始思考起来 很快 青爷就明白了过来 以为陆亭泽 只是想用这种手段 逼迫他们撤回赌约 想明白后的青爷大笑几声 好 一言为定 听到爷爷竟然答应 薛颖不可置信地看向青爷 爷爷 青爷慈祥地摸了摸他的手背 安抚道 没事 爷爷最疼你了 怎么会把你交给他 放心吧 青爷的安抚是有作用的 薛颖纵然心里极度不舒服 但也只能恨恨地看着陆亭泽 陆亭泽拍了拍手 鼓掌道 好 一言为定 薛老爷子果然好魄力 陆亭泽的夸赞 让青爷脸皮忍不住一阵抽搐 再也不想看到陆亭泽的他起身 带着薛颖和曹六朝着门外走去 后天晚上 薛某等着看你赢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几人离开后 林振业皱眉看着陆亭泽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你啊 你 你可知道他背后站着的那位是谁 有多厉害 陆亭泽起身 笑道 林老爷子放心吧 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见此 林振业也不好再说什么 事已至此 只能好好准备后天晚上的比赛了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你有几成把握 陆亭泽 我说有实诚 老爷子姓吗 林振业一致 翻了翻白眼 站起身离开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 看着林亭道 跟我回家 林亭一听这还了得 直接靠在了陆亭泽怀里 抱住陆亭泽的腰 我不 我要跟亭泽在一起 林振业气得胡子乱抖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转身离开 刹那间 包厢里就只剩下陆亭泽和林亭两人 察觉到爷爷已经离开 林亭就想离开陆亭泽怀抱的时候 陆亭泽却猛地一把 将她拽进了怀里 啊 林亭一声惊呼 坐在陆亭泽腿上 陆亭泽斜笑着勾起林亭的下巴 听说你很想我 林亭的脸瞬间红得滴血 眼神慌乱 不敢支持陆亭泽 陆亭泽也没多说 低头含住了她的温热红唇 嗯 林亭黄花大闺女一个 因为爷爷管的眼 长这么大 别说轻嘴了 就连千男孩子的手都没有 这种异样的感觉 瞬间让林亭汗流加倍 体软无力 陆亭泽能感受到林亭的声色 她只能慢慢地 循序渐进 撬开她欲齿的那一刻 陆亭泽感觉像是打了胜仗 舌头充满侵略性进入 嗯 林亭下意识地抓紧了 陆亭泽的衣服 紧紧地夹着双腿 她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大脑空白 陆亭泽的动作愈发地大胆 双手在林亭浑身上下肆虐 林亭清楚 自己不能这么做 可对陆亭泽已经一百好感度的她 根本做不到拒绝 甚至有一点期待 几分钟后 陆亭泽浴火焚身 吃拉一声撕掉了林亭的衣服 将桌子上的餐具美食 全部推到了地上 抱着林亭将其放在餐桌上 一个多小时后 饭店服务员 提着两个衣服包装袋来到门口 敲了敲门 您好先生 您要的衣服到了 好 放在门口就好 服务员对这种事 似乎习以为常 将衣服盒子放在门口就离开了 不多一会儿 包厢门打开 陆亭泽伸手将衣服盒子拿了进去 包厢内 林亭身上只盖着一张毯子 浑身瘫软在沙发上 香焊淋漓 发丝紧紧地贴在额头 别说站起来 就连呼吸都感觉有气无力 陆亭泽心疼地 在林亭额头上亲了一口 以她的身体素质 对还是第一次的林亭来说 确实为难她了 对不起 委屈你了 陆亭泽诚恳道歉 陆亭泽带着穿戴整齐的林亭 终于离开了乌山饭店 陆亭泽开车将林亭送回了家 和许七威住在一起 眼见的许七威一眼就察觉到 林亭走路的异样 猜到了什么 拉着林亭的手瞪了陆亭泽一眼 没良心的 没个轻重 闻言 陆亭泽挠头傻笑 这这么明显吗 许七威翻了翻白眼 带林亭进去卧室休息了 陆亭泽来到卧室门口 我要出去 你们好好休息 晚上我再回来 武旭和小七在这里 他过来看看小七的恢复情况 找到小七病房的时候 房间里只有小七一个人 熟睡着 脸蛋红彤彤的 想比上次气色好了许多 看到这里 陆亭泽稍微放心了一些 安静地坐在一边等着武旭 不久 武旭端着一桶泡面走了进来 看到陆亭泽后 激动地放下泡面 来到陆亭泽跟前 陆总你啥时候来的 咋没跟我说呢 陆亭泽摇了摇头 指着不远处的泡面 你就吃这个 武旭挠了挠后脑勺 也不是 大晚上的 这个方便 陆亭泽不这么觉得 他进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有好几个开着的饭店 武旭明显就是舍不得花钱去吃饭 医生怎么说 陆亭泽询问 听到这个武旭很激动 好了 医生说我小七的病 已经彻底好了 休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出院了 陆总 谢谢你 陆亭泽摆了摆手 那倒不必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说的什么吗 武旭面容一致 重重点头 记得 武旭不敢忘 可以进我的公司 每个月两万 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认周知理 他故凶害我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是的 这件事 陆亭泽一直没有忘记 武旭 没问题陆总 陆总放心 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 答应周知理这种事 您放心 就算您不说 我也会只认周知理 陆亭泽拍了拍武旭的肩膀 行 有时间我再过来 缺钱随时跟我说 武旭 好的陆总 陆亭泽起身离开 回到公寓的时候 林云已经睡着了 许七薇还没睡 睡了一天的他 这会儿根本没有睡意 正在沙发上 用手机浏览各种各样的家具 这几天 他一直在干这个事 至于公司 许七薇安排了更有管理 才能的人去管理 陆亭泽坐在许七薇跟前 许七薇立马拿出手机 指着其中的几张床 你来帮我看看 这几款哪一款比较好 陆亭泽看了好几个 感觉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吧 许七薇翻了翻白眼 算了 问也是白问 陆亭泽坏笑一声 从背后抱住许七薇 就亲了上去 许七薇不得已回应了起来 察觉到陆亭泽 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许七薇急忙按住他 小声道 小鹰还在呢 陆亭泽 怕什么 都是我的女人 说完 陆亭泽又亲了上去 许七薇无奈回应了起来 他只能尽可能地压低 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第二天 陆亭泽被许七薇和林英 带着逛了一天的家具城 一直逛到晚上 两个美女陪一个男人 而且都是一顶一的美女 走到哪里 都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天下来 陆亭泽感觉自己是腰酸背痛 一点都不想动 他从来没觉得 女人是如此的强大 在逛街面前 自己的铜皮铁骨 好像是摆设 晚上 三人吃完饭后 在许七薇和林英 窜进卧室的下一秒 陆亭泽也跟了进去 一手一个 三人翻滚在大床上 娇笑声和打闹声连成一片 第二天 是搬家的一天 陆亭泽终于迎来了搬家的时刻 新房已经装修收拾干净 家具也已经摆放妥当 至于甲犬 有专门的工具驱除 陆亭泽终于住到了 楚江天都属于自己的房子 下午六点多 陆亭泽接到了林振夜的电话 林振夜告诉他 别忘了晚上的比赛 比赛场地 是亲爷负责的地下拳击场 也是江城最大的地下拳击场 挂断电话后 陆亭泽带着林英和许七薇 一起前往拳击场 两女都知道 陆亭泽今晚要和曹六比赛的事 他们虽然担心 但改变不了什么 做不了什么 只能在心里给陆亭泽加油 相信陆亭泽 七点左右 陆亭泽带着两女 来到了地下拳击现场 这是陆亭泽 第一次看到实打实的拳击比赛 而且是地下拳击 地下拳击的擂台 是铁丝网围城的八角龙 陆亭泽和两女进来的时候 已经有选手在擂台上比试 现场非常吵闹 气氛热烈 不同于职业拳击 地下拳击的血腥程度非常高 没有太多规则束缚 让对方失去反抗能力 是唯一获胜的标准 这也导致地下拳击比赛的死亡率非常高 能站在擂台上的选手 需要很大的勇气 林振业带着三人 走进二楼的一个包厢 这里可以更好地看到擂台上的比赛 几人进入包厢时 才发现包厢里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中年男子 虎目威严 一个帅气的年轻人 正玩着手机 陆亭泽刚想问对方身份时 宛卓陆亭泽胳膊的灵鹰突然松开了 爸 哥哥 至此 两人的身份不言而喻 那位虎目威严的中年男子 就是林振的父亲 林振祖 旁边的那位玩手机的年轻人 就是林振的哥哥 林峰 说来陆亭泽还是第一次见到林振祖和林峰 之前一直都是听说 现在的振业集团 虽然林振业是董事长 但林振祖是主事人 很多事情林振业都交给了林振祖打理 之前艳成住家 要和振业集团联姻 要林振嫁给助理 作为林振的父亲林振祖 出于对家族事业的考虑 其实是答应的 但林振业不答应 因此 这件事就一直拖到现在没个说法 前天晚上回去后 林振业将儿子林振祖叫回来聊了聊 说了陆亭泽和亲爷的约定 以及两人的关系 林振祖听后大发雷霆 简直就是胡闹 在林振祖看来 陆亭泽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猖狂矛头小子 为此还对林振业有些意见 怪他当初不听自己的劝告 任由林英胡闹 现在不好收场 林振业无奈 但也不得不承认 儿子说的确实是事实 如果这次陆亭泽输了 亲爷狮子大开口 对现在的振业集团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林振祖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朝着林英走来 到跟前后开口道 闹够了没有 林英低着脑袋 搅弄着手指 看得出来对父亲 他还是很怕的 跟我回家 林振祖也没想着 让林英说什么 非常霸道地说了一句后 随即朝着门口走去 身后 玩手机的林峰 收起手机站起来跟了上去 经过陆亭泽跟前的时候 林峰笑着冲他挤了几眼睛 陆亭泽不禁对这个年轻人 有些好奇起来 反观林英 他并没有听父亲的话 也没跟上去 而是躲到了陆亭泽身后 察觉到林英的动作 林振祖的表情更凝沉了 这一次他看向陆亭泽 小伙子 你们不合适 别给自己惹麻烦 趁早分开 对你对他都好 陆亭泽对林振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一想到当初林英告诉过他 林振祖打算让林英嫁给助理 通过联姻来换取利益 陆亭泽很不舒服 林先生 我不会和林英分开的 只要他不想走 没人能从我身边带走他 陆亭泽丝毫不给林振祖面子 林峰微微侧目 林振祖眯了眯眼睛 很好 已经很久 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了 你是头一个 等你今晚能活下来的时候 再说后面的事吧 林英今天必须跟我走 说着 林振祖走到陆亭泽跟前 伸手就去抓林英的胳膊 陆亭泽怎么可能允许 一把抓住林振祖的手腕 难动分毫 林振祖尝试着挣扎了一下 但让他惊讶的是 陆亭泽的手掌纹丝不动 陆亭泽没有过多为难他 将林振祖的手轻轻推开 毕竟真算起来 自己还得叫对方一声老丈人 以后打交道的时间还多 林先生 您是长辈 别让我为难 林振祖 陆亭泽是吧 你知不知道 亲爷的能量有多大 你知不知道他手底下那个曹六 有多厉害 六年 曹六出场三十六次 全部获胜无疑败计 且全部是PO获胜 三十六个对手 有二十个死在当场 林振祖眼神很严肃 继续道 我知道你有点本事 但你根本不明白 这次的对手是什么人 亲爷盘踞将成五十多年 他的能量 绝非你看到的这些表面的东西 他想让一个人消失轻而易举 我与你非亲非故 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跟着你冒险 这不是振业集团化石人 给你泼冷水 而是一个父亲给你的忠告 这番话下来 路亭泽对林振祖的印象 稍稍变好了一些 至少 他的确是为了女儿的安全考虑 唯一不同的在于 他不知道路亭泽的能力 产生误判情有可原 林振业自从进包间后 就一言不发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林振业年事已高 集团大权 已经慢慢交给了林振祖 既然已经交了 他肯定是支持自己儿子的 许其微和林英 本来不觉得什么 听林振祖这么一说 两人顿时担心起来 林英情不自禁地 抓住了路亭泽的衣衫 祈求地看着他 路亭泽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摸了摸两人的脸蛋 看向林振祖 给林振祖看得是 脸皮一阵抖动 林先生的意思是 让我投降 跪在亲爷跟前认错 祈求他的原谅 林振祖皱眉想了想 虽然话有点糙 但不视为一个明智之举 路亭泽装作为难的样子 那样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丢人了 林振祖皱眉 第一时间没说话 他也是第一次见路亭泽 路亭泽之前从未接触过 总比丢命要好 憋了好一会儿 林振祖说出这句话来 路亭泽 亲爷前段时间 还绑架过林英 这件事您应该知道吧 您做了什么呢 林振祖皱眉 这件事他确实知道 知道的时候 林英已经被路亭泽就出来了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拳头不是达到目的的 唯一途径 要靠脑子 说着 林振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路亭泽翻了翻白眼 靠脑子就晚了 既然林先生这么不看好我 那我们打个赌如何 林振祖 赌什么 路亭泽 赌我能不能赢 如果我输了 林英你带回去 我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 如果我赢了 以后你不能再干涉我们的感情 林振祖脸沉如水 目光灼灼地盯着路亭泽 他在路亭泽的身上 看不到任何获胜的希望 好 我接了 很快 林振祖接下了赌注 折返回包厢沙发上重新坐下 一副等着看好戏的姿态 林英这个时候说道 亭泽 要不我们不打了吧 好危险啊 我们回去吧好不好 你放心 就算不打我 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路亭泽轻轻在林英额头上亲了一口 笑道 你老公这么厉害 你的相信自己的老公 知道吗 对此 林英抿了抿嘴唇 不再说什么 林峰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重新掏出手机 将屏幕拿到路亭泽跟前 指着上面说道 看到没 1点19分 你和曹六的赔率 路亭泽有些好笑 又觉得很正常 出于好奇问道 你买了谁赢 路亭泽怂怂肩 肯定不会是我 林峰哈哈一笑 肯定买的是你了 我这个人就喜欢刺激的东西 20万 全部买了你赢 可得给我争口气啊 说着 林峰故作老气横丘的 拍了拍路亭泽的肩膀 走到林震祖旁边坐了下来 路亭泽有些讶异 按道 竟然还真有人买他赢 这个林峰 该说他胆子大呢 还是 有钱没地花 后者可能性更多一些吧 路亭泽带着两女 也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包厢中几个人 全部沉默着 看着擂台上的比赛 很安静 路亭泽和曹六的比赛 被安排在了最后一场 压轴出场 毕竟以曹六的名气 这么做也情有可原 另一边 亲爷 任武 廖飞 还有薛颖众人 也在一个VIP包厢看着比赛 曹六双臂抱胸 沉默着一言不发 坐在角落 薛颖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 他不喜欢这种血腥的场面 这次之所以来 是因为他是赌注 当然要亲眼看比赛 曹说 一会儿 你帮我狠狠揍他 揍得他满地爪牙 薛颖挥了挥粉拳 鼻子微皱 看得出来 对于路亭泽的冒犯 他还是耿耿于怀的 曹六微笑着点了点头 好 廖飞这个时候也说道 没错 狠狠揍他 最好直接打死他 看他还能猖狂到哪里去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廖飞说 要打死路亭泽的话 薛颖很反感 倒不是说 舍不得路亭泽死 而是他天生 就对这种事很抗拒 小时候养过一只狗死了薛颖 都难过哭了好几天 可想而知 亲爷瞪了廖飞一眼 你还有脸说 都是你惹出来的祸 下次再让我给你擦屁股 你知道后果 廖飞缩了缩脖子 急忙道歉 对不起义父 亲爷摆了摆手 看向一旁的曹六 谨慎的他 依旧有些不放心 问道 六子 你有几成把握 曹六皱眉 认真思索了一番 九成 听到这个回答 亲爷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并不满意 追问道 为什么不是实诚 曹六顿了顿 老实道 直觉 上次在地下停车场 他能敏锐 察觉到我的存在 这一点证明 他不是个普通人 亲爷点点头 顿了顿 不管怎么说 这次一定要赢 曹六 嗯 人武静静地看着众人说话 没有发表任何自己的看法 他满脑子都是那个碎裂成粉末的酒杯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只是巧合 可他知道 那不是巧合 之所以一直没跟亲爷 还有曹六提这件事 是因为人武也想看看 自己的判断 到底是不是对的 时间在比赛中缓缓流逝 很快来到十点多 下一场就是 陆婷泽和曹六的比赛了 地下裸拳比赛 确实很血腥 原本还算干净的擂台 到后面已经布满血迹 这场面 无疑更加加重了 许七威和林音的担心 工作人员来到包厢 陆婷泽知道自己 要出场了 临走前 在两女脸上 各自亲了一口 等我回来 很快 说完 陆婷泽就跟着工作人员出门了 工作人员带着陆婷泽 来到了后台进行准备 虽然陆婷泽不需要 但规则如此 陆婷泽准备的时候 外面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以其中一方KO获胜 主持人拿着话筒 激情澎湃地说着什么 外面躁动不堪 陆婷泽被工作人员带着 来到一个门前等候 在主持人喊出名字后 走了出去 噓 陆婷泽走出去的刹那 就听见一片嘘声 那些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多半充斥着同情和可怜 或许在他们看来 陆婷泽不过是 曹六灯神路上的 又一块垫脚石罢了 再加上很多人都买了场外 买了曹六赢 肯定不希望陆婷泽获胜 陆婷泽走上擂台 目光穿过人群 遥遥看向二楼包厢的位置 咧着一口大白牙挥了挥手 包厢里 许七威和林英紧握拳头 手心冒汗 虽然嘴上一直说着相信他 可真到了这一刻 那种紧张是控制不住的 主持人爆出了曹六的名字 场面煞事间躁动了起来 欢呼声 口哨声连成一片 珊瑚海啸 万众期待中 光着上半身的曹六走了出来 他的双臂还是格外的长 自然垂下的时候 甚至超过了膝盖位置 曹六走上擂台 远远地看向陆婷泽 面无表情 对他来说 解决陆婷泽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这是三十六战全胜 给予他的自信 只可惜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对手 裁判站在龙外 拿着话筒激情澎湃地介绍了一番 随后 随着一声开始 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正式拉开帷幕 擂台上 曹六立刻摆出拳击的标准架势 眼神中透露着认真 他没有自负 只是自信 看到这 陆婷泽微微点头 别的不说 曹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他的道理 反观陆婷泽和曹六相比 他的拳架就显得非常不专业 完全一个业余选手 看到这里 观众席中虚声更大了 有人开始怀疑 陆婷泽是不是主办方安排上来导笑的 曹六的眼神仿佛毒蛇 紧紧地盯着陆婷泽的一举一动 没有贸然发动进攻 在他这个级别 结束比赛只需要一个机会 陆婷泽站在原地 只是双手架起 没有任何脚步 一动不动 曹六不断地绕着擂台 寻找着陆婷泽的破绽 虽然陆婷泽的破绽很多 但恰恰是这样 让他不敢冲动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一分多钟 台下观众看不下去了 大喊着要曹六出手 陆婷泽也等不及了 他索性放下双手 喂 你打不打 我出手的话你可就没接 陆婷泽话还没说完 曹六终于动了 因为他抓到了陆婷泽致命的破绽 在他面前 竟敢放弃手架 曹六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陆婷泽只听到呼呼风声袭来 曹六是大力臣的一技勾拳 直奔陆婷泽下颚 这一下要是打实了 换做普通人绝对死翘翘 陆婷泽不是普通人 简单一个格挡 将曹六的必杀一击轻松化解 察觉到自己的出招被挡 曹六眼神巨变 飞速后退 瞬间撤到了擂台边缘 他眼神惊恐地盯着陆婷泽 这一刻 他猛然意识到 他不是陆婷泽的对手 高手过招 一招就能看出很多东西 曹六对自己刚刚的这一击 有百分百的自信 被挡了 而且很轻松地挡住了 在没有手架的情况下 这一刻 曹六知道 自己失算了 反观陆婷泽 他也很惊讶 刚刚简单地 接触过后他就确定 如果换作之前 铜皮铁骨小成的自己 绝对不是曹六的对手 从某些方面来说 曹六的战力 要在人武之上 明白了这些后 陆婷泽嘴角上扬 邪笑道 接下来该我了 话音落下时 陆婷泽的身影 顿时模糊了起来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跨越五米左右的距离 一个鞭腿砸向曹六 在众多观众的视角中 只看到一串残影掠过 鞭腿带起的呼呼风声 场下观众听得清清楚楚 曹六大惊失色 自知避无可避的他 抬起双臂挡在身前 浑身肌肉隆起 双臂将他的整个面部 和上半身护的死死的 这一脚即便踢重 他也能将损伤降到最低 甚至能找机会反击 可陆婷泽 哪里会给他反击的机会 明明朝着曹六面部的鞭腿 在中途戛然而止 变成直踹 结结实实的一脚 踹在曹六的小腹 碰 小腹部位 有一块很小的区域 是没有被护住的 陆婷泽踹的就是这脸 巨大的力量 汹涌奔来 曹六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 在这一脚下 变得千疮百孔 口喷鲜血 重重地撞在铁丝网上 碰 坚固的铁丝网 破了一个大洞 曹六的身体 飞出了铁丝网 重重地摔在观众席中 昏迷不醒 安静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 被所有人寄予厚望的曹六 竟然被陆婷泽一招秒杀 这 很多人都不愿相信 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可看着倒在地上 人世不知的曹六 又看着擂台上面 无表情的陆婷泽 现实由不得他们不接受 擂台上 陆婷泽拍了拍衣服 冲着许七威等人的包厢 笑着挥了挥手 包厢里 陆婷泽一脚踢飞曹六的那一刻 几个人齐刷刷地 全部站了起来 他们都不敢相信 尤其是林郑祖 至于林英和许七威 他们是相信陆婷泽会赢 可也没想到 会赢得这么轻松 这么迅速 两女激动地抱在一起 欢呼雀跃 林郑祖眉头深深地拧在一起 这一刻 他的心情五味杂沉 旁边 反应过来的林峰 重重地挥了挥拳 哈哈 好小子 牛逼 林郑夜是第一个重新坐下的 他闭上了眼睛 似乎一瞬间想通了很多 林英和许七威 两人激动了一会儿 对视一眼 双双跑出包厢 林郑祖没有阻拦 擂台上 陆婷泽这个时候 又转头看向另一个方向 他知道 青爷在那里看着他 陆婷泽看过来的时候 青爷所在的包厢中 青爷握着雪茄的手指 肉眼可见地颤抖着 根本控制不住 不知道是因为愤怒 亦或是害怕 反观薛颖 他已经是傻了 想起爷爷和陆婷泽的赌注 薛颖整个人翘脸煞白 恰好这个时候 擂台上的陆婷泽 冲着他的方向 挤了几眼睛 薛颖踏几步 转身跑到青爷跟前 哭得梨花带雨 爷爷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爷爷呜呜呜 我不要跟他走 我不要呜呜呜呜 青爷低着脑袋 一瞬间仓老了许多 很短的时间里 他想了很多种可能 比如说出而反而 就算自己输了 他赖账不承认的话 会怎么样 那样的话 以陆婷泽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他这地下皇帝的称号 怕是过不了多久 就会一主 又一想到自己之前 还让曹六 准备去暗杀陆婷泽 所以 这个赌注 他必须兑现 青爷抬头看向薛颖 嘴唇孽如了一阵 说道 小颖 爷爷对不起你 听到这句话 薛颖知道一切 都不可能挽回了 失魂落魄地跌倒在地 在场还有一个人 廖飞 看到陆婷泽一招 打败曹六的时候 廖飞下意识地 就是不相信 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两耳光 生怕是在做梦 可那股生疼的感觉 是那么明显 那么绝望 唯一还算平静的 就是人物了 陆婷泽的表现 验证了他的猜测 主持人终于反应了过来 拿起话筒走上擂台 高高举起陆婷泽的手 恭喜陆先生 陆先生赢了 陆先生赢了 陆先生终结了曹六的神话 陆先生赢了 主持人语气激动无比 但场面却是出气的安静 只有阵阵低声的一轮声 窃窃私语 交头接耳 如果不是那扇被毁掉的铁龙 肯定会有很多人站出来 说曹六打假赛 事实容不得他们争辩 只能无奈发泄 自己亏了钱的事实 下一秒 两个一顶一的美女 双双冲进了铁龙 各自挽住了陆婷泽的一只胳膊 这一幕 无疑是给观众伤口上撒盐 很多人愤愤离场 曹六被医护人员抬了下去 陆婷泽和两女温存了一会儿后 带着两人 朝着亲爷的包厢走去 包厢里 几人看到这一幕 削影下的花容失色 爷爷怎么办 爷爷 他来了 他要来了 怎么办 呜呼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沉默蔓延 陆婷泽推开了亲爷所在的包厢 近距离看到陆婷泽的时候 薛影下的尖叫一声 躲到了亲爷身后 薛影 啊 你别过来 别过来 看到薛影如此惧怕的样子 陆婷泽眼神深邃 只一眼后看向亲爷 亲爷 到该对线堵住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 包厢门口再次走进来几个人 正是林镇祖林镇业几人 两天前 是林镇业陪陆婷泽和亲爷一起打的赌 这个时候 自然也要做这个见证人 亲爷抬眼扫视了一圈 紧接着抓住孙女薛影的手 陆总 薛某不会赖账 只是薛某有个不情之情 陆婷泽 奔哼 亲爷 可否换个赌注 说完 亲爷像是害怕陆婷泽误会 紧随其后解释道 陆总放心 我愿意付出更大更多的代价 只求陆总能换个赌注 所有人看向陆婷泽 陆婷泽想都不想地摇了摇头 不行 我说了 我只要他 闻言 亲爷眼睛眯了起来 陆总 江城是个小地方 陆总以后的路还很长 薛某觉得 还是不要把路走窄了好 陆婷泽轻笑一声 哦 亲爷是在叫我做事 薛青表情一致 纠结在三后 亲爷转身看着自己的孙女薛影 嘴唇捏如了一会儿后 说道 小爷 爷爷对不起你 是爷爷对不起你啊 亲爷的话 让薛影瞬间绝望 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想要去抱亲爷 被亲爷强忍着推开 推开薛影后 亲爷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在经过陆婷泽身边的时候 亲爷停了下来 陆婷泽 我只是将我孙女暂时交给你 如果你敢伤害他半根汗毛 我就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说完 亲爷头也不回地离开 然后 廖飞和任武紧接着追了出去 薛影也想跟上去 但在跑到陆婷泽跟前的时候 陆婷泽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任凭薛影如何挣扎 陆婷泽的手臂纹丝不动 薛影急了 一口咬住陆婷泽的胳膊 用力之深 在陆婷泽的胳膊上 留下两排深深的牙印 泪水在薛影的脸上肆虐 他很用力地咬着 陆婷泽还是没动 直到薛影感觉没力 才终于松开 你这个恶魔 放开我 放开我 当晚 陆婷泽带着许七薇林英 和薛影三个女人 回到楚江天都的别墅 进门后 陆婷泽抱着已经哭晕过去的薛影 放在了自己的房间 林英和许七薇 来到卧室门前看了一眼 两女表情各异 眼神中都透露着思思怨念 虽然薛影还只是个大学生 但她的容貌 绝对算得上是陈于落雁级别 单论长相 比林英和许七薇 任何一个都要优异 当然 陆婷泽之所以非要她 可不仅仅是见色起义 而是系统交代她的任务 当日见到薛影第一面 在检查了薛影 对自己的好感度只有零之后 本来陆婷泽是不打算招惹她的 但系统随后的一番说辞 让她改变了这个想法 据系统解释 薛影是陆婷泽的命女 所谓命女 就是命中注定的女人 如果好感度达到100 系统的奖励会非常优厚 超出之前所有 同样的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命女的好感度提升 相比其他女性来说 艰难得多 拿许七薇来说 帮助她拿下万龙地产股份后 就达到了好感度100的目标 林英则是陆婷泽的 一出英雄救美 好感度成功达标 薛影不会 至于难度到底如何 陆婷泽不知道 她只知道 自己这次算是彻底惹恼了青爷 正如青爷所说 像她这样的敌人 除非万不得已 不然陆婷泽不会把路走绝 静静看了一会儿 薛影美得不像话的脸 陆婷泽帮她盖上被子 走出了房间 客厅里亮着灯 许七薇和林英 双双坐在沙发上 脸色很不好 陆婷泽知道 他们需要一个解释 走到两女对面坐下 笑道 吃醋了 林英瞪了一眼 转过了脑袋不去看她 许七薇则是罕见地认真了起来 婷泽 难道我们两个还不够吗 是啊 难道他们两个几品美女还不够吗 别说两个了 随便拿出来一个 不知道是多少男性梦寐以求的美事 陆婷泽多少有些贪心不足了 陆婷泽张了张嘴巴 她想解释 可又一想 系统不能暴露的属性 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看着陆婷泽欲言又止的样子 许七薇露出了失望 愤愤起身离开 陆婷泽急忙站了起来 七薇 走了没几步的许七薇停了下来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解释 很难吗 林茵这个也说道 女人都是自私的 尤其是在感情中 比起你的花心 你对我们的不信任 才是我们最在乎的 陆婷泽知道 两人说的没错 由于好一会后说道 七薇 爱因 对不起 我有我的苦衷 相信我 总有一天 我会跟你们解释一切 两女听后 虽然心里的怨气还是没消 但也好受了许多 许七薇走到林茵跟前 拉着林茵转身离开 罚你三天不许上床 一脸虔诚 房门打开 任武走了进来 恭敬低头 亲爷 医院那边有结果了 亲爷头也不回 面无表情 曹六怎么样 任武 很严重 就算治好 恐怕也是残废 听到这个结果 亲爷没有再说什么 恭敬地对着面前的佛像拜了拜 站起身后 亲爷轻飘飘地说道 那就别救了 任武促眉 这样的结果 他来的时候已经猜到了 但听到是另一回事 任武刚想说话时 亲爷开口了 说道 你先出去吧 见此 任武张了张嘴巴 最终还是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离开 任武离开后 房间里就只剩下亲爷一人 格外安静 亲爷掏出手机 找到一个号码 犹豫了一下后拨了过去 第二天 解决了心头大事的陆婷泽 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一觉睡到快中午才起来 当然 是一个人睡的 陆婷泽醒来后 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 看到保姆陈姐在房间里忙活 随口问道 陈姐 有吃的没 好啊 陈姐 有有有 陆先生您先洗漱 我去给您热一下 陆婷泽点点头 转身走进了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 坐到饭桌上吃饭的时候 陆婷泽不经意问道 齐薇和小鹰呢 陈姐 他们一大早就出门逛街去了 还没回来 陆婷泽 哦 薛颖呢 他在干什么 听到陆婷泽问这个 陈姐面露难色 说道 陆先生 薛小姐到现在不吃不喝不开门 我劝过了 根本不听 听到这陆婷泽挑了挑眉头 绝食 随即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前陆婷泽敲了敲门 哎 不吃饭怎么行 我可不会心疼你的呀 你滚 我不想看到你 我不会吃你东西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听到薛颖赌气的话 陆婷泽无奈 这可是你说的呀 可别怪我没给你吃饭 滚 滚开 文言 陆婷泽摇了摇头 没再多说 转身离开 下午的时候 陆婷泽去了一趟大地安保公司 将徐飞和另一个挑选出来的男保镖 留在家里 拳击比赛后 廖飞没敢再找陆婷泽的麻烦 大地安保公司回归正常运营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公司里的员工已经有109个人 大地安保公司的名声正在慢慢传开 往后的业务只会越来越多 离开公司后 陆婷泽去了龙山医院 相比这次 这次看到的小七已经恢复了太多太多 见到陆婷泽的第一眼 小七立马下床 飞奔向陆婷泽紧紧地抱住了他 陆哥哥 陆婷泽有些意外 蹲下身子摸了摸小七的小脑袋 笑道 怎么样 舒服些没有 小七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嗯 我感觉好多了陆哥哥 谢谢你陆哥哥 这段时间 武婿肯定没少在小七跟前说陆婷泽的好话 陆婷泽点点头 站起身看向武婿 小七可以出院了吗 武婿 可以是可以 但医院不让出院 非要让再住一个礼拜 说什么都不同意 陆婷泽皱眉 一想就明白其中缘由 肯定是因为自己充了50万的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陆婷泽说道 住就住吧 小七出院后 你什么打算 他这个年纪 应该上小学了吧 武婿点了点头 摸着小七的脑袋说道 本来已经上四年级了 发病后就办了休学 等出院后 就带他去办入学 说什么也不能耽误了学业 陆婷泽点头 说道 嗯 等你忙完了小七的事 就给我打电话 我帮你安排 武婿重重地点了点头 眼眶通红 陆婷泽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和小七玩闹了一会儿后 就离开了 离开龙山医院 陆婷泽又去看了罗小龙 罗小龙同样恢复了很多 至少能坐起来了 只不过骨折这种情况 怎么着也得大半年休养 当罗小龙得知陆婷泽 解决了廖妃和亲爷后 激动地差点从床上蹦起来 扯到了伤口 给罗小龙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看着他这副样子 陆婷泽心里的感触也挺深 和罗小龙聊了很多很久 一直聊到晚上 陆婷泽才离开医院 到家后 许其微和林茵已经回来了 正坐在沙发上 吃着薯片看着韩剧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 陆婷泽坏笑着朝着两女走去 一屁股坐在两女中间 奇料两人看到后 不约而同地起身 手拉着手上楼去了 陆婷泽算是看明白了 两人这次是铁定注意 要给自己一个教训了 他摸了摸鼻子 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想到薛颖 陆婷泽叫来陈姐问道 陈姐 薛颖吃饭了没 陈姐一脸担心地摇了摇头 没有 说什么都不听 陆婷泽叹了一口气 也是愁得发慌 起身朝着二楼走去 薛颖房门前 陆婷泽敲了敲门 说道 薛颖 你这样 除了让自己难受痛苦 没有任何作用 薛颖 滚 我就算死 也不会吃你的东西 陆婷泽皱眉 你知道这房门挡不住我 没什么意义 我如果想进来 想对你做什么的话早做了 那我就死给你看 薛颖的刚硬 超出了陆婷泽的预料 没办法 只好暂时不去招惹 这个炸药桶 这一夜 陆婷泽睡得并不踏实 夜里无缘无故 醒来好几次 第二天夜里 薛颖依然选择绝食 陆婷泽想过破门而入 但那样的话 无疑会让薛颖 对自己更加抵触 且有不可控的风险 直到第三天 早上陆婷泽叫门 陆婷泽 这次已经做好了打算 如果薛颖打定主意不开门 那他就闯进去 喷喷喷 薛颖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到底吃不吃东西 安静 房门那边没有任何回应 陆婷泽伸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再次敲门 喂 不说话 我进去了 门内还是没有动静 出于担心 陆婷泽不再管那么多 一拳 将房门打了一个洞 手伸进去 拧开了门锁 闯进房间的时候 就看到薛颖安静地躺在床上 整个人处于昏迷状态 陆婷泽吓到了 走过去伸手探了探鼻息 确定薛颖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饿晕了 陆婷泽是又气又心疼 重新回到薛颖的房间 抱着他开始给他喂水 出于身体本能 薛颖很顺利地喝了水 喝了水后的薛颖恢复了一些 清醒了过来 但他被饿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连挣脱陆婷泽怀抱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无力地推扫着他 你滚 我 我不要 滚 薛颖接二连三地拒绝 让陆婷泽也来了气 语气加重了一些 你闹够了没有 如果你真的这么恨我 应该做的是多吃饭 多长点力气 你这么做 除了让自己难受 有什么用 你连打我的力气都没有 怎么报仇 恰好这个时候 陈姐弄好了粥 粥一直在准备 只需要放在微波炉加热一下 陆婷泽接过粥 咬出一勺吹了吹 递到薛颖嘴边 薛颖倔强地将脑袋扭了过去 看都不看 陆婷泽是又气又无奈 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 门口处 许其微和林英不知何时走了进来 许其微瞪为眼陆婷泽 拿过他手里的粥 林英则是将他推了出去 出去出去 陆婷泽被推出了房间 他没再进去 现在 他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两个女人身上了 陆婷泽走到楼下 站在阳台边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 突然间 他不知道这么做 到底是对还是错了 之所以非要带薛颖到自己身边 一是因为系统 二是他知道 清爷不是什么好东西 薛颖跟着清爷他不放心 现在看来 他倒是小觑了薛颖对清爷的感情 想到这里 陆婷泽给伍婿拨去了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陆总 陆婷泽 阿絮 你是侦察兵退伍室吗 武絮 是的陆总 陆总有什么吩咐吗 陆婷泽犹豫了一下 说道 这样 等小七出院 你忙完手头上的事情后 帮我调查一下薛颖和清爷的关系 我需要他的资料 没问题陆总 包在我身上 陆婷泽 嗯 挂断电话 陆婷泽刚转身就看到许七威和林英 双双从楼上走下 陆婷泽刚想问情况怎么样 就看到林英拿着空荡荡的碗 炫耀式的朝他晃了晃 看到这里 陆婷泽愣住了 走到两女跟前问道 你们是怎么说服他的 许七威瞪了一眼他 女孩子的心思 你哪有我们懂 说完 两人就准备上楼 陆婷泽一把抓住许七威的手 将其拽到自己怀里 哦 那说明我对你们女生还是不了解 我们需要好好深入了解一下 许七威哪里听不出来 陆婷泽话里的意思 红着脸像征兴的挣扎了一下 林英健壮转身急忙上了楼 陆婷泽抱起许七威 笑道 这一下看你怎么跑 说着 陆婷泽抱着许七威上了楼 钻进了两女的卧室 薛颖终于正常吃饭了 只不过对陆婷泽的态度 依然很冰冷 陆婷泽查看过林英对自己的好感度 一直是零 从来没有变过 好在陆婷泽有的是时间 他不着急 之后几天时间 陆婷泽带着三个女人各种买买买 目的就是为了让薛颖 生起哪怕一点点的好感 陆婷泽给薛颖买了各种东西 衣服包包化妆品 电影火锅麻辣烫 房子车子 只可惜 连续好几天下来 薛颖对陆婷泽的好感度 依然保持在零 讨厌得很稳定 人都说 这世界上没有钱搞不定的女人 之前陆婷泽是相信的 现在他信个锤子 时间一晃七天时间过去了 这天下午快晚上的时候 陆婷泽接到了 吴婿的电话出门去了 留下三个漂亮的 不像话的女人在家 吴婿已经半妥了 小气的入学手续 现在的她 终于可以替陆婷泽做事了 而这第一件事 自然是揭发周知里 两人开车来到周知里住的地方 至于是怎么知道的 对他们来说很简单 周知里住在公寓楼 江城市核心区域 200平左右的公寓房 是很多人望而却步的东西 来到房间门口 陆婷泽让吴婿暂时别现身 自己一个人按下了门铃 门铃响了好几声没人开门 就在陆婷泽以为周知里 不在家驶门开了 开门的人 让他有点小小的意外 陆盈盈 陆婷泽意外开口 陆盈盈看到是陆婷泽后 也有些意外 紧接着是尴尬 谁啊宝贝 熟悉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 紧接着一个熟悉的人影 裹着浴巾走了过来 正是周知里 周知里和陆婷泽 两人对视一眼 都认出了对方 周知里眼中的慌乱一闪而逝 虽然短暂 但还是被陆婷泽捕捉到 这更加确定了 是周知里买凶害他的事实 好久不见 陆婷泽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礼貌打招呼 周知里以为陆婷泽还不知道 笑道 陆总 这可真是太稀奇了 快请进 陆婷泽走进了房间 环视了一圈房间里的装饰 还算精致 只是有一股淡淡的荷尔蒙味道 他很不喜欢 陆婷泽点了一根烟 翘起二郎腿 看到陆婷泽这动作 刚端来一杯水的周知里 有些错愕 不悦 但还是笑着将水杯 放在陆婷泽面前 陆总 喝点水 这么晚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陆婷泽笑意盈盈地 看了一眼 直裹着玉袍的周知里 以及难掩尴尬的陆盈盈 并没有说话 做贼心虚的陆盈盈 为了怕周知里 说不该说的话 推搡着他走向卧室 去去去 换件衣服 穿成这样像什么样子 周知里尴尬地笑了笑 并没有多想 进卧室换衣服去了 周知里换衣服的时候 陆盈盈坐到陆婷泽身边 咬了咬嘴唇说道 陆哥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 只是单纯的见个面而已 你看我 说着 陆盈盈站起身转了一圈 她的穿着倒还算正常 陆婷泽有些迷惑 跟我解释这些干什么 陆盈盈文言一致 随即转移话题问道 陆哥 你这次来找周知里 是有什么事吗 陆婷泽倒也没隐瞒 点了点头 嗯 有点旧账 想算算 陆盈盈以为真的是关于钱的事 没有多想 这个时候 周知里换衣服出来 看到两人亲密聊天的样子 眉眼一沉 陆先生和我女朋友 将烟头狠狠地摁灭在茶几上 这次来找你 是为了验证一件事 周知里心里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什么事 陆婷泽 前段时间 我和我女朋友许七威 参加完拍卖回家的路上 我们的车子被动了手脚 刹车失灵 差点导致车毁人亡 我就是想问问 周总知不知道这件事 听完陆婷泽的话 就连陆盈盈也听出了一丝不寻常 奇怪地看向周知里 其实周知里 在听到刹车失灵这四个字的时候 心里就咯噔一下 但他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承认 错没道 我不知道陆先生在说什么 陆婷泽 哦 周知里 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 既然我能来找你 就说明已经查到了证据 如果你能自己坦白承认 会少很多痛苦 这句话让周知里明白 陆婷泽来这里 明显就是找事来的 他也收起了客气的态度 说道 陆先生 如果你来我这里 只是为了找麻烦的话 那请你离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眼见周知里不见黄河不死心 陆婷泽打开手机 翻出几张照片放在他跟前 周知里心里莫名的慌张 立马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图片是他买通 武序故兄杀人的聊天记录 以及转账记录 看到这些信息后 周知里终于变了脸色 这些东西你怎么来的 你以为弄几张合成照片 就可以来定我得罪 你算什么东西 说着 周知里重重地将手机摔在沙发上 陆婷泽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 周知里的不实抬举 已经让他失去了耐心 一头雾水的陆盈盈 跑过去 拿起手机查看了里面的图片信息 看完后长大了嘴巴 不敢相信 陆哥 你你搞错了吧 我了解他的 这种事他不会干的 陆婷泽讥笑道 了解 你真的了解他吗 陆盈盈牙口无言 转头看向周知里 亮着手机里的照片 周知里 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 周知里一巴掌拍掉他手里的手机 骂道 你跟他穿一条裤子是吧 老子早就知道 你对他图谋不轨 你这个贱女 啪 清脆的声响响起 陆盈盈被周知里一巴掌打猛了 摔倒在沙发上 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周知里 周知里 你干什么 现在的周知里 心乱如麻 本就多疑的 他能做出这种行为 陆婷泽一点也不奇怪 周知里做事继续要打的时候 陆婷泽抓住了他的手腕 轻轻一甩 就将其甩飞 撞到不远处的桌子才停下 陆婷泽站起身 冷声道 明顽不灵 说着 陆婷泽走到门口打开门喊了一声 等在外面的五婿走了进来 看到五婿的那一刻 周知里通体冰凉 脸色泛白 他知道 弄不好的 自己这次要栽了 一想到此 周知里一改之前的嚣张蛮横 跪着爬到陆婷泽跟前 抓住陆婷泽的衣服哭求道 对不起 对不起陆先生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您原谅我吧 原谅我这次吧 好不好 求求你了 看着和之前截然不同的周知里 陆婷泽深知 这种人就是墙头草 斩草除根对周知里 因为那样的话 他自己也逃不了 在陆婷泽思考着 如何解决这件事时 武婿一脚将其踹开 骂道 你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 美良心的东西 我呸 要不是我当时走投无路 急需用钱 我才不会听你的鬼话 滚开 武婿将周知里一脚踹开 周知里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继续爬了过来 抱住陆婷泽的双腿哀求 陆盈盈一脸复杂地看着这一幕 眼前这个可怜卑微的男人 还是他认识 喜欢的那个周知里吗 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陆婷泽想了想后 问道 你现在在腾辉公司任什么职位 部门经理 部门经理陆哥 周知里回答得很快 满脸谄媚之意 他越是这样 陆婷泽对其就越是反感 可又不能杀了他 于是 陆婷泽说道 好 我要你做我的内应 往后我的电话 你必须第一时间就见 我发的消息 也要第一时间回复 叫你去什么地方立马就去 明白吗 周知里愣愣看着陆婷泽几秒钟 随即一脸决然道 好 没问题 放心吧 陆哥 我绝对照您说的做 看着周知里一脸决绝的样子 陆婷泽知道他内心 绝对不是这样想的 但没什么别的好方法了 对付周知里这种人 要么斩草除根 直接抹掉他 要么就威逼力又为自己所用 肯定是成不了心腹的 到这里 陆婷泽的目的 基本上已经达到 和武序对视一眼后点了点头 两人就准备离开这里 就在两人朝门口走去的时候 陆盈盈突然紧跟着跑了过来 挡在陆婷泽面前 陆哥 对不起 我 陆婷泽知道他想说什么 抬手制止 说道 陆盈盈 你的事和我没关系 我对你没有任何好感 更不想知道 以后离许七薇远一点 说完 陆婷泽带着武序头也不回地离开 两人离开后 陆盈盈捂着嘴巴 痛苦地蹲到了地上 委屈地流出了眼泪 此时此刻 陆盈盈想的是 为什么同样是女人 许七薇怎么就这么好灭 为什么每次他都能得到更好的 为什么每次都能压自己一头 凭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不服 啊 你干什么周知理 放开我 放开我你这个废物 在陆盈盈哭的时候 周知理一改之前 卑微祈求的模样 抓住陆盈盈的头发 拖着他朝着卧室走去 这里发生的事情 陆婷泽不知道 现在的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武序开车 两人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 陆婷泽说道 武序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一年给你一百万 怎么样 正在开车的武序 差点开到飞机动车道上去 急忙稳住心神 回头说道 没问题陆哥 不用这么多钱 你一年给我一二十个就可以了 陆婷泽摆了摆手 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说道 行了 回去之后 你就着手调查我交代你的事 有任何发现 随时跟我报备 有什么需要 你随时给我说 武序 嗯 没问题陆哥 晚上 陆婷泽一个人开车回到家 一进门就看到许七薇林英 和薛颖三女 坐在桌子上玩着什么 娇笑声如银铃 陆婷泽好奇地凑了过去 发现三人竟是在玩跳棋 薛颖也发现 陆婷泽回来了 脸上的笑容如冰雪 欲见烈火 刹那间消失全无 冷冷地看了一眼陆婷泽后 薛颖转身上楼去了 一句话不说 两女目送着薛颖离开 有些好笑地看着陆婷泽 对此 陆婷泽也是很无奈 坐到薛颖本来的位置 和两人玩了一局 一局结束后 陆婷泽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七薇 你爸明天就出遇了事吧 许七薇 是啊 没想到你还记得 以为你个没良心的忘了呢 陆婷泽笑着捏了捏许七薇的脸 怎么会忘呢 明天什么时候 我跟你一起去接你爸 许七薇露出甜蜜的笑容 明天上午九点左右 到时候我叫你 陆婷泽点头 转头看向林英 刚准备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 林英先一步说道 亲爱的 明天我就不陪你们一起去了 我得回家一趟 看着林英眼中的为难 陆婷泽盈盈有些担心 阿英 是不是你爸又为难你了 林英摇了摇头 没有 我爸他其实很疼我 只是 有的时候 我爸也身不由己 哎呀 没事了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可别想着甩掉我 这辈子都别想 林英突然又变成了之前那个古灵精怪的模样 陆婷泽没有多想 他量灵阵足也不敢 于是 笑闹中 三人钻进卧室中 第二天上午 八点刚过 陆婷泽和许七薇开车离开 去接服刑期满的许万龙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 两人来到监狱大门外 差不多等了十分钟 监狱大门打开 一个五十岁左右 寸头男子提着一个行李包走了出来 远远的 许七薇就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高兴地跑了过去 爸 徐万龙也认出了自己的女儿 高兴地和女儿抱在一起 抱了一会儿后 两人分开 徐万龙疑惑地看向一旁站着的陆婷泽 许七薇抹了抹眼泪 过去带着陆婷泽走到父亲跟前 爸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男朋友 陆婷泽 陆婷泽伸手 您好许叔叔 徐万龙满眼慈合地上下打量了一番 好好好啊 陆婷泽 许叔走吧 我们带你回家 车上 许七薇和许万龙坐在后排 陆婷泽负责开车 许七薇和父亲腻在一起 跟父亲说了很多 说了四年来 将成现在的变化 也说了万龙地产公司 现在已经是他的了 当听到是陆婷泽帮助许七薇 拿回万龙地产公司的时候 许万龙小小惊讶地一下 看着陆婷泽问道 那可是 他自己开了一家安保公司 是董事长 但他厉害的可不止这些 前面 陆婷泽听到许七薇的话 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这话 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呢 于是连忙回头说道 许叔叔 我们先带你去洗个澡 晚上一起在家吃个饭 给您接风洗尘 没想到许万龙大手一挥 道 洗澡可以 洗完澡 我们去外面吃 喝点 陆小子帮我女儿这么大忙 晚上我做东 好好请你喝一顿 这一刻 许万龙似乎回到了 没进监狱之前 那个意气风发 不可一世的样子 陆婷泽本想着 让刚出来的许万龙 请客喝酒不合适 想拒绝 但奈何许万龙主意已定 陆婷泽只好作罢 陆婷泽开车 先是带许万龙 去了江城最大的一个浴池 华飞浴池 进门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三人来到柜台前 女前台露出甜美的微笑 询问道 请问 三位有会员吗 陆婷泽如是摇了摇头 没有 对了 这会员怎么办呢 前台 你好先生 我们这普通会员 是充一千送两百 中级会员是充三千送一千 高级会员 充六千送三千 黄金会员 充一万送四千 钻石会员充十万 我们华飞浴池的各个项目 可以全部打六折 请问先生 需要办哪一个呢 听完前台小妹的解释 陆婷泽皱眉想了想 问道 那充一百万呢 前台小妹梦了 许万龙也梦了 以为陆婷泽只是装逼的他 对陆婷泽本来还算OK的印象 一下子便差了不少 只有许七威 没有任何反应 和陆婷泽在一起这么久 他已经习惯了陆婷泽的出手扩住 小妹正愣神间 陆婷泽直接拿出银行卡 递给小妹 办个你们这里最高级别的会员 送给我旁边这位先生 小妹愣愣地接过银行卡 在机器上输入一百万 然后一刷 看到交易成功的字眼 小妹才意识到 这次是真的遇到大佬了 急忙笑着操作了起来 不一会儿 小妹办好了会员卡 双手递给陆婷泽身边的许万龙 您好尊贵的新赚会员 这是您的会员 请您收好 一会儿会有专门的人带几位进去 许万龙接过银行卡 和前台小妹差不多的表情 原来他真的充了一百万的会员 猛逼过后 许万龙反应了过来 对陆婷泽的印象触敌反弹 高居不下 这是我女婿 我女婿哈哈 许万龙离开前 跟前台小妹解释了一下 那晚上我可得好好安排你一下子了 陆婷泽 这个 许叔 晚上您准备去哪里 许万龙笑着摇了摇头 嗯 这个你不用管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在华飞玉池泡完澡后 三人先是去了一趟万龙地产公司 现在的万龙地产 经许七威全盘接手后 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彻底变了样貌 即便现在房地产的发展远不如前几年 但还是蕴含着非常可观的利润 许七威带着父亲逛了整个公司 比起之前公司的规模小了一些 许万龙看着改头换面的公司感慨颇多 逛完公司后 三人来到许七威的办公室 许万龙问道 七威啊 看到你能做到现在这样 我很高兴 许七威 爸 这份事业是你打下来的 我只是不想你的心血被外人窃取 现在你出来了 正好我们抽个时间做一下股权交接 也算物归原主了 许万龙一听当然不同意 白手道 不不不 这怎么行 先不说这公司是你花钱买下来的 我在里面蹲了这么久 对外面一切都不熟悉 这怎么行呢 许万龙说的也有道理 现在时代变化的太快了 许万龙的思维还停留在四年前的时候 现在接手公司 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许七威皱着眉头想了想 说道 那这样 爸我暂时帮你打理一段时间 你这段时间赶快适应 适应好了 我们再做交接 许万龙还是白手 不不不 我不能要 这个 许七威直接打断他说道 哎呀爸 我有停泽 不想每天守着公司 我只想陪在停泽身边 做个家庭主妇都行 见许七威这么说 许万龙终于明白过来 思索了一番后说道 那就这样 等爸适应一段时间后 你分爸一点股份就行 公司还是你的 爸来帮你打脸 好不好 许七威 爸 就这么定吗 许万龙大手一挥 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 紧接着 许万龙又问道 程丽伟那个狗东西 现在在干什么 许七威和陆廷泽对视野 摇了摇头 不知道 当时廷泽把他从公司赶出去后 就没再关注过 不知道现在干什么呢 许万龙点点头 嗯 这件事 你们不要插手 程丽伟这个狗东西 栽赃陷害我这件事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听父亲刚出来又要惹事 许七威担心道 爸 你这刚出来 就不能消停消停吗 文言许万龙眉毛一粒 消停 我这四年耗子白蹲的 许七威 可是你刚出来 万一又闯会进去了怎么办 许万龙沉声想了想 道 放心 我没那么傻 这次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抓到把柄 陆婷泽从头到尾一直在听 没有插话 这个时候说道 许叔叔需要帮助尽管说 许万龙笑着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女婿 许万龙甚是满意 后面 许七威带着许万龙 熟悉了一下公司各个部门 向各个部门介绍了许万龙 其中不乏有一些之前的老员工 认识许万龙 从万龙地产公司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天色见黑 在许万龙的指引下 陆婷泽开车前往太贤庄 乍一听到这个名字 陆婷泽就感觉特别熟悉 细细一想 这太贤庄不正是他第一次 带安保公司员工去吃饭的地方吗 有记得那天 陆婷泽还跟周知里王力来 唐风几人闹了点矛盾 许万龙带着两人走进太贤庄 看起来许万龙对这里很熟悉 没进去之前 肯定经常在这里吃饭 订好包厢后 三人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包厢 许万龙大手一挥点了一桌子菜 三人一边聊天一边等上菜 许万龙按住了他 没事 我去看看 陆婷泽没有推辞 许万龙起身走出包厢 包厢外 饭店经理追着两个人 正朝着他们的包厢走来 有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上次和陆婷泽 有过不快的王力来和林飞 王力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油腻 嘴里叼着一根烟 指着面前的经理骂道 妈的 不认识老子是吧 老子隔三差五在这里吃饭 都是同一间包厢 你竟然敢跟我说 包厢订出去了 谁给你的胆子 经理面带苦笑 一脸为难 不好意思王总 您这也没有提前预约 我是真不知道您要来啊 王力来根本不听 别跟老子废话 现在 立马给我弄走里面的人 我 王力来 要在这里吃饭 听懂听不懂 经理正为难时 徐万龙来到经理身后 这我没问到 怎么了 经理一看是徐万龙 急忙富尔向徐万龙说了 这里发生的事 随后问道 徐总 您看着 要不要我们给您换个包厢 您放心 我给您打八折 这是钱的事吗 当然不是了 想当年徐万龙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 这么丢人的事 他反正是干不出来 何况包厢里 还有自己的女儿 和未来女婿呢 这个脸面他丢不起 于是 徐万龙眉眼一沉 看着王力来说道 这位先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们先来的 你是后来的 那么多包厢 为什么非要这个包厢呢 王力来一听 眼前的人竟然敢跟他顶嘴 吸了一口烟 骂道 妈的 哪里冒出来的傻逼东西 老子是太贤装的贵客 经常在这间包厢吃饭 用得着跟你解释 现在 立马给我带着你的人滚出去 听到没有 别惹我发火呀 王力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狂妄 看得出来 上次的事情并没有让他长教训 林飞这个时候 也在旁复和道 是啊 我老公每个月在你们这里 花销都是万八千的 要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不来了 去别的地方吃去 我就不信 这江城吃饭的地方 就你们一家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作为太贤装的经理 他还真不敢轻易失去这样的大客户 于是 经理转头又看向徐万龙 徐总 徐万龙知道他想说什么 大手一挥 赤道 滚 包厢是我们先订的 想让我们换地方不可能的事 王力来闻言 笑着走上前 上下打量了一下徐万龙 怎么看着你这么熟悉呢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徐万龙皱眉 同样仔细打量了一番王力来 紧接着思索回忆了起来 马上 徐万龙的眼神变成了震惊 您 您是震业集团的王总 哎呀 对不住对不住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对不起王总 对不起 嗯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应该是那个叫什么龙的地产公司的老板吧 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呀 之前 王力来作为振业集团的生产销售总监 跟很多人都有交集 这其中就有万龙地产公司 因为林振业和徐万龙之前是就相识 在万龙地产有一部分股份 徐万龙一脸歉意 笑道 之前被人阴了 在里面蹲了几年 这不刚出来 吃个饭 王力来装作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似是想到了什么 皱眉正准备询问时 路亭泽和许七威先后从包厢走了出来 转头看到王力来和林飞的那一刻 路亭泽有些意外 王力来和林飞也看到了路亭泽 王力来大脑出现了片刻的空白 手里的香烟掉在地上都不自知 林飞更是尴尬地 用脚趾在地上扣出了三十一厅 路亭泽和许七威走了过来 为了担心路亭泽说错话 得罪王力来 徐万龙敢在路亭泽先说话的时候开口了 那个 路小子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镇业集团的生产总监 王力来王先生 路亭泽点点头 我知道 徐万龙没多想 紧接着向王力来点头致歉 笑道 那个 这是我的小婿 今天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就换包厢 说完 徐万龙就准备带两人离开 路亭泽没有动 许七威也没动 徐万龙见状着急道 快走 一会儿我再给你解释 路亭泽没理会徐万龙 看着王力来露出淡淡的笑意 王总 好久不见啊 路亭泽的话 让王力来身子一颤 强行挤出一丝笑脸 对对不起 路先生 我不知道是您 王力来的话 让许万龙猛逼了 很快他意识到了什么 目露惊讶地看向路亭泽 路亭泽 我和我女朋友 许叔一起吃个饭 有问题吗 王力来连连摇头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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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 您请 您随便吃 今天的单我买了 路亭泽摆手 那倒不用 别再找事就好了 听到这话 王力来如获大赦 点头哈腰地离开 王力来和林飞消失后 经理紧随气后离开 不好意思先生 很抱歉打扰到您 今天先生的用餐 我们会打六折 希望先生别介意 路亭泽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经理离开后 徐万龙这个时候才走了过来 看了看王力来离开的方向 又看了看路亭泽 第一次 徐万龙意识到 自己这个女婿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简短的意外后 三人回到包厢 开始吃饭喝酒 有了这次的时候 徐万龙对路亭泽的态度中 多了一丝认真 没有之前那么放得开了 路亭泽当然也感觉出来了 又不知道怎么说 九过三巡后 路亭泽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是林音打过来的电话 跟许七威示意了一下 出门去了 包厢外 路亭泽接通电话 怎么了宝贝 你回来了吗 那边沉默着 没有声音传出 路亭泽感觉到了不对劲 是不是林阵祖找你麻烦了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话音刚落 手机那头终于传出林音的声音 只不过是哭声 亭泽 我 我们 还是分开吧 路亭泽有些意外 林音竟然向他提出了分手 很快路亭泽意识到 肯定是林阵祖跟林音说了什么 向他施压了 以林音对自己的好感度 除非是什么 林音无法拒绝的事 不然 他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说什么呢 你爸跟你说了什么 跟我说 我来帮你处理 林音 这个事你解决不了 对不起老公 对不起呜呜 嘟嘟嘟 说完林音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被挂断的手机 路亭泽眼神彻底阴沉了下来 他和林音相处的时间虽然不久 但早就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女人 他不可能放任林音被人欺负 就算是他爸也不行 想到这里 路亭泽转身走进包厢 对不起七薇 林音出事了 许说 我有点事 先走一步 说完 路亭泽拿起衣服转身就走 许万龙还想问什么 许七薇拦住了他 哎呀爸 他有急事 先让他去吧 见此 许万龙只好作罢 路亭泽开车的路上 一直在给林音打电话 一个都没打通 这让路亭泽心里更加着急 不得已 路亭泽只好前往林振夜老爷子的院子 问问老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半个小时左右 路亭泽来到林振夜院外 一进门就看到林振夜 坐在门口的摇椅上喝着茶 仿佛知道他会来 已经在等他了一样 老爷子 林音怎么了 路亭泽走到跟前 急迫询问 林振夜抬手压了压 给路亭泽倒了一杯茶水 坐 慢慢聊 路亭泽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喝茶 他只想快点找到林音 但他也知道 这种事情急不来 压下交集 坐在林振夜对面 林振夜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说道 想必那妮子已经跟你说了 我们林氏集团和燕城住市集团的事 你知道多少 说来听听 路亭泽皱眉 这件事 林音确实跟他提起过 但并不深 于是说道 没错 林音氏跟我说过 燕城住市集团在狙击你们集团的产业 对方是强 林振祖林总想通过联姻的方式 和住市集团达成和解 但被你否决了 我就知道这么多 老爷子 林振夜点了点头 继续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说道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 燕城住市集团不仅是强 他们是燕城本地独一无二的超级集团 坐拥整个燕城的资源 近几年来 住市集团不满足于现状 看上了江城的市场 想在我们的地盘奋一杯羹 但我们江城三大巨头也不是吃素的 自然不可能看着他一个外省势力进入 所以 这几年来 我们三大巨头一直在联合对抗住市集团 只可惜 即便我们三大巨头联合 也不是住市集团的对手 时间越久 我们三大巨头亏损的就越多 都是生意人 难免会起内讧 前不久 腾辉集团的唐雷率先退出联盟 选择中立 休养生息 万圣建业的万起山也开始动摇 联盟已经摇摇欲坠 我们正业集团是联盟的发起者 住市集团首当其冲要对付的就是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抵挡不住住市集团的商业入侵 就在前几天 住市集团的助哨 也就是助理 你见过的 跟正组聊了聊 答应我们 只要我们将林英嫁给他 住市集团不仅可以不计前嫌 等他们彻底掌控江城市场 更是可以分给我们正业集团40%的市场份额 这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正组他是拒绝不了的 你别怪他 他是正业集团的主心股 需要为大局考虑 说到这里 林正业端起茶杯小敏了一口 叹了口气 听完林正业的解释 陆婷则心里的怒火 似要将他吞噬 陆婷则重重的一拳砸在茶桌上 整个茶桌四分五裂 茶水溅了一地 软骨头 何必找这么多的借口 自己没本事 称出偌大的家业 沦落到需要牺牲自己的女儿 换取家族前程 这样的家业 就算延续下来 又有什么用 陆婷则非常愤怒 一改之前对林正业尊敬的态度 林正业似乎并不奇怪陆婷则的举动 看着一桌茶器 仅剩自己手中的还算完好 顿了顿后说道 婷则 你看这茶杯 本来一整套茶具 你说是摔碎一个茶盏 保留其他大部分的好呢 还是像眼前这样 其他的都摔碎 保存一个茶盏的好 陆婷则哪里听不出来林正业的影视 气愤道 他是人 是你孙女儿 不是茶盏 说完 陆婷则不再多言 转身气呼呼地离开 林正业目送着陆婷则离开 张了张嘴巴 却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他何尝不知道这么多是错的 可在小错和大错之间 他没得选 林正祖也没得选 他和林正祖对林英的喜爱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 被逼到绝境 他们不会走这条路 离开林正业家的陆婷则 开车前往正业集团 路上又给林英打了几个电话 这次对面直接提示关机 气愤的陆婷则 狠狠对着方向盘一通发现 来到正业集团 陆婷则不顾警卫和保安人员的阻拦 坐上电梯直奔18楼 18楼办公大厅 林正祖的办公室里 秘书已经将陆婷则大闹公司 马上就要上来的事情告诉了他 林正祖挥了挥手 秘书离开 林正祖疲惫地靠在沙发上 揉起了眉心 不到两分钟 林正祖办公室的门 被陆婷则一脚踹开 陆婷则大步跨了进来 看着林正祖问道 林英人呢 林正祖认真地看着陆婷则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陆婷则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林正祖跟前 抓住他的衣领 将其提了起来 摁在墙上 眼神很辣 告诉我他在哪里 林正祖 我们是有赌约的 你坏规矩了 即便是被陆婷则胁迫 林正祖依然露出一丝笑容 只不过那笑容中 透露着几分无奈 我真不知道 和他聊过之后 他答应我会和你分开 之后 我就再没见到过他了 陆婷则没有说话 盯着林正祖看了好一会儿 最终还是泄气似的松开了他 林正祖整理了一下衣服 说道 陆总 有些事情 我也无能为力 希望你明白 陆婷则猛地回头 放屁 在你眼里 你的事业 总是比自己女儿重要 林正祖 我也想放弃这份事业 但哪有那么简单 手底下几千个员工 张着嘴巴等着吃饭 我得为他们负责 陆婷则气愤地摆了摆手 插着腰走到落地窗前 我不听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我现在只想知道 林英到底去了哪里 我已经让人去找了 暂时还没有消息 至此 两人谁也没说话 就那样沉默着 一分钟左右后 陆婷则转身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查到消息 立马告诉我 不管是谁 休想从我身边抢走林英 说完 陆婷则头也不回地离开 看着陆婷则离开的背影 林正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一脸憔悴 回到车上后 陆婷则一边开车 一边给张安打去电话 接通后说道 张安 现在 让公司没有事情做的员工 立马出去找一个人 他的信息我现在就发给你 要快 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给我找出来 张安 收到 挂断电话 陆婷则将林英的信息发了过去 自己则开车漫无目的地寻找着 一遍又一遍地给林英打着电话 不知过了多久 陆婷则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陆婷则急忙接通 喂 找到了吗 电话那头 响起伍婿的声音 陆哥 我查到薛颖和亲爷的关系了 听到是这个消息 陆婷则有些失望 尝出了一口气后说道 说吧 伍婿 亲爷和薛颖没有血缘关系 薛颖是亲爷收养的女孩 最重要的是 薛颖的父母 早年就是被亲爷弄死的 听到这里 陆婷则眉头紧皱 消息可靠吗 伍婿 绝对可靠 我用我的性命担保 陆婷则想了想 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你完了 整理一份详细的资料发给我 对了 我再给你发一份资料 你立刻帮我找这个人 要快 伍婿 知道了陆哥 挂断电话 陆婷则调转车头 开往家的方向 回到家后 许其威和薛颖正在看电视 看到陆婷则回来 薛颖还是一如既往 面无表情地离开上楼 不是他不想跑 而是有徐飞的看管 他根本跑不掉 陆婷则没心思和他说话 许其威走上来问道 小英怎么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陆婷则到了一杯水 一饮而尽 紧紧攥着水杯 跟许其威大概说了 林英身上发生的事 听完陆婷则说的后 许其威走上前 急切道 小英那么喜欢你 怎么能嫁给别人呢 你快想想办法 陆婷则 我绝对不会让她嫁给别人的 大不了 我就去抢婚 听到这 许其威一致 紧接着重重点头 嗯 我支持你老公 陆婷则转身 跟许其威交代道 这件事我会处理 对了 许叔呢 你安排到哪里了 许其威 我给他买了一套房 不远 五公里左右 陆婷则 为什么不让住这里呢 空房间还有很多 陆婷则能这么说 许其威心里很高兴 抿嘴笑道 我说了 我爸自己不愿意住这里 怕影响到我们 陆婷则恍然 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说道 那行 我去找一下薛颖 跟他聊一会儿 说完 陆婷则就上了楼 薛颖卧室外 陆婷则敲了敲门 不等薛颖回应 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薛颖本来是坐在椅子上的 察觉到陆婷则闯进来 立马表现出紧张的神色 你干嘛 你要做什么 陆婷则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 薛颖害怕地缩在角落 我有那么恐怖吗 陆婷则开口 语气充满了无力 薛颖 你说呢 我告诉你 我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看着薛颖如此抗拒 陆婷则没和他啰嗦 直入主题问道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老实回答我就行 第一个问题 你确定薛青是你爷爷吗 听到这个问题 薛颖先是带眉一皱 随即赤道 你说呢 他当然是我爷爷了 陆婷则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第二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 有没有关于他们的记忆 这一次薛颖迟疑了 陆婷则的话 仿佛是勾起了 他某些痛苦的回忆 薛颖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别问了 陆婷则没料到 薛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隐隐间猜到了什么 问道 亲爷跟你是怎么说你父母的 薛颖捂着耳朵蹲下身子 不断地摇着脑袋 别问了 求求你 不要再问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啊 陆婷则下意识地站起身 想去安抚 可以想到薛颖对自己的态度 又停下了脚步 小颖 我想帮你 有些事你可能不知道 薛颖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摇头 当陆婷则提起 他父母的那一刻 薛颖脑海中 那段刻意被尘封的回忆 瞬间涌了出来 那是一个雨夜 父母开着车带着年幼的薛颖 一家人欢声笑语 本该和谐美好的一幕 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 子弹击碎了车窗 父亲浑身是血 挣扎着抱着年幼的他和母亲 想要逃走 可一群穿着黑色雨衣的柜子手 如影随形 他们仿佛恶魔 在年幼的薛颖面前 枪杀了自己的父母 父母浑身是血 倒在泥地的那一幕 深深烙印在薛颖的脑子里 生根发芽 就在他以为自己 也要遭毒手的时候 被无意中赶来的亲爷救下 抚养长大 十几年来 这段回忆在每一个夜 深人静的时候 总会冒出来 仿佛梦念一般 让薛颖痛不欲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段回忆 也渐渐被薛颖埋进记忆深处 直到今天 陆婷则再一次翻出了 那段血淋淋的过往 那种要被吞噬的感觉 再一次显现 无孔不入 如影随形 看着薛颖痛苦崩溃的样子 陆婷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走到薛颖跟前 紧紧抱住了他 一开始时薛颖还会反抗 但慢慢的 那种反抗逐渐变得微弱 只剩下撕心裂肺的哭喉 陆婷则什么都没说 就只是静静地抱着他 两久之后 薛颖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 陆婷则也适时地松开了他 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对不起 我并不想勾起你的痛苦回忆 但有些事 不是躲避能解决的了的 你想不想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如果你想 我就帮你查 薛颖愣住了 紧接着剧烈地摇着头 不想不想不想 我不想查 别管我 别管我呜呜呜 虽然薛颖嘴上说着不想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件事一直是他的心病 心病不除 薛颖一辈子都将活在阴影之中 陆婷则没再多说 站了起来 滑落在地 泪如泉涌 那几日 陆婷则整天几乎都在外面跑 寻找林英下落的同时 也寻找着关于薛颖绅士的消息 整个大地安保公司都被调动 就这样 地毯式的搜寻下 半个月后 终于有了消息 这天 陆婷则正在开车时 接到了武旭的电话 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 武旭就说道 陆哥 找到了 找到林英了 正在开车的陆婷则一个急杀 幸亏路上车少 不然肯定追尾 在哪里 林正业那边去 得到位置 陆婷则二话不说 发动车子 直奔林正业的院子 电话里 武旭还在说话 陆哥 双城建业的老板叫程立伟 背后的投资人 是燕城住室集团 这件事可能嘟嘟嘟 陆婷则没在听 果断挂断电话 对他来说 不管对方是谁 他都要将林英带回去 一路急迟 十几分钟后 陆婷则来到林正业家 直接推门而入 院内 林正业的茶桌上 除了林正业之外 还有助理 林正祖 林英 成立为几人 另外还有一个 长着阴沟鼻的男子 男子眼眸阴沉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目光直勾勾地 盯着陆婷则 陆婷则的突然到访 几人并不奇怪 陆婷则也没想着 和几人多说 静止走到林英跟前 拉住林英的手腕 就准备带他离开 跟我回家 陆婷则沉默着 转身就准备带林英离开这里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陆婷则始料未及 林英甩开了他的手 泪眼朦胧地说道 婷则 你回去吧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回去 陆婷则直直地看着林英 林英 不管有什么事 有我在 你就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解决 林英摇头 你解决不了 你解决不了婷则 你回去吧 回去吧求求你了 说着 林英推着陆婷则想 将他推出门外 可他的推丧在 陆婷则面前 就是个笑话 陆婷则纹丝不动 一把将林英揽入怀里 你不说 熟悉的温度 林英哭得更大声了 歇斯底里地锤打着他的脊背 婷则 你不懂 我是镇业集团的千金 我生来就是联姻的命 改不了的 改不了的婷则 陆婷则听到这话 就特别来气 愤怒道 放屁 谁制定的狗屁规定 老子偏就不信这个血 说完 陆婷则第一次 看向不远处的助理 冷声道 想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就自己来抢 有什么手段冲我来 对付他们算什么 助理冷笑一声 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 花点钱就能办到的事 为什么要和你拼命呢 这句话 让陆婷则无言以对 确实 对助理来说 利用自己家族 稍微给镇业集团施加压力 镇业集团就会主动 将林英乖乖送到他的床上去 完全没必要和陆婷则拼命 明白这点后 陆婷则也深切体会到 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是差得太远 虽然自己的本身实力 已经足够强大 可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的 根本没办法 和这种沉淀了几百年的家族抗衡 这是第二次陆婷则感受到无力 第一次的时候 是林妃当着她的面出轨的时候 陆婷则松开了林英 温柔地将其脸上的泪痕擦拭掉 随后抬步朝着助理走去 眼看就到助理跟前时 先前那个阴沟比男子站了起来 挡在了陆婷则身前 小伙子 我劝你哪里来的 回哪里去 看着眼前的陌生人 陆婷则心中警惕 上下打量了一番 并没有感觉出什么 倒是一旁站着的陈立伟 让陆婷则有些意外 想当初 陈立伟想利用霸王合同 用三千万 收购许七薇手里八千万股份不成 反倒把自己的股份 连带着外甥刘松的股份 都送了出去 那次之后 陆婷则本以为会迎来陈立伟的报复 不曾想陈立伟像吃了的哑巴亏 一点消息也没了 陆婷则当时还以为 陈立伟是被自己打怕了 不会再找自己麻烦 现在看来 自己倒是小瞧了陈立伟的隐忍 抬手一拳朝着陈勾鼻轰了过去 拳风烈烈 压杂着陆婷则冲天的怒火 这一拳 即便是曹六在这里 也只能选择暂避锋芒 可是 对面的陈勾鼻竟然选择了对轰 只见他同样一拳轰出 和陆婷则来了个硬碰硬 碰 咔嚓 拳拳相撞 巨大的力量冲击开来 距离近的几人被冲击波冲击散开 茶桌上的茶具在冲击波的清洗下 四分五裂 反观两人 应勾鼻应接了陆婷则一拳 脚步连退六七步才看看停下 他甩了甩有些酸疼的手腕 眉头一皱 按道果然有些东西 反观陆婷则 他的身体没有动 但眼神却透露着前所未有的震惊 自从自己同皮铁骨大成后 陆婷则自以为俗世之中 没有人能应接自己一拳 要知道 当初和曹六比赛时 他那一脚不过才用了七成力道 就已经让曹六重伤殉命 眼下 这个陌生的男子 竟然应接了他全力一拳 只是手腕酸疼 陆婷则的脑子当机了 有些不明所以 确实有点东西 但是嘛 小伙子 我还是劝你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及时收手 切莫给自己招来祸患 阴勾鼻再次走了过来 副手站在陆婷则身前 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警告 陆婷则的眼神变得很利 身上气势磅礴 眼看就要再次出手时 林英挡在了他的身前 林英紧紧地抱住陆婷则 说道 婷则 我已经和朱少订婚了 我不会再回去了 这句话 让陆婷则通体冰凉 林英松开陆婷则 吸了吸鼻子 说道 而且 陆婷则 你三心二意 已经有了许气威 还招惹我干什么 你能给我什么 你能和我结婚吗 你能给我一个家吗 林英的问题 让陆婷则哑口无言 他的话 戳到了陆婷则的痛楚 确实 陆婷则给不了林英他想要的 这一刻 陆婷则茫然了 动摇了 林英 婷则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给双方都留点尊严 体妹一点分开 好吗 别闹了 陆婷则看着他 艰难开口 阿姨 真的决定了吗 林英强行挤出一丝笑颜 走到助理身边 挽住了他的胳膊 靠在助理的肩膀上 当然 助理已经向我求婚了 我们三个月后就结婚 到时候 请你过来喝我们的喜酒 助理看了林英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 又看向陆婷则 陆婷则后退两步 不可置信地摇着头 突然 他想起什么 查看了一下 林英对自己的好感度 一百 还是一百 也就说明 林英真正爱的人还是他 一直都是他陆婷则 那林英为什么要这么做 联想到这些天来发生的种种 陆婷则明白了 终究还是自己实力太弱 保护不了林英 保护不了正业集团 助理集团能给他们的 陆婷则给不了 就这么简单 明白这一点后 陆婷则苦笑着点了点头 好 我走 说完 陆婷则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院子 直到听见陆婷则车子的引擎声远去 院子里的众人才回过神来 林英松开了助理 哭着跑进了里屋 他的心 窒息般的疼 林英离开后 助理笑着贪了贪手 这不就解决了 很难吗 林振业闭上了眼睛 老脸布满苍霜 林振祖同样心痛 但也只能陪着笑脸 这就是江湖 而女情长 人情世故 身不由己 助理拍了拍衣服站了起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三个月后 等我风风光光 迎娶林大小姐进门 哈哈走 说着 英勾比男子和成立伟 一前一后跟着助理离开了 出门后 三人上了一辆麦巴赫离开 车上 助理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 怎么样 有把握吗 英勾比眉头紧簇 认真思考了一番 评估了一下后 说道 不确定 这家伙的力量 是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最强的 应该也是一人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底牌 或者失诚 古某觉得 助少还是先好好查查他再说 听完英勾比的话 助理点了点头 好 随后 助理又将视线转到成立伟 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成立伟恭敬低头 说道 助少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腾辉集团的唐总和万山建业的万总 已经答应和我们公司合作 另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 都答应了合作 助理点了点头 嗯 做得不错 晚上 十二点多了 陆婷子还没有回来 许七威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步 一遍又一遍地给陆婷子打着电话 不久 房门打开 陆婷子沉着脸回来了 许七威看到后 一脸担心地跑了上去 你干什么去了 电话也不见 陆婷子强行挤出一丝笑脸 走到沙发上坐下 使劲搓了搓脸 许七威感觉到了陆婷子的沮丧 坐在跟前问道 小英呢 找到了吗 陆婷子捂着脸点了点头 找到了 不过 他要和别人结婚了 一听这话 许七威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 小英怎么能嫁给别人呢 到底怎么回事 陆婷子平复了一下心绪 将在林郑业家的遭遇 告诉了许七威 许七威听完 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傻啊 小英明明还爱着你 他那么说 只是为了气你 他是身不由己的 陆婷子 我知道 可我 确实帮不了郑业集团 现在的我 太弱 许七威叹了一口气 捧着陆婷子的脸 耐心劝道 婷子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在我心中你 一直都是最厉害的 无所不能的那个人 我相信 小英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你能想象 现在的小英 有多绝望吗 他在等 等你去救他 等那个脚踩五彩祥云的男人 那个人就是你陆婷子 你知道小英是爱你的 等到他真的嫁给助理 一切都晚了 现在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我是女人 比你更了解他 我相信 小英现在肯定也在等你 不得不说 许七威是一个合格的妻子 听了许七威的安慰开导后 陆婷子挥败的双目 重新换发神采 是啊 他是谁 他是陆婷子 又系统加持的男人 上天已经给了他逆袭的条件 自己竟然被这么点困难阻挡 在这伤春悲秋 他也太不是个男人了 更对不起自己的这套系统 想明白这些后 陆婷子站了起来 他紧紧地抱住许七威 在许七威唇上亲了一口 谢谢你七威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许七威笑着点了点头 一句话没说 这一刻 陆婷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把铜皮铁骨的密集摘录下来 交给更多的人去学习练习 他一个人的能力 终归是有限的 想要走得远 站得高 必须要依靠团队的力量 想到这里 陆婷子立马在心里发问 系统系统 我能把铜皮铁骨 给其他人学习吗 系统无声 你不说话 我就当时默认了 陆婷子铁了心要这么做 说服自己后 陆婷子便一头扎进了书房 整整一夜过去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 书房门终于打开 略显悴的陆婷子 伸了个懒腰走了出来 经过他一晚上的干熬 铜皮铁骨秘籍的内容 终于被整理了出来 形成了文字版 许其威应该是去公司了 保姆做好了饭菜 陆婷子来不及吃 拿了一只鸡腿就出了门 直奔大地安保公司 半个小时后 陆婷子来到公司 召集以张安为首的公司 所有高层在会议室开会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大地安保公司 现在的规模 已经接近200人 分了20个小组 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组长 会议室里 20个小组长悉数到场 陆婷子坐在主位 将打印好的 铜皮铁骨秘籍 依此分发了下去 陆婷子 这是一部强身健体的秘籍 叫铜皮铁骨 往后你们训练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个 替代军体权 纳入考核 张安分发秘籍的时候 陆婷子开始向大家解释了起来 听完陆婷子的解释后 20多个人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强忍着笑意 忍俊不惊 陆婷子皱眉 不解道 怎么了 有什么好笑的 很多人文言 立马严肃了表情 但还是有人举手说道 陆总 这个 是武功秘籍吗 陆婷子思考了一下 随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不吃 陆婷子的话 让所有人都笑了出来 陆婷子总算明白了过来 这些家伙为什么笑 武功秘籍 在现代社会中 多存在于影视剧中 现实生活中 哪有什么武功秘籍 公认最实用的 还是散打搏击 武功秘籍 笑话罢了 想明白这些后的陆婷子 也没办法解释 眼珠子转了转后说道 不管你们信不信 这个必须要纳入考核 经过我的整理 根据每个人的熟练程度 分为四档 从低到高 依次为白位 黄位 黑位 红位 一个月依次考核 凡没有入门的 公司会予以辞退处理 同理 当位越高的 薪资水平也就越高 陆婷泽严肃的表情 再加上他宣布的条令 煞时间让二十多人 从一脸玩味 变成了认真 开始仔细认真地翻看 起手里的秘籍 秘籍内容是 陆婷泽用大白话摘录的 不存在不理解的情况 能学习到什么程度 全看个人天赋 而设置这个档位 也是陆婷泽干熬一晚上 针对秘籍内容 做出的相应调整 以它为标准 红位的实力 和它不相上下 最低的白位 也比现在的他们厉害得多 完了每个组长 将秘籍打印出来 确保每个人人手一份 严禁外转 否则军阀处置 就这样 没问题的话就散会 说完 怎么了 武序 陆哥 我找到薛颖的二伯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陆婷泽眼睛猛的一亮 薛颖这件事 也是陆婷泽为难的另一个点 只可惜 陆婷泽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 武序的消息 无疑是解决薛颖问题的 关键所在 当然 陆婷泽也为武序的 专业能力惊讶 按道专业的事 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 武序不愧是侦查兵出身 这效率不是一般的高 好 你现在在哪里 我过去找你 得到位置后 陆婷泽开车前往武序所在的位置 一个多小时后 陆婷泽来到武序发给他的位置 一家香羊牛肉面馆 店里 武序正吃着五块钱一份的热干面 看到陆婷泽过来招了招手 陆婷泽坐了过去 刚好他也没吃 叫了一份热干面 陆哥 找这个人可是费了我好一饭功夫 这家伙藏得挺深啊 陆婷泽仔细说说 武序 据我查到的消息 薛颖的父亲叫秦生男 生前是个警察 卧底警察 在当地的黑恶势力 卧底了十年之久 没有被查出来过 后来 不知道是谁泄露了信息 薛青知道了秦生男的警察身份 派人暗杀了秦生男 而他的妻子 也就是薛颖的母亲肖文娟 也惨遭毒手 听到这里 陆婷泽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你的意思是 武序点了点头 小声道 秦生男夫妻遇害后 秦生男的弟弟 也就是薛颖的二伯秦生东 连夜搬了家 隐姓埋名 我查了秦生东当年的银行流水记录 在秦生男遇害之前 秦生东只是一个建筑工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秦生男遇害之后 秦生东失去了工作 但花销变得更大了 最多的一个月有十亿万的流水 陆婷泽领会到了武序的意思 说道 你的意思是 秦生男遇害之后 秦生东收到过一笔巨款 武序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不然没道理 秦生东一个建筑工人 哪里买得起七八十万的房子 而且还是全款 开的还是宝马三系 这在当年可得不少钱 陆婷泽点点头 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现在还只是猜测 具体的还得问过之后再说 吃完了没有 吃完了就走 武序抹了抹嘴巴 走吧 说着 两人起身 陆婷泽付了钱 开车前往秦生东的家 路上 陆婷泽将铜皮铁骨密集 也给了武序 说道 这是个好东西 有空好好学习 很厉害 武序郑重地收了起来 嗯 我会的 三五分钟后 两人的车子 驶进了一个老旧的小区 这个老旧也只是针对现在来说 放在十几年前 这小区可是当之无愧的楼王 在武序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秦生东门前 陆婷泽敲了敲门 谁啊 屋内 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紧接着房门打开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疑惑地看着两人 问道 你们找谁 陆婷泽微微一愣 看到男孩的第一眼 他就感觉特别熟悉 男孩的眉眼之间 跟薛颖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你好 请问 这里是秦生东家吗 陆婷泽没有表现出来 询问道 男孩点了点头 是啊 你们找我爸有什么事 武序 是这样 我们是你爸的好朋友 很多年没见了 你爸在家吗 一听是父亲的好朋友 小孩没有多想 将两人迎了进来 屋内是三十一厅的格局 很宽敞 差不多有150平 两人坐在沙发上 男孩一边给两人倒水 一边说道 我爸上班去了 还没回来 不过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你们稍坐一下吧 男孩将水杯放在两人面前 笑着说道 陆婷泽点了点头 这个孩子倒是挺有礼貌 真要按备份算起来 眼前这个男孩 就是薛颖的堂弟 怪不得梅宇坚跟薛颖 有几分相似 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 武序发问 我叫秦聪 哦 你爸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你妈呢 武序继续发问 秦聪 我爸自己开了一家手机店 就在旁边的市场 我妈刚过去替我爸 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刚说完 要是开门的声音响起 男孩脸上一洗 笑道 我爸回来了 说着 男孩就去门口迎接秦聪东了 门打开 一个中年男子进来了 先是笑眯眯的摸了摸秦聪的脑袋 发现房间中有陌生人时 顿时警惕了起来 秦聪 小聪 他们是 秦聪 爸 他们说是你的好朋友 我就放进来了 陆婷泽和武序没有起身 微笑着看着秦聪东 秦聪东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你作业写完了没有 马上要开学了 赶紧去写作业 爸爸和朋友聊会天 秦聪点了点头 转身跑进卧室去了 秦聪东洗了把手后 坐到两人对面 笑道 两位看着面生 我不记得 哪里有两位这样的朋友 武序看向陆婷泽 没说话 陆婷泽脸色平静地 注视着秦聪东的眼睛 只是对时间 陆婷泽就知道 对方心里一定有鬼 他也不想绕圈子 问道 问你个事 十四年前 你的哥哥秦聪南一家 被暗杀的事 你知道吧 陆婷泽话音落下 秦聪东像触电一般地站了起来 执着陆婷泽和武序大声道 你们是什么人 请你们离开我家 出去出去 秦聪东如此大的反应 让陆婷泽更确信 他知道些什么 两人都没动 陆婷泽继续发问 秦聪东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放心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查清楚 秦聪东 那你们就去查 我什么也不知道 请你们离开 离开我家 见此 两人对视一眼 已经心知肚明 秦聪东必然和这件事有关系 只是他如果不说 两人也没办法 只能从其他地方找证据 这不重要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陆婷泽当先起身 武序紧随其后 两人一起朝着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陆婷泽停下脚步 转过身看着秦聪东 说道 秦聪东 这十几年你睡得安稳吗 他们有没有来找过你 秦聪东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紧接着快步走到两人跟前 一言不发地将两人推了出去 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陆婷泽和武序对视一眼 武序说道 现在怎么办路哥 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陆婷泽摇摇头 我要的就是打草惊蛇 说着 两人朝着楼下走去 陆婷泽掏出手机 给张安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说道 张安 我给你发个位置 你派两个人来这里守着 严密监控 他的一举一动 挂断电话 陆婷泽将这里的位置 和秦聪东的信息发了过去 下楼回到车上 武序问道 陆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 陆婷泽想了想 转头看向武序 说道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吧 你好好休息两天 有事我随时叫你 武序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好 那陆哥随时给我打电话 陆婷泽点了点头 开车带着武序来到外面 打了一辆车离开 武序离开后 陆婷泽坐在车上 仔细想了想 现在他基本上确定 这件事肯定和秦聪东有关 按理来说 这么大的案子 警方应该有调查才对 为什么没有结果 更何况 秦聪南还是警方的卧底 如果秦聪东 真的是出卖秦聪南的那个人 警方理应不该让他 逍遥快活这么久才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思来想去想不通 陆婷泽选择去警察局看看 查一查档案 看了一眼秦聪东当年的信息 陆婷泽开车来到当年 主办这件案子的警察局 进门后 陆婷泽走到一个窗口前 说道 您好 我想查一下14年前秦聪南 被暗杀案件的卷宗 防弹剥离后 是一个年轻警察 听完陆婷泽的诉求后 笑了出来 哎 你是来搞笑的吧 查卷宗 你有这个权利吗 就连我都没这个权利 你凭什么查 小警员的话 让陆婷泽很不舒服 皱眉道 那要怎么样才能看到 这个案子的卷宗 小警察摇了摇头 这个我不知道 没这个先例 按理来说 卷宗只有警察内部相关人员 有资格查看 陆婷泽皱眉 这个案件对我很重要 能不能行个方便 陆婷泽好生好气的说话 起了小警察听完陆婷泽的话后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指着陆婷泽骂道 你什么意思 会入室吧 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 陆婷泽一脸猛逼地站在那里 看着不断向他走来的警察 像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难受出了表情包 几个警察将陆婷泽围在中间 其中一个警察 上来拍了拍陆婷泽的肩膀 指着门外 这位先生 请你离开 饶是以陆婷泽再好的脾气 莫名其妙 先是被小警察呵斥 又是被他污蔑 也有些来了气 他冷笑着环视了一圈四个警察 说道 我只是在进行 身为一个公民合法的要求 为什么要离开 为首的警察 根本没想着跟陆婷泽解释 在他身上推了一把 请你离开 陆婷泽有些生气 抓住警察的手臂轻轻一推 为首的警察 一个屁股蹲 就坐在了地上 紧接着 袭警 他敢袭警 给我抓起来 抓起来 于是 其他三个警察 瞬间严肃起来 朝着陆婷泽就围了上来 眼见这些警察 不分青红皂白 就这么抓人 陆婷泽快要被气死了 稍微使了点劲 三个警察都被甩飞了出去 摔倒在地 这一下 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在警察局袭警 说出去 怕是连罪犯 都要束个大拇指 说一声牛逼 看着越来越多的警察 赶赴而来 陆婷泽知道 今天这事是吸不了了 放弃了挣扎 任由警察将他拷了起来 关进了拘留室 拘留室内 陆婷泽就这样 被关了整整十几个小时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 终于门打开了 只不过 走进来的 却是一个女警 一个漂亮的女警 虽然穿着警服 但丝毫不影响 他前途后翘的身材 以及阴气逼人的五官 若是放在床上 陆婷泽连忙甩了甩脑袋 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甩了出去 女警走到陆婷泽对面站定 身后又走进来一个男警察 男警察三十出头 手里端着一个茶杯 吐了一口茶叶 笑道 你小子胆挺肥啊 在警察局撒野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陆婷泽直勾勾地看着他 是你们的工作人员语气不逊 哼 你以为你是警察局局长 想查就查 就算是局长 想查卷宗也得经过申请 怎么 你比我们局长还牛逼 这句话说得陆婷泽无言以对 确实 他对政务系统里面的条条框框 确实不怎么熟悉 闹了笑话 他不知道的是 在男警察说这些话的时候 旁边的女警察微微促起的峨眉 那怎么样才能查到卷宗 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陆婷泽继续发问 男警察想了想 摇摇头说道 公民没有查看案件卷宗的权利 你查不了 听到这个结果 陆婷泽拳头紧紧攥在一起 一种无力的感觉袭来 也是在这一刻 陆婷泽第一次感觉到权利的重要性 你查什么卷宗 查卷宗干什么 沉默间宛如夜音出题的声音响起 女警开口了 陆婷泽抬头看了一眼女警 说道 我要查十四年前秦生男夫妇被害的案件 秦生男当年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最后资料被泄露 秦生男一家惨遭报复杀害 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我就是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吧 女警戴眉紧皱 没有说话 反倒是旁边的男警 嘲讽道 你从哪听到的这些小道消息 我们将成到现在 就没有十年以上 没有破了的案子 听见这话 陆婷泽的胸口 没来由得一阵憋闷 碰 他控制不住的一用力 重重的一拳砸在桌子上 手铐碎裂 桌子也四分五裂 所以我才要查看卷宗 陆婷泽一声大吼 男警察的茶杯 吓得掉在了地上 花容失色 女警察也被陆婷泽 突如其来的爆发吓到了 谈口微张 看着碎裂的手铐 和四分五裂的桌子 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想干什么 反应过来后的男警 指着陆婷泽大声呵斥 两腿发软 以陆婷泽表现出来的强势 要对付他和一个女警的话 太容易了 甚至刚当男警察都已经想好 自己埋在哪里了 陆婷泽也知道自己失态了 重新坐在椅子上 低头道 抱歉 我失态了 陆婷泽的道歉 让男警长舒了一口气 当然 也少了方才不可一世的傲气 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 这次看你态度诚恳 拘留你一下就可以了 你先回去 完了我跟领导反映一下 你留个联系方式 有消息 我们会通知你 对了 临走之前 你得把损坏的桌椅赔了 陆婷泽沉默着点了点头 他也算看明白了 只凭自己一枪孤勇 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临走前 女警的眼神 在陆婷泽身上停留了很久 显然 对这个陌生 脾气有些暴躁的男人 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离开警局后 陆婷泽开着车慢无目的 在大街上晃荡着 车窗大开着 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 他的脑子 现在一团浆糊 按理来说 大闹警局这种傻缺的事情 他是干不出来的 可以想 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就控制不住 三个月后 如果自己还是对结局无能为力 难道真的要看着 灵影嫁给助理吗 他不知道 所以 陆婷泽要想办法 而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系统 系统说 薛颖是陆婷泽的命女 只要命女的好感度 达到100 系统会给予奖励 而且比普通的奖励重要得多 陆婷泽想通过帮薛颖解决这件事 试试能不能让薛颖 对自己的好感度达到100 这样的话 得到系统的奖励 说不定可以有办法 只可惜 刚开始 陆婷泽就被难住了 这件事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已经过去14年的案子 想要翻案 太难了 胡思乱想间 陆婷泽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罗小龙打来的 看到罗小龙的备注 陆婷泽这才恍然想起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去看罗小龙了 喂 小龙你恢复得怎么样了 罗小龙 七七八八了 按着身体素质 杠杠的 听着那边罗小龙轻松的语气 陆婷泽也跟着放松了一些 罗小龙 陆哥你最近干啥呢 陆婷泽一致 说道 没干什么 就些糟心事 你好好养伤 等你伤养好了再说 罗小龙 别呀陆哥 成天憋在这医院 我感觉四肢都快躺退化了 陆哥 你还是让我出去吧 回去休养也行啊 陆婷泽想了想 说道 行吧 我现在过去找你 等我过来再说 嗨的嘞 等你呀陆哥 挂断电话 陆婷泽驱车前往医院 二十来分钟 陆婷泽走进病房的时候 就看到穿着病号服的罗小龙 在地上来来回回地夺着步子 一脸惆怅 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雄鹰 看到陆婷泽到来 罗小龙立马走了过来 张开双手 陆哥 你看我 我都好得差不多了 你跟医院的人说说 就让我出去吧 我保证按时吃药 按时吃饭 看着罗小龙一脸气球的样子 陆婷泽笑了笑 点头道 嗯 我已经跟医院打过招呼了 现在收拾一下 跟我回去吧 罗小龙没想到竟真的成了 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 急忙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太好了 终于重见天日了 陆婷泽帮着罗小龙收拾东西 陆婷泽之所以答应罗小龙出院 不是因为其他 只因铜皮铁骨 罗小龙本来底子就好 学习铜皮铁骨肯定比其他人更快 最重要的是 学习铜皮铁骨可以帮助恢复伤势 比任何药品都管用得多 在医院折腾了半个多钟头 两人终于出了医院 车上 罗小龙正兴奋感慨时 陆婷泽将一本铜皮铁骨丢给他 说道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就是因为这个 这段时间好好学习 一个月后会有考核 罗小龙有些蒙圈 简单翻看了一下 疑惑到 武功秘笈 陆婷泽在开车 点了点头 嗯 罗小龙眼睛亮了起来 陆哥 这玩意儿 你都舍得拿出来 乖乖 这可是宝贝啊 我学了 他能和你一样厉害吗 陆婷泽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罗小龙将秘笈抱在怀里 一脸视相 送罗小龙回到公司 陆婷泽没进去 自己开车离开了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茫然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想回家 可又不想影响许七威的情绪 于是乎 陆婷泽开着车 慢无目的地来到海边 将车子停在路边 一个人在海边漫步 夜色降临 冬季的海风异常冰冷 陆婷泽仿佛感觉不到一般 漫步在海边 脑子空前地运转着 碰 正思考时 一声突兀的枪声 刺破了安静 吓了陆婷泽一大跳 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夜色中 陆婷泽只看见一辆警车 闪烁着警灯 两个警察靠在警车后面 正举枪 对着岸边的一艘快艇 警察 不要动 双手抱头 警察大声警告 语气严肃 快艇上 大概有五六个人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猛然间 快艇上亮起了刺目的灯光 将警车照的通亮 借助着亮光 陆婷泽也终于看清那两个警察 其中一个他认识 正是下午见过的那个美女警化 刺目灯树的照射下 两个警察什么都看不见 下意识地举手挡在面前 同时 快艇上 几个人飞速地跳下海 四散而逃 警察发现了逃跑的几人 警花也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竟然走出了警车掩体 拿着手枪追了上去 站住 不要跑 陆婷泽本想做个看客 不去理会 可他明明看到 那快艇上有一个人拿出了手枪 举枪对准了警花 陆婷泽知道 他要是不出手的话 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香消欲云了 于是 陆婷泽迅速接近警花 两人本来就离得不远 二十米左右的距离 从看到犯罪分子掏出手枪的时候 陆婷泽就动了 碰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幕 警花看到了枪口喷射出来的火焰 呆至当场 他万万没想到 这些人手里会有枪 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警花脑子一片空白 失去了思考能力 苏陌云 小心 不远处的队友大喊一声 双手举枪 对着快艇连开竖枪 碰碰碰 两声枪响 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出的 苏陌云呆至间 突然整个身子被人抱住 他只听见一阵风声 紧接着 自己就被人暴离了原地 苏陌云晃了晃脑袋 看向面前的人 夜色下看不太清楚 精神处于高度戒备的苏陌云 以为是罪犯的同伙 条件反射地使出了擒拿 抓住陆婷泽的胳膊 将其摁在了沙滩上 举枪对准 别动 快艇上 开枪的罪犯 已经被苏陌云的队友打倒 危机解除 唉 唉 轻点 疼 陆婷泽趴在沙滩上 一脸怨气 听着这个声音 苏陌云皱了皱眉 有些熟悉 将陆婷泽翻了过来 认出了陆婷泽 是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 陆婷泽 散步啊 警察同志 还能干什么 我刚救了你一命 知道不知道 苏陌云狐疑地看着陆婷泽 显然不相信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和他们一伙的 陆婷泽翻了翻白眼 别乱说 我都不认识他们 这个时候 苏陌云的队友跑了过来 拿出手铐二话不说 将陆婷泽就烤了起来 别动 安分点 陆婷泽深吸一口气 身无可恋 一天被烤两次 这造的是什么年 四个多小时后 晚上十二点多了 陆婷泽坐在关押室 几乎快要睡着 突然门开了 苏陌云和两个陌生的警察 走了进来 苏陌云走到陆婷泽跟前 解开了他的手铐 对不起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错怪你了 陆婷泽揉了揉 有些酸疼的手腕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苏陌云愣住 随即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 陆婷泽没再说话 沉默着朝着门外走去 苏陌云和两个警察 目送着陆婷泽离开 也都是一言不发 直到陆婷泽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 苏陌云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 追了出去 警察局大门外 陆婷泽下楼梯的时候 苏陌云在身后喊道 那个 你还没吃饭吧 陆婷泽停下 转头看着苏陌云 你说呢 苏陌云小脸一红 走到陆婷泽跟前 正好我也下班了 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是赔罪 和感谢 陆婷泽耸了耸肩 算你有良心 说完 陆婷泽当先离开 身后苏陌云衣服 都没来得及换追了上去 凌晨一点左右 两人找了一个烧烤摊 点了一桌子串 两瓶啤酒 边吃边聊 苏陌云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不是你的话 可能我已经牺牲了 陆婷泽咬了一口腰子 含糊不轻道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别提了 来走一个 正好我也好久没喝酒了 苏陌云笑了笑 不怎么喝酒的他和陆婷 则碰了一杯 一饮而尽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 感觉不像个正常人 苏陌云斟酌了半天 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正吃的陆婷则被呛道 没好气道 会不会说话 苏陌云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陆婷则也没真的怪他 就是感觉这个锦花挺好玩 举杯示意了一下 两人边喝边聊 开始的时候好好的 一切都很正常 直到两瓶酒快喝完的时候 陆婷则只听见喷个一声 苏陌云脑袋抵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 陆婷则人傻了 他见过酒量差的 没见过这么差的 喂 哎 醒醒 喂 你真的假的喂 不能喝就别喝啊 哎 你家在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啊 苏陌云毫无反应 醉酒后的苏陌云 脸蛋百里透红 分外诱人 陆婷则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但又一看到他身上的警服 身子抖了抖 陆婷则只好在苏陌云的身上翻找了一下 找到他的手机 用他的指纹解了锁 然后 再找到备注着爸爸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 那边传来一道略显低沉的声音 小云 陆婷则 啊那个 你是苏陌云的父亲吗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 随即道 我是 你是谁 为什么拿着小云的手机 陆婷则 是这样的书 我和你女儿在外面吃烧烤 结果呢他 他 喝醉了 我就是问一下您家在哪 我给他送回去 听完陆婷则的解释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向春路 XXX小区三号楼 一单元901 陆婷则 挨得嘞 我现在给他送回去 马上 挂断电话后 陆婷则叹了一口气 结了账 爆气彻底醉过去的苏陌云 放在自己车后排 开车前往苏陌云家 别跟陆婷则说什么 酒后不开车 喝了多少阿草 陆婷则吐槽了一路 先是备考 考完说 要请吃饭道歉感谢 好吗 结果账 还是自己结的 生活糟透了 苏陌云住的地方不远 十来公里 十几分钟就到了 陆婷则抱着苏陌云 来到家门口的时候 房门开着 陆婷则抱着走了进去 房间里亮着射灯 一个穿着灰色睡衣 戴着眼镜 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坐在沙发上 旁边还坐着一个美艳的妇人 美眼中和苏陌云 有几分相似 不用说 肯定是苏陌云的母亲了 陆婷则尴尬地笑了笑 将苏陌云放在沙发上后 说道 那个 叔叔阿姨 人我给你们送回来了 我先回去了哈 再见 男子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甚至都没有站起来 两人就那样直勾勾地 看着陆婷则离开了家 苏陌云再次醒来的时候 是第二天早上八点整 被上班闹钟吵醒的 习惯性地伸了个懒腰 嘴角微笑上扬 准备迎接美好的新一天 猛然间苏陌云记起了什么 立马从床上翻坐了起来 先是掀开被子 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外套什么的全被脱了 穿着贴身睡衣 看到这里 苏陌云的脸疼得一下红透了 他急忙从床上下来 开始穿衣服 过程中 苏陌云认出这是父母家 眼神又开始迷惑 穿好衣服后 苏陌云先是将门打开一条缝隙 没看到父母后 轻手轻脚地朝着门外走去 行了 过来吃了早餐 再去上班吧 走了没几步 父亲苏正豪的声音响起 饭桌那边 苏正豪正吃着早餐 苏正豪的妻子 干什么 过来啊 唐秀云催促了一句 苏陌云深吸一口气 走到父亲对面坐下 开始吃了起来 一家三口安静地吃着东西 谁也没有说话 苏陌云三下午除二 吃完早餐就准备出门 这个时候苏正豪终于说话了 昨晚送你回来 那个小伙子是谁啊 苏陌云愣住 反问道 我昨晚被送回来的 唐秀云美好气地瞪了女儿一眼 你也真是 明知道自己沾不得酒精 还喝那么多干什么 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陆亭则他不是坏人 苏陌云下意识地帮陆亭则说了一句 苏正豪和唐秀云 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静静地看着女儿 苏陌云脸又红了 解释道 他昨天救了我 我本来是想请他吃饭 感谢他来着 后面没控制住救 酒喝多了 爸妈你们不要瞎想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连朋友都算不上 我们就见过两次面而已 我们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哎呀 不跟你们说了 我去上班了 眼看着自己越描越黑 苏陌云索性不想解释了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苏正豪再次开口了 晚上叫他来家里吃饭吧 让你妈做点菜 好好谢谢人家 苏陌云 啊 苏正豪站了起来 拿起衣服穿上 正好 我也要去上班了 捎你一段吧 苏陌云 哦哦 回到警局后 苏陌云像丢了活儿一样 满脑子都是陆亭泽的影子 挥之不去 手机都快被磨得包僵了 苏陌云还是没想好 该怎么跟陆亭泽提这件事 他没有陆亭泽的联系方式 但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陆亭泽在警局留了号码 现在问题是 他要怎么跟陆亭泽说这件事 自己的父亲莫名其妙的 要请人家吃饭 这算什么 见家长吗 可他们才见了两次 一整天在哀声叹气中度过 陆亭泽这一天都在公司 看着每个员工学习 铜皮铁骨 遇到一些他们不理解的地方 出面指点一下 让陆亭泽有些痛心疾首的是 这对他来说 不需要学习的铜皮铁骨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两百个员工 一天下来没有一个入门的 更别说领会了 陆亭泽推测 照这个进度下去 一个月后的考核 能达到白位水准的 怕是一半都不到 正当他焦虑时 手机响起 是一个陌生号码 接了起来 喂 哪位 苏莫云 喂 是陆亭泽吗 陆亭泽听出了苏莫云的声音 苏莫云 苏莫云是我 那个 昨天晚上不好意思 还有 那个 UMM 就是 怎么说呢 你现在方便吗 陆亭泽一头问号 方便 你到底想说什么 电话那边沉寂了一会儿 紧接着 我爸妈想见你 约你晚上在我家吃饭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你必须得来 听完苏莫云的话 陆亭泽的第一反应是猛逼 紧接着是搞笑 哎 没完了是吧 我为什么要去你家吃饭 陆亭泽毫不客气 想起昨晚的事 陆亭泽就没来由的窝火 苏莫云是很漂亮 但他陆亭泽 是缺女人的人吗 是舔狗吗 他也是有底线的好不好 苏莫云 陆亭泽 你必须得来 陆亭泽 必须 我如果不去呢 你还准备靠我不成 苏莫云 陆亭泽 你真的我不敢吗 陆亭泽 哎呦呦吓死人了呢 那你还靠我吧 说完 陆亭泽不给苏莫云说话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手机 那边 苏莫云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一脸的难以置信 气愤地再次拨了过去 他苏莫云是什么人 姓花 整个警局没结婚的 包括已经结婚的 哪个见了他不都是客客气气的 这男人算怎么回事 脑子有泡吗 然而 他打过去的电话 直接被陆亭泽挂断了 街都没接 苏莫云又尝试播了几次 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 被挂断 到后面 苏莫云完全已经上头了 编辑了一条信息发了过去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爸是江城市公安局局长苏正豪 你再敢挂我电话 我就让我爸把你抓起来 一个消息发完 苏莫云继续编辑着信息 还有 昨晚那只是个意外 我爸妈要你去我家吃饭 也是为了感谢你 别不找 第二条信息还没有编辑完时 陆亭泽的电话 竟然主动打了过来 看着来电显示 苏莫云终于笑了 一脸傲娇 算你小子实相 喂 怎么 怕了 陆亭泽 你说 你爸是公安局局长 苏莫云 对啊 怎么了 陆亭泽 几点 告诉我时间 我一定到 苏莫云撇了撇嘴巴 且 还原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呢 原来都是一路货色 算我看走眼了 晚上七点 别放鸽子啊 那边 挂断电话的陆亭泽 使劲搓了搓脸 眼中流露着浓浓的惊喜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山虫水负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陆亭泽 正愁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秦生南这个案子的事呢 这一下机会不就来了吗 苏正豪是公安局局长 只要和苏正豪打好关系 秦生南的案子 就有希望了 想到这里 陆亭泽看了看时间 马上六点 拿上车钥匙就离开了 苏默云的家 说巧不巧 陆亭泽刚停好车的时候 恰好碰到下班回来的苏默云 第三次见到陆亭泽 苏默云没来由的心跳加快 两个人基本上没怎么说话 临到门口的时候 陆亭泽这才想起来 手里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待 房门打开 陆亭泽想下去买 已经晚了 苏叔叔您好 又打扰了 苏正豪辞合一笑 将两人接了进来 唐秀云在厨房里忙活着 苏正豪带着陆亭泽和苏默云 来到饭桌上坐下 笑道 坐 就当和自己家一样 放松点 陆亭泽确实很紧张 他也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官 江城市公安局局长 这个职位的含金量太高了 再加上陆亭泽一时激动 什么都没买 脸上藏不住的尴尬 不好意思苏叔叔 我这来得及 啥都没给您带 苏正豪笑着摆了摆手 爱不带好不带好啊 你带东西的话 反而不好了呢 陆亭泽大概能明白苏正豪的意思 笑了笑没打话 桌子上已经摆上了五道菜 都是普通的家常菜 唐秀云最后端了一个排骨汤出来 这一顿家宴算是奇了 唐秀云和苏正豪坐在一起 苏默云和陆亭泽坐在一起 气氛有些尴尬 苏正豪 来来来 尝尝你阿姨做的菜味道怎么样 陆亭泽点了点头 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几个人边吃边聊了起来 陆亭泽是吧 我就拖个大 叫你小陆可以吧 陆亭泽 当然可以 苏叔 苏正豪 昨天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多亏了你啊 身手不错呀你 练过的吧 陆亭泽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说练过吧 以苏正豪的能力 查清他的底细太轻松了 说没练过吧 昨天他就苏默云的举止 又说不过去 思来想去后 陆亭泽说到 可能 可能当时比较着急 钱力被逼出来了吧 哈哈 有意思 苏正豪听到这个答案后 开怀大笑 聊天中 原本的尴尬 也在悄然间消散 昨天的事情谢谢你了 我在这里替我女儿 给你说声感谢 如果不是你的话 后果不敢想象 陆亭泽 举手之劳苏叔叔不必客气 我相信每个公民 看到那样的情况 都会选择挺身而出的 苏正豪点了点头 转头对着唐秀云问道 哎对了 我记得上次里不上 他们送咱们的酒 还有一点事吧 拿出来 我跟小陆喝两杯 唐秀云皱眉 啊 医生不是说了 不让你喝 苏正豪 今天高兴 小拙一点 没事的 唐秀云瞪了苏正豪一眼 风情万种 好吧 等一下我去给你们拿 不许喝多啊 唐秀云转身去找酒的时候 苏正豪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小陆 我听说了你大闹警察局的事情 能问问为什么吗 陆亭泽正纠结要不要 跟苏正豪提这个事呢 苏正豪主动提出来 他自然乐的解释 于是 陆亭泽将14年前情生难的事情 从头到尾的 跟苏正豪说了一遍 苏正豪听得很认真 从头到尾没有打岔 陆亭泽说完 唐秀云也刚好拿着酒回来 苏正豪给两人各自倒了一杯 轻轻碰了一下 说道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这样的话 那这件事可能比较麻烦 毕竟14年了 陆亭泽点点头 他何尝不知道 只是 这件事 他必须要解决 将白酒一饮而尽后 陆亭泽说道 这种事 我想 不管过去多少年 都有查清楚的必要 苏正豪点了点头 刚想说话时 苏末云插话道 真的假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案子 苏正豪笑了笑 你进警局才多久 苏末云顿时不再言语 苏正豪顿了顿 思索片刻后说道 这样 小鹿这次帮了我们这么大忙 于情于理 我们也应该帮小鹿解决这个麻烦 这件事 回头我让人查一下 查到消息后 我再联系你 陆亭泽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激动地给苏正豪倒了一杯酒 端起酒杯道 那就谢谢苏叔叔了 晚辈不财 自己开了一家安保公司 苏叔叔以后有需要 尽管跟我说 苏正豪笑了笑 或许是聊的投缘 陆亭泽和苏正豪喝了蛮多酒 喝到陆亭泽感觉晕晕乎乎 知道不能再喝才把手 小云 送送小鹿 帮他叫个代价 苏正豪看起来啥事没有 吩咐着苏末云去送陆亭泽 苏叔叔说 今晚很高兴 这件事拜托了 临走前 陆亭泽借着酒敬 不忘给苏正豪弯腰拘了一躬 苏末云临走前 拿上了自己的包包和东西 爸妈我今晚睡我那边 你们早点休息 苏正豪笑着 看着苏末云搀扶着陆亭 则进了电梯才回去 电梯下降后 苏正豪返回房间 坐在沙发上揉了揉眉心 唐秀云适时地端来 一杯凉白开 你呀你 都多久没喝酒了 不是说好了不喝的吗 苏正豪笑了笑 说道 这小子有点意思 不简单 唐秀云 你调查他了 苏正豪 和咱们女儿走这么近 我不调查怎么行 听到这里 唐秀云也好奇起来 追问道 他怎么样 身世干净吧 苏正豪 身世挺干净的 大学毕业 父母都是普通个体户 已经去世了 唐秀云 哦那这孩子挺可怜的 苏正豪 他有意思的不是这个 三个月前 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一个月五千块钱的工资 被前女友出轨戴绿帽 唐秀云 啊 那后来呢 后来啊 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开始崛起 股市 炒币 赌食 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赚了大钱 从之前全身上 下不到十万积蓄的社畜 成了坐拥几十亿身家的年轻豪杰 这样的人 能不有意思吗 如果路亭泽在这里 听到苏正豪 竟然将自己调查得这么清楚 一定会惊掉大牙 不过 想想也正常 苏正豪是谁 江城市公安局局长 他想查的人 恐怕还没有查不到的 至少在江城这个城市 来说是这样 而从他的话里也不难看出 系统给路亭泽返现的那些资金 都是经过合法手段 洗过的 即便是苏正豪 也挑不出一点毛病 现在的他 成立了一家安保公司 网罗了很多退役军人 薛青知道吧 唐秀云 薛青 是那个自称江城地下皇帝的人吗 苏正豪点了点头 就连薛青也在他手里吃了扁 听到这里 唐秀云敏锐地嗅到了什么 奇怪地看着丈夫 老公 你不会是想 苏正豪懒过唐秀云 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 没错 这段时间江城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实则暗流汹涌 燕城的住室集团 大张旗鼓地 对江城本地的企业进行绞杀收拢 三大巨头心不齐 难成大用 刚好小鹿有这个打算 这小伙子人也不错 和咱们女儿也比较投缘 我何不帮他一把呢 说到这里 唐秀云基本上已经明白了丈夫的打算 没有多说什么 外面 苏莫云没有交代价 而是自己开车 送陆亭泽回家 他还是第一次开奥地A8 皱了皱鼻子道 喂 你住哪里 我送你回去 咱俩扯平了呀 陆亭泽已经醉晕了过去 只有轻微的酣声传出 苏莫云将车子停在路边 跑到后排去叫了半天没叫醒 实在没辙 只好开车带 陆亭泽回自己住的地方 苏莫云没和父母住一起 自己在单位附近 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住着 平时也就周末 或者过节的时候 才回家一次 将车子停在地下车库后 苏莫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是将陆亭泽背了回去 扔到沙发上的那一刻 苏莫云瘫坐在一旁大口呼吸着 一动也不想动 得亏她是警察 有一定的体力 这要给普通的女人 陆亭泽怕是要在车上过夜了 死沉死沉的 不能喝 就别喝这么多吗 折腾人 吐槽了几句后 苏莫云又将陆亭 则弄进了卧室 丢在了自己的床上 这要是被警察局的其他同志知道 怕不是要惊掉大牙 苏莫云在警局 那可是公认的高棱警花 不知道拒绝了多少追求者 而且他还有洁癖 一般的男同志 想进他住的地方 喝口水都不可能 今晚竟然带了一个 只见了三次面的男人回家 更是丢在自己的床上 果然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后面 苏莫云又费劲巴拉地 帮陆亭泽脱掉了鞋子 外套 就只剩下裤子没脱 拿着陆亭泽身上脱下来的衣服 苏莫云随手丢进了洗衣机 忙完 苏莫云终于有了床口气的功夫 看着睡得死沉死沉的陆亭泽 鼻子抽了抽 难难道 都醉成这样了 应该再起不来了吧 说完 苏莫云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脱了下来 塞进了洗衣机 只穿着贴身内衣 钻进了浴室 不一会儿 浴室中就传出了哗啦啦的水声 床上 迷迷糊糊的陆亭泽 听到水声 胃里忍不住地翻江倒海 一个没压住 差点没拖在床上 他强忍着口中的不适 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地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垃圾桶后 跌跌撞撞地朝着卫生间走去 卫生间中 苏莫云浑身赤裸 挂满了沐浴露的泡泡 正美滋滋地洗着澡 突然 卫生间门被推开 陆亭泽冲了进来 啊 苏莫云人傻了 情不自禁地尖叫了出来 陆亭泽看都没看 扑过去趴在马桶上 开始了翻江倒海的狂吐 苏莫云快哭了 他平常一个人在家 家里也没来过其他人 根本没有繁琐防门的习惯 此时此刻 苏莫云只能下意识地 捂着身体的重要位置 高声尖叫着 陆亭泽吐了一会儿 感觉好说多了 迷迷糊糊的感觉 有人在旁边尖叫 转过头看向苏莫云 好吗 苏莫云黄花大闺女一个 今晚算是被陆亭 则给看了个明明白白 只一眼 陆亭泽便跌倒在地上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 早晨十一点多 陆亭泽迷糊糊醒来 看着陌生的环境一脸猛逼 起床走出房间 陌生的客厅 房间里充斥着淡淡的香味 昨夜的记忆涌来 陆亭泽立马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 微信上一连串的全是消息 有许七威发的 张安发的 还有苏莫云发的 陆亭泽点开苏莫云的消息 醒来给我把卫生间收拾干净 不然有你好看 看完消息 陆亭泽立马冲进卫生间 刚进去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不用想 肯定是自己干的 没办法 陆亭泽只好捏着鼻子收拾了起来 从苏莫云家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陆亭泽给许七威回拨了一个电话 开车回了家 回家的路上 陆亭泽想起 昨晚苏正豪跟自己说的话 昨晚喝了酒 没读明白苏正豪话里的意思 现在他已经读懂了 一想到秦盛男的案子 马上就要解开了 陆亭泽忍不住有些激动 同时 陆亭泽也知道 有了苏正豪的帮助还不够 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 好在他早有计划 现在 他陆亭泽和燕城住室集团对抗 是必然的 与其让住室集团步步紧逼 一点点蚕食 倒不如陆亭泽主动出击 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实施计划 是因为光有钱 是没办法和住室集团抗衡的 权力 才是立足江城 和住室集团扳手腕的重中之重 现在有了苏正豪这座靠山 陆亭泽终于可以大失拳脚了 回到家时 恰巧许万龙也在 看到陆亭泽回来 许万龙略显拘束地站了起来 陆 陆总回来了 陆亭泽 许叔叔你做 不用客气 正好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陆亭泽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坐在许七威和许万龙跟前 问道 许叔 你对江城比较熟悉 我想问问 江城三大巨头的产业 都是什么性质 具体包含哪些 徐万龙听后 和许七威对视一眼 开始说了起来 江城三大巨头分工不同 其中正业集团的产业 主要是做食品生产和加工 把控着江城的食品各个渠道 腾辉公司主要是做高科技产业 尖端技术一类 电子产品 万圣建业 顾名思义 做的就是房地产 是江城房地产的龙头企业 三大集团在各自的领域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 有完善的生产 销售和售后产业链 你问这些做什么 许万龙说完后 许七威疑惑询问 陆亭泽靠在椅子上 整着双臂想了想 接下来的话 让两人目瞪口呆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将三大巨头 整合为一个超级集团 许七威和许万龙猛逼时 陆亭泽继续说道 三大巨头的产业 看似没有关联 其实不然 高科技技术和产品 同样可以应用在 房地产市场和食品行业 同理 房地产也和食品产业 高科技产业密不可分 所以 我觉得 整合三大巨头是可行的 许叔叔觉得呢 许万龙呆呆地看着陆亭泽 又看了看许七威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许七威这个时候说道 老公 你说胡话呢吧 你知道那需要多少钱吗 那个数字是不敢想象的 我们没那么多钱 再说了 就算光有钱也不行 这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 基本是行不通的 不怪许七威给陆亭泽泼冷水 实在是他的想法太过异想天开 是个正常人都觉得不可能 陆亭泽没有辩解 又问道 以你的估计 收购三大巨头的产业 大概需要多少钱 许七威看陆亭泽认真 熟悉陆亭泽的他知道 陆亭泽是认真的 于是想了想 说道 不算全部收购 只收购51%股份的话 单单是其中一个 差不多500亿 思索再三后 许七威说出了这个 还算保守的数字 陆亭泽听后点了点头 这个数字 倒和他设想的 没有太大出入 只是 他现在身上全部的积蓄 加在一起 大概还有25亿 和许七威说出的这个数字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想到这里 陆亭泽知道 自己又得赚钱了 而且这个赚钱的方式 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了 太慢了 于是 陆亭泽眼珠子转了转 突然问道 对了 江城有没有挂牌出售的大楼 大厦 许七威和许万龙再次猛逼 安静中 突然一道声音从楼上传来 新城区有一栋107层的烂尾楼 施工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资金链断裂 烂尾了 现在正在拍卖 三人寻着声音望去 就看到一袭白沙的薛颖 从楼上走下 那一眼的绝美 让陆亭泽黄身 薛颖是他目前为止 见过的最漂亮 最完美的女性 没有之一 只可惜 薛颖对陆亭泽非常痛恨 一直没给过陆亭泽好脸色 今天这主动说话 还真是头一次 陆亭泽有些受宠若惊 一时间没有打话 薛颖从楼上走下 走到许七威跟前坐了下来 继续说道 你如果想整合三大巨头 这栋楼是必须要拿下的 薛颖直勾勾地看着陆亭泽 说的话霸道至极 陆亭泽呆地点了点头 好 拿下 薛颖目光平静地看了他眼 说道 我爷爷一直都想整合三大巨头产业 只可惜一直没有成功 听说燕城注视集团这段时间 在侵占江城市场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江城上面的那些人 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而能对抗注视集团入侵 最好的办法就是 整合三大巨头产业 听了薛颖的分析 陆亭泽对这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 顿时刮目相看起来 大一 十九岁 只是从她的直言片语 就能推断出这么重要的信息 陆亭泽知道 她捡到宝了 你学什么专业的 陆亭泽迫切询问 薛颖 财务管理 啪 陆亭泽忍不住拍了一下手 站了起来 激动得无以言表 太好了 太好了 陆亭泽整个计划中 唯一缺的就是一个靠得住 实力过硬的财物 现在薛颖这不是就出现了吗 激动过后 陆亭泽很快又忧虑起来 他想起薛颖对自己的恨 放任这么一个恨自己的女人 掌控偌大集团的财物 行不行呢 陆亭泽偷偷查看了一下薛颖 对自己的好感度 零 低得很稳定 看到这个数字 陆亭泽的犹豫更深了 站在阳台边躲着步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死来想去后 陆亭泽在心里呼唤系统 唯 这个命女和其他普通女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这一次 系统不再像之前那样没有回应 机械性的声音响起 命女 好感度相比普通异性更难提升 被认定为不会离开 或背叛宿主的女性 听完了系统的解释 陆亭泽心中最后一块大石落地 有这句话就够了 薛颖对自己的好感度 虽然难提升了一点 但好在她不会背叛自己 也就是说命女对自己的好感度 只要上去了 就不会掉 不会像许七威灵音这样 偶尔还会有降低好感度的情况 知晓这一点后 陆亭泽快步走到薛颖跟前 贴近薛颖 眼神热切地说道 如果我整合了三大巨头 你就做集团的财物 薛颖稍稍靠后了一些 肉没到 你不会成功的 陆亭泽玩味一笑 哦 这么确定 薛颖 嗯 我爷爷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他为了这个目标 努力了几十年都没有成功 我不认为你会成功 陆亭泽 那你爷爷 怎么把你输给我了呢 听到这话 薛颖果然生气了 愤怒地站了起来 好在这个时候 许七威站起来安抚了几句 许七威瞪着陆亭泽 真是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 薛颖 那只是个意外 不过是你侥幸而已 你别得意 我爷爷总有一天 会接我回去的 陆亭泽丝毫不退 目光灼灼地盯着薛颖 是吗 那我们再打个赌好不好 薛颖 赌什么 陆亭泽 赌我能不能 整合江城三大巨头产业 一年为限 到时候 如果我没有成功整合 我亲自开车 送你回你爷爷身边 怎么样 薛颖 一言为定 陆亭泽有些好笑 你就不想听听 如果我成功了 会怎么样吗 薛颖嘴角上扬 我觉得 你不会成功的 这是陆亭泽第一次看到薛颖笑 他笑起来很美 真的很美 会不会成功暂且不说 赌约还是要有的 薛颖 那你说吧 什么我都答应你 陆亭泽 好 如果我成功了 我要你 给我寄一次领带 听到这个赌约 不仅是薛颖愣住了 就连许七威和许万龙都没想到 不知道陆亭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薛颖愣愣地看着陆亭泽 陆亭泽惊喜地看到 薛颖对自己的好感度 终于有变化了 一 零 一 零 薛颖对自己的好感度 时而是一 时而是零 不断跳跃变化着 就像他此刻的心情 在薛颖看来 陆亭泽的这个条件 说是无偿还他自由也不为过 他不由得想起 自从被陆亭泽带回到这里的这段时间 他从来都没有强迫自己 做过他不喜欢做的事 他原以为 自己输给陆亭泽之后 会洋入虎口 可结果并不是 这也是他后来对陆亭泽态度 转变一些的原因 陆亭泽笑了笑 就这么定了 但是先说好 这一年时间里 如果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不能拒绝 薛颖顿了顿 那是自然 我要赢 也会赢得光明磊落 陆亭泽点了点头 好 刚刚你说的那个烂尾楼 在什么地方拍卖 多少钱 薛颖 将城地下拍卖会 一年两次 第一次夏季拍卖会已经结束 后天就是冬季拍卖会 去年这栋烂尾楼流拍 价格大概在150亿左右 陆亭泽皱眉 烂尾楼还这么贵 薛颖 这栋楼建设到现在 投入了已经有50多亿 再加上地处 新城区繁华地段 150亿是保守估计 陆亭泽为难地皱起眉头 暗道 还是要先赚钱才是 他现在只有25亿的身家 距离150亿 还有不小的距离 简单思考了一下后 陆亭泽大手一挥 今天我心情好 我们一起出去逛街 购物 陆亭泽说干就干 带着几人 就准备出门去购物 购物是假 赚钱才是主要目的 那个 我 我就不去了吧 许万龙略显尴尬 陆亭泽 许叔叔 这段时间 我手头上有些事 忙得没顾上您 正好今天有时间 我们好好逛逛 许万龙 合适吗 陆亭泽 哪有什么合适 不合适的 走吧走吧 于是 陆亭泽带着薛颖 和许七威许万龙 四个人浩浩荡荡地出了门 还是大望城 江城最大 人流量最多的商业中心 四人来到大望城 开始了买买买的流程 只要是许七威和薛颖 多看一眼的东西 甭管是啥 陆亭泽大手一挥就是买 衣服鞋子口红包包 一个小时下来 几人手里就已经提不下 当然 陆亭泽也赚了大几千万 看着入账的金额 陆亭泽眉头紧皱 按道 这么赚钱速度太慢 一天的时间 根本凑不过一百五十亿 就算他有十倍反线的系统 但钱花不出去 也是白大 哟 徐总 正当陆亭泽眉头紧皱思考办法时 一道略显尖锐的声音响起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一妖娆多姿 似是上下的中年美副走了过来 中年美副静止穿过三人 走到许万龙跟前 上下打量一番 笑道 许万龙 你啥时候出来的 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好去接你啊 你看我这一天天忙的 都忘记你要出狱的事了 美副虽然嘴上说着满是歉意的话 但他那表情里 哪有半点歉意的样子 满是讥讽嘲弄 陆亭泽看出了异样 疑惑地看向许万龙 许万龙咧嘴尴尬一笑 说道 这位是 是我朋友 朋友 朋友 许万龙 当初你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美副打断许万龙的话 不怀好一道 许万龙摸了摸鼻子 表情要多复杂 有多复杂 陆亭泽算是看明白了 这不妥妥的风流债嘛 正想着插话时 许万龙介绍道 这是我女儿 这位是我女婿 这个是我女婿的好友 阮妹 给个面子 我们今天就想出来逛逛 别给我找麻烦 行不行 名叫阮妹的女人 上下打量了一番 陆亭泽和许七威 以及薛颖 眼中透露出浓浓的嫉恨 哼 许万龙 几年不见 你当年的嚣张气焰 怎么没了 看来这里面改造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嘛 阮妹这句话 可谓杀人诛心 不说许万龙 就连陆亭泽都听不下去了 皱眉不解 许七威更是上前一步 知道 你会不会说话 许万龙伸手将许七威护在身后 眼神示意了一下 随后笑着看向阮妹 阮妹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今日 我们就当没见过 说完 徐万龙转身 给陆亭泽和许七威挤了几眼睛 就准备离开 但 阮妹哪能就这么放她离开 站着 什么叫当没见过 你的意思 是当我瞎吗 阮妹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紧接着不远处 一个穿着精致的男子 寻声走了出来 男子二十来岁 长相还算帅气 就是有点涂脂抹粉 看起来有些娘里娘气的 阿盈 更让陆亭泽意外的是 这男子似乎认得薛颖 一脸意外的表情 陆亭泽看向薛颖 就看到薛颖微微皱了皱眉 全小凯 我说过很多次 叫我的名字 说完 薛颖看都不看陆亭泽解释道 我同学 陆亭泽恍然大悟 暗得好巧 全小凯没理会薛颖的冷淡 似乎已经习惯 反倒是将目光落在了陆亭泽的身上 上下打亮了一眼后 指着陆亭泽嘲讽道 阿盈 你一直不肯接受我就是因为她 薛颖 全小凯 我最后再说一次 不要叫我阿盈 而且 我和她只是普通 朋友关系 薛颖的介绍 在陆亭泽的预料之中 看着眼前这个矛头小子 她更多的是无奈和可笑 小凯你认识她 阮妹似乎也有些意外 询问道 全小凯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妈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女孩就是她 我们学校的校花 听到这里 两人的关系不言而喻了 竟是母子 阮妹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打量了一番薛颖 点头道 模样确实不错 薛颖是吧 听说你一直不肯接受我儿子 怎么 她配不上你吗 薛颖皱眉 我不喜欢她 说完 薛颖拉着许七威 就准备转身离开 陆亭泽也准备跟上去 不想和这一对脑子有问题的母子 多做纠缠 不过就在薛颖脚步跨出没几步的时候 全小凯跑到了几人面前 别走啊 我妈问你话呢 一点礼貌都没有 知道我妈是谁吗 你们逛的这家商场 有一半都是我们家的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我一天给你换一个包 天天不重样 怎么样 许七威再也忍不住了 知道 人家都说不喜欢你了 没一点眼力见 走开 别挡着我们 全小凯纹丝不动 呦 淑女风格也不错哈 吃醋了 你要是愿意给我暖杯窝 倒也不是不行 全小凯舔着嘴唇 一脸邪笑 丝毫没注意到 陆亭泽的眼神已经冷了下来 徐万龙这个时候上前 皱眉对着冉妹说道 冉妹 管好你的儿子 冉妹 我怎么管我的儿子 还轮不到你来教 再说了 我儿子他说错了吗 一个两个那骚样 大冬天的穿这么少 不就是勾引男人的吗 说两句子 啪 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声清脆的声响响起 陆亭泽甩手一个耳光 冉妹登时跌坐在地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妈 冉妹和全小凯先后出生 就连许万龙也被陆亭泽的 突然出手吓到了 害怕事情闹大的他 连忙拦在陆亭泽面前 别动手 别动手别动手 有话好说 安抚好陆亭泽后 徐万龙又跑去搀扶 跌在地上的冉妹 却被冉妹一把甩开 甩开徐万龙后 冉妹站了起来 指着陆亭泽的鼻子 破口大骂起来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 啪 回应他的 是又一声清脆的耳光 冉妹再次跌坐在地 嘴角已经有鲜血一出 看到母亲被打 全小凯气急 挥拳朝着陆亭泽就打来 陆亭泽冷笑一声 他这点力道 给他挠痒痒都嫌没劲 陆亭泽一把掐住全小凯的脖子 单手直接将其提了起来 悬在空中 这边发生的状况 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看到陆亭泽单手 竟然将一个成年人举了起来 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全小凯 嗨嗨 放 放开我 嗨嗨 全小凯不断地拍打着陆亭泽的胳膊 整个脸部战红无比 地上的染妹顾不上疼痛站了起来 跑到陆亭泽跟前准备上手 被陆亭泽用另一只手扇飞 人家都说了 不喜欢你 舔着脸骚扰纠缠 有意思吗 全小凯说不出话来 只是一个劲地咳嗽着 双腿乱灯 见状 薛颖怕事情闹大 说道 放开他吧 陆亭泽微微点了点头 涂脂抹粉 搔手弄姿 一点男人的阳刚之气都没有 你觉得自己很帅 哼 说着 陆亭泽轻轻一用力 全小凯被甩飞七八米外 趴在地上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一个惨子了得 在这个过程中 阮妹不知道给谁打了电话 肯定是叫了帮手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 有本事别走 我今天非弄死你个小崽子不可 阮妹一边指着陆亭泽咒骂 一边跑到全小凯跟前 关心起全小凯有没有事 徐万龙听到阮妹的话 知道他肯定叫了人 一脸担心地走到陆亭泽跟前说道 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 他老公有点背景 我担心 陆亭泽摆了摆手 许叔叔不用担心 我倒想看看 他能叫来什么人 说着 陆亭泽带着许七威和薛颖 坐到了一旁的公共场椅上 一副稳如泰山的样子 许七威和薛颖 都知道陆亭泽的能量 两女都没什么怕的 全小凯纠缠薛颖很多次了 薛颖也确实想解决掉这个麻烦 只有许万龙 一脸焦急 有无可奈何 最后 许万龙走到陆亭泽跟前 不得不解释道 这个阮妹他老公有些黑势力 大望城听说有他的股份 大望城是清爷的资产 清爷你应该知道吧 陆亭泽抬手打断了许万龙后面的话 笑道 我对他可太熟悉了 许叔叔你别怕 没事的 许万龙仍旧有些担心 许七威这个时候说道 哎呀 爸你放心吧 亭泽他有把握的 见此 许万龙也不好再说什么 陆亭泽倒是没想到 这大望城竟然是清爷的资产 笑着看向薛颖 你知道这件事吗 薛颖沉着脸没说话 算是默认 陆亭泽摇了摇头 一脸苦笑 时间不久 一伙人急冲冲地走了过来 大概二十来个 为首的男人 是个光头落腮胡 穿着黑金衬衫 黑色西装 敞开着扭子 大不留心地走到阮妹跟前 没事吧老婆 见到来人 阮妹嘴巴一扁 顿时哭了出来 男子一眼就看到了阮妹脸上的红手印 以及嘴角的鲜血 顿时 男子怒目远睁 转头看向一旁 稳如老狗的陆亭泽几人 清场 所有无关人员全部走开 男子命令 顿时 围观的人齐刷刷全部被赶走了 偌大的商场 煞时间门可罗雀 二十多个人齐刷刷地围了过来 男子围守 扭了扭脖子 是你打的我老婆 陆亭泽点头 对 是我打的 男子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下 眼看就要动手时 许万龙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一脸笑意 全总 还记得我吗 全总看向许万龙 眯着眼睛想了想 你是 许万龙 许万龙笑着点了点头 模样看起来有点卑微 看得许契微陆亭泽和薛颖三人一阵皱眉 许万龙 全总 今天这事呢 就是个误会 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好不好 许万龙刚说完 不料全总抬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将许万龙打得亮枪了几步 妈的 你算老几 你们打了我老婆儿子 就想这么算了 你觉得我是不是傻 许万龙被打 脸上依旧挂着歉意的笑容 再次贴了上去 全总 我之前还在您手底下做过事 看在我的面子上 全总再次一巴掌 许契微忍不住站了起来 爸 面子 你有个屁的面子 老子手底下那么多人 你算哪根冲 全总破口大骂 蛮横无理 许契微走到父亲跟前搀扶住他 周梅道 爸你干什么呀 我说了 亭泽可以解决这件事的 疼不疼啊 全总上下打亮了一眼许契微 舔了舔嘴唇 呦 这是你女儿 长得倒是不错 如果能让你女儿陪我睡积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听到这里 陆亭泽终于坐不下去了 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看着全总 看你妈呀 全总一句话还没说完 陆亭泽抬腿一脚 踹在他的胸前 全总整个人飞了出去 碰 沉闷的声响过后 全总撞在墙壁上滚落在地 一口鲜血喷出 扑 见此 不远处的染妹和全小凯 七七冲了过来 老公 爸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弄死他 全总捂着胸口 远远地指着陆亭泽 怒火中烧 手下文言 顿时一股脑地 全部冲向陆亭泽 几分钟后 陆亭泽拍了拍泛起褶皱的西装 地上躺满了全总带来的手下 遍地呻吟 看到这里 全总梦了 染妹梦了 全小凯梦了 就连许万龙都梦了 陆亭泽竟然这么能打 这一家竟然这么能打 只有许七威和薛颖 对这个结果 丝毫不觉得奇怪 陆亭泽台步 慢慢朝着不远处 躺在地上的全总走去 全总下的脸色煞白 情不自禁地后退了起来 染妹和全小凯也吓到了 挤着往全总的身后躲 可他们的身后是墙壁 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别过来 我告诉你 打人可是犯法的 我 啊 陆亭泽仿佛没听到他的话一般 走到全总跟前 抬脚踩在全总的脚踝处 慢慢用力 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 染妹和全小凯被吓傻了 两人抱在一起 抖如筛糠 这一刻的陆亭泽 在他们眼里就像恶魔 啊 疼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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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陆亭泽的不断用力 全总甚至哭了出来 老泪纵横 陆亭泽没有心软 直到将其脚踝踩断 粉碎性骨折才罢休 往后 在江城 见到我陆亭泽 把头低下做人 全总不断地点着头 粉碎性骨折产生的痛楚 让他话都说不出来 酸心地疼 染妹和全小凯更不用说了 他们要是早知道陆亭泽这么能打 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啊 陆亭泽倒是没有多为难染妹和全小凯 毕竟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 不远处又一伙人乌泱泱地走了过来 远远的 陆亭泽就认出了为首的那人 一身白色骚气西装 金边墨镜 好不潇洒 就是少了一只耳朵 看起来有点奇怪 没错 正是古利业会所的老板 亲爷的义子 廖飞 看到廖飞 陆亭泽猜到许万龙口中所谓的 那个全总背后的人物 就是廖飞 轻笑一声摇了摇头 按道真是好巧 廖飞本来在古利业会所待着 就没事干 接到电话 还寻思着过来找找乐子 离得远的时候没注意 走得近了 才认出陆亭泽来 灯石下的花容失色 双手捂住了嘴巴 飞哥 飞哥 你一定要把我报仇啊 我 地上 见到廖飞到来的全总 老泪纵横地哀求着 廖飞现在死的心都有了 看着一地身影的手下 廖飞情不自禁想起 陆亭泽在自己那里的事 他乃还顾得上全总 在一众手下错愕地注视下 调转身子 拔腿就跑 站住 陆亭泽轻飘飘地喊道 廖飞刚跑出莫多远停了下来 一脸苦瓜相地转过身子 陆哥 我说这是个误会 您信吗 听到这话 除了薛颖和许七威 所有人再次猛逼 尤其是地上的全总 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他 听到这一声陆哥 心里变得透凉透凉 陆亭泽冲着廖飞招了招手 过来 廖飞一脸不情愿地挪了过来 像个小媳妇一样 被陆亭泽搂住肩膀 小声道 商量个事 廖飞陪笑 陆哥 您就别玩我了 陆亭泽一脸严肃 听说这商场 是你义父的产业 我想买一点股份 通融通融 是的 这也是陆亭泽临时起义想出来的 他现在急需赚钱 买东西太慢了 廖飞 陆哥 您这不是折杀我吗 您想要 送您就可以 陆亭泽听到这话 顿时脸一沉 呸 你当我是你 我要正规购买 说个价吧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多少钱 廖飞 陆哥 真的送您 陆亭泽 让你报价就报价 哪那么多废话 快点的 廖飞哪里知道陆亭泽的打算 仔细看了看陆亭泽的表情 斟酌了好一会儿后 试探性地说道 那 那就 两亿 陆亭泽皱了皱眉 廖飞顿时慌了 急忙改口 一亿 一个亿 要不五千万 三千万也行啊 陆哥 您就别忘了好不好 陆亭泽没理会他 走到薛颖跟前询问 这商场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市场价大概是多少 薛颖 十五亿左右 陆亭泽点了点头 又舌身回到廖飞跟前 继续搂着他的肩膀说道 十五亿 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现在立马签合同走公正 有问题吗 廖飞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委屈极了 陆亭泽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兄弟 就这么定了 说完 陆亭泽又走到薛颖跟前 说道 你去跟他办理一下手续 我买了这商场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送给你 以后你就是这个商场的老板 饶恕薛颖对金钱不感冒 听到陆亭泽这话的时候 也有些迷惑 他搞不懂 这个男人到底怎么回事 至于其他人 就更惊讶了 一地的下巴 陆亭泽没跟他们解释 带着薛颖许七威和许万龙 还有廖飞离开了 廖飞到死都不会相信 陆亭泽真的会花十五亿买这个商场 薛颖在他的工作下 只花了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合同就签署完毕 定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十五亿 系统返现一百五十亿 已到账 听到系统熟悉的声音 陆亭泽尝出了一口气 按道总算不算白忙活 这钱算是初步弄到了 现在他又赚了一百五十亿 再加上原有的积蓄大概十亿 现在他已经有了一百六十亿的身家 至于够不够 明天在拍卖会上继续拍几件拍品 再接着赚吧 回去的路上 薛颖和许七薇两女叽叽喳喳聊个不停 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题聊 陆亭泽专心开车 许万龙坐在副驾驶 从商场出来后一直沉默不语 一句话都没说 他在消化 到家后 许万龙回了自己住的地方 陆亭泽许七薇薛颖三人一起吃饭间 陆亭泽开口道 七薇 听说成立伟开了一家新公司 叫双城建业 你了解过吗 许七薇醋眉 听说过 不太了解 陆亭泽原以为许七薇会知道 一些信息 皱了皱眉 正准备继续开口时 薛颖说道 双城建业 是由燕城住市集团 注资控股的傀儡公司 侵占江城市场的排头兵 在住市集团资金的运作下 江城已经有71家 大大小小的公司 与其开展合作 其中包括万胜建业 和腾辉公司 听完薛颖的话 陆亭泽眼神一喜 紧接着问道 还有吗 薛颖抬眼看了陆亭泽一眼 八犯道 你想从双城建业身上下手 没错 但最好是先整合三大巨头 企业再说 现在我们在暗 他们在明 这对我们来说是优势 听了薛颖的话 陆亭泽越来越觉得 自己当初把薛颖迎过来 太值得了 宝藏女孩 妥妥的宝藏女孩 哪怕他对自己的好感度 一直不提升 仅仅是薛颖的商业眼见和学识 就够陆亭泽销售 薛颖的想法 和陆亭泽不谋而合 现在双城建业在明 他们在暗 他在等 等一个时机 一个一出手就必杀的时机 好 吃饭吧 明天想去哪里 带你们去玩 晚上 夜深人静 卧室里 许七威相悍淋漓 趴附在陆亭泽胸口 不断地画着圈圈 两人刚刚经历一番云语 可是给许七威折腾得不轻 一动都不想动 老公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安静中 许七威吐气如蓝地开口 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陆亭泽一头雾水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 陆亭泽耐心询问 许七威抿着嘴唇 似是有所顾虑 不知道该不该开口 陆亭泽猜到了他的心思 在其光华的额头亲了一口 说道 是不是觉得薛颖什么都会 能帮我很多 你帮不了我什么 吃醋了 许七威撇着嘴巴没有反驳 算是默认 陆亭泽 你这小脑子 想什么呢 每个人扮演的角色 都是不同的 所擅长的领域 也是不一样的 薛颖在商业这方面有天赋 这是他的优势 没人替代得了 你呢 温柔贤惠 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可的时候会给我端水 饿的时候会给我做饭 有心事的时候 你能看出我的心思 这是你的优势 同样没人替代得了 不要用自己的短处 去比较别人的长处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没人可以替代 陆亭泽一番渣男告白 将许七威感动得一塌糊涂 抱着陆亭泽不断地磨蹭着 嗯嗯 老公你真好 陆亭泽笑了笑 随即想到什么 话题一转问道 哎对了 你爸和那个阮妹 关系好像不简单 是的 白天的事情历历在目 阮妹和许万龙之间的对话 以及他后来又和全总廖飞的关系 让陆亭泽隐隐觉得 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许七威瞥了瞥嘴唇 白了一眼陆亭泽 还不是和你一样 年轻的时候到处播种 陆亭泽恍然大悟 笑道 没看出来你爸挺厉害啊 连自己老大的女人都敢 那这样的话 那个全小凯 许七威知道陆亭泽在想什么 说道 别想了 全小凯和我爸没关系 他确实是全总和阮妹的孩子 陆亭泽点了点头 总算搞清楚了一切 竟然敢说 我到处播种 好啊 那就再播一个给你看看 啊你干嘛 我都要累死了 嗯 与此同时另一边 亲爷的院内 什么 买 亲爷的声音 不自觉的高昂了起来 廖飞可怜巴巴的点了点头 嗯 我也不知道他玩什么花样 总之 他确实是买 花了十五亿 亲爷皱眉 和一旁的人物对视一眼后站起身 在房间里来来回回的躲着步子 你说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拐 走了一会儿后 亲爷看着人物询问 人物摇头 不知道 亲爷眉头紧皱 一脸难安 在他看来 陆亭泽突然花十五亿 买下大望城这举动 完全就是莫名其妙 很有可能再准备什么 他又想不到 思来想去没个答案后 亲爷挥了挥手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陆亭泽蹦倒不了多久了 闻言 廖飞乖巧地退出了房间 廖飞离开后 亲爷又说道 明天晚上的拍卖会 陆亭泽也会参加 他会带阿尹一起去 到时候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 千万不能出错 人物表情有些纠结 犹豫了一会儿后说道 大哥 真的要这样吗 当年的事情 多过去那么久了 就算他知道 又能怎么样 亲爷看向人物 眉眼间全是冷冽 里面传来消息 上面有人在查这件事 人物 嗯 这件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谁在查啊 亲爷 暂时还不知道 感觉来头不小 所以 我不允许他这个隐患存在 人物 知道了大哥 第二天 陆亭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 迷迷糊糊中拿到手机 看都没看接了起来 喂 谁啊 哎 都十点了还在睡觉 起床了 电话那头 响起一个略显跳脱的声音 除了苏莫云 还能是谁 许七伟也听到了 睡眼惺忪道 谁啊老公 陆亭泽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 一个警察 紧接着 陆亭泽打着哈欠问道 干嘛 睡懒觉犯法吗 那边 苏莫云沉默了一会儿 你结婚了 陆亭泽 你神经病啊 有事说事 苏莫云 陆亭泽 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 我好歹是个女生 好歹是个警察好不好 你那个事情有眉目了 我爸让我告诉你 让你有空去家里一趟 他要亲口跟你说 听到这 陆亭泽不得不为苏正豪的办事效率 暗暗震惊 果然 局长就是局长 好 我下午就过去 苏莫云 嗯 挂了 打完电话 陆亭泽开始收拾起床 下楼的时候 薛颖正在客厅 喝着咖啡 看着笔记本电脑 一脸认真 陆亭泽走到薛颖身后 只看到电脑屏幕上 全是各种股票曲线 数据图 看得他是一阵头大 你干啥呢 啊 薛颖看得认真 陆亭泽突然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手里的咖啡 差点没洒出去 你干什么 薛颖合上笔记本 一脸愤怒 陆亭泽不敢得罪 抬手退后 远离了这位姑奶奶 偷偷看一下 薛颖对他的好感度 一 没有载调 依旧低得很稳定 简单洗漱过后 陆亭泽出门 准备前往苏正豪家 正开车时 接到了武旭的电话 陆哥 琴声都要跑 陆亭泽 看着他 别让他跑了 武旭 陆哥 我怀疑亲爷要杀人灭口 陆亭泽早就猜到了这个可能 说道 正常保护好他 多叫几个人看着他 好 挂断电话 陆亭泽继续前往苏正豪家 武旭的这个电话让他明白 他查队了 肯定是苏正豪的调查 牵扯出一些人 这些人肯定会坐不住 而杀人灭口毁尸灭忌 是最好的办法 来到苏正豪家里后 苏莫云也在 只不过 他的脸色不是很好 怨气很重 陆亭泽这次学聪明了 带了点东西过来 不是让苏正豪为难的礼品 三斤牛肉 还有一些蔬菜水果 苏正豪看到后 指着陆亭泽笑道 你小子可以啊 知道我喜欢吃牛肉 老婆 做菜 唐秀云笑着和陆亭泽打了个招呼 说了些场面话 拿着牛肉水果进厨房去了 陆亭泽坐在桌子上 旁边苏莫云气呼呼地看着他 陆亭泽有些奇怪 转头看向苏莫云 你干嘛 我又哪里惹你了 苏莫云 苏莫云只是哼了一声别过了脸 给陆亭泽看得一头雾水 行了行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后面再说 小陆 这次叫你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你说的那个案子查清楚了 听到这里 陆亭泽眼神中多了一丝急迫 真的吗 苏叔 太好了 苏正好 不过你先别高兴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里面牵扯到太多人 案子虽然查清楚了 但解决起来很麻烦 陆亭泽有点不解 为什么 查清楚了 直接抓人不就可以了吗 白痴 苏莫云脱口而出 陆亭泽更迷惑了 苏正好大笑道 哈哈 那么简单的话就好了 我跟你说 几个人你就知道了 京阳区分局的局长 三圣派出所所长 还有薛青 更别说其他一些 小虾密的角色 现在 你还觉得 这件事有那么简单吗 苏正好微笑着 看着陆亭泽 陆亭泽还是不解 情生难遇害这个案子 能被压这么久没有解决 肯定有内部人员和 薛青那边的利益捆绑 这一点 陆亭泽早就有所预料 只是他不解的是 现在有证据了 为什么不能抓人 所以 为什么不能抓人 陆亭泽还是忍不住发问 苏正好和苏莫云对视了一眼 苏莫云解释道 不是不能抓 是一次性抓这么多人的话 会对政务系统造成不小的冲击 如果被媒体曝光 出去的话 更是容易引起民愤 造成不好的影响 要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 苏莫云强调了一句 听到这里 陆亭泽总算明白了一点 试探性地说道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看看对不对 你们是担心 抓人会降低政务系统 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 对不对 苏莫云点了点头 嗯 你可以这么理解 陆亭泽继续看向苏正好 苏正好也点了点头 嗯 陆亭泽有点难受 所以 局长您的意思是 打算怎么办 苏正好 叫你来就是商量这个事的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非迫不可吗 听到这里 陆亭泽基本上 已经明白了苏正好的态度 他有点失望 站了起来 局长 这个案子对我来说重要或者不重要 这重要吗 苏正好和苏莫云 看着陆亭泽 眼神复杂 陆亭泽知道 继续交流下去 已经没什么必要 说道 打扰了局长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陆亭泽毅然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苏莫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可挽留的话 最后还是没说得出口 陆亭泽离开后 苏正好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小子 脾气还挺倔 我有说不抓人吗 苏莫云 哎呀爸 他又不是体制内的 哪里明白你话里的那些个规矩和意思 你也真是 也不拦着人家 苏正好 没事 走就走嘛 刚好搓一搓他的锐气 让他以后还敢欺负你 听到这里 苏莫云是又气又无奈 楼下 陆亭泽开车前往秦升东住的地方 一路上 他都在回忆苏正好说的话 心里像有一个东西压着 闷得难受 来到老旧小区外 陆亭泽早早就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身影 这些人 有些是他安排保护秦升东一家的 有些则是亲爷派来 暗杀秦升东的 陆亭泽开车进了小区 给武旭打了电话 很快 陆亭泽停好车的功夫 武旭就到了 陆哥 外面现在至少有五个杀手 想对秦升东下手 陆亭泽点头 两人朝着秦升东家走去 秦升东现在怎么样 武旭 本来我们是暗中保护的 但早上他突然要走 不得已 我们出面将他拦了下来 一直在闹 说着 两人上了楼 再次进到秦升东家里 相比上次 眼前的家里空旷了很多 秦升东 秦聪 还有秦升东的老婆都在 除了三人 房间里还有五个陆亭泽安排的人 谨慎地站在各个角落 密切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看到陆亭泽进门 秦升东一下子站了起来 指着陆亭泽骂道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 你这是非法拘禁 我要报警 放我们离开 陆亭泽好整以挟地坐在沙发上 点了一根烟 掏出自己的手机丢给他 没有密码 报吧 秦升东拿着手机 眼神飘忽不定 表情复杂 他不敢报警 他自己做了什么事 自己最清楚不过 夺警察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赶着烫子去送死 很快 秦升东将手机还给了陆亭泽 算了 只要你放我们离开 我就不追究了 陆亭泽冷笑 他心里的小九九 哪里瞒得过陆亭泽的眼睛 可以啊 你可以走 但我保证 能走出一百米 算你命大 本来秦升东还有点高兴 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惨白 你在胡说什么 陆亭泽 胡说 秦升东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自己心里清楚 现在警局再查这件事 你觉得 亲爷会让你活命吗 现在 只要你敢走出这个门 外面的杀手 就敢绷了你的脑袋 不信你可以试试 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挡在门口的武序 也适时地让开了路 看到这里 秦升东艰难地吞咽了 一口口水 身后的妻子和儿子秦聪 看到能走后 立马准备跑 被秦升东拦了下来 回来 进去 你们都进去 秦升东将妻儿 推进了卧室 关上房门 握着卧室的门把手 顿了好一会儿 紧接着 秦升东大步走到陆亭泽跟前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对不起 这件事是我做的 和我妻儿没关系 秦升东老泪纵横 模样苦楚 陆亭泽没有同情 冷着脸问道 当年是你将你各卧底的消息 透露给亲爷的 对不对 秦升东不断地点头 对 是我 是我是我是我 我混蛋 我该死 我畜生 我猪狗不如 是我 对不起 果然 事情和陆亭泽猜测的 没有太大的出入 亲爷当年给了你多少钱 秦升南夫妇的目的在哪里 陆亭泽发问 秦升东 两 两百万 他们 他们的目的在华山 华山公墓 陆总 有警察来了 秦升东刚说完 窗户跟前放风的一个员工提醒道 陆亭泽 没事 他们迟早都会找到这里的 警笛声游远极近 对秦升东来说 那声音就像催命符一般 让他浑身站立 不久 五个警察进来了 进门后 看到一屋子的人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立马逃出手枪 都别动 双手抱头 蹲下 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陆亭泽 陆亭泽点了点头 找他们说的做 闻言 几位员工按照警察的吩咐 双手抱头都蹲了下来 唯独陆亭泽没有 为首的警察 走到陆亭泽跟前 咔的一声 一对银手镯 靠在了陆亭泽手腕上 陆亭泽翻了翻白眼 大哥 你看我干什么 警察 闭嘴 让你说话了吗 陆亭泽果断闭嘴 一脸生无可恋 他真的很莫名其妙 这些警察都怎么回事 靠人上瘾是吧 就算这样 你嘛 换个人靠行不行啊 靠陆亭泽的同时 另一个警察 走到秦升东跟前 你叫秦升东是吧 秦升东面如死灰 呆呆地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怀疑 你跟一宗谋杀案有关 请跟我们走一趟 秦升东站了起来 警察推着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卧室里面的 你儿俩跑了出来 看到一屋子的警察时 都梦了 后面的画面猜也猜得到 哭好 解释 安慰 被警察带下楼的时候 陆亭泽愤不平地喊道 喂 你们为什么不靠他 警察 我们认定你是危险人物 还请你配合 调查清楚后 会放了你的 陆亭泽 回警局的路上 两辆警车呼啸而过 陆亭泽和几个员工 坐在车厢 闭着眼睛休憩 道路两旁的风景 在飞速后退 一个员工看了看窗外 说道 奇怪 那些人好像都不见了 放弃了吗 谁知道呢 都这个时候了 他们继续守下去 也没意义了 两个员工交流着 闭眼的陆亭泽心 却不这么觉得 以他的猜测 亲也肯定不会这样 放任秦升东 安全回到警局 大概率会在路上 选择截杀 本来他是 不想掺和这个事的 但现在他被靠 迫不得已参与了进来 警车驶过一个路口 又转向灯闪烁 就在这时 对面马路上 一辆重型乡货车 急速朝着警车撞来 像是刹车失灵 爹 四耳的鸣笛声响彻 陆亭泽猛地睁开了眼睛 来了 停车 陆亭泽不容置疑地命令道 前面 根本不用陆亭泽提醒 开车的警察猛踩刹车 碰 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前面的那辆警车 被向货车连车带人撞向了路边 发生侧翻 浓烟四起 秦升东就在前面那辆车里面 来人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秦升东 侧翻的车里 秦升东被撞得昏迷 脸上头上全是血 车里的两个警车 也都受了不轻的伤 被卡在车里 动都动不了 这个时候 围观的人群中 开始有人上来帮忙 有杀手混迹在人群中 前往警车查看秦升东 是不是还活着 陆亭泽感知到了危险 命令道 下车 保护秦升东 随后 陆亭泽一脚 将警车车门踹开 几个员工和警察 一股脑地下了车 有一个警察跑了过来 拦在几人面前 回去 都回去 陆亭泽 警察同志 这不是意外 这是蓄意谋杀 他们的目标是秦升东 警察 这件事我们会处理 请你配合 回去 面对屋里的警察 陆亭泽也是很无奈 只好默默地 站在距离侧翻警车 十米开外的地方 注视着 侧翻的警车冒着浓烟 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时间对众人来说 非常珍贵 几个警察手脚并用 想打开车门 救出自己的同事 可车子已经严重变形 警察卡在里面 根本出不来 同时 几个模样 可疑的人摸到了跟前 陆亭泽一眼就知道 这些人绝对是上去补刀的 陆亭泽知道 继续这样下去 绝对不行 于是轻轻一用力 争破了手铐 上前走到侧翻的警车跟前 在警察还没来得及 说话的功夫 徒手将变形的车门 硬生生地掰了开来 看到这里 警察大张着嘴巴 没再说话 愣着干什么 救人 三个警察反应了过来 急忙将卡在车里的 两个同事救了出来 至于陆亭泽 他装作不经意间 摸到了那个杀手跟前 一个手刀落在杀手的脖梗 杀手当场昏迷了过去 有人昏迷了 救护车 接着其余的几个员工散开来 严密监视着 来来往往那些可疑的人 花费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终于 两个警察和秦升东 被救了出来 就在所有人 刚准备松口气的时候 突然 碰 骤然响起的枪声 刺破了宁静 陆亭则神情严肃 几乎是身体本能的反应 拉着秦升东 移开了一些 碰 子弹打在秦升东身后的警车上 留下一个恐怖的弹孔 看到这里 警察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齐齐掏出手枪 警戒 警戒 呼叫支援 呼叫支援 有枪 警察们神情严肃 如临大敌 陆亭则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大概三十米开外 一个皮肤有黑的男子 眉目如鸠 跨着一个公文包 那枪就是藏在公文包里 一枪不中 男子似乎也有些意外 再次将公文包对准了秦升东 只可惜 这一次他注定不会得逞 陆亭则从地上捡起 刚刚正脱的手铐残片 随手甩了出去 那人的手背 碰 紧接着 枪声再次响起 只不过因为受伤的缘故 子弹偏移了很多 也是因为这声枪响 几个警察也都发现了开枪的人 齐刷刷凑了过去 将男子围了起来 别动 双手抱头 蹲下 男子自知大势已去 乖乖地趴在了地上 任由警察将其靠了起来 男子的目光 一直看着陆亭泽 那骨子阴狠 一看就是手里 沾了很多条人命的家伙 下午五点多 陆亭泽武序几个人 从警察局走了出来 调查结束得很快 再加上陆亭泽帮了警察 所以警察们对几人还算客气 秦升东被抓了 后面审问的事情 就不关陆亭泽的事了 你们几个先回去 武序 你也回去 有事我叫你 陆亭泽简单做了交代 另一边 亲爷的院子里 碰 四耳的声响响起 茶杯被亲爷狠狠地摔在地上 废物 义军废物 七个人 连一个人都杀不了 废物 亲爷背着双手 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步 脸色阴灸 任武坐在一旁 说道 听说是被陆亭泽和他手下干扰了 亲爷当然也知道 没有说话 愁眉不展 任武没有再说话 安静地坐在那里 三五分钟后 亲爷停了下来 约一下晨局 晚上吃个饭 任武 好 那边 陆亭则去了华山公墓 华山公墓很大 一望无际 全是耸立的墓碑 想在这么大的区域内 找到秦升南夫妇的墓地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一个小时后 陆亭则终于找到了 秦升南夫妇的墓碑 墓碑上 黑白色的相片 静静地微笑着 眉眼间和薛颖 有太多相似之处 再看墓碑的新旧程度 虽然过去了十几年 但墓碑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底下还摆放着 已经干枯的花束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是秦升东做的 这些年 秦升东这个背叛者 肯定也承受着良心上的谴责 这个结局 对他来说 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陆亭则不自觉地伸出手 抚摸着冰凉的墓碑 秦叔 萧姨 放心吧 你们的女儿现在过得很好 过两天 我就带她来看你们 说完 或许是错觉 威风袭来 怅然若失 像是二老许久未解的心结 在这一刻 终于得到解脱 说完这句话 陆亭则离开了华山公墓 开车回了家 接下来 陆亭则要全力准备 明天晚上的拍卖会 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 在拍卖会上 先赚三千个小目标再说 时间过得很快 第二天下午五点 陆亭则带着许七威和薛颖 准时出发 前往风泉山庄 和上次一样 每年两次的拍卖会现场 将成各个行业的翘楚 都会利临 这其中就包括三大巨头 和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家 陆亭则带着两位绝顶美女出现 煞世间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吸引了无数道艳羡的目光 其中步伐有上次拍卖会 见过陆亭则的人 端着香槟前来和陆亭则攀谈 看到围过来的一些人 陆亭则在薛颖的耳畔说道 一会儿靠你了 薛颖点了点头 这是他们在来的路上就说好的 陆亭则要整合三大巨头 和整个江城的市场 就必须要和江城这些 大大小小的企业打好交道 这个艰巨的任务 陆亭则交给了薛颖 陆总 许久未见 还记得我吗 陆总 前段时间可是出尽了风头 陆总 我正计划着 一个脑袋两个大 好在关键时候 陆震亭出现了 看到陆震亭 陆亭则像是看到救星 笑着跟周围的人说 不好意思各位 我有点事 要和林老爷子谈 这位 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 相关方面的问题 你们可以跟他沟通 说完 陆亭则立马带着许七薇 溜之大吉 来到陆震亭跟前 陆亭则表情沉凝了下来 林老爷子 林英他 最近还好吗 林震亭的视线 在许七薇脸上看了看 神情有些古怪 陆亭则当时瞪大了眼珠子 什么 真的假的 林老爷子 您可别骗我 林震亭 这种事 我能开玩笑吗 那妮子最近这几天 运土严重得很 狂吃海喝的 陆亭则大概算了算时间 距离他和林英 第一次发生关系到现在 差不多一个多月 时间上刚好对得上 想到这里 陆亭则顿时急切到 那还等什么 赶紧把林英还给我 林震亭瞪着陆亭则 你个臭小子 当我孙女是什么 再说了 和住室集团的婚约 已经定好了 这件事 我现在做不了主 主要还是得看 林英和他爸的态度 陆亭则知道 老爷子说的没错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巴布的现在 就开车回去接林英回家 但他知道不行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好了臭小子 你还有时间 林英他之所以提出 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给你准备的 他想等你正大光明地 接他回家 加油 老头子 我看好你 我先过去 和那两个老家伙聊聊 说完 林震亭背着双手 走向不远处的唐雷和万启山 陆亭则在原地待了许久 直到许七威过来呼唤 才如梦初醒 老公你怎么了 陆亭则 我没事 拍卖会应该快开始了吧 去叫薛颖过来 我们落座吧 这次陆亭则是掐着时间过来的 所以拍卖会很快便正式开始了 两人走到薛颖跟前 正准备落座的时候 宴会厅大门口处 两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去 清爷 清爷竟然也来这次拍卖会了 罕见啊 谁说不是呢 据我所知 清爷好几年没有来 参加过拍卖会了吧 陆亭则直勾勾地看着清爷 两人四目对视间 似是有火星迸射 爷爷 身旁 薛颖看到清爷到来 一声呼唤 飞扑了过去 陆亭则没有阻拦 因为他能明白 薛颖对清爷的思念 薛颖直直地 扑进清爷的怀里 清爷拍了拍薛颖的肩膀 笑道 呦呦呦好了好了 轻点轻点 爷爷的身子 都快被你咬散架了 人舞站在略微靠后的位置 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被陆亭则敏锐发觉 不知道为什么 陆亭则心里 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 哪里不安 却又说不上来 爷爷 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 薛颖 趴在清爷怀里 鼻头一酸哭了出来 清爷抚摸着薛颖的头发 脸上竟是慈祥之色 很快 很快爷爷就接你回去 薛颖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我等爷爷 这一幕很多人都看到了 先前陆亭则拳击比赛 从清爷手里 赢下薛颖的是 一传十十传百 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 再加上这一幕煽情的画面 为什么好好的要拆散人家爷孙女俩 这该多无情啊 薛颖和清爷待了一会儿 分得轻轻重的他 蛇身回到陆亭则身边 回归到平常喜怒不心于色的状态 陆亭则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两人落座 和上次一样 陆亭则还是坐在最前面一排的位置 左边是许七威 右边是薛颖 三大巨头和薛青也在第一排 拍卖会正式开始 还是上次那个主持人 性感妖娆 烈焰红唇 非常感谢各位 能光临江城拍卖会 第一件拍品 声音落下 穿着旗袍的女服务声 拖着一个瓷器走了上来 将瓷器放在了展示台上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呢 是一件青花瓷 经过我们专业机构鉴定 这青花瓷属于明代瓷器 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起拍价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主持人介绍完后 宴会厅里立即响起 窃窃私语的声音 都是在议论这件瓷器 略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 明代青花瓷的价值非常高 此前拍出的三件青花瓷 最低的价格 也要一亿两千万 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就这么变态吗 这就导致 主持人声音落下 竟没有人敢开口报价 陆婷泽嘴角上扬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大声道 两亿 哗 宴会厅内 响起一串倒吸凉气的声音 紧接着是更杂乱的一轮声 许七威和薛颖 皱眉看着陆婷泽 薛颖说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 那栋大厦 陆婷泽怎么会不知道 朝薛颖挤了几眼睛 没做理会 主持人显然也是 被陆婷泽的高报价吓到了 愣了一会儿后才大声说道 这位先生出价两亿 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两亿一次 两亿两次 两亿三次 咚 恭喜陆先生 成功拍的这件青花瓷 随着主持人成交锤的敲响 这第一件拍品 就以这种略显乌龙的方式结束了 三大巨头面面相去 笑着摇了摇头 在他们看来 陆婷泽这种拍卖的方式 完全就是败家子行为 主持人没理会场下人的议论 继续搬上第二件拍品 一颗拇指大小 通体赤红的钻石 钻石闪耀着血红的光芒 吸引人眼球 这第二件拍品 是一颗血钻 名叫卓马 众所周知 血钻是钻石中最珍贵的一种 其价值不用我说 大家也都明白 其拍价十万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一万 看着这颗血钻 陆婷泽想起之前看到的一篇新闻 1989年 法国巴黎的一次珠宝展销会上 曾展出一颗名叫拉奇的血钻 当时拉奇的重量 只有2.23克拉 就已经拍出4200万美元的天价 眼前这个着码 目测至少有5克拉重 1000万 5000万 我出一亿 在场的人都是顶层人士 知道这血钻的价值 立即开始了报价 价格一路攀升 很快就达到5亿5000万的价格 这个价格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达到 这颗血钻的价值 竞价也开始慢了下来 6亿 突然 一道声音闯入 寻声望去 开口报价之人 正是青爷 看到是青爷报价 其他人一时间鸦雀无声 没有再报价的了 陆婷泽冷笑一声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十亿 哗 全场哗然 不过一想陆婷泽和青爷之间的恩怨 又觉得不用那么打惊小怪 青爷的胸口 剧烈起伏了一下 闭上眼睛 放弃了镜牌 薛颖愤愤地看着陆婷泽 想说点什么 最后又咽了下去 十亿一次 十亿两次 十亿三次 咚 赚着马没有任何意外落进了陆婷泽的口袋 后面 第三件拍品是一件青铜鼎 出自商周时期 现已知商周时期的青铜鼎 多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流落在私人手中的很少很少 不是金钱能衡量其价值的东西 省区竞价的麻烦 这件拍品最终以三亿的价格被陆婷泽拍下 看到这里 差不多陆婷泽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他今晚就是来赚钱的 不说即将要拍下的大厦就需要150亿 大厦拍下后 说够三大巨头的股份更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 所以 陆婷泽也是没办法 不是他爱显摆 是他必须要这么做 第四件拍品是一幅西方画家的油画 被陆婷泽以11亿的价格拍下 第五件 第六件都是西方油画 都出自名手 被陆婷泽分别以9亿 14亿的价格拍下 第六件拍品拍完 宴会厅里基本上听不到其他人叫价的声音了 所有人都明白 陆婷泽今晚是一件拍品都不会放过 同时 每个人都为陆婷泽的身家感到震惊 这种资产 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媲美 甚至就算三大巨头加在一起 恐怕也不急 这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起陆婷泽这个人来 按道陆婷泽难道是来自京都某个超级世家的公子哥 谁知道呢 就连自认为已经对陆婷泽很了解的许其威 这一刻也不禁茫然起来 这个人到底隐藏了多少他不知道的事 薛颖到后面已经懒得提醒了 他想通了 陆婷泽是要购买三大巨头股份的人 那需要的金钱下来怎么也得1500亿出头 相比来说 拍卖会花的这点钱确实不算什么 后续又是几件拍品拍完 陆婷泽前前后后花出去总共37亿 等一会儿办完交接手续就能获得370亿的资金 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 新城区K12区域的九阳大厦 九阳大厦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拍卖会的名单中了 大厦总高107层 地处江城市新城区繁华地段 整体项目完工90% 封顶烂尾 起拍价1亿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 终于 陆婷泽等到了他今晚是在必得的烂尾楼 150亿 还是和之前一样 陆婷泽举起手里的号码牌 直接爆出了薛颖告诉他的价格 宴会厅其他人都习惯了 摇了摇头一脸苦笑 台上 主持人听到陆婷泽报价后一脸兴奋 毕竟这栋烂尾楼已经很久没有拍出去了 陆总出价了 陆总出价150亿 还有没有更高的 150亿一次 150亿两次 150亿三 151亿 突然响起的声音打断了主持人的话 所有人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只看到一个陌生人坐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陆婷泽皱眉 这个人他并不认识 此前从未见过 为什么他要拍这栋大厦 陆婷泽疑惑不解 但他不可能失去这栋大厦 160亿 陆婷泽再次报价 161亿 陌生男子继续开口 面无表情地叮嘴陆婷泽 看到这里 陆婷泽也忠于肯定 这人就是来找麻烦的 不然不会每次加价一 不过 他巴不得有人帮他抬抬价 多赚点钱 自然乐的奉陪 170亿 171亿 180亿 181亿 200亿 陆婷泽爆出了一个 别人望而去步的价格 听到这里 薛颖插话道 我提醒你 继续加价的话就有点划不来了 陆婷泽 放心 我有分寸 说完 陆婷泽看向那陌生男子 眼神挑衅 男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很明显 他不再加价了 也不敢了 万一陆婷泽不继续喊了 要知道在拍卖会谎报价格的后果 可是很严重的 陆婷泽轻蔑一笑 转过头看着台上的主持人 做了个请的手势 让我们恭喜陆总 最终拍的九阳大厦 至此 这场有些怪异的拍卖会 算是画上了句号 每个人心情都不同 一整场的拍品 被一个人收入囊中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 酒会开始时 陆婷泽起身带着许七威和薛颖 去了后台 收钱去了 没错 是收钱 不是花钱 后台 工作人员早就将陆婷泽的拍品 安置妥当 只需要陆婷泽检查过后 付了钱就可以打包带走 财务工作人员已经就位 开始一件一件的清点起来 陆婷泽 这些所有物品 都写在我两个女朋友的名下 不用写我的名字 正在清点物品的几个工作人员 文言齐刷刷地看向陆婷泽 紧接着又看了看陆婷泽身旁的 许七威和薛颖 薛颖 谁是你女朋友了 陆婷泽 哦对对对 她还不是 一样 写到她名下 算赠语 薛颖带眉紧咒 不容置疑道 我不要 别给我 陆婷泽人傻了 别啊 你可千万别不要啊 你这不要的话我 我 我就死给你看 薛颖 说了不要就不要 你死去吧 陆婷泽忽略了这个问题 顿时有些抓狂 最后转念一想 说道 其他东西你可以不要 但这栋楼必须写到你的名下 你以后是我们集团的财务总监 进行工作比较方便 我这个人呢怕麻烦 薛颖皱眉 那也不用 陆婷泽抬手打断了她 就这么定了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薛颖鼓着嘴巴 一脸愤愤 或许在她看来 自己这是上了贼船了 就这样 九阳大厦写到这位小姐的名下 其他东西都写到我老婆名下 工作人员吸了吸鼻子 呆呆地点了点头 乖乖 这人什么来头啊 几百亿说送就送 妈的 好想变成女人去勾引她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两亿 系统返现二十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十亿 系统返现一百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三亿 系统返现三十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十亿 系统返现一百一十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九亿 系统返现九十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十四亿 系统返现一百四十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三十七亿 系统返现370亿 已到账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200亿 系统返现2000亿 已到账 整个交接的过程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间 系统机械性的声音 此起彼伏 响得不停 陆婷则人已经麻木了 系统 我现在总共有多少存款 交接完毕后 陆婷则在心里发问 宿主目前银行卡余额 00元 听到这个数字后 陆婷则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3000多页 这个数字 拿下三大巨头 应该没问题了吧 将拍品交给拍卖会工作人员 会有专门的专业人员 送到陆婷则家里 钱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 陆婷则长输了一口气 再之后 是持续一个多小时的酒会 内容就是聊天 商业互吹 互相合作 陆婷则将薛颖和许其微推了出去 应付那些上流人士 自己一个人跑到一旁的小餐点处 享用美食 两女都是个顶格的商业女性 应付这种事比她擅长多了 正吃哈密瓜时 陆婷则接到了吴婿打来的电话 接了起来 出事了陆哥 秦升东死了 电话一接通 吴婿就说了一个 让陆婷则始料未及的消息 陆婷则咀嚼的动作 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目光穿过人群 摇摇看向不远处的清野 清野仿佛有所感应一般 同样看了过来 两人目光对视 清野举备示意了一下 一脸慈和的笑意 怎么回事 他不是在警察局吗 陆婷则发问 警方给出的解释是 畏罪自杀 陆婷则忍不住抱了几句粗口 他知道这件事 肯定和清野脱不开关系 他小瞧了清野的能量 就算秦升东在里面 他也一样有办法弄死他 这样一想 陆婷则联想到之前 自己心中的不安 吩咐道 吴婿 你现在立刻带几个身手好的 往风全山装走 我怀疑他会对薛影下手 吴婿 好的陆哥 挂断电话后 陆婷则继续享用着 桌子上的水果甜点 脑子却是在空前运转 站在清野的角度 思考着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动作 越是分析 陆婷则的心情就越是沉重 因为他找不到 清野能放过薛影的理由 江湖人讲究一个斩草除根 当年清野留下薛影 已经算是犯了错 如果薛影父母这件事 不曾被挖出来 清野会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可现在 薛影必然会知道 自己父母的死亡真相 届时 薛影之前对他有多爱 之后就有多恨 他不会放任一个 仇恨自己的种子 生根发芽 确定这一点后 陆婷则自知此地不宜久留 用纸巾抹了抹嘴巴 朝着不远处的许七威和薛影走去 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几位老总 我们改天再聊 说完 陆婷则带着许七威和薛影 头也不回地出了宴会厅 直奔停车场 一路上 陆婷则十分谨慎 提防着周遭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 开车前仔细地检查了 车子有没有被动手脚 确认车子安全后 三人上车 陆婷则发动车子离开 怎么了婷则 怎么看你脸色这么差 发生什么事了 许七威看出了端倪 询问道 陆婷则一边开车 一边说道 薛影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薛影中美 神神叨叨的 我会有什么危险 陆婷则没解释 车子驶出风泉山庄大门 沿着上次走过的路 一路飞驰 晚上十点多的时间 月黑风高 风泉山庄远离市区中心 很安静 路上车子很少 陆婷则开车 驶出六七公里 一路上都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偏偏越是这样 陆婷则心里就愈发不安 下一秒 马路对面 一辆冷冻乡货车迎面来 看似正常的行驶 在陆婷则眼里的演技 是如此的拙恋 是 两车会车的前一秒 本来正常行驶的乡货车 像是方向盘失灵 急转方向 直直冲向陆婷则三人的车子 啊小剑 许七威和薛影健壮 高声惊呼 北魁陆婷则早有防备 在乡货车冲过来的时候 同样转向 两车擦肩而过 碰 乡货车撞到路边的防护栏后 停了下来 陆婷则不想和对方在这里纠缠 因为他不止自己一个人 于是 陆婷则继续发动车子 想要离开此处 然而 又一辆乡货车紧随其后 将陆婷则的路堵死了 紧接着 乡货车打开 车上一连跳下来十几个人 各个手里拿着枪械 老公 没有说话 陆婷则解开安全带 没事 你们坐在车上不要动 我下去看看 车子上次维修的时候 陆婷则就改装了防弹措施 待在车里算是比较安全 说完 陆婷则已经下了车 重新将车门关上 小心啊 婷子 你千万不能出事啊 车里面 饶是许七威再怎么冷静睿智 此刻也方寸大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后排 薛颖心理压力也很大 他掏出手机 找到爷爷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 薛颖立马说道 爷爷 我们在山下遇到麻烦了 好多人拿着枪 哦 怎么回事 小颖别害怕 爷爷现在就过去 电话那头 薛青还在伪装 生怕薛颖知道 这些人就是他派来杀薛颖的 薛颖不懂 重重地点头 嗯 爷爷你快点 这里不远 就七八公里 你快点爷爷 车外 陆婷则下车后环视一圈 以他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经验 这种情况 应该先是双方口舌互探一波 实在不行才动手 然而 现实和影视剧根本就是两回事 两辆车上下来的杀手 差不多有二十多个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枪 一句话都不说 对准陆婷则所在的位置和车辆 就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煞事间 枪声大作 夜幕下 只能看到喷涂的火蛇 车内 许其微和薛颖 吓得花容失色 抱着脑袋 蜷缩在座椅下方 尖叫连连 车外 陆婷则眉目阴沉 在枪声响起的前一秒 他的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掠紧人群中 这些杀手 根本看不清陆婷则的动作 只能看到一串串残影 闪来闪去 混迹在人群中的陆婷则 让他们根本没办法举枪瞄准 陆婷则现在很生气 很愤怒 自从铜皮铁骨大成之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使出全部战力 面对圣怒状态下的陆婷则 这些个杀手的结果 早已经注定 二十多个人 二十三秒 全部倒在了地上 成了一句句死事 枪声停了 车里面 许其微和薛颖 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向窗外 就看到马路上躺着一地的人 安静地出骑 陆婷则站在马路中央 在他对面 还有两个人 夜幕下看得不是很清楚 陆婷则看得清楚 这两人 一个是前段时间 在林振夜家里见过的那个阴沟鼻 就是应接陆婷则一拳 没有受伤的那个人 至于另外一个 就是刚刚在拍卖会 故意抬价的那个陌生人 两人一左一右 阴沟鼻穿着一身西装 被头上的发蜡 在月光下反射着光泽 单枯的手指向藤蔓 眉眼陷于暗影 神秘又危险 至于那个陌生男子 穿着一身松散的休闲服 手里反握着一柄弯刀匕首 一脸严肃 九号 你骗我 陌生男子面无表情地开口 说的话 却是对身旁的阴沟鼻 阴沟鼻笑了笑 抱歉十号 他比我上次见到的时候更强 听到两人的话陆婷 则算是明白了 肯定是上次阴沟鼻 也就是九号 和自己碰了一下后 低估了自己的战斗力 本以为叫了一个帮手过来可以弥补 其料看到 刚刚陆婷泽全力出手 入室集团 果然还是想插一脚呢 陆婷泽目光平静地询问 阴沟鼻嘴角微先 声音还是如上次一般森冷 住室集团要吞并将成 谁挡路 谁就死 阴沟鼻的话 让陆婷泽不自觉想起了灵鹰 一想到自己的女人 因为住室集团 和自己没法见面 花音落下 陆婷泽不再给两人说话的机会 残影掠过 他的人已经贴到阴沟鼻眼前 手掌如刀 稳稳地砍向阴沟鼻的脖梗 阴沟鼻看起来轻松随意 心里从未小觑过陆婷泽 在他动身之时 同样闪身后退 陆婷泽一击落空 便掌围爪 抓向阴沟鼻脖梗 十号这个时候 举起匕首 狠狠砍向陆婷泽的手腕 他的动作在陆婷泽眼中 像是慢放 陆婷泽反手一抓 抓住了十号的手掌 猛地用力 十号的手骨 直接被陆婷泽捏碎 嗯 十号吃痛 发出一声闷哼 陆婷泽本以为 可以轻松解决两人时 突然 十号眼中闪烁起丝丝电弧 在夜幕下特别明显 陆婷泽心声不安 正怀疑时 一阵剧烈的电流袭来 陆婷泽飞速松开十号的手掌 飘身后退 退出十几步后 陆婷泽甩了甩 有些酸麻的手掌 眼中满是疑惑不解 却看对面 十号浑身上下闪烁着电弧 静直地冲向陆婷泽 什么鬼东西 陆婷泽吐槽一句 飘身再退 现在 场面中出现了他没见过的东西 不明所以之下 陆婷泽不敢贸然行事 好在陆婷泽的速度 不是十号所能及的 陆婷泽想躲 十号根本碰不到陆婷泽的衣角 就在他正分析眼前状况时 十号再次袭来 陆婷泽还是想和之前一样 闪开的时候 突然 他的脚下 突兀地升起一层不明液体 将陆婷泽的双腿 裹了个结结实实 动不了 至少三五秒内动不了 这一刻 陆婷泽人傻了 这什么情况 这还是人吗 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变态了 可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幼稚 子 身体被束缚 十号如愿近身 闪烁着电弧的左手 掐住陆婷泽的脖子 右手弯刀由下而上 就要给陆婷泽来得开膛破肚 小子 下辈子做个普通人吧 十号宁笑着 动作不停 陆婷泽人妈了 是真的妈了 被电麻的 车里 两女看到这一幕 无不哭喊出声 许七威更是不管陆婷泽的交代 打开车门下了车 朝着陆婷泽跑去 不要 身后 薛尹也下了车 只不过是站在车跟前看着 当 然而 下一秒 十号眼中的宁笑 就变成了惊恐 因为他的一击必杀 竟然没有刺破陆婷泽的皮肤 像是戳在钢铁上一样 反倒是用力过猛伤到了自己 小拇指差点没被切下来 鲜血淋漓 在他愣神的间隙 陆婷泽使出洪荒之力 争破了束缚 一个黑虎掏心 结结实实的一拳 砸在十号心口 破 十号像一颗炮弹一样 被轰飞了出去 头喷鲜血 碰 十号摔在地上 沉闷的声响过后 一丝动静也没有了 生死不知 陆婷泽抬手制止 正在向自己跑来的许七威 别过来 回车里去 许七威停步 看到陆婷泽没事 他放下心来 蛇身准备回车上 然而就在他转身之后 就看到一个人影 已经站在薛尹身后 正是阴沟鼻 陆婷泽也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牙子欲裂 刚刚自己被束缚 和十号缠斗的过程中 阴沟鼻趁机摸到了薛尹跟前 更要命的是 两女下了车 不下车的话 阴沟鼻一时半会伤不到他们 小心 陆婷泽一声疾呼 人已经消失在原地 阴沟鼻抬起手里的匕首 从薛尹背后毫不留情地刺下 嘴角的凝笑 似乎任务已经快要完成 匕首直奔薛尹后心 就在扎进去一公分左右的时候 匕首被赶来的陆婷泽紧紧握住 动弹不得分好 阴沟鼻皱眉 眼中终于现出巨异 只可惜有点晚了 薛尹是陆婷泽的命女 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 看着薛尹后背渗出的鲜血 陆婷泽怒了 脚下不知名的液体再次升起 只不过这一次陆婷泽有了防备 陆婷泽抓住阴沟鼻手里的匕首 慢慢地掉头 在阴沟鼻惊恐的注视下 扎进了她的心脏 噗 阴沟鼻连连后退 口中卡血 最终跌倒在地 陆婷泽没再理会她 观察了一下薛尹的伤口 还好 不算致命 你没事吧 薛尹俏脸惨白 摇了摇头 我没事 许七薇这个时候也走了过来 关切道 你没事吧阿颖 薛尹笑着摇了摇头 陆婷泽 七薇 你们上车 给阿颖处理一下伤口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要下车 吩咐完这一句后 陆婷泽抬步走向 还在地上抽出的阴沟鼻 阴沟鼻自知今天是回不去了 惨笑着 嘴角不断一出血沫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陆婷泽皱眉询问 九号和十号两人 一个能控制那种不明液体 一个能控制电流 这都快赶得上电影了 要不是亲眼看到 打死他都不相信 樱沟鼻笑了几声 彻底失去了呼吸 见状 陆婷泽飞速赶到不远处的十号跟前 承受了他的权力一拳 十号整个胸膛都塌陷了下去 死得不能再死了 看到这里 陆婷泽知道 想从两人口中 问出点什么东西 是不可能了 回到车上 许七薇已经帮薛颖处理了伤势 并无大碍 虽然没有受伤 但陆婷泽还是有点后怕 太危险了 要是薛颖今天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在镜头出现了好几辆车 灯光刺眼 急速驶来 婷泽 又有人来了 怎么办 许七薇见状 以为又是敌人来了 陆婷泽知道 应该是自己公司的人 安抚道 没事 是我们的人 说完 陆婷泽下车 靠在车头抽烟等着众人 很快 六辆商务车停在不远处 车上下来二三十个人 以武旭和罗小龙为首 朝着陆婷泽跑来 一路上 众人看到遍地的尸体 无不心惊胆战 陆哥 疑惑道 陆哥 这些是杀手 陆婷泽点了点头 将燃静的烟头丢在地上 小龙 武旭 你们带着兄弟们 送你嫂子先回去 一定要保护好他 两人点了点头 紧接着罗小龙皱眉道 那你呢 不和我们一起吗 陆婷泽 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放心 没人伤得了我 见状 两人对视一眼 不再多说 陆婷泽回到车上 对许七薇说道 七薇 你先跟小龙他们回家 我晚点回来 许七薇文言一脸担心 抓住陆婷泽的胳膊不放 你还要做什么 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陆婷泽笑着摸了摸他的脸 放心 你老公可是很厉害的 许七薇 可是 我还是很担心 陆婷泽看了一眼 许七薇旁边的薛颖 他从始至中都沉默着 面无表情 别担心 这次不是去打架 是去找个人 很快就回来 你先回家给我暖被窝 见状 许七薇不再多说 陆婷泽看着许七薇 跟着罗小龙武序等一众人离开 眼神出奇的安静 我爷爷为什么要杀我 安静中 薛颖的声音响起 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 他能猜到 是薛青想杀他陆婷泽 一点都不意外 薛颖从来都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女孩子 只是他有些好奇 薛颖是怎么猜到的 问道 为什么确定是你爷爷 薛颖看着窗外 露出一丝凄凉的笑 刚遇到意外的时候 我就给我爷爷打电话了 这里离他不过六七公里 十分钟不到 完全能赶过来 陆婷泽了然 确实 这么点距离 比起罗小龙他们 从室内赶过来太短了 短到薛颖不相信 只有六七公里 陆婷泽没有回答 发动满是弹孔的车子 驶离了此处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让他亲口告诉你 风全山庄 地下会议室内 薛青和任武 坐在一间私密房间里 脸色沉宁 任武 大哥 还是联系不上 薛青 都半个多小时了 不应该 说着 薛青起身 在地上来来回回踱步 思考了一会儿后说道 你过去看看情况 任武点了点头 开门离开 不久 也就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任武回来了 他的脸色异常难看 眼神中透露着惊惧 薛青皱眉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任武 大哥 死了 都死了一个不剩 薛青 谁死了 任武 我们派去的人 全死了 九号和十号 也都死了 薛青闻言 双目顿时瞪大如铜铃 直挺挺地倒在椅子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薛青不相信 反复喃喃着 任武低下了脑袋 大哥 陆亭泽这个人的身份太神秘了 下一步 他肯定会报复你 我们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我带你离开 离开江城 连夜就走 薛青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茫然地点着头 至于那些尸体 不用陆亭泽动手 薛青自会帮他收拾 毕竟这些人可都是他找的 都是见不得光的 薛青不收拾 就是给自己惹麻烦 晚上十二点多 薛青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非常急促地跑进房间 准备收拾东西 灯打开的一瞬间 自家沙发上坐着一个熟悉的人 正是陆亭泽 看到陆亭泽的那一刻 薛青吓了一跳 惊慌过后 许是明白自己今天走不掉了 薛青走了过去 坐在陆亭泽对面 我倒是小瞧你了 薛青发问 眼神平和 陆亭泽点了一根烟 自顾自地吸了一口 你手下的那个九号和十号 是什么人 薛青皱眉 陆亭泽 这就没意思了 陆亭泽不解 为什么 薛青 他们和你一样 都是义人 义人 陆亭泽反复咀嚼着 这个第一次听到的名词 对他来说 一个新世界 正缓缓扑开 薛青看着他迷惑的样子 皱眉道 你不也是义人 竟然不知道义人组织 陆亭泽摇了摇头 这你可能误会了 我真不知道 义人是什么东西 解释解释 薛青 义人就是拥有正常人 没有的天赋的人 我也是快五十岁的时候才知道 很罕见 在义人界 有专门针对义人的律法 其中就有明确规定 凡有编制的艺人 不得干扰普通人世界的运行规则 所以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 根本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组织 听完薛青的解释 陆亭泽对艺人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你派来杀我的那两个艺人 是非编制 薛青 嗯 大多数艺人都是有编制的 但也有一些 没有进入编制的自由艺人 不受艺人律法约束 陆亭泽 九号和十号 是住室集团培养的人吧 薛青迟疑了一下 承认了下来 嗯 住室集团也想对付你 我们是合作关系 听到这里 陆亭泽自己的事情 算是搞清楚了 他话锋一转 突然问道 为什么要杀他 薛青知道陆亭泽说的是薛影 也没隐瞒 苦涩一笑 说道 因为害怕 害怕 既然害怕 当年为什么要留下他 薛青老脸止不住地颤抖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陆亭泽 当年 你杀害了他的父母 偏偏留下了他 将他抚养成人 现在又因为害怕要杀了他 凭什么 薛青直勾勾地看着陆亭泽 突然 他笑了 凭什么 陆亭泽 你在叫我做事 我今年69 16岁出来闯江湖 几十年来如履薄冰 要不是因为我谨慎 早就被人砍死在街头 连个完整的尸体都不会留下 你现在质问我凭什么 我也想知道凭什么 凭什么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随意将我的女人夺走 凭什么我刷一天盘子 挣得五块钱 要给他们交保护费 凭什么我的父母抛弃了我 薛青声音沙哑 眼眶通红 像是要将这几十年的委屈 悉数吼出胸腔 他不知道的是 只一墙之隔的屏风后 薛颖早已泪流满面 陆亭泽目光淡漠 将烟头奔灭在茶几上 这世间不公平的事情多了去了 可这和薛颖没关系 也不是你要杀他的理由 说着 陆亭泽拿出一把匕首扔在桌子上 叮 你自己了结吧 看在你抚养薛颖长大的份上 我会给你立个杯 这是陆亭泽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还停留在普通人归根结底 只是一个普通有钱人 这也导致自己身边的人 因为自己的善良 受到了一些伤害 经历了这么多 陆亭泽成长了 也明白杀法果断 是他必须要学会的技能 尤其是对于仇人 薛青的目光停留在那把匕首上 身躯肉眼可见地颤抖着 他没有去拿 抬眼看向陆亭泽 陆亭泽 放我一条生路 我立刻离开江城 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我们再不相见 陆亭泽看向他 冷笑一声 你觉得可能吗 我都已经承认我输了 我保证以后不会报复你 为什么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陆亭泽靠在椅子上 抬眼看着气急败坏的薛青 顿了一会儿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你快七十的人了 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薛青一致 全身的力气像是一瞬间被抽走 重新坐了下来 陆亭泽 更何况 你不仅要杀我 还要杀薛颖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你必须得死 话已至此 薛青知道再说下去 只会让自己仅存的颜面丢尽 于是 经过一阵剧烈的思想挣扎后 伸手抓向桌子上的匕首 他的手肉眼可见地颤抖着 握住匕首的那一刻 突然不颤抖了 他的眼神发狠 紧握匕首 直直刺向陆亭泽脸部 两人隔着不过一步的距离 这一次 是薛青的临死反扑 只可惜 他有些意想天开了 匕首在距离陆亭泽面部 只剩下一拳距离的时候 被挡住了 陆亭泽徒手攥住了匕首 眼神平静地看着薛青 薛青眼中 狠力变成了绝望 这个时候 藏在屏风后的薛颖走了出来 虽然脸上的泪痕已经擦干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 狠狠地哭过 看到薛颖的那一刻 薛青愣住了 两三秒的呆滞过后 薛青从陆亭泽手里抽回匕首 毫不犹豫地扎进了自己的咽喉 他的身子缓缓倒下 坐在他那张最喜欢的椅子上 眼中生机飞速消散 薛青死了 制霸江城几十年的地下皇帝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一旁 薛颖没有动 甚至没有眨眼 他静静地看着 看着薛青死在自己面前 一滴泪流出 被他用力抹去 碰 房门被人撞开 察觉到异常的人武跑了进来 一进门就看到薛青的脖子上 插着匕首 陆亭泽站了起来 走到薛颖跟前 牵住他的手 朝着门外走去 经过人武身边的时候 陆亭泽说道 给他立块杯 好好安葬 人武没说话 陆亭泽带着薛颖远去 薛青去世的消息 当晚便不进而走 整个江城凡有头有脸的人物 全去吊咽了 对普通人来说 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该吃吃该喝喝 该上班上班 该摸鱼摸鱼 对顶层人物来说 薛青的去世 掀起的波澜非常大 这其中就包括 江城市公安局局长 苏正豪 得知薛青在家中自杀的消息时 苏正豪有些惊讶 调查了一下后 苏正豪不仅知道了 薛青是被陆亭泽收拾的 更知道陆亭泽 在昨晚拍卖会上的壮举 得知这些信息 苏正豪深切意识到 自己之前对陆亭泽的了解 还是不够全面 自己需要重新审视 陆亭泽对他的意义 苏正豪做出了决定 当天 江城市政务系统 开始了一场大清洗 凡之前和薛青有关联的人员 全部被拔除 该判刑的判刑 该养老的养老 该处理的处理 一整天下来 整个政务系统 搞得是人心惶惶 不可终日 陆亭泽没有在管这些 下午一点多 华山公墓 陆亭泽带着薛颖 来到了秦升男夫妇的墓碑前 也就是薛颖的亲生父母 看着墓碑中的黑白相片 薛颖尘尘封已久的回忆 肆无忌惮地冲撞着 他脆弱的神经 内流满面 他跪在父母的墓碑前 声嘶力竭地哭着 陆亭泽静静地站在一旁抽着烟 这件事 到这里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回去的路上 陆亭泽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回去之后 你就立马着手收购 三大集团股份的事 我会给你的卡上转两千亿 不够的话跟我说 薛颖还没从刚刚的悲痛中 回过神来 茫然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反应了过来 不行 我要开学了 也去学校 陆亭泽看了他一眼 办休学可以吗 没有薛颖的话 这些事情他可办不了 薛颖 你说呢 肯定不行 陆亭泽 那请假总可以吧 请一个月假 这些事情办完后 再去不就完了 薛颖皱眉 很着急吗 陆亭泽 当然了 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 必须分秒必争 距离住室集团和林英订婚的时间 剩下两个多月了 时间确实很紧 薛颖皱眉 那行吧 陆亭泽笑了 这才对吗 想吃什么 随便 薛颖看着窗外 陆亭泽笑了笑 开车没入车流 相比之前 现在的薛颖身上 少了一种什么东西 又多了些什么 很奇妙 陆亭泽偷偷查看了一下薛颖 对自己的好感度 五十 陆亭泽 怎么才只有五十 陆亭泽有点失望 这个数字和他的预期 相差有点大 可又一想 系统说过的命女好感度 提升很难 又释怀了 好在不算白忙活 对了 下午去一下九阳大厦 虽然拍下来了 但有些手续 还得你亲自去办 陆亭泽 好 吃完饭再去吧 陆亭泽带着薛颖 去吃了螺蛳粉 没错 就是螺蛳粉 此前陆亭泽对螺蛳粉 是比较抗拒的 但为了薛颖 陆亭泽 还是硬着头皮去吃了 离开螺蛳粉店的时候 陆亭泽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一路上都在脚口相堂 身旁 薛颖哪里不知道他的心思 看着窗外明嘴偷笑 奇怪的是 刚刚还只有五十的好感度 就因为吃了一顿螺蛳粉 变成了六十 这算是意外之喜吧 下午三点多 陆亭泽和薛颖 来到了九阳大厦 总高107层的大厦 在新城区这块 算是标志性的建筑物了 外墙面已经弄好 就只剩个楼顶光秃秃的 陆亭泽和薛颖 在大厦里面逛了逛 大厦内部通了电梯 各个配套设施 也都比较齐全 陆亭泽对这栋 花了二百亿拍下的大厦很满意 当即就拍板道 楼顶马上进行续建工作 这个事儿我让七位去办 你去收购三大集团的股份 完成后 这里就是我们新集团的办公大楼 薛颖 新集团叫什么名字想好了吗 陆亭泽一致 这个他还真没想过 如实摇了摇头 薛颖 你从一开始就想好了 当甩手掌柜的是吧 陆亭泽牵抢一笑 我这不是不懂这些吗 一个名字而已 我想想 就叫天泽集团吧 薛颖 好 逛了一圈后 陆亭泽准备带薛颖回家 这个时候薛颖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有点事要去办 陆亭泽 需要我跟你一起吗 薛颖 不需要 你先回去吧 下午 陆亭泽回到家 跟许七威说了天泽集团的事 刚好许七威的公司 就是做地产的 和一些建筑公司有合作关系 许七威 没问题 这是小事 这两天我就着手去做 应该很快就能完成 陆亭泽点了点头 嗯 大概需要多少钱 两亿够不够 我转给你 许七威翻了翻白眼 哪需要那么多呀 两千万顶天了 确实 自从有了系统 陆亭泽对钱的概念 越来越模糊了 钱对他来说 就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我给你转一个亿 多得你留着用 说着 陆亭泽一把抓住许七威的手腕 将其抱在怀里 上下其手 许七威哪能不知道陆亭泽的心思 白了一眼 回应了起来 家里就陆亭泽和许七威两个人 这一次 许七威叫的声音特别大 晚上六点左右 许七威和陆亭泽正准备吃饭 陆亭泽正准备给薛颖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薛颖就回来了 陆亭泽 正准备给你打电话了薛颖 洗把手过来吃饭 薛颖 我改名了 现在叫秦颖 陆亭泽和许七威对视一眼 有些意外 也在情理之中 尊贵的秦公主 请吃饭 陆亭泽打趣道 后一天 陆亭泽和秦颖 去了工商局注册了公司 天泽集团正式成立 在后面一段时间 秦颖忙活着收购三大集团的股份 许七威忙着天泽大厦的续建工作 那是陆亭泽最清闲的一段时间 清闲的同时 陆亭泽对林英的思念也愈发浓烈 尤其一想到林英还怀着自己的孩子 陆亭泽心里 犹如打翻了五位平一样的难受 这天 陆亭泽和大地安保公司 约定的一月考核七到了 早上十点多 陆亭泽开车来到学校的时候 张安早已经整理好了方队 准备接受陆亭泽的考核 一个月的时间 公司又多了二十多个新人 武旭 罗小龙 张安 徐飞等陆亭泽 见得比较多的都在其中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很明显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一拳打在上面能显示权重的机器 机器摆在操场中央 陆亭泽坐在一旁 声明一下规则 拳击力量大于等于三百千克 就算通过考核 晋升为白位 大于等于五百千克 黄位 大于等于七百千克 黑位 大于等于一千千克 红位 这个数字可不是陆亭泽临时瞎编的 而是他根据自身的力量 做出来的标准 当时他同皮铁骨小成的状态下 一拳的力量在五百千克左右 可别小看这个数字 世界拳王泰森一拳的力量也只有四百九十八磅 换算成KG的话也就二百多公斤 当然 泰森也只是比较强大的普通人而已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陆亭泽发问 没有 所有人齐声高呼 好 那就开始吧 大地安保公司第一次考核 正式开始 首先上场的就是张安 张安舔了舔嘴唇 扭动了一下肩膀 紧接着使出全身所有力量 重重的一拳砸在策利器上 策利器上的数字开始疯狂上升 最后停在三百一十三的数字 看到这个数字 张安兴奋地跳了起来 要知道 正常人一拳的力量在五六十 他学习铜皮铁骨之前 一拳的力量也只有一百出头 眼前 只学习了一个月的时间 自己的力量就提升了这么多 张安怎么能不兴奋 恭喜 张安成功晋升为白位 陆亭泽正式宣布了结果 下一位 紧接着 显眼包罗小龙跳了出来 跃跃欲试 陆亭泽皱眉看着他 你伤好了没 罗小罗 早就好了陆哥 陆亭泽点了点头 丝毫不奇怪 有铜皮铁骨 辅助他改造身体 罗小龙恢复速度快是必然的 和张安一样 罗小龙使劲一拳砸在策利器上 数字疯狂上升 最后停在507的数字 看到这个数字后 张安刚刚的兴奋竟瞬间熄灭 像被浇了一头凉水 陆亭泽也有点意外 感叹罗小龙这个兵王果然名不虚传 天赋这个东西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羡慕是没用的 勤劳也没用 恭喜 罗小龙晋升为皇位 皇位的水准 和陆亭泽同皮铁骨 小城的实力差不多 罗小龙吸了吸鼻子 笑嘻嘻地 重新站进了方队 下一个出场的人是武序 376千克 白位 下一个是徐飞 277千克 晋升失败 整个测试的过程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下来 200多人 成功晋升为白位的 只有不到30个人 严格来说是28个人 而皇位更惨 只有罗小龙一人 对这个结果 陆亭泽有些失望 但并不意外 测试已经结束了 对于这个结果 想必大家都很失望是吧 我想说的是 这是正常的 28个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一个月前我说好的 考核不通过 予以辞退处理 但现在 因为人数太多 时间放宽到两个月 下个月月末考核 还是不通过的 予以辞退处理 至于现在没有通过考核的 安排去天泽集团当保安 算是惩罚 这是陆亭泽早就想好的对策 这些家伙闲着也是闲着 正好自己的公司刚刚成立 需要人手 当个保安 不会怎么耽误学习铜皮铁骨 另外 已经晋升为白位的 薪资上涨一万 皇位上涨五万 就这样 散了吧 本来还因为被分配去当保安 不高兴的一些个员工 一听到晋升后的工资 竟然提升这么多 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 陆亭泽离开 准备回去的路上 接到了苏默云的电话 看着这个名字 陆亭泽皱眉 有些不太想接 但最后碍于面子 还是接了起来 怎么了 陆亭泽的语气很冷淡 苏默云 你在哪 晚上来我家吃饭 我爸要见你 苏默云还是一如既往的语气 陆亭泽很不爽 他见我我就得去 没空 挂了 说完 陆亭泽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想跟这个女人 有过多的交集 那边 苏默云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一脸猛逼地看着对面的父亲 苏正豪也有些猛 笑道 这小子 脾气不小 拿来 我亲自给他打电话 苏正豪拿到手机 再次给陆亭泽拨了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请稍后再拨 这一次 陆亭泽直接没接 挂断了 苏正豪一脸无语时 苏默云抢回手机 找到陆亭泽的微信 按住语音按钮 陆亭泽 你给我听好了 立马给我接电话 不然有你好看 陆亭泽这边 收到了苏默云的消息 听完后冷笑一声 随手将手机丢在一旁 他确实不怎么喜欢苏默云和苏正豪 本来他还打算借助苏正豪的背景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苏正豪对他并不是伙伴关系 而是上下关系 苏正豪是发号施令的那个 在他的潜意识中 有着身份地位权利赋予他的优越感 在对待他这种商人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俯视 只可惜 陆亭泽不是个普通商人 电话又响了起来 陆亭泽继续挂断 并且将苏默云的号码 拉进了黑名单 那边 苏默云再次拨打过去的时候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 听到这个声音 父女俩都知道 陆亭泽把他们拉黑了 苏正豪的眉目沉了下来 语气变得有些不好了起来 这个小子 竟然这么不识好歹 苏默云急了 以他对陆亭泽施的好感度 陆亭泽拉黑他的行为 被他的伤害不小 都怪你爸 都怪你 谁让你一直端着架子的 现在你满意了 你满意了 苏默云发了一通脾气 红着眼起身离开了家 唐秀云听到争吵声走了出来 疑惑道 怎么了 小云人呢 苏正豪叹了一口气 没事 他走了 说着 苏正豪起身走到窗前 许久没有抽过烟的他 重新点上了一根 眉眼深沉 喃喃自语 这小子 难道要老子 给他道歉才罢休 不像话 与此同时 林振业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助理 薛青和九号十号的死亡 对燕城住室集团来说 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为此助理的父亲大发雷霆 将助理骂了个狗血淋头 要知道 培养一个艺人的代价 是非常庞大的 即便助事集团家大业大 总共也只供养着十个艺人 这一下子 被陆婷则弄死了两个 谁会不心疼 于是 助理推掉了手头上的一切事宜 赶来江城 想要查查这件事 到底怎么回事 林老爷子 小英呢 进门后的第一句话 助理就询问起 许久没见的林英 林振业沉着脸 小英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 在里面休息呢 助理 哦 那我更要去看看了 毕竟马上就是我的妻子了 您说是吧 林振业无言以对 看着助理进了内室 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给林振组打了个电话 将助理来的事情告诉了他 那是 林英穿着睡衣 抱着双腿 坐在懒人椅子上 旁边的桌子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 酸酸甜甜的水果 他满脑子都是陆婷泽的影子 从没感觉到 时间是如此的难过 可又一想 自己当初话说得那么绝情 觉得自己就是旧由自取 这段时间 林英一直处在这种矛盾的状态 正晃神间 房门打开 一脸坏笑的助理走了进来 林英转头 看到是助理后 立马促起额眉 你来干什么 助理皱眉 微微不悦 什么叫我来干什么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来看到我的未婚妻 不行吗 林英无言以对 正想说话时 突兀的恶心袭来 林英捂着嘴起身 冲进了卫生间 一阵干呕 外面 助理冷眼看着林英 等她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眯着眼睛问道 你怀孕了 林英擦了擦嘴巴 没看助理 禁止走到自己的懒人以上 和你没关系 这个回答 让助理心头莫名的窝火 奶奶的 她当然知道 和自己没关系 自己的未婚妻肚子里 怀着别人的孩子 这要是被其他家族知道 她注视集团的脸面 算是丢尽了 想到这里 助理大跨步来到林英跟前 一把抓住林英的手腕 威胁道 现在 立马去给我打掉 林英挣扎 你做梦 我死都不会打掉孩子的 助理的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会儿 联想到路亭 则冻死了她家两个艺人 刚刚被父亲教训 自己的未婚妻 又怀着她的女人 助理再也忍不住 拳头紧握 重重的一拳 砸在林英的小腹 碰 啊 林英吃痛 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助理仍不罢休 抬起脚 对着林英的肚子狂踹 外面 林振夜听到林英的惨叫 就冲了进去 进门后 一眼就看到助理的暴行 林振夜怒目原睁 快速冲到助理跟前 一脚将其踹飞 小一 小一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林英脸色惨白如指 昏迷了过去 丝丝烟红 从她的身下流出 近红了地板 陆亭泽刚刚进门到家 许七威和秦颖都不在 正准备脱掉鞋子的时候 手机响起 接了起来 喂 怎么了老爷子 什么 哪个医院 陆亭泽夺门出 路上 陆亭泽连闯无数个红绿灯 他眼中遍布寒霜 令人生畏 一路急迟 十公里的路程 只用了十来分钟 冲进病房后 陆亭泽自动忽略了 站在病床边的 林振业父子和林峰 目光落在脸色虚弱的 林英身上 林英已经醒了 只是有些虚弱 看到陆亭泽到来 林英眼泪巴达巴达地掉 净湿了枕头 对不起 对不起亭泽 我没有保住我们的孩子 呜呜呜呜呜 陆亭泽没有说话 走到林英跟前 掀开被子 将林英从床上抱起 转头朝着病房外走去 整个过程 林振业父子 陆亭泽一眼都没有看过 林振业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可终究还是 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林振祖 陆亭泽 你不能带走他 陆亭泽没有回答 自顾自地朝着门外走去 林振祖起身挡在门口 沉着脸 陆亭泽 小英出了这样的事 我比你更不好受 可是 滚开 陆亭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说话毫不可及 自己的女儿 在自己家 被一个外人打成这样 你这个父亲 当得真好啊 林振祖眉头一皱 还想说话时 林振将其拉开 并将病房门打开 陆亭泽看了一眼林振 说道 告诉助理 我会亲手杀了他 说完 陆亭泽头也不回地 抱着林振离开 陆亭泽离开后 林振祖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转头瞪着林振 你干什么 林振和助理的婚约怎么办 身为林振的哥哥 林振这次没有退步 爸 这还没结婚呢 他就这么对我妹 结婚以后呢 林振祖被问得哑口无言 沉生说道 可是 我们 我们振业集团怎么办 怎么办 林峰 生存不是忍气吞声求来的 是拼出来的 林振业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 沉着脸看向自己的儿子 阿峰说的没错 这一次 我站在陆小子这一边 说完 爷孙俩相继离开了病房 只剩下林振祖一个人 愤怒地对着病房的铁床一通发泄 陆亭泽将林英接回了家 两人互诉中场后 林英就沉沉睡了过去 陆亭泽来到一楼客厅 拨通了秦颖的电话 阿颖 股份收购进程如何 秦颖 正在和镇业集团交涉 有个事 我刚想跟你汇报一下 镇业集团的董事长林振祖 突然同意无偿合并到我们天泽集团 陆亭泽点了点头 不觉得奇怪 嗯 剩下的腾辉公司和万胜建业 你帮我约个局 就定在明天晚上 我去谈 秦颖 好 没问题 挂断电话后 陆亭泽又给武序拨了过去 阿絮 明天你跟小龙去双城建业 带城立委来见我 还有 告诉张安 通知江城 所有和双城建业达成合作的企业 立马终止合作 违抗者 江城除名 连续打完两个电话后 陆亭泽站在窗边思考了起来 最终 他再次拿起手机 找到苏莫云的号码拨了过去 那边 苏莫云自从和父亲置气 从家里离开后 就没再和父亲说过话 他拿着手机 想给陆亭泽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信息解释一下 他已经被拉黑 又不知道住哪里 满屏的感叹号 让苏莫云神色憔悴 正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时 手机响起 苏莫云以为是父亲打来的电话 下意识地想挂断 拿起一看 竟然是陆亭泽打来的 急忙接了起来 喂 陆亭泽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我晚上去你爸那里 陆亭泽直接打断了他 苏莫云呆了呆 哦好啊 好啊好啊 我现在就跟我爸说 你大概什么时候来 陆亭泽 现在就过去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方便吧 苏莫云 方便方便 刚好我也快下班了 你直接过去吧 嗯 挂断电话 陆亭泽立即动身前往苏正豪家 那边 苏莫云打完电话后 立即给父亲告诉了 陆亭泽要过来的事 紧接着马不停蹄的下班赶了回去 他现在只想早点见到陆亭泽 不到一个小时 陆亭泽第三次来到苏正豪家 还是那张熟悉的饭桌 苏正豪穿着干部毛衣 苏莫云似乎是刚回来 身上还穿着警服 陆亭泽没有拿东西 静止走到苏正豪对面坐了下来 苏正豪笑道 小子脾气倒是不小嘛 你再不把我拉出黑名单 我都想着去你家附近请罪去了呢 哈哈 陆亭泽站了起来 紧接着在苏莫云和苏正豪意外的注视下 弯腰鞠躬 对不起苏叔叔 是晚辈不懂事 苏正豪和苏莫云对视一眼 本来他心里就没什么气 陆亭泽这一道歉 让本来有些僵硬的关系 瞬间活落了起来 哎呀哎呀 这是干什么 坐坐坐 老婆上菜 于是 又一场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开始 苏正豪知道 陆亭泽突然找到自己 肯定是有事相求 陆亭泽也知道 苏正豪知道自己有事情找他 但两人前半段都是在闲聊家常 很默契的没有谈论其他的事 酒过三巡后 唐秀云去厨房收拾了 苏正豪看着苏莫云说道 小云去帮你妈收拾收拾 苏莫云知道 两人有事情要谈 起身去厨房了 饭桌上只剩下苏正豪和陆亭泽两人 苏正豪给陆亭泽到了一杯酒 笑道 你在江城拍卖会的事情我听说了 学亲的事我也听说了 挺厉害啊 不错 陆亭泽端起酒杯和苏正豪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苏叔叔过奖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 今天过来找您 希望您可以帮我一件事 苏正豪点了点头 示意陆亭泽继续往下说 陆亭泽 燕城住市集团侵占江城市场的事情 您应该知道 上次您的话 我也一直记在心里 碰巧我和住市集团 有一些私人人愿 所以 我想整合江城市场 三大巨头企业 成立一个超级集团 可以和住市集团 分庭抗礼的集团 我想 苏叔叔也很希望看到这一幕 陆亭泽说着 给苏正豪续上一杯酒 苏正豪点头 嗯 既然说到这里了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政府确实希望整合江城市场 之前押宝在薛青身上 只可惜他手段不行 能力不够 尤其再加上住市集团的侵占 上层开会讨论过这个事情 你放心 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工作 你说的帮助 能不能具体点 陆亭泽 我约了三大巨头的董事长 明天晚上一起吃饭 讨论收购合并三大产业的事 现在正业集团 已经答应合并到我的则天集团 剩下万圣建业和腾辉公司 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答应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到时候希望苏叔叔可以出面去一趟 帮晚被震震场子 苏正豪一听是这个要求 先是一致 随后笑道 这是好事啊 我们这些政府工作人员 当然希望江城的经济 能发展得更好 没问题 到时候把时间位置发给我 我会去的 得到同意 陆亭泽长输了一口气 端起酒杯 谢谢苏叔 我敬您 哦对了 到时候您晚到一会儿 看好戏 陆亭泽是有把握 可以搞定腾辉公司和万圣建业 但有苏正豪这道保险 还是更稳妥一些 上次你走得匆忙 我都没来得及说 市政体系内 已经来了一次大清洗 之前那些和薛青组织有关系的工作人员 已经全部被处理了 苏正豪再次提起了这件事 这次是晚辈失礼 晚辈自罚一杯 这次 陆亭泽身上的锐气收敛了很多 变得更加厚重沉淀 这是他成长的结果 后面 两人又聊了一些其他的 离开苏正豪家的时候 差不多是晚上九点多 相比上次 这一次陆亭泽还算清醒 还是苏莫云送他回家 车上 苏莫云一边开车 一边偷偷地 看向副驾驶的陆亭泽 欲言又止的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陆亭泽主动开口 苏莫云没来由的脸一红 没有 就是 想跟你道个歉 之前是我考虑不周 没顾及你的感受 文言 陆亭泽有些小小的意外 他偷偷看了一下 苏莫云对自己的好感度 85 上次还是70 这新增的15点好感度 肯定是这次事件的结果 一想到自己 马上就要和住室集团正面对刚 而住室集团手底下 很可能还有一些那个什么艺人 陆亭泽知道自己需要提升实力 秦颖的好感度上升得太慢 不能把保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不论是苏正豪的关系 还是出于自己实力的考虑 他都需要获得苏莫云100%的好感度 于是 陆亭泽心里有了主意 说道 那边就是北湖 停车下去透透风 行行酒吧 刚好苏莫云也不想这么快 就和陆亭泽分开 乖乖地将车子开进了北湖停车场 停好车后 两人肩并肩走在夜幕下的北湖小道 冬季湿冷的风沿着湖面吹拂 生冷生冷的 小月 上次谢谢你收留我 陆亭泽先开口 打破了沉寂 他不说还好 这一说 苏莫云下意识地想起那一晚 被醉酒的陆亭泽 看了个精光的事 脑袋深深低下 没事 对了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你还记得吗 苏莫云想确认一下陆亭泽记不记得 陆亭泽 怎么可能记得 都断片了 听到陆亭泽这么说 苏莫云长出一口气 轻松的同时 伴随着一阵莫名的失落 正当他心情复杂时 突然手掌一热 陆亭泽抓住了他的小手 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苏莫云猛了 身体僵硬地 向条被动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鱼 陆灯下的脸蛋染上两片红霞 你 你干神无 刚想问干什么 话还没说完 陆亭泽就上了嘴 后面的话 全被堵在了嗓子眼 陆亭泽知道自己 这么做有点草率 但他没有太多 时间去和苏莫云培养感情 扎就扎一点吧 女人的矜持 让苏莫云下意识地抗拒了起来 但很快 就在陆亭泽霸道的攻势下 敌无窥弃甲 这一吻缠绵许久 两三分钟后 两人才分开 苏莫云羞涩将脑袋 埋进陆亭泽的胸膛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 又高兴又害怕 陆亭泽 你再敢不接我电话 我就抓你 苏莫云的警告 更像是撒娇 陆亭泽笑着 抱着苏莫云 两人就站在北湖边上 夜幕下 路灯下 对不起 当时说了点是心情不好 之后我就后悔了 小云 苏莫云不自觉地沦陷了 我也是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 就感觉你很不一样 第二次你救了我之后 我满脑子都是你 整天都在想你 两人互诉倾慕 这一刻 矜持的窗户只被捅破 走吧 太冷了 去车上吧 陆亭泽察觉到 苏莫云微微颤抖的身体 关心到 苏莫云猛地抬头 脸红无比 啊 我 我还没准备好 陆亭泽 你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去车上暖和暖和 苏莫云反应了过来 灯石修的不行 从陆亭泽怀里逃离 跑了 回去的时候 苏莫云车子开得很慢 开到楚天江都的中式合院门口时 苏莫云才知道 陆亭泽住在这里 临别前 陆亭泽看着满脸不舍的苏莫云 在他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再次来了一个缠绵的长吻 下车前 陆亭泽看了一下苏莫云对自己的好感度 95 果然 有用 看着陆亭泽进门后 苏莫云这才心满意足地开车离开 离开前 脸蛋红彤彤的 心里甜得不行 一路哼着小曲 家里 陆亭泽回来后 许七威 林音和秦颖都在 三女凑了过来 闻到陆亭泽身上浓郁的酒味 就知道她喝酒了 搀扶着她坐下后 许七威去厨房里煮了一碗醒酒汤 林音和秦颖则坐在陆亭泽对面 秦颖说道 已经和三大巨头约好了 不过 万圣建业和腾辉公司可能不太好办 他们对于合并到天泽集团这件事很抗拒 陆亭泽 正常 是毒食吃惯了 怎么会接受别人愤一杯羹 秦颖 你有把握吗 陆亭泽笑着看向秦颖 说道 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相信你的老公 知道吗 秦颖无语 瞪了一眼她 起身上了楼 没个正行 秦颖离开后 林音坐到陆亭泽旁边 靠在她的肩膀上 对不起老公 我不该那么任性的 陆亭泽摸了摸她的脸 说什么呢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不是你的责任 许七微端着醒酒汤走了过来 将醒酒汤放在陆亭泽面前 续建工程大概需要一个月就能完工 陆亭泽 嗯 辛苦了老婆 第二天晚上 七点整 沉香酒楼 陆亭泽带着秦颖提前十分钟到达 进到包厢后 林振业和林振祖已经到达 见到陆亭泽进门 两人齐齐站了起来 陆总 陆亭泽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静止走到主位跟前坐了下来 秦颖坐在陆亭泽左边 右边是林振业和林振祖 落座后 林振业先开口 问道 陆总 小英他 还好吧 陆亭泽 他很好 正在休养 林振业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林振祖又开口道 陆总 您说的对 这次是我太窝囊了 我已经决定 和助事集团彻底撕破脸面 无常合并到天泽集团 助理打我女儿这笔账 我一定要亲手打回来 陆亭泽还是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没有说太多 时间很快来到七点 腾回公司的唐雷 和万圣建业的万启山 还是迟迟没有现身 林振业沉着脸 这两个老皮肤 这是想丢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陆亭泽抽着烟 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对着门外的服务员喊道 服务员 上菜 服务员愣了愣 随即道 好的先生 这边马上给您安排上菜 林振祖和林振业对视一眼 有些意外 陆总 不再等等 陆亭泽 等个屁 见此 两人也不再多说 服务员上菜的速度很快 没过十分钟 一桌子饭菜 就已经准备妥当 四个人有说有笑地吃了起来 大概半个小时后 包厢门被推开 唐雷和万启山 先后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两个秘书一样的手下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路上太堵了 来迟了 不好 唐雷笑容满面 话说到一半 就看到已经吃到一半的饭菜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万启山也是一样 目光投向陆亭泽 阴阳怪气道 陆总看来是饿了 吃这么干净 陆亭泽抬头看向万启山 我这个人 饭点一向准时 不好意思 我以为两位不来了呢 陆亭泽的话 让他们无言以对 毕竟是他们迟到再先 沉着脸落座后 唐雷开口 陆总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知道你约我们出来的目的 直说吧 我们不会出售股份 更不会和正业集团的软骨头一样 无偿并入你们则天集团 陆亭泽 哦 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万启山 陆亭泽 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你很有钱吗 出来混要有试炼 我们三大巨头 在江城盘踞几十上百年 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 说合并就合并的 唐雷 之前薛青也有过这个想法 他努力了几十年都没成功 你觉得你比薛青厉害 万启山 还有 我们万圣建业和腾辉公司 已经决定展开商业合作关系 你们不是要合作吗 我们也合作 大不了拼一拼 看看你们几斤几两 听到这 你们这样不是让住室集团坐山观虎斗吗 我们现在应该同仇敌凯 一条心才对 再怎么说 都是江城的企业 林振业 是啊 两个老伙计 陆总说了 并入天泽集团 不代表把我们的企业卖给他 我们还是相对独立的 有更大的平台 更便利的资源合作 为什么不呢 林振祖 现在住室集团大肆侵占我们江城市场 这件事两位不是不知道 如果我们三家联合起来 就算是他住室集团 也不得不掂量掂量 林振业和林振祖 苦口婆心地 向两人解释着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在外人看来很明显的是 对万启山和唐雷来说 却是不一样 唐雷 可笑 这不是卖企业是什么 老子董事长当得好好的 干嘛要弄一个顶头上司来管老子 万启山 再说了 市场就应该公平竞争 入室集团的进入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听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话 陆婷泽表情自然地吃着饭 最后 陆婷泽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嘴巴 说完了 几人都安静了下来 看向陆婷泽 陆婷泽点了一根烟 深吸了一口 看向万启山 好事 等住室集团掌控江城市场 要强行收购你万圣兼业的时候 再说是不是好事 随后 陆婷泽又看向唐雷 你说对了 我就是比薛青厉害 薛青怎么死的你忘吗 如此明显的警告 让唐雷全身不由地紧绷 眯着眼说道 陆总 你在威胁我 陆婷泽站了起来 我知道 你们在想什么 无非都想独霸江城市场 成为龙头老大 为此不惜和住室集团 达成一定的合作 比如双城建业 想着坐收渔翁之力 对不对 文言 唐雷和万启山对视一眼 双双皱眉 没有说话 陆婷泽拿出手机发了个消息 很快 包厢门被推开 罗小龙和武序 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进去 快点 所有人齐刷刷看向门口 就看到一个鼻青脸肿的人 被罗小龙一脚踹到陆婷泽跟前跪下 陆总 您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我现在就和住室集团撇清关系 现在就撇清关系 听到声音 在场的人都认了出来 这个人正是双城建业的老板 成立伟 双城建业是什么 住室集团打入江城市场的排头兵 傀儡公司 再看眼前成立伟的模样 唐雷和万启山都暗暗吞咽了一口唾沫 万启山站了起来 指着陆婷泽道 陆婷泽 你想死可以 别拉着我们 你知不知道住室集团的能量 你在玩火 唐雷 小子 现在立马去燕城 给住室集团跪地磕头求饶 还有一线生机 听着两人的话 陆婷泽淡默地看了一眼 软骨头 紧接着 陆婷泽看向罗小龙和武序 两人微微点头 陆婷泽 告诉各位一个消息 双城建业已经单方面取消了所有和江城企业的合作 从今天起 双城建业不复存在 从江城除名 我就是要告诉住室集团 想吞下江城的市场 先过了我陆婷泽这一关再说 所有的危险我陆婷泽背 所有的责任我陆婷泽扛 所有的罪名 我陆婷泽来蛋 我只要你们答应 并入泽天集团 只有五指紧握 我们挥出去的拳头 才有力量 才会让敌人害怕 这一番话 陆婷泽说的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看着陆婷泽自信且张狂的模样 轻硬紧紧地抿着嘴唇 对陆婷泽的好感度 悄然上升了一些 来到七十大关 说得好 林振祖第一个出声 鼓掌表示支持陆婷泽 唐雷和万启山对视一眼 皱眉犹豫 陆婷泽继续道 当然 如果你们不肯并入泽天集团 我只好强行收购二位的公司 我相信二位应该知道 我有这个实力 只不过到那个时候 两位怕是要提前回家过养老的生活了 先离后病 典型的谈判惯用手段 两人心情复杂 仍是犹豫不决 陆婷泽没给他们多余的思考时间 冲着秦英点了点头 秦英领会 打开随身携带的包包 掏出几份早就拟好的文件 放在唐雷和万启山面前 还有笔和印尼 都准备好了 陆婷泽 两位看看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字吧 唐雷和万启山对视一眼 看向陆婷泽 陆总 未免有些太心急了吧 陆婷泽 心急 入室集团都快打到家门口了 你们还在这里稳坐钓鱼台 我没你们那么先轻一指 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 两人再次对视一眼 还是犹豫着 没有签字 妈的 让你签就签 犹豫你妈呢 今天不签字 你试试 能不能走出这个包厢 暴脾气的罗小龙 怒视着两人 训斥出声 吓得成立伟一跳 万启山和唐雷 皱眉看向罗小龙 又看向陆婷泽 陆婷泽转头看向罗小龙 闭嘴 罗小龙吸了吸鼻子 不再说话 正当两人犹豫 要不要签字的时候 包厢门再次打开 苏正豪带着苏莫云进来了 哈哈 小龙 我没来晚吧 陆婷泽看了看时间 刚刚好 上前笑道 怎么会晚呢 刚刚好 苏叔叔请上座 陆婷泽招呼着苏正豪 坐在位置上 过程中 几个人都认出了 苏正豪的身份 脸色巨变 林郑组第一个站了起来 笑道 苏局长 您既然亲自过来 这可真是 蓬壁生辉啊 苏正豪笑着打着哈哈 哈哈 没事没事 听小龙说 你们在这里聊事情 正豪我也想听听 就过来了 你们继续 不用管我 苏正豪这么说着 可在场除了陆婷泽之外 哪有人真的敢不管他的 这可是江城市公安局的局长 正听级别的大观 就算是三大巨头 也不是能轻易约出来的 几人连忙热情招呼着苏正豪 开始了推杯换战 企业合并的事情 似乎抛到了脑后 过程中 苏莫云悄悄打亮了眼陆婷泽 眼中满是爱慕 几杯酒下度后 苏正豪主动说道 听小龙说 要给咱们江城成立一个超级集团 我一想 这可是好事情啊 有利于市场环境稳定 政府那边呢 还是比较支持的 人都说听话听音 在场三大巨头 没人是傻子 苏正豪的话 就差没说让几人当场签字了 至此 唐维和万岂山心中 最后的一丝顾虑也消失了 唐维率先拿起那份合同 笑道 苏局长说的是 我们正在聊这个事 这不刚要签合同 您就进来了 这可真是太巧了 苏正豪 哦是吗 那我是不是打扰你们签合同了 签了没 最后的询问 苏正豪看的是陆婷泽 陆婷泽笑了笑 还没 苏正豪紧接着看向唐雷和万岂山 两人哪敢多说什么 签 签签签 我们现在就签 说着 两人拿起笔 飞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并问了手印 其实啊 我们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今天来呢 主要是针对合同的一些细节商讨一下 对对对 商讨一下 至此 整合三大巨头的工作 总算是完成了 后面 一桌人和谐了许多 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 推杯换盏 都喝了很多 陆婷泽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快中午了 揉了揉有些发懵的脑袋 走出房间 秦英许七威和林英三人 正在吃午饭 娇笑声震震 陆婷泽来到饭桌前 揉着脑袋问道 小颖 昨晚 事儿弄好了吧 秦英 都弄好了 一个月后 就是天泽集团正式成立的开业日 到时候 你得去剪彩 跟你说一声 说着 秦英将一张银行卡 递到陆婷泽面前 那 这是你给我的两千亿 没用到 物归原主 陆婷泽摆了摆手 你留着吧 当做集团流动资金用 反正你是财务总监 说完 陆婷泽看向许七威 七威 集团成立后 你做行政总监 许七威一愣 连忙摆手 不不不 这怎么行 我能力有限 陆婷泽 你海归金融硕士毕业 至少比我有能力吧 就这么定了 万龙地产还给你爸爸 反正也是你爸的公司 许七威 哦 好吧 陆婷泽最后看向林英 小英 你做人力资源总监 这段时间 你得忙活着招聘一些员工 集团马上要正式运作了 可不能掉链子 林英抿着嘴唇 笑着点头 嗯 好的老板 看着林英笑颜如花的样子 陆婷泽很开心 这才是他本该有的样子 突然 三个女人齐刷刷地看向陆婷泽 那你做什么 陆婷泽一致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刚说完 手机提示音响起 陆婷泽拿起手机一看 是苏莫云发来的消息 婷泽 醒来后来找我 我们聊聊 看着信息 陆婷泽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杀意 偷偷看向三女 秦颖 是苏正豪的女儿苏莫云吧 陆婷泽 你怎么知道 秦颖 你昨晚醉得跟猪一样 她问了我们的关系 听见这话 陆婷泽恍然大悟 单笑道 这个 这是个意外 意外 许七威 你说的但大事 就是炮局长的女儿 察觉到许七威 凌冽如刀的眼神 陆婷泽善善一笑 起身道 我去洗八脸 你们吃 你们吃 三人对视一眼 平静地 注视着陆婷泽 没说话 头一次 陆婷泽感受到了压力山大 按道女人 多也不是一件好事 洗漱后 趁着三女不注意的功夫 陆婷泽拿着车钥匙 流之大吉 出门后 陆婷泽联系了苏莫云 前往警局 苏莫云正在值班 警局内三三两两的警察们 坐在一起 喝着茶聊着天 陆婷泽敲了敲门 你好 我找苏莫云 他在哪个办公室 三个正聊天的警察 回头看了一眼陆婷泽 其中一个人皱眉赤道 你是干什么的 这里是你能轻易进来的地方 先出去 陆婷泽沉着脸 我和苏莫云约好了 来见他 警察 那也先去外面等着 陆婷泽碰了个钉子 不想和这些警察计较 转身朝着走廊外走去 给苏莫云发了一个消息 我到了 你的同事不让我上去 你下来接我一下 发完消息 陆婷泽坐在走廊的场椅上等着 不久 一阵脚步声游远极近传来 伴随着交谈声 小云 中午了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新店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好不好 我跟你说小云 那家店是我三舅表哥的大外甥开的 书人 我们去不用排队的 味道非常好 苏莫云面无表情地走在前面 身后跟着的那个男警察 正是刚刚训斥陆婷泽的那位 苏莫云走到陆婷泽跟前 还坐着干什么 走啊 说着 苏莫云起身当先走出警局大门 陆婷泽急忙起身跟上 两人刚走没几步 男警察就追了上来 小云 你一直不肯接受我就是因为他 苏莫云和陆婷泽双双停下脚步 苏莫云 李凯平 我说过我们不合适 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被叫做李凯平的男警察 很明显不是很服气 执着陆婷泽 小云 我比他差吗 我至少是个正式编制 他呢 苏莫云气得不轻 伸手挽住陆婷泽的胳膊 看着李凯平 没错李凯平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谢谢 说着 苏莫云强行带着陆婷泽 朝着门外走去 身后 李凯平拳头捏得嘎吱作响 一口钢牙快要咬碎 两人来到车上 陆婷泽笑道 没看出来挺受欢迎啊 我这莫名其妙 又多了一位仇人 而且还是个警察 爱日子难过了 说着 陆婷泽发动车子 驶出警局 路上 苏莫云从始至终一直没说话 等红绿灯的时候 苏莫云突然看向陆婷泽 你个渣男 哼 陆婷泽摇了摇头 对不起小云 我本来是准备跟你说的 说什么 显摆 你有多少欢迎是吧 苏莫云怨气很重 陆婷泽无语宁耶 时宜了一会儿 小云 这就是我 不论你喜不喜欢 选择或者不选择我 我都坦然接受 是的 陆婷泽也想明白了 自己这个鬼系统 注定他会辜负很多女孩子的心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与其遮遮掩掩 不如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果然 苏莫云听后 轻轻一拳打在陆婷泽身上 带着哭腔说道 你说我怎么选 你让我怎么选 既然你有女朋友你 招惹我干什么 你招惹我干什么 你这个渣男 死渣男呜呼呼 说着说着 苏莫云毫无欲照地哭了出来 陆婷泽紧紧咬着嘴唇 看着苏莫云认真说道 但我对你的喜欢也是真的 我可以保证 苏莫云狠狠抹了一把眼泪 所以呢 所以 你是要我做你的小三吗 见不得光一辈子活在阴影中 是不是 陆婷泽 哪有那么严重 我又没结婚 我们只是晚一点遇到而已 苏莫云 晚一天也是晚 一个小时也不行 一分钟都不行 你现在立马跟他分手 立马分手 陆婷泽一脸为难 开口道 小云 我 还有三个女朋友 听到这话 苏莫云愣住了 连哭都忘记了 顿了顿后 苏莫云抄起包包 狠狠地在陆婷泽身上砸了一下 碰 渣男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开门 苏莫云想开车门 但车门被陆婷泽锁着 拼命地扣着开门锁 陆婷泽抓住苏莫云的手腕 一把将他拉了过来 吻了上去 苏莫云不住地拍打着陆婷泽 陆婷泽就是不松手 也不松口 渐渐地 苏莫云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弱 浑身发软 长久的失吻过后 陆婷泽松开苏莫云 捧着他的脸认真道 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但我保证 会给你一切 我能给你的 只要是你想要的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我也会摘下来 陆婷泽一脸痴情 将苏莫云心里的委屈和怨气 渐渐扫去 如果许其薇在这里的话 绝对会忍不住 狠狠揣陆婷两脚 妈的泡妹子没有心词了吗 苏莫云紧紧地抱着陆婷泽 啜泣着 我恨死你了 我恨死你了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很显然 他已经接受了陆婷泽 还有其他女朋友这个事实 两人温存了一会儿 车内的温度有些高 燥热弥漫 陆婷泽情不自禁地又凑了上去 两人再次激吻在一起 这一次 陆婷泽的手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溜进苏莫云的警服 温柔地抚摸着 嗯 停 不可以 苏莫云不愧是警察 意志力就是强大 这种时候还能保持清醒 推开了陆婷泽的手 太快了停泽 我 我还没准备好 陆婷泽 是我太心急了 对不起 两人分开都冷静了一下 随即整理了一下衣服 下车进入商场吃饭去了 吃完饭 陆婷泽送苏莫云回警局上班后 开车前往大地安保公司 会议室里 陆婷泽叫来罗小龙和武婿 说道 今天收拾一下 明天跟我去一趟宴城 两人对视一眼 武婿问道 是去找助理吗 陆婷泽 嗯 他打伤我的女人 害我未出生的孩子夭折 这笔账 我要亲自和他算 罗小龙挥了挥拳 对 弄死他压的 武婿皱眉 陆哥 燕城对我们来说 人生地不熟的 要不等一个月后 天泽集团开业一室后再去 陆婷泽 我一天也等不了 就这么定了 武婿你买机票 明天出发 见此 武婿不再多说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中午十分 陆婷泽开车来到大地安保公司 就被一辆警车拦住 警车上下来三个警察 全副武装 手里拿着手枪 将陆婷泽的车围了起来 别动 双手抱头蹲下 见状 罗小龙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下车赤道 妈的干什么 陆婷泽紧随其后下车 小龙 罗小龙愤愤看着三个警察 一脸怒意 陆婷泽扫视了三人一眼 认出了其中一位 正是昨天他在警局见过的 好像叫李凯平 就是那个追求苏莫云的警察 李凯平上前 眼中带着讥讽 仿佛在说 小子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陆婷泽 我们怀疑 你跟一起杀人案有关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要你妈 罗小龙破口大骂 丝毫不给三个警察留面子 李凯平皱眉 冲着身侧的两个警察 示意了一下 两个警察上前 就准备将罗小龙 按在车上强行靠起来 罗小龙不会任凭 两人这么控制他 正想反抗时 陆婷泽开口道 小龙 配合调查 文言 罗小龙压下 心里的火气 乖乖被按在车上 靠上了手铐 罗小龙瞪着牛大的眼睛 仿佛要将三个警察生吞 李凯平走到陆婷泽跟前 将陆婷泽按在车上 靠手铐的时候 巧声说道 小子 这就是你 惹毛我的下场 陆婷泽没有挣扎 平静地看着他 我劝你 最好还是查清楚 在抓人比较好 别丢了帽子 李凯平眯着眼 你威胁我 陆婷泽 不算 忠告罢了 妈的 老子需要你教我做事 跟我走 说着 三个警察将陆婷泽和罗小龙 带上了警车 离开前 陆婷泽冲着无序喊道 机票改签到明天 警局里 陆婷泽再再再再次被关在了 那间熟悉的拘留室 李凯平先是将陆婷泽 晾了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后 李凯平和一个警察 各自端着一个茶杯走了进来 李凯平坐在椅子上 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 姓名年龄性别 陆婷泽闭着眼休养生息 没有理会 没有回答 李凯平皱眉看了一眼 随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赤道 妈的 装死是吧 问你话呢 陆婷泽依旧不为所动 双臂抱胸 静静坐在那里 李凯平见状 朝着跟前的警察使了个眼色 警察会议 掏出一张抹布 开始擦拭起桌子 擦拭完桌子后 又跑去擦拭摄像头 一边擦拭一边说道 哎呀 几天没擦便这么脏了呀 碰 摄像头被堵了一会儿 恢复摄像时 拘留室内景象发生了变化 李凯平躺在地上 一脸痛楚 茶杯碎裂了一地 茶水浸湿了他的衣服 模样凄惨极了 陆婷泽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好端端地坐在椅子上 警察转头一看 顿时惊了 急忙丢掉抹布 扶起李凯平 指着陆婷泽骂道 你敢袭击啊 陆婷泽急忙举起双手 给警员看了一下自己的手铐 天地良心啊 可不能胡说 警员一脸疑惑地看着李凯平 李凯平一脸怒容 甩开警员 指着陆婷泽 好啊 敢袭击是吧 还撒谎 陆婷泽 你有毛病是吧 你有什么证据 我袭击了 李凯平一致 下意识地看向角落的摄像头 他知道 这个哑巴亏自己算吃定了 不过他并没有多想 重新坐在椅子上 信陆的 你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 我就拿你没办法 一个月前 你是不是参加了风泉山庄的拍卖会 陆婷泽没说话 李凯平 当晚十点左右 距离风泉山庄的国道 XXXX处 发现29具尸体 经过我们严格调查 你具有非常大的作案嫌疑 这件事 你怎么解释 陆婷泽还是没说话 看着陆婷泽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李凯平怒不可遏 站起身正准备找工具时 审讯室门被推开 苏莫云一脸着急地跑了进来 一进门 苏莫云就看到了被靠在椅子上的陆婷泽 顿时看向李凯平 李凯平 你干什么 李凯平没有因为苏莫云是他的喜欢对象而退缩 说道 苏警官 我们严重怀疑陆婷泽和一个月前的29条人命案有关 所以叫他过来配合调查 苏莫云冷着脸 放人 李凯平 苏警官 这不合规矩吧 苏莫云 李警官 先不说他和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 就算有嫌疑 也不用靠着他吧 这点规矩 你不知道吗 李凯平皱眉 犹豫了一会儿 走过去给陆婷泽松开了手铐 苏莫云走到陆婷泽跟前 关心道 你没事吧 陆婷泽摇了摇头 没事 这件事怎么办 苏莫云 没事 我已经跟我爸说了 他会解决的 话音刚落 李凯平的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李凯平打开看了一眼 皱眉接了起来 局长 哎对 我是李凯平 多了四年了 怎么突然调配去乡镇啊 事先也没有通知啊 好 好的局长 我知道了 话到最后 李凯平的表情变得极其落寞 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苏莫云瞪了他一眼 带着陆婷泽走出了审讯室 李凯平没在阻拦 他也知道 自己这次是踢到铁板上了 能怪谁呢 审讯室外 陆婷泽接到了苏正豪的电话 怎么样 没事吧 陆小子 苏正豪带着笑意询问 陆婷泽 没事 多谢苏叔帮忙 苏正豪 小事 什么时候有空了过来 陪我喝两杯 陆婷泽微微醋眉 回到 最近可能没时间苏叔 我准备去雁城一趟 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雁城 你去雁城做什么 苏正豪有点意外 陆婷泽 处理一点个人私事 那边 苏正豪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说道 我大概能猜到 你想去干什么 在那之前 还是先来找我一趟吧 有点是想当面跟你说 听到这里 陆婷泽不好再拒绝 答应了下来 好 那我明天去找您 挂断电话 刚好两人走出了警局 武旭开着公司的 传奇商务车 等着陆婷泽 和苏默云作别后 陆婷泽上车离开 冬天的天色暗得格外早 陆婷泽坐在车上 看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 对着开车的武旭说道 明天和我一起 去购置一批车 武旭 好的陆哥 不去雁城了吗 陆婷泽 暂时不去 好 什么时候要去您 随时跟我说 陆婷泽点点头 好 送我回家吧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 陆婷泽洗漱完毕 许七威和林英 早早地出去忙活了 不在家 只有秦颖坐在一楼餐桌 看着电脑 陆婷泽一边穿衣服 一边下楼 看什么呢宝贝 说着 陆婷泽走到衣柜跟前 开始仔细挑选 要穿的衣服鞋子 秦颖端着茶水杯 抿了一口 看着陆婷泽的背影 在他挑选领带的时候 站了起来 走到陆婷泽跟前 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了一条领带 我给你戏吧 秦颖的脸红得 像熟透的桃子 百里透红 不敢直视陆婷泽的眼睛 陆婷泽后知后觉地想起 死前和秦颖有个赌注 等他成功整合三大巨头 秦颖要亲自给他寄领带 当初的他 不过随口一说 秦颖却还记得 看着秦颖羞涩清纯的样子 陆婷泽小腹斜火乱窜 下意识地起了反应 呆至终 秦颖略显声色地 帮陆婷泽开始寄领带 两人隔得非常近 能清晰感受到 彼此唇齿间呼出的气息 秦颖真的很美 陆婷泽不自觉看得呆了 领带还没弄好的时候 陆婷泽猛地拦住秦颖的小腰 秦颖不受控制地 紧紧地贴在陆婷泽身上 能清晰地感受到 下身传来的异样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秦不自禁地 两人的脸庞的距离越来越近 燥热的呼吸拍打在陆婷泽的脸上 他不再遮掩 霸道地含住了秦颖的樱桃小嘴 将其抵在墙壁上 双手肆意侵略 嗯 秦颖闭着眼 耳垂红地仿佛要滴出血来 陆婷泽能感受到秦颖的声色 他牙关紧闭 脑袋空白 陆婷泽粗暴地撬开他的唇齿 侵略如火 两人身体的温度节节攀升 秦颖放弃了反抗 浑身酥软 汗流加倍 而对于陆婷泽的好感度 在这一通积吻下 也同样一路升高 七十五 八十 八十五 九十 很快 秦颖对陆婷泽的好感度 来到九十大关 对命女来说 这个好感度非常不容易 关键时刻 院子外面大门开门的声音响起 听到声音 秦颖瞬间从视线中正脱开来 一想到被许七威或者是林音看到 不是要休死个人 所以 秦颖推开了陆婷泽 捂着红脸迅速地上了楼 看着秦颖上楼的身影 陆婷泽抹了抹嘴巴 有些意犹未尽 看来这一栋房子 还是不行啊 陆婷泽喃喃着 你干什么呢 陆婷泽正发呆时 林音的声音响起 刚打开门进来的林音 就看到陆婷泽站在原地发呆 一眼失笑 陆婷泽回过神来 笑了笑 没事 没事 林音 正好你在 跟你说个事 明天有几个员工来面试 这是泽天集团第一次正式面试 到时候你能去的话 最好过去一趟 陆婷泽 好 我会去的 和林音聊了一会儿 确定了明天去公司的时间后 陆婷泽出门前往苏正豪家 中午时间 苏正豪也刚到家不久 陆婷泽来的时候 恰巧赶上午饭 两人边吃边聊 苏正豪 现在 三大巨头产业已经整合 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陆婷泽吃着菜 皱眉 如是说道 我没想那么多 只想着 泽天集团能应对 住室集团的商业入侵 陆婷泽本来想说 报复住室集团 话到嘴边又改了口 苏正豪笑了笑 似乎看出了陆婷泽的心思 笑道 你呀 你和住室集团的那点恩怨 我听说了 有件事 我不得不提醒你呀 陆婷泽 什么 苏正豪 住室集团背后是住家 住家是世家 和普通的势力可不一样 你还是要小心为上 陆婷泽皱眉 世家他当然知道 凡能被称之为世家的 发展之久远 至少在几百年以上 类似于人们都知道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 洛克菲勒家族 摩根家族等 这些证明的超大家族 更是有着成百上千年的历史 在现代人类社会 文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国内 同样有一些隐秘的 不为人知 却很厉害的世家 这住家 就是其中之一 陆婷泽点了点头 说道 不管对方是谁 这笔账都要算 苏正豪 我就知道说不通你小子 罢了 据我得到的消息 住室集团有一批人 已经来江城了 很可能会对你下手 你要早做提防 听到这里 陆婷泽骤然抬头 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 文言 陆婷泽顿时眼睛眯了起来 不管什么人 我都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这一刻 陆婷泽身上的气势 凌冽如刀 见此 苏正豪说道 嗯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 就跟我说 苏正豪的话 提醒了陆婷泽 他疑惑道 苏叔 燕城都有世家坐镇 我们江城难道就没有吗 三大巨头算世家吗 文言 苏正豪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他们算什么世家 世家的打工仔罢了 江城当然也有世家 只不过 世家形势低调 超然事外 一般情况下 不会插手沉世间的纷争 住家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 恐怕也和他们 世家内部有关系 这个我还在调查 总之 你放心大胆地去干 不用担心 苏正豪拍了拍陆婷泽的肩膀 给他吃了一味定心丸 离开苏正豪家里后 陆婷泽联系了武婿和罗小龙 三人紧接着奔赴上海路 开启购车之旅 陆婷泽本身对车子没有什么要求 但随着他身份地位的提升 传奇商务车已经不符合 购买一批豪车 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三人开车来到上海路 沿着街道一路前行 两边是各个汽车品牌店 陆婷泽第一个来到阿尔法汽车店 这个品牌还是武婿推荐的 走进店内 看着笑着迎上来的女销售 陆婷泽开口道 你们店长在不在 麻烦带我们去见一下 女销售一愣 随即笑道 不好意思三位先生 请问几位有预约吗 是想看什么车呢 我可以先带几位看一下 武婿皱眉 带我们去见你们店长 女销售笑容一致 他下意识地将三人 当成了来找麻烦的人 急忙给旁边几个销售舌的眼色 陆婷泽皱眉 按照这销售的专业能力 也太差了 无奈开口解释道 我们购置的车子比较多 需要和你们店长当面谈 借口 撒谎 女销售先入为主 根本不相信 作为店长一手提拔起来的马屁精 女销售必须时时刻刻 为店长着想 不好意思三位先生 我们店长今天不在店里 请问几位需要购置多少量呢 我可以帮几位做个预算 虽然女销售满面笑容 但说的话却是格外的刺耳 他将三人当成了来找麻烦的 自然也没相信三人口中的话 反而觉得他们在吹牛 暴脾气的罗小龙 已经忍了很久了 刚要忍不住训斥眼前的女销售时 不远处的台阶上 一男一女两个人 有说有笑地走了下来 那行周总 以后多多来往 男子五十上下 一头茂密的浓发 一看就是假的 走在前面的女人三十上下 前凸后翘 发际高碗 一身精干的灰白色职叶包臀裙 将其傲然的身姿 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是远远地看着 陆婷则似乎都能感受到 女人身上传来的忧香 那股专属于淑女的气息 带着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就到这里吧 王总 反正也没多远就在对面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多多来往 女人走下楼梯 微笑着和王总握了握手 笑不露齿 不卑不亢 好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 被称为王总的男子 笑着摆了摆手 和女子作别 女子转身朝着门口走来 看到了站在门口 愣愣注视着她的陆婷泽 周明下意识地醋了醋额眉 流氓色呗她不是没遇到过 可这么胆大 这么赤裸裸的她 还真是头一次见 王总这个时候 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三人 眼珠子一转跑到跟前 皱眉训斥 你看够了没有 陆婷泽没有看王总 眼神依旧落在周明的身上 微笑着伸出手 你好 陆婷泽 看着眼前伸出来的手 周明突然好奇了起来 歪着脑袋看了眼陆婷泽 伸出手和陆婷泽握了我 你好 周明 第一眼 周明对陆婷泽的印象并不好 毕竟没有哪个女人 会喜欢被人像丁猎物一样盯着 第二眼 陆婷泽穿着高端 举止谈吐游礼 最重要的是 她在陆婷泽的眼中 没有看到猥琐和下流 只有真诚和欣赏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致命的 小赵 这几个是干嘛的 王总气急 冲着女销售发问 女销售 对不起王总 他们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干什么的 女销售瑟瑟瑟发抖 罗小龙忍不住了 破口大骂 妈的 一进门就跟你说了 我们来买车 你龙啊 女销售见罗小龙竟然敢骂他 同样骂道 你这人有病吧 一上来就找我们店长 我看你们是来找麻烦的吧 两人的争吵声 吸引来店里的其他人 购车的工作人员 陆婷泽拦住了 想继续说话的罗小龙 看着王总说道 本来 我们确实是打算来买车的 王总闻言 上下打量了一番陆婷泽 没在陆婷泽的衣服上 看到什么标牌 因为陆婷泽后面的衣服 都是许七威找私人定制的 买车 你们想买什么车 王总的口吻中 带着三分比一 五须皱眉 这里是阿尔法商务车店 你说呢 王总忍着笑意 双臂抱胸 单手摸了摸嘴唇 好 你们打算买哪款 我亲自给几位介绍 陆婷泽 不用了 本来打算买阿尔法的 但现在 我计划变了 一听此言 王总顿时拍了拍手 笑道 哈哈 你们三个是来搞笑的吧 知道阿尔法什么车吗 还买车 女销售 一进门 我就觉得他们有病 有大病 很明显 两人都将陆婷泽的话 当成了掩饰尴尬的借口 罗小龙怒目原争 准备上去给王总一个教训 陆婷泽拦住了他 狗咬你一口 也要咬回去吗 文言 跟前的周明无嘴 差点没憋住笑出来 王总哪里听不出来 陆婷泽话里的嘲讽 周明的忍笑 让他更气 指着陆婷泽骂道 妈的 你妈谁是狗呢 你再说一句试试 再说一句我 啊 啊 痛 武旭捏住王总的手指 掰出了一个夸张的弧度 你这种人 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店长的 长着一双眼睛 却看不清人脸 要他有什么用 说完 武旭帮帮两拳 砸在王总的眼眶 王总捂着眼睛 撕心裂肺地惨叫了起来 啊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陆婷泽这次没拦 有的时候 适当的教训 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女销售见王总被打 急忙掏出手机报了警 好啊 你们敢打人 等着吧 我现在就报警 陆婷泽没做理会 王总的眼睛还在 只是变成了熊猫眼 罗小龙对着武旭竖了竖大拇指 解气 你们要买车 一开始 周明开口了 陆婷泽转身 商务车 周明 哦 那好巧 奔驰商务车考虑吗 陆婷泽点了点头 反正他现在也没什么想法 奔驰商务车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在哪 过去看看 周明指了指对面的奔驰汽车店 那 就在对面 陆婷泽 王总这个时候又走了过来 捂着肿起来的眼睛说道 周总 他们的话你也信 这明显就是来装逼的 我劝您 还是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周明回头一笑 谢谢王总好意 这些销售人员对待所有顾客都应该是一样的 毕竟 就算有些人今天买不起 谁又能保证他明天买不起呢 说完 周明离开 带着陆婷泽三人走向自己的店 其实 周明这么说也不全是因为他职业修养高 最重要的是女人的第六感 陆婷泽给他的感觉非同一般 身后 王总愣愣地看着几人离开 随即咬着牙跟了上去 我就不信了 老子非要看看 你们到底能买什么车 奔驰汽车销售店内 周明本想带陆婷泽几人去贵宾市喝茶聊天 被陆婷泽以时间紧为由拒绝 所以直接去看了车 店内陈列的清一色奔驰系列车型 轿车 SUV 跑车一应俱全 陆婷泽自顾自地逛了起来 他一眼就看中了不远处的一款商务车 指着奇问道 我可以试试这个车吗 周明 当然可以 您请 陆婷泽转头 对武序和罗小龙说道 你们去试试 文言两人笑嘻嘻地钻上了车 满眼欣喜地打量着车内的一切 喜欢知情异于言表 两人的动作落在身后跟着的王总眼中 再次确认了他的猜想 嘲讽道 看他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像买得起的人 周明皱眉 转身看着王总 王总 现在是在我的店里 请你不要侮辱我的顾客 谢谢 王总吸了吸鼻子 没再说话 陆婷泽仔细地看着周明 目不转睛 周明回过头来 和陆婷泽四目对视 一瞬间竟有些慌乱 下意识地一开了目光 陆婷泽心里也有些小小的惊讶 他刚刚查看了一下 周明对自己的好感度 竟然有65 两人初次见面 这么高的好感度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于是 陆婷泽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 陆哥 这车太好了 比咱们之前的传奇厉害太多了 罗小龙坐在车里 兴奋道 闻言 王总再次发出吃笑声 就连周明也觉得 几人不会买了 只当是给他们看看了 下一秒 陆婷泽转头看着周明 认真问道 这款车 我全要了 周明愣住了 王总也愣住了 就连罗小龙和武序都愣住了 周明以为自己听错了 心里暗想着大哥 你价格都不问一下的吗 装逼也没这么装的吧 就在他猛逼的时候 陆婷泽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到他眼前 全款 看着眼前的卡 周明又猛了 顿了好久没有去接 五六秒后 周明好意提醒道 陆总 现在店里 这款车只有一辆展示车 您如果需要 我可以帮您订购 每辆价格在65万左右 落地的话 大概70万出头 您确定 要10辆 10辆车 一辆算70万 10辆就是700万 这个数字太恐怖了 由不得周明不提醒 陆婷泽皱眉思索了一下 说道 也是 就在周明松口气的时候 陆婷泽接着说道 那边的奔驰G65 还有那辆麦巴赫 那边的奔驰S级 有多少辆我全买了 不是陆婷泽想装逼 而是因为 大地安保公司 和泽天集团相继成立 确实需要一批车 周明人傻了 附近那些人 不管是买车的 还是销售 还有王总 全部实话在原地 周明颤颤巍巍地 接过银行卡 陆总 我今天刚开业 这是真的吗 陆婷泽一笑 真的假的 你一刷不就知道了吗 周明觉得有道理 急忙跑开 召集了好几个工作人员 办手续去了 陆婷泽和罗小龙武序 在店里逛了起来 很快 周明带着一堆文件合同 跑了过来 陆婷泽开始了 漫长的签字流程 两个多小时后 陆婷泽转了转 有些酸疼的手腕 终于是搞完了 十辆奔驰V级商务车 七百万 买巴赫S级一辆 三百九十六万 奔驰G651辆 三百一十二万 奔驰S级轿车五辆 九百万 全部下来 陆婷泽总共花费 两千三百零八万 最后刷卡的时候 周明的手 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生怕这是一场梦 又或者自己看错了 怕被陆婷泽玩弄 陆婷泽笑着点了点头 给周明加油骨气 不远处的王总手心 都冒汗了 他比任何人都紧张 爹 刷卡成功 终于 成功刷卡的声音 落入所有人耳中 周明瘫坐在椅子上 捂着脸不敢相信 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王总更是一屁股跌坐在地 脸色煞白 这天大的福分 竟然被自己拱手送人 想到这里 王总轻轻在自己脸上 扇了一巴掌 肠子都毁清了 陆婷泽 周总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约您一起吃个饭 可以吗 呆愣间 陆婷泽看着周明 一脸湛然的开口相约 周明呆呆地张着嘴巴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可可以 当然可以了 答应下来后 再看旁边那些围观者的眼神 周明下意识地有些难为情 他这算什么 是被钱规则了吗 不算吧 陆婷泽 很好 我们再去购置几辆车 等你下班我再过来 说完 陆婷泽带着罗小龙和武旭 离开奔驰汽车店 前往路虎汽车销售店 一听陆婷则还要买车 王总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顶着熊猫眼陪笑道 陆总 陆总您还要买车吗 看看阿尔法商务车怎么样 陆婷泽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我已经不需要了 对此 王总不觉得奇怪 一脸挥败 目送三人离开 看着三人的背影 王总哭了 这哪是人啊 这分明就是财神爷啊 可笑的是 财神爷本来进了他的店 被他亲自赶了出去 啊 呜 王总最终还是没忍住 嚎啕大哭了出来 周明现在还哪有什么心思去理他 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 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吩咐道 记得按照陆总的要求 把车子开到大地安保公司去 说完 周明闪身上了二楼 他要化一个美美的妆 那边 陆虎汽车销售店内 这次几人没有再遇到意外 陆婷则花了将近一千多万 买了三辆顶配的陆虎缆胜 半个小时左右 陆婷则开着一辆缆胜直接离开 后面的武婿和罗小龙各自开着一辆 武婿和罗小龙回去了 陆婷则则是开车来到奔驰汽车销售店外 看了看时间五点半 差不多也该下班了 周明看到了陆婷则轻笑着上了车 车子发动驶离此地 晚上 市区内一家西餐厅 陆婷则和周明面对面坐着 享用着眼前的惠灵顿牛排和高档红酒 餐厅内光线偏暗 有些暧昧 陆婷则能看出来周明精心化过妆 红唇开河间竟是勾魂夺魄之意 不是那种刻意的挑逗勾引 完全是一种本能使然 周小姐结婚了没 陆婷则问出了这个 看似有些不礼貌的问题 周明没有介意 反而拄着下巴 翘生生地问道 你是希望我结婚呢 还是不希望 陆婷则笑了笑 按道这个女人还真的挺不一样的 当然是后者更多一些 陆婷则如实回答 周明 当然没结婚了 还没遇到合适的 你呢 陆婷则 我也没结婚 不过 我有四个女朋友 听到这里 周明有些惊讶 他惊讶的不是陆婷则 有四个女朋友这件事 而是他竟然这么直接告诉他 陆婷则擦了擦嘴巴 看着周明问道 你愿意做我第五个女朋友吗 除了不能结婚 其他我都可以给你 周明认真地看着陆婷则 一时间他 有些摸不透眼前这个男人了 该说他坦诚呢 还是傻呢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 自己对陆婷则很有好感 至于能不能修成正果 他不是二十出头的小女孩了 不在乎 我愿意 周明翘生生地伸出了手 答应了下来 陆婷则伸出手握住周明的玉手 笑道 拾好了没 周明点了点头 陆婷则起身 牵着周明的手离开 沃顿国际酒店 1808号房间 陆婷则直接带着周明进了酒店房间 进门后 陆婷则将周明压在门后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他已经忍了一路 周明还住陆婷则的脖子 热情如火地回应着 成年人的世界 少了很多条条框框 一个多小时后 云雨出现 陆婷则坐在阳台的沙发上抽着烟 用手机跟许七维林英 和情影三人发着消息 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不多时 水声停了 周明裹着浴巾走了出来 头发湿漉漉的 静止走到陆婷则面前 坐在了他的怀里 满眼爱意地看着他 大战后的周明脸上 带着让人赏心悦目的陀红 迷人又美丽 和许七维林英的风格截然相反 周明很开放 花样也很多 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 有物 叮 恭喜宿主陆婷则 第三位女性好感度达到100 系统奖励 女性属性面板功能开启 突然响起了系统声音 吓了陆婷则一跳 听完声音后 陆婷则意外地查看了一下 周明对自己的好感度 100 下午的时候 还只有65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到了100 这是 被自己征服了吗 陆婷则原以为 下一个好感度100的女性 不是情影 就是苏莫云 万万没想到 会是刚认识几个小时的周明 这算是意外之血 激动之余 陆婷则查看了一下 这个新增的女性属性面板功能 看完后 终于明白了过来 查看周明的属性面板 陆婷则在心理呼唤系统 很快 就在陆婷则说完后 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张 只有他能看见的属性面板 和一张六芒星图 姓名 周明 颜值 六分 贤惠值 三分 忠诚度 三分 商业天赋 二分 健康值 十分 心机值 八分 后面就是一个搭配理解的六芒星图 看着眼前的面板数据 陆婷则总算是对这个女性属性面板功能 有了一个具体的认知 只是 让他有些错愕的是 周明的颜值分数 竟然只有六分 陆婷则觉得 周明的颜值 完全不输许七威 和林英苏莫云三女 如果他只有六分 那另外三女的分数 应该也高不到哪里去 倒是心机值 竟然高达八分 没看出来 这周明温婉可人的外表下 也是有一颗颇具心机的心啊 至于健康值 十分说明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 这功能似乎没有战力提升啊 陆婷则大敌当前 最希望的 还是能获得提升战力的东西 像之前那什么 铜皮铁骨的秘籍 再来一份那种 我好看吗 在陆婷则发呆的时候 周明媚眼如丝 吐气如蓝的小声询问 只一句话 陆婷则就有了反应 按道真是个妖精的同时 一把将周明摁在沙发上 扯掉了身上的浴巾 啊 窗帘 窗帘还没 泽天集团的面试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作为江城市现在最大的企业 泽天集团的招聘信息一发布 就引来激烈的反响 主要还是泽天集团的福利待遇 太眼馋了 基础员工一个月8K的薪资 放在任何地方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因为大楼续建工作还没有完工 所以面试地点 定在泽天大厦对面的写字楼里 下午两点 陆婷则按时到达面试现场 偷偷看了一下 会议室正在开会 林英 秦英 许七薇都在里面 还有几个陆婷则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陆婷则没有打扰 选择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等着会议结束 面试时间定在下午两点半 在陆婷则坐下后不久 陆陆续续地 开始有面试者过来了 都坐在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 陆婷则坐在其中 俨然被其他人 当成了一样来面试的 哎 你面试什么岗位的 安静中 一道怯生生的声音响起 陆婷则看向旁边 一个扎着马尾 二十出头 一看就是大学刚毕业的青涩女生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女生相貌平平 不算漂亮 但也不丑 陆婷则 我 女生 我来猜猜 你一定是面试销售岗位的吧 陆婷则一致 笑了笑 没有解释 哦 为什么这么说 陆婷则有些好奇 女生 首先呢 你什么都没带 简历也没有 招聘的要求中 只有销售岗位不看简历 其次呢 女生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婷则 你看看其他人 哪个不是严肃认真的 你吊销售岗的 还刷抖音 一看就是屌丝销售 陆婷则一头黑线 正当他纠结怎么回应时 会议终于结束了 林英开门 一眼就看到了陆婷则 走过来说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进来呢 陆婷则起身 刚来不久 看你们在开会 没打扰 说着 林英牵着陆婷则的手进了会议室 身后 刚刚分析的女生呆呆地看着陆婷则离开 有些紧张地咬紧了嘴唇 会议室内 林英将陆婷则带到大家面前 介绍道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则天集团的 后勤主管 后勤主管 陆婷则抢过林英的话头 自己编了一个职位 一脸笑呵呵 林英许七微情影三女 无语地看着陆婷则 翻了翻白眼 作为陆婷则的后宫家里 三人哪能不知道他的心思 肯定是怕麻烦 他们也没戳破 任由陆婷则去了 林英 主管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叫李响 行政部经理 钱腾辉公司行政部总监 这位叫张艺天 财务部经理 钱振业集团财务总监 这位叫徐佩佩 人事部经理 钱万圣建业人事总监 林英跟陆婷则 介绍了一下 三位陌生的面孔 听完林英的介绍 陆婷则微笑着 从三人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三人也都微笑着点了点头 看起来没多大的兴致 紧接着 徐七微站了起来 说道 好了 面试的时间要到了 这是我们泽天集团 第一次面试工作 希望大家都严肃对待 准备吧 说着 徐七微带着陆婷则 朝着居中的位置走去 陆婷则一想 自己现在是后勤部主管 身份不服 于是坐到了最边边的位置 见此 徐七微瞪了一眼陆婷则 也没多说 自己坐在居中的位置 林英和秦颖 分别坐在徐七微两边 开始吧 有请第一位面试者 林英发话 门口处 一个秘书样的女孩 拿着一份名单 冲着门外喊了起来 假秀 假秀在吗 进来面试 同时 许七微将每个面试者的 简历都发了下去 陆婷则也拿到了一份 厚厚的一答 大概有手掌那么厚 陆婷则第一时间 没有去看简历 而是偷偷查看了一下 三女的属性面板 姓名 许七微 颜值 6.5分 贤惠值 8分 忠诚度 8分 商业天赋 7分 健康值 10分 心机值 7分 嗯 和陆婷则了解的差别不大 继续 姓名 林英 颜值 7分 贤惠值 6分 忠诚度 7分 商业天赋 7分 健康值 10分 心机值 6分 不愧是正业集团的千金 之前陆婷则还担心 林英能不能胜任 人力资源总监这个岗位 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姓名 秦颖 颜值 8.5分 贤惠值 9分 忠诚度 10分 商业天赋 8分 健康值 4分 心机值 9分 看完秦颖的面板属性后 陆婷则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 也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健康值只有4分 什么鬼 他偷偷打量了 一下秦颖 按道得找机会 带秦颖去医院 做个全身检查了 他一直以为 秦颖是三人中 商业天赋最低的才对 现在看来 他是大错特错呀 再加上秦颖的贤惠值 也是最高 陆婷则不由地连连赞叹 按道不愧是命女 就跟开了挂似的 还有最后的心机值 说明秦颖才是三女中 最有诚服那个人 还好秦颖对自己忠诚 陆婷则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各位领导大家好 我叫贾秀 今年22岁 毕业于XXX商学院 陆婷则观察三女的属性面板时 第一位面试者 开始做起了自我介绍 陆婷则抬头看去 眼中露出微微好笑的表情 因为眼前这个女孩 正是刚刚在外面 说她像销售的那个 贾秀也认出了陆婷则 自我介绍到一半说不下去了 低着脑袋 搅动着手指 让一天皱眉道 你应聘的是运营专员是吧 这么容易紧张 可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贾秀紧紧地抿着嘴唇 没有回答 许七威 你是第一个进来面试的 有点紧张可以理解 坐吧 许七威的话 让贾秀稍稍轻松了一些 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椅子上 许七威 你是应届生毕业是吧 贾秀点了点头 嗯 许七威 我看你的专业是金融管理 为什么想做运营专员呢 贾秀低着头 说道 我刚刚毕业 没有经验 运营专员接触面比较广 能快速帮助我成长起来 许七威点了点头 这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回答 谦虚低调 灵音 那你觉得 做运营专员工作的话 你自身的优势是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 贾秀陷入了为难 很长时间没有回答 最终 许七威抿了名嘴唇 看向一旁的理想张艺天和徐佩佩 三人都微微摇了摇头 很显然 所有人都觉得 贾秀不合适 就在许七威 准备结束第一场面试的时候 陆婷则突然开口道 我觉得 你不适合做运营专员 公司有个董事长助理的职位 你可以投简历试试 听到这个问题 贾秀抬起头 震惊地看向陆婷则 陆婷则微微笑着 一脸人畜无害 理想徐佩佩和张艺天面面相去 有些不悦 在他们看来 陆婷则一个后勤主管 管运营的面试者 有些不合适 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何况 陆婷则竟然让眼前 这个其貌不扬的面试者 去面试董事长助理 开玩笑 怎么可能 贾秀也觉得没可能 只将陆婷则的建议 当成了婉拒 他有些落寞地站起身 拘了一躬 红着眼睛离开了 离陆婷则最近的情影 凑到陆婷则跟前 小声问道 你又想干什么 陆婷则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天机不可泄露 就在刚刚 陆婷则发现了 系统新增的这个女性 属性面板真正的作用 他查看了贾秀的属性面板 姓名 贾秀 颜值 4分 贤惠值 8分 忠诚度 9.5分 商业天赋 8分 健康值 10分 心机值 1分 是的 一开始看到这个数据 陆婷则也不相信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贾秀 商业天赋竟然高达8分 和情影一个级别 最重要的是 她的忠诚度 由9.5分 这对一个非命女来说 是非常罕见的 做她的助理 最重要的 当然是忠诚度了 这还用问吗 陆婷则低着头 在微信上创建了一个群聊 将许七微 林英和情影都拉了进去 群名叫欢天喜地一家人 把贾秀的简历发我一份 让她做我的助理 陆婷则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三女的手机 在同一时间响了起来 情影猜到是陆婷则发的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紧接着白了一眼陆婷则 林英第二个看到 同样的眼神 夹杂着思思疑惑 许七微最后看到 没有多说什么 颇有种正宫娘娘 近在掌握的感觉 下一位 后面 面试工作继续着 遇到女性面试者 陆婷则都会查看一下 对方的属性面板 只可惜 除了最开始的假秀之外 其他人都是平平无奇 甚至陆婷则看到了一位 忠诚度为灵的求职者 只是从外观上去看 绝对不会看出来 这家伙一身的反骨 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都在面试中度过 到后面时 无聊的陆婷则 拿出手机 玩起了消消乐 最后一位面试者 走了进来 陆婷则习惯性地 抬头看了一眼 紧接着 他有些意外地 挑了挑眉毛 因为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给陆婷则 戴了绿帽子的前女友 林飞 林飞也认出了陆婷则 有些愕然 紧接着是羞愧 许七微知道林飞 也有些错愕 转头看了陆婷则一眼 好奇之下 陆婷则查看了一下 林飞的属性面板 姓名 林飞 颜值 四分 贤惠值 二分 忠诚度 五分 商业天赋 三分 健康值 二分 心机值 七分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惨不忍睹 即便是放在 所有的面试者中 林飞的这个属性面板 也是相当诈列的存在 陆婷则摇了摇头 有些审笑 之前的自己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傻缺 被这样一个女人 玩弄于鼓掌之中 哦 七分的心机值 也难怪 不对 健康值二分 是什么鬼 这说明 林飞的身体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非常严峻 想到这里 陆婷则眉头皱了起来 他在想自己 要不要帮一下林飞 再怎么说 也是自己的前女友 两个人 还是有一段 美好回忆的 他的皱眉 被林飞看在眼中 有些难过的 鸣起了嘴 紧接着 在一众面试官 错愕的注视下 捂着鼻子跑了出去 陆婷则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紧随其后离开 门外 林飞在等电梯的时候 陆婷则走了过来 本来哭着的林飞 看到陆婷则后 转过了身子 背对着他 陆婷则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现在你满意了 西六 陆婷则 你最好还是 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 可能有影集 林飞豁然转身 红着眼看向陆婷则 有必要这么狠毒吗 你是巴不得 我死是吧 陆婷则皱眉 林飞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小气 我提醒你了 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说完 陆婷则头也不回地 转身回去了 林飞待在原地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目光思索 电梯上来了 林飞快速步入电梯 六点左右 面试结束 许其微三女来到地下停车场 陆婷则看到三人 打了一声号 脑袋探出车窗 这边 三女上车后 林音第一个说话 你什么时候换车了 陆婷则一边发动车子 一边说道 昨天换的 对了 贾秀的事 你们弄好了没 秦颖 已经通知了 等公司正式开业 他就是你的助理了 陆婷则点了点头 开车驶出地下车库 在陆婷则的车子前后方 各有一辆奔驰车跟着 是罗小龙和徐飞 陆婷则专门安排保护三女的 关键时期 敌人隐藏在暗处 陆婷则不得不防 许其微 贾秀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问出了三人共同的疑惑 陆婷则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脑子一转 随便找了个理由说道 看着比较顺眼 对此 三女七七翻了翻白眼 与此同时 江城市一间合租房内 突然响起一声 兴奋到无以复加的尖叫声 啊 我一定是在做梦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天大的福分 水泥退散了 哇哈哈 我要发 财 辣 晚上 陆婷则一个人待在书房 看着窗外静密的夜色 思考着接下来 该如何应对 注视集团的报复 由不得他不担心 毕竟那些所谓的艺人太危险了 稍有不慎 自己现在的一切都将化为尘土 安静中 书房门被推开 秦颖穿着一身松散的睡衣走了进来 将房门反锁后 背着双手翘生生地来到陆婷则跟前 陆婷则早就察觉到秦颖来了 将其揽进怀里 笑道 你在犯罪知道不知道 说着 陆婷则上下打量了一下秦颖的身子 眼神热切 秦颖还住陆婷则的脖子 说道 跟你商量件事 陆婷则 什么事说呗 秦颖 我想一个人住 不想住这里 哦 为什么 陆婷则有点意外 谁知秦颖下一秒就脸红了 转过脑袋 不敢只是陆婷则的眼睛 陆婷则猜到了什么 笑眯眯地说道 怎么 害羞啊 秦颖 当然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脸皮比城墙还厚 哼 秦颖如此娇羞的模样 让陆婷则不由地记起 刚把他赢回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秦颖 对自己好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想着想着 陆婷则轻轻捧起秦颖的脸 就吻了上去 秦颖没有拒绝 声色且认真地回应起来 陆婷则的双手 很轻易地钻进了秦颖的睡衣 秦颖郊区瞬间僵硬 本能使得他脱离了出来 红着脸退后了几步 抹着嘴巴道 不行 细微姐和林音姐会听到的 说完就跑了出去 陆婷则有些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按道 赶紧要给秦颖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TM也太耽误事了 还有苏莫云也要准备一套房子 之前陆婷则想着 将自己的女人全部集中到一间大别墅就可以了 现在想来 这个想法还是太不切实际了 想着 陆婷则起身 钻进了许七威和林音的房间 泽天集团的面试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住室集团那边 安静地仿佛一潭死水 陆婷则想象中的报复行动并没有出现 日子平静地犹如幽谈 静谧甜淡 陆婷则没有松懈 越是这样 陆婷则心中愈加不安 加派了人手保护三女 将整个大地安保公司 所有28个白位都安排了过去 现在的平淡 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在三女忙活着集团事情的时候 陆婷则趁着没事 在秦颖上学的学校附近 给秦颖买了一套房 考虑到秦颖只有一个人 加上自己也就两个人 所以就买了一套200平米上下的将近大平层 精装房 家具什么的 是陆婷则自己根据秦颖的喜好购置的 一套房下来700多万 陆婷则含泪又赚了7000多万 这天 趁着秦颖没什么事 陆婷则开车带着秦颖来到给他买的新房 哎呀 你干嘛 神神秘秘的 陆婷则捂着秦颖的眼睛 带着他走进刚刚收拾妥当的新房 进门后 陆婷则松开了手 直一眼 秦颖便捂住了嘴巴 满眼惊喜 进门后的三米玄关后 是一方开间 足有十几米长的大客厅 全屋地毯 脚掌踩在上面毛茸茸的 舒服极了 客厅里 近二十米长的落地窗 贯穿客厅和主卧 落地窗外 是北湖的湖景 山鸟茂盛 聪裕富香 整个房间的装饰 呈现乳黄色的色调 温馨美好 喜欢吗 陆婷则走到秦颖身后 轻声询问 秦颖转过身 紧紧抱住陆婷则的腰肢 将脑袋埋在他的怀里 喜欢 喜欢喜欢喜欢 对陆婷则的好感度 在这一刻 也从九十上升到了九十五 即将突破到一百峰值 陆婷则低下头 满眼温柔地看着秦颖 这下 没有人打扰我们了 说着 陆婷则很轻易地 就含住了秦颖的樱桃小嘴 没有了顾虑的秦颖 也放开了矜持 还住陆婷则的脖子 热情如火地回应了起来 几十秒后 陆婷则拦腰将秦颖抱起 大踏步走向卧室 晚上十一点多 陆婷则带着饿肚子的秦颖 下楼吃饭 两人就在秦颖学校旁边的夜市 找了一家穿菜馆 吃个便饭 哟 小影 两人正点菜的功夫 一道突兀的女生响起 两人齐齐抬头看去 就看到一个扎着脏便 颇具嘻哈气息的女生 坐到了两人跟前 女生跟前 还跟着另外几个同学 全是女的 总共有七八个人 应该是秦颖的同学 陆婷则下意识地看向秦颖 发现她眼中 似乎没有太多想要交流的意思 冷淡道 好巧 嘻哈女坐在秦颖旁边 像个男孩子一样 拍了拍秦颖的肩膀 说道 你不是请假了吗 这位是 秦颖挽住陆婷则的胳膊 她是我男朋友 陆婷则 陆婷则明显感觉到 听完秦颖的介绍后 竖刀凌冽如刀的目光 扫向自己 仿佛跟自己有深仇大恨似的 脏便女似乎也有些意外 哦 小影什么时候找男朋友了呀 这要是被学校的男生知道了 怕不是要集体失恋了 哇 秦颖冷着脸 冯丽 你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要后男朋友吃饭了 被叫做冯丽的脏便女 好像没看出来 秦颖言语中的抵触似的 直接伸手揽住了秦颖的肩膀 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 小影 你男朋友做什么的 那方面厉害不 冯丽的虎狼之词 瞬间让陆婷则生起了火气 看着冯丽揽住秦颖肩膀的手 不容质疑道 松开 其料冯丽不紧不听 反而懒得更紧了 针锋相对地看着陆婷则 说道 这细皮嫩肉的 小白脸一个 应该还没我这个女人厉害吧 秦颖皱眉 挣扎了一下 但是没什么用 陆婷则看不下去了 虽然对方是个女人 但她也看出来了 这冯丽应该是一个百合 陆婷则想过会招来异性的嫉恨 但没想到 秦颖这么受欢迎 男女通杀 陆婷则轻轻捏住冯丽的手腕 将她的手 从秦颖的肩上拿了下去 过程中 冯丽一直在暗暗较劲 可不管她如何用力 竟反抗不了嘶吼 拿开冯丽的手后 陆婷则扫了一眼 跟前七八个学生 说道 你们该吃吃该喝喝 但我请了 别找事 啪 我们差你那点臭钱吗 冯丽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哪有半点女孩子的样子 冯丽跟前的几个同学 也都开始执着陆婷则训斥起来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 你以为谁都和秦颖一样 那么喜欢钱 没错 秦颖 我们都觉得 你是学校清纯女神 把你奉为校花 几张照片 一会发到校园墙上 让同学们都看看秦颖的真面目 说着 几个学生掏出手机 对着两人咔咔就是一通拍 看到这里 陆婷则眼神冷了下来 他觉得 对方是几个学生 不想为难他们 可他们想伤害秦颖 那绝对不行 于是 陆婷则站了起来 朝着刚刚拍照的几个同学伸出手 手机拿来 几个同学见状 继续训斥起来 你以为你谁啊 你说拿来就拿来啊 我们可没有秦颖那么见 几个女生嘴里没个把风的 什么话恶毒说什么 将女人极度的天性 发挥到了极致 秦颖俏脸微白 不知该如何收场 与此同时 这边的争吵 也吸引来跟前不少围观者 有人认出了秦颖 开始直直点点起来 看得出来 秦颖在学校确实很受欢迎 面对如此局面 陆婷则眉头紧皱 不过很快 她露出了笑容 看着最近的那个女生 扫了一眼她手里的OPPO手机 陆婷则问道 想不想换苹果手机 女生一愣 皱眉不解 陆婷则 手机给我 我给你转一万 去买苹果手机 怎么样 女生愣住 其他几个也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别信她的 吹牛谁不会啊 短暂的安静过后 冯丽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将几个战友 又拉到了自己这边 陆婷则微笑 掏出手机 付款码给我 女生犹豫了一下 随即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下 点开付款码亮了出来 你要真能转一万块钱给我 我 定 支付宝收款 一万元 女生话还没说完 收款信息就响了起来 几个女生齐齐愣住 收钱的那个女生 愣愣地看着收款一百的界面 看了看冯丽 又看向其他几个姐妹 好 好像真的是一万 陆婷则没忘记要求 继续伸手 手机给我 文言 女生哪里还分不清轻重 将自己的手机拆开 取出了手机卡后 将手机递给陆婷则 那 给你 拿到手机 陆婷则微笑着点了点头 嗯 够诚信 一会儿我做东 请这位美女吃大餐 唱K 陆婷则又加了一句 这句话落下 另外几个女生齐刷刷地 开始拆卸自己的手机 你卡丁呢 借我用一下 我也用 刚刚还牢不可破的美女联盟 瞬间来了个极限反转 精彩 精彩 喂 一万块钱就把你们收买了吗 能不能有点稚气 冯丽剑局面失去掌控 黑着脸 做着最后的努力 冯姐 不是我们失礼 你爸是学校教授 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一万块钱 够我一学期生活费了 是啊 冯姐 再说了恋爱自由 人家小颖 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 是人家的自由 咱们确实有点过分了 丁 支付宝收款 一万元 丁 支付宝收款 一万元 丁 支付宝收款 一万元 局面彻底失控 冯丽根本劝不住 最后 冯丽眼见大势已去 甩了甩袖子 转身离开了 只剩下七八个男男女女 收了款后 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言语间对秦颖 那是一个恭维 对此 秦颖也是非常无奈 偷偷白了陆亭泽几眼 爱意仿佛要溢出来 后面 陆亭泽没有食言 吃完饭后 带着一大帮子学生 乌乌泱泱地去吃了大餐 吃完大餐后 又去KTV唱K 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多 才结束 陆帅哥 你真厉害 厉害 还缺不缺女朋友啊 我可以做你的小三吗 陆帅哥 今晚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下次我们继续玩啊 凌晨三点多的马路上 几个醉醺醺的女生 和陆亭泽 依依不舍地作别 回到秦颖的家后 借着酒敬 陆亭泽可是给他折腾得不轻 很快 一个月的时间 在忙忙碌碌中度过 泽天大厦续建工作 终于完工了 下午就是封顶仪式 家里 许七薇给陆亭泽 仔细地整理着西装 现在的许七薇 身上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果然 八分的贤惠值 可不是盖的 对 正穿衣服时 陆亭泽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是罗小龙打来的电话 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到罗小龙的电话陆亭 则莫名地生出一股不安 喂 怎么了 罗小龙 出事了陆克 一个工人从泽天大厦摔下来了 摔死了 文言 陆亭泽立即眯起了眼睛 直觉告诉他 这一定是住室集团搞的鬼 果然 他们还是出手了吗 知道了 你先稳住 我马上到 挂断电话 许七薇皱眉道 出什么事了 陆亭泽一边穿鞋一边说道 泽天大厦出了点状况 我先过去看看 说完 在许七薇的注视下 陆亭泽夺门而出 泽天大厦 一楼位置 已经被隔离带围了起来 隔离带外围 驻足着很多围观群众 十几个警察在维持着秩序 警灯闪烁 陆亭泽下车走了过去 刚想去事故现场的时候 罗小龙跑了过来 陆哥 人已经不行了 陆亭泽沉着脸想了想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警察 对罗小龙交代道 告诉七薇 待赔偿赔偿 你们保护好 许七薇 秦颖和灵英 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罗小龙 知道了陆哥 派出所民警 来到陆亭泽跟前 询问道 你是泽天集团的董事长陆亭泽 陆亭泽点了点头 我是 民警 请配合我们 回去接受调查 陆亭泽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上了警车 一起被抓的 还有承建公司的老板 和几个目击证人 新城区派出所 陆亭泽 还有承建公司的老板孙耀武 以及目击证人 工人老李 三人坐在一排 对面民警 一边敲打着键盘 一边询问 李建兵 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老李很明显有些害怕 断断续续地开始述说起来 当时 当时我在T外墙砖 坐的升降机 大概在105层左右的位置 我看到那个工人 拆掉了自己身上的安全绳 然后走到楼边上 就跳了下去 我当时还喊来着 但他就像没听到一样 像梦游一样 听完老李的述说 民警皱眉 你的意思是 工人是自杀 老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和他也不熟 就平常干活见过几面 平常他是个挺热情的人 不应该自杀 民警将目光投向 承建公司老板孙耀武 问道 当时上楼顶的总共几个人 都有谁 孙耀武想了想 说道 就他们两个人 基本完工了 明天就是封顶仪式了 民警继续皱眉 转头又看向陆亭泽 你了解这件事吗 陆亭泽如是摇了摇头 不了解 民警继续问了一些问题后 将三人放了 走出警局后 陆亭泽给罗小龙拨去电话 怎么样 有状况吗 罗小龙 暂时没有路哥 一切正常 就死者家属来闹了 在医院太平间 几个嫂子都在这里 陆亭泽 好 我马上回去 挂断电话 陆亭泽打车前往 江城人民医院 太平间 许七威 秦颖 林英都在 还有一个四五十岁 一脸沧桑的老妇人 夫人依然在哭着 已经哭晕了好几次 女学生也红着眼 在一旁安抚着自己的母亲 一旁的冷冻床上 放置着工人的尸体 被包裹在袋子里 三女坐在一旁 尽可能地安抚着两人的情绪 许七威 出了这样的事 我们也很抱歉 您放心 我们会给你们相应的赔偿 绝对不会逃避责任 夫人模样凄惨地看了许七威一眼 赔偿 你拿什么赔偿 我没有丈夫了 我女儿没有爸爸了 这些你们拿什么赔偿 对此 严密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 陆婷泽出现 快步走向太平间 太平间里 陆婷泽出现的时候 夫人看都没看一眼 一脸深无可恋地坐在椅子上 眼神灰败 陆婷泽和三女对视一眼后 走到许七威跟前问道 怎么样 许七威摇了摇头 不是很好办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陆婷泽深吸一口气 走到夫人旁边坐了下来 看了一眼红着眼的女学生 她的身上还穿着校服 看样子 应该是江城第二中学的校服 好学校 你叫什么名字 陆婷泽语气柔和 询问道 女学生吸了吸鼻子 染露 陆婷泽 十二中的学生吧 上高几了 染露 高 高三 陆婷泽点了点头 开车就要高考了呀 你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吧 染露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还行 陆婷泽笑着递给染露一个鼓励的眼神 随即看向夫人 说道 阿姨 出了这样的事 我们都很抱歉 人死不能复生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你女儿学习成绩这么好 女婿嫁了 你还得给人家看孩子呢 你说是不是啊 夫人刚刚平息下去的情绪 在陆婷泽的一通话下 再次崩溃 嚎啕大哭 陆婷泽继续说道 我是泽天集团的董事长 我叫陆婷泽 我可以向您保证 除开给你们的赔偿外 染露从现在到大学的学费 生活费 我们全包了 另外 如果染露不嫌弃的话 等他大学毕业 可以直接来泽天集团工作 听到这里 母女俩抱在一起 崩溃大哭 人死不能复生 这一点陆婷泽无法改变 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弥补 十几分钟后 两人情绪稍微安静了下来 太平间的工作人员 经过母女俩的同意 将死者尸体进行了火化 抱着骨灰盒离开医院后 母女俩谢绝了陆婷泽等人的相送 独自带着女儿离开了 看着两人的背影 陆婷泽有些不放心 指着一个白尉说道 跟着他们 有情况随时向我通报 白尉接令离开 许七薇这个时候 看向陆婷泽 问道 老公 说完 陆婷泽带着三女 直奔泽天大厦 泽天大厦 工作人员收到命令后 继续着封顶仪式的流程 陆婷泽等人很快赶了回来 封顶仪式上 陆婷泽三大巨头董事长 苏正豪清零现场 举办剪彩仪式 前来祝贺的各界人士很多 鞭炮齐名 锣鼓喧天 喧闹声中 因为出事故而出现的会案 似乎被冲淡了许多 大地安保公司所有员工 尽数来到泽天大厦现场 维持秩序的同时 提防着可能出现的任何危机 剪彩仪式进行得很顺利 陆婷泽和几个老总 以及苏正豪说话时 突然心生不安 转头看向泽天大厦大门口的方向 那里 几个陌生的女人 有说有笑地朝着大厦内走去 陆婷泽看向罗小龙 眼神示意了一下 罗小龙领会 快速走到几个女人面前 拦住几人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个女人闻言 其中一个笑道 小帅哥 我们几个就是想进去看看 这大楼乱尾这么久 终于建成了 是啊 我们都是附近的住户 想上楼看看 是不是还能看到我家呢 几个女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但罗小龙死心眼一个 冷着脸说道 你们不能进去 请回吧 嘿 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 好好的大门开着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 是啊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咋的 这大楼你家的呀 罗小龙 我说了不能进 就是不能进 请离开 罗小龙根本不搭理几人 挡在几人面前 一动不动 几个女人面面相去 正不知道怎么办时 其中一个女人 看向罗小龙 她的瞳孔 闪烁着妖异的银色波澜 罗小龙心有所感 看向女子 只一眼 罗小龙瞬间双目呆滞 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小帅哥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妖异女子笑着开口 罗小龙双目没有焦距 空洞地点了点头 侧开了身子 这一幕 被不远处的 陆婷则发觉 顿感奇怪 不好意思几位 试陪一下 陆婷则借口离开 快速来到罗小龙跟前 就看到罗小龙 仿佛没看到自己一样 愣愣地站在那里 仿佛一个僵尸 陆婷则皱眉 拍了拍她的脸 喂 小罗 小罗 罗小龙恍然惊醒 亮呛几步 捂着脑袋脸上 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 啊 好疼 看到这里 陆婷则转头看向大厦内部 那里 几个女人已经走了进去 陆婷则知道这几人中 肯定有住室集团 派来搞破坏的 对着不远处的 一个白尉喊道 你 带几个去栏中 那几个女的 白尉文言 捏着对讲机喊了几句 四个白尉飞速扑进大厦 追向几个女的 罗小龙休息了一会儿 好受了许多 茫然地看着陆婷则说道 陆哥 我刚刚怎么了 陆婷则 你刚刚被催眠了 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罗小龙皱眉 回忆了一下 紧接着目录紧张 指着大厦里面 有危险 有危险陆哥 里面有个女人 他刚刚控制了我 罗小龙的话 验证了陆婷则的猜想 他点了点头 起身追了进去 罗小龙在身后大喊 陆哥 千万不要和他对视 大厦里面 陆婷则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电梯 数字显示 已经达到31层 时间紧迫 陆婷则没有坐其他电梯 冲进步梯 速度全开 飞速向着顶楼爬去 顶楼 几个女人 娇笑着走出逃生门 来到楼顶 娇笑着跑到楼顶边缘 眺望着江城全景 其中 那个妖艺的女人 目光冷漠 嘴角挂着一丝 冷血的弧度 他缓缓朝着 几个女人走去 就在快要走到跟前的时候 陆婷则冲了上来 住手 所有女人 骑刷刷地转头 看向陆婷则 陆婷则微微气喘 扫视了一眼五个女人 最后将目光 落在那个妖艺女人身上 抬步朝着她走去 站住 再向前一步 我就把她推下去 刚走没几步 妖艺女人手中 出现一把指环刀 扣在其中一个女人的脖子上 见状 其他几个女人尖叫着散开 陆婷则停下脚步 你是几号 妖艺女人满眼谨慎 倒也没遮掩 说到 八号 陆婷则点了点头 长这么漂亮 可惜了 这句话 陆婷则真没说错 这八号虽然心狠手辣 是陆婷则的敌人 但她的颜值非常高 不输情益 尤其是搭配着那一双妖艺的瞳孔 也有一番滋味 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对付得了我 陆婷则笑了笑 反问道 你觉得呢 八号冷着脸 没有再和陆婷则废话 挟持着女人慢慢退后 朝着大厦边缘处走去 这个时候 几个白尾紧随其后赶来 齐刷刷站在陆婷则身后 八号 就算你把她推下去 你也走不掉 多死一个人而已 大不了赔点钱 我有的是钱 你应该知道 陆婷则进行着心理战 八号面无表情 道 这是我的任务 说着 八号抓住女人的头发 将女人推上高台 站在大厦边缘 只是看一眼 女人腿就软了 跌坐在高台上尖叫着 花容失色 声音凄厉 陆婷则眯着眼 身形一晃 一道残影掠过 直奔八号 八号察觉到了陆婷则的动作 手里动作不停 一脚踹在女人的后腰 碰 女人尖叫一声 整个人飞了出去 不过就在他下落的前一秒 陆婷则赶到了 伸出手抓住了女人的衣服 另一只手抓着高台边的栏杆 见状 八号眼神很利 手里指环刀 无情地砍向陆婷则 抓着栏杆的手腕 其他白尾也都反应了过来 齐刷刷冲向八号 陆婷则没有理会 一用力将女人扔了上来 同时 八号的指环刀 也准确无误地 砍在了陆婷则的手腕上 叮 指环刀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八号眼中弥漫出金句 下一秒 整个人被陆婷则一脚踹飞 碰 八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手里的指环刀掉落在一旁 几个白尾将八号控制了起来 陆婷则拍了拍手 皱眉朝着八号走去 看来你的异能 只是催眠人心 战斗力一般般嘛 八号冷卓眼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陆婷则 瞳孔中再次弥漫银色波澜 与此同时 陆婷则只感觉脑子一猛 紧接着浑浑噩噩 什么都不知道了 八号开口道 放开我 白尾七刷刷地看向陆婷则 陆婷则双目呆滞 犹如僵尸 茫然地点了点头 放开他 几个白尾文言 你看看 我看看你 其中一个白尾站起身 来到陆婷则跟前 轻声呼唤 陆总 醒醒 八号 别费劲了 几个白尾下意识地看向八号 在接触到八号瞳孔的一瞬间 每个人都和陆婷则一样 变得浑浑噩噩 犹如行尸走肉 八号甩了甩有些酸疼的手腕 冷笑着站起身 从地上捡起掉落的指环刀 走向陆婷则 就这 我以为你多厉害 说着 八号举刀 划向陆婷则的脖子 在他看来 自己的任务虽然失败了 但杀了陆婷则 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 就在他的指环刀 即将碰触到陆婷则咽喉的时候 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仔细一看 是陆婷则的两根手指 八号瞳孔地震 不可置信地看向陆婷则 却见他眼中带着笑意 哪里还有半点被催眠的样子 叮 陆婷则微微用力 指环刀断成了两截 在八号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陆婷则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 陆婷则抓住了指环刀的一枚碎片 捏在手里 缓慢又坚定地朝着八号的眼睛刺去 八号波澜不惊的瞳孔中 终于出现了一丝慌望 他挣扎着 反抗着 但没用 陆婷则的手 就像一把钳子 死死地控制着他 动弹不得 陆婷则 我要杀了你 八号撕心裂肺地喊叫着 眼神愤怒 陆婷则手里动作不停 在刀锋距离八号瞳孔 只剩下不到一公分距离的时候 停了下来 再看八号 两行青泪顺着脸庞留下 看起来楚楚动人 陆婷则犹豫着 最终 他将刀锋丢掉 转身一声大喝 都醒来 几个被控制的白卫听到声音 先后缓缓醒来 和罗小龙的情况差不多 每个白卫都捂着脑袋 一脸痛苦和迷茫 稍作休息后 几个白卫恢复了过来 陆婷则扯下自己的衣服 将八号的眼睛蒙了起来 带他去学校地下室 陆婷则命令 是 几个白卫硬下 压着八号下楼去了 所有人都离开后 陆婷则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扶着胸口一阵后怕 其实就在刚刚 他差点就嘎了 他已经在防备八号的催眠术了 可他终究还是小去了他的熟练度 一个不慎 只对视了一眼 就着了道 没有一点施法前摇 他确实被催眠了 是自己的系统救了他一命 八号的攻击手段 应该属于精神攻击 被系统判定为精神入侵 强行恢复了陆婷则的神志 陆婷则这才能极限翻盘 反杀八号 他也确实想要杀了他 没有下手 不仅仅是因为仁慈 更重要的是他想从八号口中 知道更多关于一人的信息 休息了一下后 陆婷则转身下了楼 楼下 封顶仪式继续着 没有人知道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封顶仪式后 三大巨头和苏正豪进了泽天大厦 会议室 泽天集团第一次高层会议开始 会议室中 陆婷则坐在首位 右边分别是林振业 唐雷万启山 右边是苏正豪 许七威 秦颖林英等人 苏正豪虽然不是泽天集团股东 但三大巨头合并 他也出了一份力 第一次高层会议自然也是参加的 陆婷则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虽然有一点小插曲 但结果是好的 泽天大厦顺利封顶 泽天集团也正式成立 话音落下 苏正豪带头 所有人鼓掌 陆婷则继续说道 这一个月来 泽天集团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林总 唐总 万总 您三位依旧是各自集团的董事长 但泽天集团的成立 三位公司的股权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泽天集团我注资了2000亿 拥有集团30%的股份 是无可争议的董事长 这一点 我希望三位知晓 三人文言 齐齐点了点头 陆婷则 往后 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希望大家摒弃前嫌 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 这份发言稿 是许七威给陆婷则准备的 陆婷则几乎就是照着备的 会议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泽天集团第一次高层会议 圆满完成 下午5点多 陆婷则离开了泽天大厦 独自一人开车前往学校 许七威 秦颖和林英留在公司忙 集团刚刚成立 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罗小龙武序 还有其他28个白位 也被陆婷则留在公司 保护三女 陆婷则回到学校 张安立马迎了上来 兴奋地开口道 陆总 第二个月月度考核可以开始了 张安的话提醒了陆婷则 这么快一个月又过去了 行 你看着考核一下 还是我上次订的标准 完了给我一份名单就行 张安点头 好 陆总 那个不达标的员工 真的要去泽天集团当保安吗 陆婷则 当然 我已经给过所有人一次机会 无规矩不成方圆 见此 张安不再多说 转身忙活去了 陆婷则走进学校后 直奔学校的地下仓库 仓库是张安主张修建的 用来存储一些健身器材啥的 相比地上 地下仓库感觉非常阴冷潮湿 极度不舒服 在一个白位的带领下 陆婷则走进关押着8号的房间 铁门打开 陆婷则看到了8号 他安静地坐在房间里 唯一的木板床上 双手双脚捆着铁锁 眼睛上蒙着黑布 陆婷则进去后 白位关上门守在门外 只留下陆婷则一个人 和8号待在一起 陆婷则拉过一张椅子 坐在8号面前 从口袋中掏出一根烟点上 你抽不抽 陆婷则开口 8号虽然蒙着眼 看不见表情 但陆婷则能感受出来 他很气愤 陆婷则吸了一口烟 继续说道 告诉我 住室集团其他议员的信息 我可以留你一条命 你别想从我这里 知道任何信息 趁早死了这条信 8号终于开口了 声音很冷淡 对于他的拒绝 陆婷则丝毫没感觉到意外 紧接着说道 是不是觉得 我不会杀了你 8号 要杀就杀 别那么多废话 陆婷则眉头一挑 按道好一个猎女 好奇之下 陆婷则查看了一下 8号的属性 姓名 吴清欢 颜值8.5分 贤惠值7分 忠诚度10分 商业天赋1分 健康值1分 魅力值5分 看完8号的属性面板 陆婷则心情是复杂的 首先颜值8.5分 和陆婷则想的差不多 这是一个容貌不输 情影的极品美女 其次十分的忠诚度 是最让陆婷则惊讶的 情影是命女 才有十分的忠诚度 而吴清欢 同样也是十分 说明很多问题 而之所以 他没有被系统认定为命女 或许是因为 他已经有主人的原因 一分的商业天赋 说明他没有接触过商业 一窍不通 看到后面一分的健康值时 陆婷则后知后觉 想起情影的健康值 是4分 本来他准备带情影去医院 检查一下的 但最近事情太多 没顾得上 而吴清欢一分的健康值 说明 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吴小姐 你恐怕活表多久了 陆婷则如实说道 下一秒 吴清欢猛地抬头 你怎么知道 我姓吴 他的 脸上不满凝重 他的名字 即便是住室集团的人都不知道 其他的一人更不知道 唯一知道他真名的 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自己的父亲 两年前已经去世 另一个就是他的姐姐 眼前这个他只见过一面的男人 是怎么知道自己姓吴的 难道是巧合 这个你不用管 吴清欢小姐 这一次 吴清欢直接从床上站了起来 你到底是谁 陆婷则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你告诉我 我想知道的 我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你名字 怎么样 吴清欢顿了一下 紧接着重新坐了下来 想都别想 见他这么头铁 陆婷则也没了耐心 站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行 先饿你几天 看看你嘴到底有多硬 走出门外 陆婷则转头 对着守在门外的白卫说道 这几天别给他吃的 只给他水喝 但别让他死了 白卫 好的陆总 说完 陆婷则转身离开 白卫将房门锁上 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外 仿佛一个门神 操场上 张安正在组织考核 天色见黑时 差不多全部考核完毕 陆婷则在办公室 坐了没多久 张安进来了 考核结果怎么样 陆婷则询问 张安一脸兴奋 说道 陆总 157个 157个白卫 9个 算上小龙 皇位有9个了 听到这个结果 陆婷则皱了皱眉 比他预想中的要少 有多少人没通过考核 张安 75个 顿了顿 张安继续说道 这75个里面有41个 是新加入的员工 学习时间还短 陆婷则起身 朝着门外走去 嗯 将现有的白卫 分10个小队 整理一份名单发给我 张安 好的陆总 马上发你 陆婷则开车回家 别怨外 28个白卫和罗小龙 时刻保持着警戒 陆婷则本来是想 直接进门的 想起了什么 转头将罗小龙叫到跟前 说道 打我 罗小龙一脸猛逼 啊 陆婷则 试试你的实力 用全力打我 罗小龙明白了 陆婷则是想检验他的实力 没多说什么 退后两步站定 调整了一下呼吸后 使出全力 狠狠一拳 砸向陆婷则 拳风烈烈作响 在快要打在陆婷则胸口的时候 被他一把攥住 陆婷则细细感受了一下 罗小龙的力量 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你现在的力量 应该在600千克左右 还没有达到黑位水准 继续努力 说完 陆婷则头也不回地进了门 罗小龙挠了挠后脑勺 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难难道 才600千克吗 我感觉 我能打死一头牛眼 一个月前 罗小龙的拳击力量 是507千克 也就是说 这一个月时间里 罗小龙只提升了100千克左右 从侧面说明 铜皮铁骨 越往后越难学习 一个月时间已到 秦英马上要回学校了 他集团的工作 交给了两个经理 自己只是偶尔处理一下重要工作 早上十点多 许七威和林英去公司上班 陆婷则开车带着秦英 前往江城龙山医院 到医院后 秦英一脸猛逼地问道 你带我来医院干嘛 陆婷则 做检查 秦英 好端端地 做什么检查 秦英很迷惑 当然是因为 他只有四分的健康值 才来做检查的 但陆婷则没法解释 只好借口说 定期检查对身体好 脸哄带骗地 带着秦英做了检查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医院的检查进行得很仔细 所有的项目走了一个遍 下午三点多时 检查终于做完 陆婷则拿着检查报告单 和秦英一起坐在会诊室 秦英一脸的 无语加无奈 相比陆婷则 则显得紧张得多 眼睛眨都不眨地 注视着医生 医生仔细地 看了看秦英的 各项检查报告单 眉头紧皱 目光时而看看秦英 时而看着手里的报告单 你这个 有胃吸肉啊 小女娃 沉默了一会儿后 医生开口了 一句话让陆婷则 和秦英双双猛逼 什么胃吸肉 他们不懂 陆婷则 胃吸肉是什么 严重吗 医生摘下眼镜 说道 这个怎么说呢 胃吸肉 就是为内膜形成的细胞团 一般情况下来说 不会发生癌变 但可能会增加 换胃癌的风险 我建议 最好还是切除 听到这里 陆婷则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一脸紧张 医生说的专业术语他不懂 只要一个癌就足够了 医生 能治愈吗 陆婷则焦急询问 秦英坐在一旁 眼神有些茫然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医生 可以的 需要做切除手术 好在发现得早 不算太严重 说着 医生写了一张什么东西 递给陆婷则 带你女朋友去办住院吧 后天做手术 拿着凭证 陆婷则长出一口气 带着秦英出去了 路上 秦英这个时候 才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 愣愣问道 我得癌症吗 陆婷则 去去去 什么癌症 喂吸肉 切掉就好了 别担心 秦英 可是 我上学怎么办 陆婷则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惦记上学呢 请假 住院手续办完的时候 差不多四点多 跟公司打电话说了一声 陆婷则就待在医院陪着秦英 晚上九点多 陆婷则正和秦英说着笑话 逗得秦英哥哥直笑时 手机响起 陆婷则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是一个陌生号码 接了起来 喂 哪位 电话那边沉默着 一吸中 似乎能听见震震啜气声 陆婷则猜到了什么 皱眉道 林飞 林飞 婷则 呜呜 婷则你在哪里 你过来陪陪我好不好 呜呜呜 病房里很安静 虽然没开免提 但秦英也能听到个大概 陆婷则猜到 林飞应该也做了检查 秦英四分的健康值 都检查出来胃吸肉 林飞的健康值只有二分 结果恐怕更严重 陆婷则 检查结果是什么 林飞 哇 呜呜 陆婷则问起这个 林飞哭得更大声了 陆婷则没再说话 静静等着林飞情绪稳定下来 一两分钟后 林飞才断断续续开口 我 我刚做了检查 医生说 说我感染了HIV病毒 就 就是艾滋病 婷则呜呜呜呜 我好害怕呜呜呜 你陪陪我好不好呜 听到这个结果 陆婷则平静的心 也泛起一丝涟漪 秦英同样惊讶 没有人不知道艾滋病的恐怖 这种病 目前为止治愈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好的话 林飞还能活个几年十几年 坏的话 几个月人就不行了 陆婷则犹豫了 他已经对林飞没有任何感情 但两人毕竟相爱一场 虽然结果不尽人意 现在林飞算得上是人之将死 往日的恩恩怨怨 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秦英看出了陆婷则的为难 轻轻地伸出手握住他的大手 递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陆婷则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你现在 立马来江城龙山医院 我给你安排治疗 林飞早就失去了主心骨 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 林飞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 他给王立来打了电话 给陈峰打了电话 结果都是被劈头盖脸 一顿臭骂 却不想 在这个他唯一愧疚的男人面前 得到了此刻他最需要的慰藉 好 我现在 现在就过去呜呜呜 挂断电话 陆婷则抿着嘴唇 一脸歉意地看着秦英 秦英摇了摇脑袋 笑道 我懂 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我相信你 也相信我自己 七威姐和林英姐也会和我一样 陆婷则感动得一塌糊涂 低头在秦英的小嘴上亲了一口 不到一个小时 林飞过来了 和之前相比 现在的林飞明显憔悴了许多 眼神黯淡 陆婷则带林飞重新做了个检查 安排了病房疗养 做完这一切后 陆婷则又回到秦英跟前 陪着秦英 两天后 秦英迎来了做手术的时刻 前两天 秦英有多嚣张多坚强 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就有多害怕 他紧紧地抓住陆婷则的手 问这问那的 问了一大堆 我会不会死啊 我要是死了的话 怎么办 你会不会娶其他女人啊 打了麻醉药 真的就不疼了吗 你别走 你在门口等我好不好 嗚嗚嗚 松开陆婷则手的那一刻 秦英终究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 对此 陆婷则心里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 异常复杂 陆婷则在手术室门口 等了两个多小时 说不担心是假的 毕竟是手术都有风险性 两个多小时后 手术是红灯变绿灯 不一会儿 秦英被推了出来 陆婷则着急地迎了上去 麻醉状态还没结束 秦英迷迷糊糊地睡着 病房里 陆婷则一直陪在秦英身边 寸步不离 秦英还在昏睡 这两天 陆婷则本来就没休息好 再加上秦英和林妃 时常需要两头跑 很疲惫 所以 坐了一会儿后 陆婷则不自觉地趴在床边上睡着了 晚上一点多 秦英迷迷糊糊醒来 思维回归后的第一眼 秦英就看到了熟睡在跟前的陆婷则 也就在这一刻 他对陆婷则的好感度终于突破了 达到一百大关 叮 检测到宿主命女好感度达到一百 系统奖励 异性读心术 初级那介意没 奖励已下发 系统的声音惊醒了陆婷则 陆婷则起身 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一头雾水 病床上 秦英虚弱地说道 是不是吵醒你了 陆婷则 没有 你什么时候醒的 陆婷则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秦英抿着嘴笑着 眼中爱意弥漫 也就在这时 陆婷则听到了秦英的心里话 秦英 OS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我的老公嘻嘻嘻 陆婷则一愣 后知后觉地查看了一下秦英 对自己的好感度 一百 再回想起系统刚刚的话 下意识地抬起双手 发现在自己的左手食指上 一枚乌黑色的 圆润深邃的戒指 不知何时戴在上面 秦英也发现了陆婷则手指上 多出来的戒指 疑惑道 咦 你啥时候买的戒指 秦英 OS 竟然戴戒指 不会是趁我麻醉的时候 林飞送的吧 这个心机表 听着秦英的心里话 陆婷则有些好笑 也有些兴奋 他低头在秦英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说道 这个戒指 我自己定制的 是一对 等你痊愈了给你 听到陆婷则这么说 秦英终于心满意足 陆婷则趁着这个时候 试了一下这个那戒 心面一动 一方十立方米的虚无空间出现 只有他能看得见 有了这那戒 能省好多事 还有读心术 不愧是命女 这奖励 也太厉害了 陆婷则心里这样想着 不过 还是没有战力提升啊 罢了 贪心不足蛇吞相 知足吧 正想着 陆婷则的手机 剧烈震动了起来 拿起一看是张安打来的电话后 接了起来 喂 怎么 张安 陆总 有人抢闯公司 好多员工都被打伤了 你快来吧 听到这里 陆婷则豁然起身 好 我马上回去 你们撑住 一定要守住八号 是 挂断电话 陆婷则又给伍婿拨去了电话 伍婿 现在立马来龙山医院住院部 1106号病房 保护好秦颖 伍婿 是 打完电话 陆婷则来到秦颖跟前 亲爱的 我得回去一趟 秦颖点了点头 嗯 你去吧 说完 陆婷则不再停歇 飞速离开医院 驾车往公司赶去 大地安保公司 就在20分钟前 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 看不清容貌的人 出现在公司门口 当时值班的员工例行询问 话都没说完 就被黑袍人一脚踹飞 口喷鲜血 值班员工强忍着痛楚 将有人闹事的情况告诉了张安 张安带着安保公司 大几十个保镖赶来 将黑袍人齐齐围住 张安询问了黑袍人身份 黑袍人没说话 只问了一个问题 八号关在哪里 张安肯定不会说 于是两方人马大打出手 让张安震惊的是 自己这边大几十个人 面对一个黑袍人 竟然站不到丝毫上风 他是用暗器的 尤其在夜色下 保镖根本看不见 暗器从哪个地方射来 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 二十几个人就躺在了地上 失去了战斗力 反观黑袍人 一点伤都没有 本来自从学习了 铜皮铁骨后 包括张安在内的这些保镖 对自己的实力都挺自信的 结果被黑袍人一通暴揍 刚刚升起的自信 被揍得七零八落 见状 张安知道 眼前这个人 他们可能解决不了 才给陆亭泽打了电话 殊不知 黑袍人比张安更震惊 在他的预测中 一群普通保镖罢了 五分钟就能全部解决 可真正交手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错了 这些保镖厉害的离谱 比普通保镖厉害 何止十倍 都快赶得上朱家的内门保镖了 战斗比他想象中的 要胶着许多 原定五分钟的作战计划 这都过去二十分钟了 还没结束 终于 在只剩下不到十个保镖 还站着的时候 一束刺目的车灯 刺破黑夜 急速驶来 陆亭泽终于赶到 陆亭泽下车 看着遍地声音翻滚的保镖 眉眼阴沉 缓步朝着黑袍人走去 张安看到陆亭泽过来 强忍着身体的痛楚站了起来 陆总 这家伙用暗器的 小心啊 陆亭泽点了点头 来到黑袍人面前 你是几号 陆亭泽发问 黑袍人的衣帽很大 即便离得很近 陆亭泽依然看不清黑袍人的容貌 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是一个女人 六号 我来接八号 八号给我 我走 听着女人冷清的声音 陆亭泽一声冷笑 说道 八号已经死了 花音落下 黑袍人豁然抬头 陆亭泽能感受到 他身体中瞬间散发的杀意 非常恐怖 陆亭泽面无表情地说道 入市集团派你们来出任务 就要做好任务失败被杀的准备 怎么 就允许你们杀人 不允许被杀 八号的是暂且不论 你枪伤我公司 打伤我的员工 这笔账 我们得先算了再说 花音落下 黑袍人自知多说无意 骤然抬手 一枚锈剑划破空气 四向陆亭泽 夜幕下 陆亭泽依靠感知微微侧身 躲开了锈剑的攻击 但紧接着 又有三枚银针电视而来 速度出奇的快 看到这里 陆亭泽总算是见识到了六号的手段 暗器高手 陆亭泽就地一个翻滚 躲开银针的攻击后 脚掌一距地面 直奔黑袍人扑去 手掌抓向黑袍人驳梗 又过来 然而下一秒 黑袍人闪身后退 竟然避开了陆亭泽的攻击 这速度 不差陆亭泽多少 陆亭泽一击落空 没有再出手 看着黑袍人暗暗点头 按到不愧排名第六 有点真本事 黑袍人闪开后 同样一脸严肃 手里飞针不停 几个呼吸的功夫 几十根银针朝着陆亭泽扑去 封死了陆亭泽 所有可以活动的范围 见状 陆亭泽双臂合拢挡在脸前 深吸一口气 夜幕下 他的身体泛起一圈金光 叮叮叮 银针悉数次在陆亭泽的身上 响起一连串金属碰撞的声响 最终掉落在地 见此 不远处黑袍人再次震惊 刚好陆亭泽听到了他的心里话 黑袍人 OS 组织对陆亭泽实力的判断太保守了 这样下去 要出大事 必须要将这个消息带回去 听完后 陆亭泽知道黑袍人想跑 冷笑一声 一闪之下出现在黑袍人身后 使出全力攻去 黑袍人想顾忌重施 拉开身位 可陆亭泽听到了他的意图 根本不给他释放暗器的空间和时间 如复古之躯一般 紧紧粘着他 很快 六号疲于应对 被陆亭泽抓到机会 就在陆亭泽以为 马上就能成功者制服对方的时候 森冷的寒光袭来 陆亭泽下意识地侧身躲开 同时 陆亭泽抓住对方的黑袍 猛的一用力 失了 衣服碎裂的声响响起 黑袍人果断甩掉黑袍 飘身后退出十几米开外 陆亭泽有些意外 看了一眼手里的黑袍 又看向不远处的六号 失去了黑袍的遮掩 六号的容貌身形展露无遗 前凸后翘 魔鬼身材 霸道至极 最重要的是 六号的容貌和吴清欢很相似 竟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 陆亭泽的惊讶 被六号当成了亵渎 眼中弥漫着对陆亭泽的憎恨 但他自知不是陆亭泽的对手 继续纠缠下去 恐怕凶多吉少 于是六号放下狠话 飞速离开 如果你敢对我妹做什么 我绝饶不了你 只能说六号想得太简单了 陆亭泽一声冷笑 一闪之后出现在他面前 掐住了他的脖子 六号目露震惊 下意识地抬手反击 又被陆亭泽控制住了手腕 拉向自己怀中 六号 你这个色胚 放开我 陆亭泽 放开你 闯到我的地盘 打伤我的人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六号又挣扎了几下 没有任何作用 陆亭泽一个手刀砍在六号脖梗 六号身子瞬间软绵绵倒了下去 管起来 陆亭泽不容置疑地下了命令 几个受伤不重的白尉起身 带着六号去了地下仓库 陆亭泽扫尸了一圈地上的员工 走到几个白尉跟前检查了一下伤势 还好 看来这六号不算心狠手辣 只是想救人 白尉们受的伤都不在要害处 休养几天应该就没事了 交代了一下后 陆亭泽来到地下仓库 关押着六号和八号的房间里 陆亭泽进来的时候 六号已经醒了 正和八号说着什么 八号的眼罩也被取了下来 察觉到陆亭泽进来 两人齐刷刷看了过来 六号眼中的愤痕 仿佛要将陆亭泽生吞了 陆亭泽坐到两人对面 抬头查看了一下六号的属性面板 姓名 吴清兴 颜值 8.5分 贤惠值 9分 忠诚度 5分 商业天赋 2分 健康值 8分 心机值 3分 陆亭泽没想到 这吴清兴数值最高的 竟然是贤惠值 也就是说 她是一个非常顾驾的女人 相比妹妹吴清欢 吴清兴五分的忠诚度 就显得低了不少 想想也能理解 吴清兴强闯大地安保公司 肯定不是住家指使 他们没那么笨 只能是吴清兴自己擅自行动 不听指挥 至于健康值 8分 说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 吴清兴一分的健康值 才是出了大问题 想到这里 陆亭泽刚想开口 就听到了吴清兴的心里话 吴清兴 OS 我的傻姐姐 我接这次的任务 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你这又是何苦呢 陆亭泽疑惑地 看向吴清兴姐妹两人 问道 告诉我住室集团 其他艺人的信息 我可以考虑留你们一命 和吴清兴一样的问题 同样抛给姐姐吴清兴 想看看她怎么回答 吴清兴 呗 别装好人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相比吴清兴 吴清兴脾气更显暴躁 陆亭泽 我说的是真的 你可以考虑考虑 这么漂亮 死了可惜了 而且 说这里 陆亭泽上上下下 打量着姐妹俩的身材 一脸色相 这招果然有用 陆亭泽同时听到 姐妹俩的心里话 吴清兴 OS 这个畜生 如果他真的 我和清兴该怎么办 吴清兴 OS 哼 我就算死 也不会被你侮辱玷污 反正我也活不久了 只是姐姐 要怎么办才好 吴清兴 我告诉你 你如果敢 对我妹妹做什么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陆亭泽皱眉 看着被铁链束缚着手脚的吴清兴 有些窝火 所以 陆亭泽突然起身 来到吴清欢面前 将其拽进自己怀里 从身后抱住吴清欢 一脸迷醉地 嗅着其身上的清香 吴清欢手脚上也有铁锁 再加上 他武力直微弱 根本没法反抗 只能尽可能地别过脸 满眼屈辱 见状 吴清兴顿时牙字欲裂 奈何身体被铁链束缚 动弹不得 陆亭泽 你这个轻兽 你放开他 放开我妹妹 陆亭泽冷着眼看向吴清兴 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 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权利 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我心情好了 自然不会对他做什么 吴清兴拳头紧紧攥在一起 冲天的愤恨充斥着胸膛 目光灼灼地看向陆亭泽 好 只要你答应 放开我妹妹 我就告诉你 吴清兴 不要啊姐姐 你会死的 吴清兴没有理会妹妹的提醒 眼神决然 吴清兴 OS 反正横竖都是一个死 陆亭泽冷笑 你再跟我谈条件 文言 吴清兴剧烈地喘着粗气 但很快 他颓废地低下了脑袋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陆亭泽说的没错 他确实没有和陆亭泽谈条件的资格 陆亭泽将吴清兴翻了个个 直面自己 紧紧地揽着他的小蛮腰 两人距离之近 近到陆亭 则能清晰感觉到他的呼吸 急促的心跳 看着吴清兴 依旧有些挣扎的目光 陆亭泽知道自己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了 于是 陆亭泽抓住吴清欢的衣服 一把撕碎 吃了 啊 吴清欢的外套 被陆亭泽撕碎 露出底下淡蓝色的内衣 吓得花容失色 一声尖叫 虽然嘴上说得厉害 可真到这个份上的时候 吴清欢根本控制不住 吴清兴 我说 吴清兴终于开口了 一脸灰败 陆亭泽停下动作 抱着吴清欢 目光平静地看着吴清兴 等着他 吴清兴 住室集团总共有11个艺人 吴清兴开始说了起来 吴清欢泪流满面 不断地摇着头 陆亭泽仔细听着 吴清兴的第一句话 就让他皱起眉头 11个 不是10个吗 吴清兴 是10个 另外有一个艺人 艺能是医术 而且是 专门治疗艺人疑难杂症的医术 变成任何人的样子 防不胜防 战斗力很强 但1号前段时间 做任务的时候受了伤 正在接受治疗 短时间内不会出手 2号的艺能是幻术 造梦 正在出任务 短时间内不会出手 3号艺能是兵 4号是速度 5号是力量 7号是隐身 9号和10号 已经被你杀了 你知道的 说到最后 吴清兴越说越快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陆亭泽不禁嘖则称奇 暗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他将吴清欢松开 重新坐在椅子上 你妹妹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文言 刚刚坐到一起的姐妹俩人 奇奇惊讶 皱眉看着陆亭泽 你怎么知道 吴清欢发问 陆亭泽 这个你们不用管 我不仅知道 你妹妹身体有问题 还知道你叫吴清兴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 记住 千万不要撒谎 我什么都知道 陆亭泽不忘提醒 姐妹两人对视一眼 吴清兴犹豫片刻 开始说了起来 我妹妹的异能 使用的时候会有后遗症 没使用一次 现在他的眼睛已经快不行了 继续下去 的话会瞎掉的 陆亭泽下意识地看向吴清欢 他的瞳孔中 闪烁着银色妖艺光芒 漂亮的不像话 这么漂亮的眼睛 如果瞎了的话 确实太可惜了 没法治 那个灵后 不是专门治医人的医生吗 吴清兴 可以治 但费用太高 我们暂时还付不起 所以 他瞒着我接了你的任务 听到这里 陆亭泽总算是明白了前因后果 原来是钱的问题 那陆亭泽就不用担心了 治个眼睛而已 能要多少钱 你们这些艺人 应该有不少钱吧 吴清兴 你不懂 在艺人界 医生很稀有 治疗费和普通医院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我们是赚得多 但消费也高很多 陆亭泽点头 治好你妹妹的眼睛 需要多少钱 闻言 姐妹俩齐齐 看向陆亭泽 吴清兴问道 五亿 怎么 你要借钱给我们 陆亭泽起身 笑了笑 你脑子有毛病吧 你们要杀我 我还救你们 说完 陆亭泽大摇大摆地 离开了地下室 身后 吴清欢和吴清兴两人 目送着陆亭泽离开 眼神愤恨 这个家伙 这样恶心人 很有成就感吗 清欢你是不是傻 我说了 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 你为什么 吴清兴满口责备 话还没说完时 吴清欢虚弱地 靠在了姐姐的肩膀上 对不起姐姐 我只是不想你一个人 承受那么多凶险 吴清兴察觉到了妹妹的虚弱 抬起她的脸严肃道 你怎么了 吴清兴顿时怒不可遏 被这门口怒喊 姓陆的 你这个畜生 你还是不是人 给我拿吃的过来 给我拿吃的过来 你这个畜生 门外 陆亭泽远远地 就听到了吴清兴的声音 他回头冲着手门的白胃说道 给他们吃的 吃好一点 白胃 是 陆总 经过这一次战斗 白胃们再次见识到了陆亭泽的强大 对陆亭泽也愈发尊敬 陆亭泽离开地下室 来到办公室 张安早就等在这里 看到陆亭泽回来 随手将一份名单递给陆亭泽 陆亭泽接过名单 看了一眼张安鼻青脸肿的伤势 关心道 没事吧 张安 没事 皮外伤 陆亭泽点了点头 拿着名单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 名单是张安整理的白位分组和皇位名单 陆亭泽扫了一眼 总共157个白位 9个皇位 157个白位被分成了10个小组 每一组人数大概16人 总共有10个小组长 看完名单 陆亭泽问道 受伤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严重的 张安摇了摇头 没有陆总 都是轻伤 那个女人下手还算有点轻重 没有下死手 陆亭泽 嗯 这段时间看好他们 不算过分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另外 继续扩招员工 但不要平行低劣的 你看这把关 张安 好的陆总 还有什么吩咐吗 陆亭泽 叫10个小组长来见我 还有除了罗小龙之外 其他8个皇位 都过来 张安拿出手机 一边在10个小组长群里发了个消息 一边 将陆亭泽拉进了群 陆总 这个群是白位组长群 另外还有一个皇位群聊 我也拉您进去 陆亭泽掏出手机的时候 张安已经将他拉进了两个聊天群 一个备注着白位组长 另一个备注着皇位 陆亭泽暗暗点了点头 这个张安办事还算靠谱 能给他省好多事 不多时 10个小组长 外加8个皇位都来到了办公室 18个人或多或少都带着点伤 其中有几个 本来是被安排在泽天大厦 和许七威三女身边的 在听到黑袍人夜闯公司的时候 都赶了回来 陆亭泽起身 视线一一从18个人脸上扫过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后面的安排计划 一组两组三组 留在安保公司 负责训练新人 以及公司的安保工作 四组五组六组七组 负责泽天大厦的安保工作 八组 负责苏莫云的安全 暗中保护苏莫云 一会儿 我会将苏莫云的信息 发到群里 九组十组 负责许七威和林英的安保工作 说到这里 陆亭泽视线 转到八个皇位身上 你们几个 是目前为止 公司第二批 晋升为皇位的员工 你们的工作 就是潜伏在暗处 负责许七威和林英的安全 白位负责名处 现在是关键时期 每个人都必须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除了我之前 答应你们的福利 谁能抓住一个艺人 我个人奖励一百万 听到这里 办公室里一群人 眼神急切 充满战意 陆亭泽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是武序打来的电话 看到是武序 陆亭泽心里一紧 急忙接了起来 怎么 武序 不好了 陆哥 嫂子不见了 龙山医院 陆亭泽飞速赶来 却只看到武序一个人 还有另外两个白位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看着他的吗 陆亭泽火了 语气很不好 这么关键的时刻 情影消失 而且刚做完手术 武序低下了脑袋 对不起陆哥 我没有保护好嫂子 陆亭泽深吸一口气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在你眼前消失 监控查了没有 武序 查了 陆哥 很奇怪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说完 武序带着陆亭泽 来到医院监控室 当看完相关监控视频后 陆亭泽脱口而出 是七号 没错 监控中 情影处于昏迷的状态 整个身体从床上悬空 出了门 离开了医院 如果吴清新没告诉他 关于几个艺人的异能 陆亭泽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很明显 七号隐身带走了情影 武序和另外两个白魏 面面相去 一脸不解 七号 什么七号 陆亭泽没有多做解释 立马转身朝外面走去 路上 陆亭泽又接到了罗小龙的电话 陆哥 有两个艺人被我们逮住了 罗小龙语气中满是兴奋 听着这难得的好消息 陆亭泽心有未解 一边开车一边询问 什么异能 罗小龙 一个跑的贼几把快 一个拳很重 我差点没抗住 幸亏其他几个皇位赶来了 不然真的要走 闻言 陆亭泽知道 肯定是住室集团的四号和五号 好 先控制住他们 关到地下室 罗小龙 得嘞 挂断电话 陆亭泽又给苏正豪拨去了电话 苏说 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我的女朋友被人抓走了 能帮我查一下 龙山医院附近的监控吗 那边 苏正豪似乎已经睡下 声音中倦意很重 很着急吗 苏正豪 好 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挂断电话 陆亭泽开车停在一个路口 焦急地等待着 十分钟左右 苏正豪的电话打过来了 查到了 往原渡庄园方向走了 那边是住家在江城的地产 有私人飞机 你得加快速度了 陆亭泽 知道了苏说 谢谢 挂断电话 陆亭泽发动车子 强烈地推背赶袭来 直奔原渡庄园 原渡庄园坐落在江城三环外 占地三百多亩 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私人会所 果园 别墅群 停机坪 还有一个停船的小港口 是住室集团的产业 陆亭泽一路无视线素和红绿灯 赶到原渡庄园门口的时候 恰好看到一辆库鲁泽越野车 停在庄园门口 远远的 陆亭泽就看到一个 穿着黄色西装 满面油粉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将秦颖从车上拽了下来 秦颖因为刚刚做了手术 身体很虚 很疼 火中烧 直接将油门踩到底 冲着圆渡庄园大门 直直冲了过去 陆湖懒胜的咆哮声 响彻夜幕之下 仿佛一头洪荒猛兽 一百米开外 七号就感觉到了 转头看来 四目的灯光 使得他下意识地伸手 挡住了眼睛 本能的 七号闪到了一旁 秦颖留在原地 灯光刺眼 他什么都看不见 吓得用手挡住了眼睛 顶佩懒胜 从秦颖身旁掠过 直挺挺地冲向庄园大门 碰 巨像传出 铁制的 灰红气派的大门 瞬间被撞得四分五裂 车子停下 陆庭泽打开车门 里都不离引擎冒烟的车子 静止朝着秦颖走去 直到这时 七号才认出 眼前这人就是陆庭泽 他离秦颖比较近 闪身飞扑向秦颖 想要擒住秦颖 让陆庭泽投鼠忌气 可惜 陆庭泽已然处于愤怒的状态 只一眨眼的功夫 就挡在了七号面前 一把掐住了他的咽喉 举了起来 紧接着 没有任何犹豫 陆庭泽手指用力 狠狠地捏碎了他的咽喉 七号瞪大了眼睛 至死他都不愿相信 自己就这么死了 他还有隐身异能 还没有用 无数道亮光刺破了黑暗 大门被毁 庄园内一下子涌出好几十个保镖 将陆庭泽和秦颖团围了起来 陆庭泽冷眼看着这群保镖 随手一甩将七号的尸体甩飞 蹲下身子抱起秦颖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秦颖的脸色有些苍白 咬着脑袋 没事 我们回去吧 陆庭泽 嗯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说完 陆庭泽抱着秦颖 走向跟前停着的库陆泽 几个保镖挡在陆庭泽跟前 每个人都戴着耳脉 其中围首的男子 伸出手拦住陆庭泽 说道 这位先生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撞坏了大门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恐怕不行 回应他的 是势大力尘的一脚 保镖整个人被踹飞 像断了线的风筝 远远摔出去很远 陆庭泽继续走向库陆泽 将秦颖安置在车里后 说道 稍微等我一下 秦颖 小心 陆庭泽点了点头 关上了车门 再次回头 他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 看了一眼灰红大气的庄园 不远处的会所里 应该还有人在开party 灯光闪烁 依稀能看到几个 陆庭泽没有再说一句话 对柱氏集团的恨意 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 对柱氏集团的报复 也从这一刻正式开始吧 夜幕下 重保镖只感觉眼前一花 原本在原地站得好好的 陆庭泽就不见了 正当所有人都纳闷时 几声惨叫 夹杂着沉闷的声响传出 煞时间 七八个保镖摔了出去 倒地不起 陆庭泽仿佛狼鹿羊群 保镖们根本看不清 陆庭泽的身影 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同伴倒下 连陆庭泽的衣角都没碰到 就这样 圆渡庄园成了修罗场 成了陆庭泽单方面的发泄场 十几分钟后 几十个保镖被陆庭泽悉数解决 他站在一众身影哀嚎的人群中 看了一眼会所的方向 转身坐上车 开着七号的库鲁泽走了 他这么做 就是要告诉住室集团 他陆庭泽 正式向燕城住家宣战 现在他的安保公司出具规模 泽天集团也已经正式成立运行 背靠江城公安局局长苏正豪的支持 就算住家是世家又如何 敢欺负自己的女人 欺负他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与此同时 燕城住家庄园 助理神色匆匆地 跑进父亲住江河的寝室 不好了吧 住江河五十岁左右 眉目如炬 虽穿着睡衣 但也挡不住那一身威严之气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住江河语气很不好 助理 出事了吧 我们派出去的一人 全部失去了联系 刚刚接到圆渡庄园的电话 陆婷泽刚刚在圆渡庄园 打伤了几十个保镖 亲手杀了七号 他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是在向我们住家宣战啊 听完儿子的话 住江河微微醋眉 不就死了几个一人吗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说着 住江河站了起来 在原地徘徊 助理不敢打扰 静静地看着父亲 好一会儿后 住江河说道 一个出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也敢跟我住家宣战 不自量力 哼 他不是要玩吗 那我就好好陪他玩 另外 二号马上回来了 等他回来 你和他一起去江城作证 听到这 助理有些错愕 爸 我 住江河猛地看向助理 眼神警告 嗯 这一点胆量都没有 以后我怎么将住家交给你 一听这话 助理煞时间眼冒金光 站起身说道 好 放心吧爸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日 泽天集团 昨晚 陆婷泽跟许七威和林英 交代了今天早上开高层会议 陆婷泽坐电梯到18楼 走进自己的专属办公室 刚一进门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贾秀 贾秀也看到了陆婷泽 一瞬间的猛逼过后 急忙小跑着走了过来 拉着陆婷泽 左右看了一眼 发现没人注意后 带着他出了门 来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后 贾秀一脸严肃道 你跑来董事长办公室干什么 陆婷泽有些好笑 他猜到贾秀应该是误会了 说道 我就是泽天集团董事长 你说 我来董事长办公室干什么 贾秀一愣 随即插着腰说道 去去去 吹什么牛呢你 我已经打听过了 你就是一个后勤部经理 装什么董事长 说完 贾秀眼珠子乱转一通 笑眯眯的上下 打亮了一番陆婷泽 问道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想给我留下点好印象 模样吗倒是不错 其实你不用这么费劲 直接跟我表白不就好了 我又不是不答应 陆婷泽猛了 他见过自恋的 没见过这么自恋的 贾秀的颜值分只有二分 不算丑 但也绝对称不上漂亮 哦对了 贾秀的心机直是一分 怪不得 陆婷泽摇了摇头 没有多做解释 看了看时间 马上到开会的时间了 一边朝着会议室 走去一边说道 拿上笔记本 跟我来 贾秀一愣 连忙小跑着跟了上去 喂喂 你要干嘛 那边正在进行高层会议 你不能进去 喂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喂 陆婷泽根本不理他 直接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会议室内 林振祖 唐雷 万启山 许七威 林英 西树在场 陆婷泽推门而入 静止走到主位上坐了下来 贾秀再次愣住 看了一眼会议室其他几个高层 又看了看坐在主位的陆婷泽 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陆婷泽看向他 笔记本 贾秀如梦初醒 慌忙离开会议室 非一般地拿上笔记本 重返会议室 贾秀气喘吁吁地 坐在陆婷泽下面的位置 陆婷泽眼含笑意 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 顿时让贾秀想起 刚刚自己说的话 尴尬的脚趾 都快扣出三十一厅了 陆婷泽没有在贾秀身上浪费时间 环视一圈后说道 各位 住室集团对我个人的报复行动 已经开始好几天了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们很快就会对泽天集团下手 今天这个会议 就讨论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把住室集团搞垮 搞破产 要多惨有多惨 话音落下 会议室几个人 都开始沉默思索起来 片刻后 林震祖第一个发话 说道 住室集团是燕城超级集团 根深蒂固 要想将住室集团搞垮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陆婷泽咒媒 我要的是方法 也只听方法 许其微这时说道 搞垮一个企业 最好的办法就是砸钱 用高薪挖对方的人才骨干 撬走他们的合作商 压低股价 林英 还有舆论 挖掘住室集团的黑料 放在斗话上爆料 打击他们的社会公信力 唐雷 这种大企业账目都经不起查 多多少少有偷税漏税 万启山 驻江河这几年 搞了一个乡村希望小学 慈善机构 名义上做慈善 实际上网罗少女 为自己的商图铺路 可以利用一下 听完几人的建议 陆婷泽微微点头 按道果然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专业的人去做 无意中 陆婷泽看到跟前的贾秀 眨巴着明亮的眼睛 不知道在想什么 陆婷泽想起贾秀的商业天赋值 高达八分 比许七微和林英都高 和秦颖一个级别 于是陆婷泽问道 小贾 你有主意吗 贾秀一愣 其他几个人也都看了过来 他顿时感觉压力山大 咬了咬嘴唇 犹豫再三后咬了咬头 没没有 虽然嘴上说着没有 但陆婷泽听到了他的心里话 贾秀 OS 花钱找几个人 在住室集团的产业上自杀 找一个漂亮的女人 接近住室集团的老板 色诱成功后 反水告他强奸 这样是不是有点 不合法呀 哎算了算了 陆婷泽认真看着他 果然系统没有骗他 这个贾秀 的确有些东西 他没强迫 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其他几人 好 你们说的所有方法 都开始实施 现在就开始 还有 花钱找几个人 一定要他们自愿 在住室集团的产业上 搞出点大动静来 比如说跳楼这种 找一个漂亮女人 接近住江河 色诱她 成功后反告她强奸 听完陆婷泽的主意 在场最震惊的 就出贾秀了 他瞪大眼睛看着陆婷泽 陆婷泽再次听到了 贾秀的心声 贾秀 OS 乖乖 这家伙也太牛了吧 竟然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好崇拜 哇哇哇 陆婷泽摸了摸鼻子 一脸正惊 万启山 陆总 有个事儿 我得提醒您一下 陆婷泽 说 万启山 这一通操作下来 和住室集团可就是不死不休 这背后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 住室集团不可能挨打不还手 我们要做好迎接他们报复的准备 陆婷泽点头 万启山的话还是很有道理 但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于是 陆婷泽问道 做一个预算 搞垮住室集团需要多少钱 直接给我数字 钱的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来解决 陆婷泽这句话 给了几人莫大的信心 许七威说道 会议结束后 我就让财务那边做一个预算 完了发给你 陆婷泽 嗯 那就这样 没其他的事就散会吧 会议结束 陆婷泽回到自己的超大办公室 贾秀畏畏缩缩的跟在身后 陆婷泽坐到沙发 将双腿搭在茶几上 笑着看向贾秀 贾秀内心慌得一批 犹豫在三后 一脸决然道 对不起陆总 我 我不知道 陆婷泽没有怪他的意思 摆了摆手 没事 不知者不怪 我事情很多 不经常来公司 公司这边的事情 你受累处理一下 遇到解决不了的跟我说 贾秀低头 好的董事长 陆婷泽掏出手机翻出二维码 这是我的私人微信 你加一下 贾秀掏出手机 扫了陆婷泽的微信 随后一脸犹豫 想说什么又不太敢说 陆婷泽听见了他的心声 贾秀 OS 注视集团这么庞大的超级集团 这些办法 最多只能让其伤筋动骨 想要彻底搞垮 应该还差一点 听到这 陆婷泽眯起了眼睛 想了想 你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说出来听听 陆婷泽的话 给了贾秀信心 贾秀鼓起勇气说道 董事长 刚刚会议室整理的那些办法 我个人觉得 最多只是让对方伤筋动骨 彻底搞垮应该不行 陆婷泽 哦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贾秀 我觉得 最好的办法 还是从内部下手 我今天刚刚查了 注视集团的股权架构 董事长 朱江河 占股30% 第二大股东 朱青山 占股20% 第三大股东 朱长天 占股15% 要想彻底搞垮 注视集团 最好是分裂他们三兄弟的关系 听完贾秀的想法 陆婷泽的内心是震惊的 对不起董事长 我什么都不懂 就是随口一说 陆婷泽起身 走到贾秀跟前 不 你没说错 那你觉得 该怎么样分裂三兄弟的关系呢 贾秀顿了顿 说道 注视集团这么大的产业 三兄弟肯定都想自己的后代继承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们的后代家世下手 栽赃嫁货 货水东西 陆婷泽深吸一口气 看着贾秀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块西式珍宝 他真的捡到宝了 他有些庆幸 贾秀不是自己的敌人 果然 天赋这种东西 是与生俱来的 羡慕不来 好 你完了仔细写一份计划书发给我 我看完后再决定 贾秀 好的董事长 两人聊天的功夫 许七威那边已经做到了财务预算 拿着报表走了进来 贾秀 董事长那我先出去了 贾秀离开后 陆婷泽将办公室门关上 拉着许七威坐在自己腿上 昨晚吓到了吧 许七威拢了龙耳边的发丝 风情万种 还好啦 都习惯了 那这是 你要的预算报表 看看 陆婷泽拿过报表 随手放在一边 钱多钱少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察觉到陆婷泽眼神中的火热 许七威连忙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脸淡微红 这是办公室 外面那么多人呢 陆婷泽笑了笑 嗯 你们算的需要多少钱 听到这个许七威 脸色瞬间严肃下来 很认真地说道 四千亿 婷泽 这个数字太庞大了 我们要不要从长记忆 确实 是猛的 四千亿 去搞垮一个世家企业 还不算这其中的风险 太冒险了 陆婷泽拙着下巴思考了起来 上次拍卖会后 他总共有三千多亿的积蓄 前后花了两千多亿 现在身上 剩下大概五百亿左右 四千亿 确实很多 但对他来说 不过是多花些钱罢了 想到这里 陆婷泽一把将许七威揽进怀里 笑道 你老公最喜欢冒险了 说着 在许七威的惊呼声中 陆婷泽拦腰抱起他 陆婷泽的胸膛 任君彩节 董事长办公室 分内外两个区域 外区域是办公室 会客厅 内区是一个独立的卧室休息室 陆婷泽抱着许七威来到房间 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 一个多小时后 许七威相悍淋漓地瘫软在床上 一动也不想动 许七威 OS 他真的好厉害 有点扛不住怎么办呀 又不想他继续找其他女人 好纠结 听完许七威的心理话 陆婷泽微微错愕 一脸失笑 陆婷泽自己也很奇怪 自从铜皮铁骨大成后 自己那方面的需求 好像提升了不少 有的时候 自己都控制不了 轻抚着许七威的脸颊 陆婷泽笑道 七威 我准备买个庄园 将大地安保公司迁移过去 庄园买到你的名下 你明天空出来半天时间 跟我去办手续 许七威微微侧脸 庄园 婷泽 我们现在需要这么庞大的一笔钱 怎么还买庄园呢 那可需要不少钱 联想到此前陆婷泽的大手笔 没有怀疑 那好吧 下午三点多陆婷泽离开了公司 开车前往苏正豪家 他有一段时间没去了 苏正豪正在上班 陆婷泽直接去了公安局 苏正豪的办公室 这还是陆婷泽第一次见苏正豪穿制服 本就威严的眉眼 在一身警服的搭配下 更显上位者的气息 小陆来了 坐 陆婷泽坐下 苏正豪拿出茶叶和一次性纸杯 给陆婷泽简单冲泡了一杯茶 小道 条件有限 陆总多淡淡 陆婷泽还是知道一些官场规矩的 并没有介意 开门见山道 苏叔叔 我想买下圆渡庄园 要怎么做 文言 苏正豪一致 说道 怎么又想起买圆渡庄园了 那可需要不少钱 陆婷泽 这个我知道 钱的是不用担心 我有的是 您之前不是说 圆渡庄园是住家的产业吗 现如今 我们泽天集团和住室集团 已经正式宣战 取缔住室集团在江城的产业 是必要的 苏正豪抽出烟 递给陆婷泽一根 二十块钱一包的娄子 自己也点了一根 你昨晚的事我听说了 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一人的事 我不管你怎么处理 但普通人 还是尽量克制一些 事情多了 我也不好处理 苏正豪的话提醒了陆婷泽 确实这段时间 或许是一人接触的太多 导致他对世俗的法律意识 变得淡薄了许多 陆婷泽 我知道了苏叔 昨晚我杀的那个是一人 其他应该都 没事吧 苏正豪笑了一声 没事 六十七个人 三十三个重伤 九个残废 你觉得呢 文言陆婷泽有些尴尬 昨晚他怒上心头 确实下手中了点 没考虑过后果 放心吧 这件事 我已经帮你压下去了 对了 有个事我得提醒你一下 一能团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你最近行事还是小心点 陆婷泽皱眉 一能团 我和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没必要来找我的麻烦吧 苏正豪 如果你是个普通人的话 是不会的 你的表现 和一人有什么区别呢 一能团肯定想招你入伙 同时也限制你 听到这里 陆婷泽明白了 笑道 我这人自由惯了 不喜欢受人束缚 苏正豪摆了摆手 将烟头摁灭站了起来 这些是你自己的事 我就是提醒你 圆渡庄园你非买不可吗 陆婷泽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 嗯 非买不可 苏正豪皱眉站在窗边 思考了一会儿 这样 你等我消息 这两天应该就有消息 然后再行动 陆婷泽起身 好 麻烦苏说了 苏正豪摆了摆手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都是为了江城 从苏正豪那边离开后 陆婷泽又去了大地安保公司 原定于明天就进行购买行动的计划 不得不推迟 大概一周后 陆婷泽终于接到了苏正豪的电话 带着许七威和秦颖 以及六个皇位和两组白位 十几辆豪车赶往圆渡庄园 圆渡庄园的大门已经被重新修缮 庄园内 十几个警方的人在进行着调查 其中 刚到不久的助理正在被进行盘问 一脸阴沉 警官 我可是守法守则的好公民 别人强传我的产业 打伤我的人 你们不去调查对方来调查我是什么意思 有点说不过去吧 负责此次调查工作的警官 是一个三十岁上下 眉眼深邃的男子 男子脸上挂着笑容 道 陆先生不用着急 只是例行调查而已 只要别查出 刘队 我们在里面查到了这个 刘队话还没说完 一个警察拿着几袋子蓝色粉末状的东西跑来 看到这东西 刘队眼神瞬间阴沉了下来 看向助理 刘队 助先生 这个你怎么解释 助理眼神同样阴沉无比 正想着如何开口时 不远处 十几个穿着暴露 身形窈窕的女人 被齐齐叫到了一起 站成一排 身份证都拿出来 警察在进行例行盘问 助理的脸更黑了 很快 他突然笑了起来 说道 刘队 这是个意外 肯定是有人想陷害我 看在陈局的面子上 事情不要闹得这么难看嘛 好不好 刘队一脸正义凛然 说道 助先生 是不是陷害我们自己会调查 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说着 刘队走到助理跟前 就准备将其押走 助理急忙抬手制止 说道 刘队 让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刘队犹豫了一下 轻笑着同意 请便 助理掏出手机 找到备注着陈局的号码 拨了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助理不信邪的又拨了一遍 结果还是没什么变化 他有些慌了 直觉告诉他 背后有人在搞他们 最后 助理实在没辙 只好给自己父亲 助江河打去了电话 爸 有人搞我吗 原度庄园被查封了 电话那头 先是安静了一会儿 随即助江河的声音传了出来 知道了 你先配合调查 挂断电话 助理深吸一口气 准备跟刘队离开 就在这时 十几辆豪车骑刷刷地 驶入了庄园大门 陆婷则带着许七威和秦颖 从车上走了下来 隔着十几米远 两人目光对视 陆婷则一脸平静 看助理就像在看一个死人 扫了一眼助理后 陆婷则将目光 落在了助理身后的一个人身上 那人一身洁白西装 身形修长 虽然一副亚洲人的面孔 却生着一双淡蓝色的梦幻瞳孔 非常奇怪 出于直觉 陆婷则感觉这个人很不好对付 只是不知道 死人是一号 还是二号 白衣男同样心有所感 被刘队带上了警车离开 白衣男也紧随其后离开 剩下陆婷则一行人 在偌大的庄园里 开始逛了起来 圆渡庄园坐落在江城市三环外 占地200多亩 除了独立的超大别墅外 附近还有一栋六层高的酒店 用来招待一些来往的宾客 庄园内部 有高尔夫球场 游泳池 还有一个专用的停机坪 机场跑道 此时此刻 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静静地停着 想必助理和白衣男 就是坐这架飞机来的 整个庄园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极尽奢华 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来 住室集团非同一般的能量 世家就是世家 和普通的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怎么样七位 这里还满意吧 陆婷则一边走一边询问 许七位笑着点了点头 嗯 果然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这有钱人的生活的确不一样 对此 陆婷则复之一笑 说道 圆渡庄园已经被江城公安局查封 后续会走法拍竞标流程 我们拍下来后 这里就当大地安保公司的总部 身后 跟着的几个白衣和黄卫文言 心头惊喜无比 逛了一圈 下午四点多 陆婷则接到了苏正豪的电话 苏正豪 陆总 圆渡庄园会挂法拍网 大概也就是十来天的事 你最近多注意一下 法拍项目出来后 直接在网上报价就可以 我这边会操作 陆婷则 好 麻烦苏叔了 多谢 苏正豪 客气 你啊 给我女儿好一点 我就心满意足了 听到苏正豪提起这个 陆婷则心中涌起一阵难过 细细想来 自己对苏默云 确实冷落了太久 也太不是个人了 对不起苏叔 我会的 苏正豪 嗯 有空了来我家吃饭 就这样 挂了呀 挂断电话 陆婷则一个人 站在别墅的超大阳台上 思索了很久 最后 出于愧疚 给苏默云发去了一条消息 干嘛呢 最近想我没 信息发完 陆婷则收起手机 带着两女和几个保镖 离开了圆渡庄园 许七威去了公司 秦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陆婷则亲自送她去了 学校跟前的大平层 做完这一切后 陆婷则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还没有收到苏默云的回信 疑惑之下 陆婷则给苏默云拨去了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回音 陆婷则摇了摇头 猜测苏默云应该是在出任务 没当回事 落地窗外 这个冬天 属于江城的第一次雪偏偏落下 越来越大 遮蔽了视线 陆婷则和秦颖相拥而眠 窗外大雪纷飞 甜淡又惬意 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 陆婷则被一阵手机震动声吵醒 迷迷糊糊中陆婷则拿过手机接了起来 喂 苏默云 婷则 你 你在哪里 电话那边 苏默云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哭腔 陆婷则瞬间清醒 翻坐了起来 你怎么了 苏默云 我刚刚 我刚刚差点死了 呜呜呜呜 婷则 我刚刚差点死了 你在哪里 你过来呜呜呜呜呜 陆婷则没再多问 翻身下床 动作吵醒了睡梦中的秦颖 大晚上 你要干嘛去呀老公 陆婷则 你先睡宝贝 我有点急事 说着 陆婷则穿好衣服 拿上车钥匙 在秦颖额头上 轻轻一吻后出了门 秦颖目送着陆婷则离开 乖巧的没有多问 楼下 陆婷则给罗小龙拨去了电话 安排了三个皇位 过来保护秦颖的安全 自己则开车直奔苏默云的住址 不到半个小时 陆婷则输入密码 进入了苏默云的房间 房间里面没开灯 苏默云一个人色缩在床上 双目通红 瑟瑟发抖 看到陆婷则过来 苏默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扑进陆婷则怀中 紧紧地抱着他 怎么了小云 发生什么了 告诉我 苏默云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颤抖着 明显吓得不轻 陆婷则没在追问 安静地抱着他 就这样抱了有十分钟 后面 苏默云情绪终于稳定了一些 陆婷则也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 苏默云今天确实出警了 罪犯是几个穷凶恶极的赌徒 在抓捕的过程中 苏默云差点被击中 心有余悸 苏默云 你知道吗 婷则 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你的影子 都在想你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陆婷则本就愧疚 苏默云这一哭诉 让他心底的愧疚更深 抱得更紧 对不起小云 之前是我不对 我事情太多了 没顾得上你 对不起 这一刻的苏默云 没有之前的英姿萨爽 只是一个普通的 被心爱之人冷落的小女人 两人互诉中长 十几分钟后 苏默云从陆婷则怀里正脱出来 捂着脸起身走进了卫生间 丑死了 我去洗一下 陆婷则看了看时间 已经晚上快一点了 窗外的雪还在飘着 无穷无尽 半个小时左右 陆婷则正无聊刷着手机的时候 裹着郁金的苏默云 从门口走了进来 他的头发用发髒碗在脑后 浮如凝脂 上面还沾着点点露凝 脸蛋上带着迷人的涂红 魅眼如丝 陆婷则看得正吃时 苏默云身上的郁金滑落在地 将自己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陆婷则面前 陆婷则呆住了 他愣愣地看着苏默云 他的身材几乎完美 让陆婷则血脉喷张 喉咙干涩 婷则 我突然想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 短短几十年 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不留下遗憾 就够了 当时 我在想 我还没有和你 就这么死了 很遗憾 苏默云低垂着脑袋 脸红得似要滴血 苏默云都这么主动了 作为男性的陆婷则 自然没有留下会的必要 他慢慢起身 走到苏默云跟前 在他期待的注视下 狠狠地稳住了他的唇 第二天 日上三竿时 陆婷则和苏默云悠悠醒来 苏默云扒在陆婷则的肚子上 脸带春红 老公 我这几天休假 我们去旅游吧好不好 一听这话 陆婷则下意识地就想拒绝 现在这关键时候 自己跑出去旅游 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而且 注视集团不知道下一步会做什么 虽然三女友 罗小龙等人的保护 但他 还是有些不放心 看着陆婷则纠结的样子 苏默云有些失望 如果你很忙的话 就算了吧 改天也行 陆婷则本就对苏默云心有愧疚 再加上两人刚发生关系 他这不说还好 一说陆婷则顿时有点穿上裤子 不认人的感觉 简单地思考后 陆婷则笑道 没事 旅游就旅游 你休息几天 苏默云 真的吗 太好了耶 太好了 我们去哪里来 去新澳好不好 还是去冰城 陆婷则 都行 你来定 苏默云高兴地向着孩子 拿出手机 立马开始看票 陆婷则起身 走到客厅 给许七威秦颖和林英说了一声 又跟罗小龙张安武序等人 吩咐了一些事 最后跟假秀交代了一下 泽天集团 已经正式和注视集团展开了竞争 具体的事情 有人去负责 陆婷则只需要拿钱就行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这边的事情全部搞定后 苏默云也买好了高铁票 目的地是新澳 虽然是冬天 但新澳还是和夏天一样 苏默云去那里的原因很简单 可以穿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车票时间就在中午 陆婷则看了看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快起床了 不然赶不上车了 陆婷则在苏默云屁股上 拍了一巴掌 催促道 一个小时后 陆婷则开车带着苏默云直奔高铁站 苏默云一路上彻底放飞了自我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1点40 两人堪堪赶到检票 成功上了车 从江城到新澳 总路程要五个小时 到新澳的时候 已经快六点了 陆婷则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 气温高了很多 陆婷则先是在网上 订了一个五星级酒店 打车和苏默云来到酒店后 两人没有去房间 而是来到酒店的饭厅吃饭 落座后 陆婷则去了洗手间 他已经憋了一路 几分钟的时间 陆婷则返回饭厅的时候 远远的就看到苏默云的旁边 站着一个模样俊俏的男子 男子脸上挂着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正和苏默云说着什么 苏默云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时不时看向卫生间的方向 看到陆婷则出来后 苏默云激动地挥了挥手 朝着跟前的男子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老公要来了 男子一致 转头看向陆婷则 上下打量审视了一圈 眉头微皱 陆婷则坐在苏默云对面 看着男子疑惑道 他是干嘛的 苏默云 你自己问他咯 陆婷则看向男子 男子彬彬有礼一笑 伸出手说道 你好 我叫华盛彬 很高兴认识你 陆婷则没有去握手 抽了一张纸巾擦起了手 反问道 有多高兴 华盛彬笑容一致 苏默云更是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苏默云的笑 让华盛彬的脸色更难看 他收回自己的右手 问道 两位来新傲 是来旅游的吧 陆婷则没给他好脸色 直接呛道 华先生 我们认识吗 你难道没听出来 我不想和你多做交流 身为男性 陆婷则太清楚 华盛彬的目的了 挖墙脚挖到自己身上来了 能给他好脸色才怪 华盛彬深吸几口气 最后看了一眼苏默云 微微弯腰 不好意思苏小姐 打扰了 我先走了 华盛彬离开后 陆婷则由衷地感叹道 哎 红颜祸水啊 苏默云白了他一眼 别平了 老公我跟你说 今晚呢 我们先休息 明天呢 我们起来后先去购物 然后呢 去几个景点逛网 苏默云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陆婷则只是安静地看着 时不时点点头 第二天 早上九点 陆婷则就被苏默云 强行从床上拖了起来 简单洗漱过后 带着陆婷则 汇入了新澳繁华的街头 新澳的物价很高 比起江城 翻了差不多两三倍 就这还供不应求 足以说明 新澳的人都很有钱 逛街的过程中 陆婷则充当刷卡 和提东西的角色 一早上下来 仅仅是购物陆婷则 就赚了三千多万 这还是后面苏默云 实在不好意思 陆婷则给他花钱 不买了才停手 将大包小包带回酒店后 陆婷则提出了 自己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要求 买一辆车 没有车太不方便了 这让习惯了有车的陆婷则 很不适应 说买就买 午饭过后 两人就去了新澳最大的车市 和江城不一样 新澳的车市 集中为一个大片区 这里是新澳唯一的车市 没有第二家 或许这也和新澳的面积 太小有关系 就在两人逛宝马店时 突然伴随着滴滴两声鸣笛 一辆深蓝色的马沙拉蒂 停在门口 一个戴着墨镜 穿着花衬衫的男子走了下来 旁边还跟着一个 穿着清凉的靓女 男子摘下墨镜 两人都认了出来 正是昨天有过 一面之缘的华盛兵 看到华盛兵 陆婷则一阵无语 按道新澳地方真小 这都能碰到 华盛兵带着女伴 静止走到两人跟前 笑道 好巧 你们也来买车 陆先生是准备 给苏小姐送辆车吗 苏莫云皱眉 下意识说道 华先生 我和我先生 只是来随便看看 说着 苏莫云很轻易地 挽住了陆婷子的胳膊 这一幕刺激了华盛兵 华盛兵眼珠子转了转 随即说道 好巧 正好我也打算 给我女朋友送辆车 小文 随便看 喜欢哪辆直接跟我说 旁边的清凉女 也就是小文 文言顿时喜上眉梢 抱着华盛兵的胳膊 更用力了 陆婷子摇了摇头 带着苏莫云打算离开 不想和这个脑子 有问题的人多纠缠 可华盛兵生怕 苏莫云不知道 他的财力似的 争着抢着 要好好在苏莫云面前 表现一番 好好错一错 陆婷子的锐气 苏小姐喜欢哪辆 我和这家店的店长认识 可以帮二位优惠一些 苏莫云皱眉 华盛兵 你爱给谁买车给谁买 能不能不要烦我们 说完 苏莫云拉着陆婷泽 朝着一旁走去 可华盛兵像个狗皮膏药一般 又跟了上来 苏小姐 我可是一片好心 新奥这边的车 可不比国内 稍微上点档次的都不便宜 我也是为了你男朋友着想 给他省点钱 小文这个时候 上下打量一番陆婷泽 腻歪着说道 真是的 华哥能帮你试你的福气 别不是好歹 苏莫云对这两人 简直无语至极 气愤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陆婷泽收到了 许七威发来的消息 老公 祝氏集团 已经全面开始 狙击我们泽天集团了 股市波动很大 账上的2000亿资金 怕是用不了多久 看到信息 陆婷泽回道 没事 放开手脚去干 钱这边有老公 回完消息 陆婷泽暗暗到一句 又要赚钱了 抬头看了一眼花圣兵 又看了一眼小文 最后将目光 落在店内的一辆宝马X7上 小云 所以 不管陆婷泽给他买什么东西 都没感觉 就是跟前的华圣兵 本来他以为陆婷泽 只是买辆普通的 类如三系五系这类的车 没想到陆婷泽直接开口 买了一辆顶配下来 差不多200万的车 察觉到旁边小文 略带炙热的目光 华圣兵顿时头大 眼看陆婷泽带着苏莫云 要去办手续 华圣兵眼珠子 转了转皮颠颠的 又跟了上去 陆总大手笔啊 200万的车说送就送 厉害厉害 陆婷泽和苏莫云 齐齐停下 回头看向华圣兵 你闲得没事但是吧 陆婷泽皱眉发问 华圣兵摸了摸鼻子 说道 陆总 一听 你们就是外地人 来星奥玩 怎么能不去玩两把德州扑克呢 我本地人 对这里熟悉得很 一会儿要不要去玩两把 放心 保你稳赚不赔 星奥最出名的就是博彩业 苏莫云哪能不知道 这华圣兵一看 就没安什么好心思 于是赤道 华圣兵 你再这样纠缠我们的话 信不信我报警啊 陆婷泽没理会 华圣兵的话 让他找到另一种赚钱的思路 只是他有些不确定 这样行不行 于是 陆婷泽在心里发问 系统系统 给女性钱去赌博算消费吗 这一次 系统难得有了回应 只要是给女性去消费 不管消费品种属性 吃喝玩乐 都算 系统的回答给了陆婷泽底气 陆婷泽嘴角微微上扬 拉住了就要拿出手机 打电话报警的苏默云 哎 人家华兄弟 也是一遍好心 来都来了 就玩玩嘛 后面 陆婷泽和苏默云办 购车手续的时候 华圣兵就一直在跟前黏着 生怕两人跑掉一样 一个多小时后 两人办完了手续 可以去开线车了 就在这时华圣兵凑了过来 陆总忙完了 忙完了 我们走吧 陆婷泽刚想答应 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拿起一看是罗小龙的电话 罗小龙一般不会给陆婷泽打电话 打电话都是重要的事 所以 陆婷泽没有理会华圣兵 物资接起电话 怎么了小龙 罗小龙 陆哥你人呢 六号八号不见了 什么 怎么回事 罗小龙 不知道 我接到消息就赶了回来 弟兄们有的睡着 有的跟吃傻了样 我怀疑有高手 听到这 陆婷泽几乎可以断定 绝对是二号干的 当初吴清新告诉过他 二号的异能是幻术和造梦 这种异能防不胜防 别说公司的那些个员工了 即便是他也不一定对付的了 简单的思考后 陆婷泽当机立断道 先别管六号和八号 保护好你几个嫂子 我现在就赶回去 罗小龙 收到 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吗 挂断电话 陆婷泽快步走到苏默云跟前 陈生道 家里出事了 对不起 我得回去 苏默云不是分不清轻重缓急的人 立即点头道 好 我们现在就回去 说完 陆婷泽看向刚刚买下的宝马X7 欣义横说道 车市回不去了 在这边买套房产 放这边吧 等什么时候 有空了 我再陪你逛完剩下的 苏默云没有多说 点了点头 旁边 华盛斌一听 两人不去赌场了 顿时急到 别啊 不都说好了 他话还没说完 陆婷则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剧烈的窒息感 让华盛斌脸部充血 我现在没工夫和你玩 最好给我让开 苏默云没管 在一旁拿出手机订了机票 最近的机票 两个小时候的 陆婷则松开华盛斌 华盛斌剧烈咳嗽了几声 不敢再黏着 要带他去赌场了 眼看两人要走 华盛斌眼珠子转了转 捂着脖子喊道 陆总 您刚刚说要买房是吗 我手里正好有套房 您想要的话 我卖给您啊 闻言 即将出门的陆婷则停了下来 考虑到要赶时间的问题 陆婷则没有多犹豫 说道 带我们去 华盛斌脸上一洗 急忙跑出门 主动坐上了宝马X7的驾驶位 开车带着两人飞速离开 至于小文 在车后追出门 气得疯狂 对着华盛斌的马沙拉蒂 一通发现 华盛斌口中的房子 距离这边不算远 十几分钟就到了 位于新澳莲花口岸附近 一片连排别墅区 这个位置属于新澳的黄金地段 房价高的离谱 和内地房价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陆婷则和苏莫云 简单参观了一下房子 几乎可以说是新房 买来都没有装修 还是毛坯状态 大概逛了一圈后 陆婷则问道 这栋房子 你想卖多少钱 华盛斌搓了搓手 犹豫着说多少合适 思来想去后 试探性地说道 附近这一片的房价都差不多 旁边那一栋1.2亿 那边那一栋1.6亿 我这个吗 陆婷则 两亿 可以的话就签合同 话音刚落 别墅大门口走进来一个身穿西装 手拿公文包戴眼镜的男子 陆婷则正疑惑时 苏莫云说道 我请的律师 买房的手续很繁琐 我们交了钱 剩下的交给律师去办就可以了 陆婷则点了点头 朝律师伸出手 你好 我姓陆 我姓罗 您叫我罗律师就好 互相认识后 陆婷则用苏莫云的身份证办了手续 直接给化圣钉赚了两个亿过去 第一 检测到宿主为女性花费两亿元 系统返现二十亿 已到账 陆婷则对系统的声音已经免疫 看向罗律师问道 罗律 我们赶时间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说完 陆婷则带着苏莫云出门头也不回地离开 罗律师人猛了 这人什么来头 买房的 不是买玩具 买玩具 还讲究个讨价还价吧 陆婷则没给他过多思考的时间 和苏莫云上了车 开车直奔机场 半个小时后 两人抵达机场 将车子停在了机场后 双双座飞机回了江城 不到两个小时 飞机降落在江城机场 飞机落地后 手机恢复信号 陆婷则立马看到了许其微零音 和秦颖发来的几十条消息 看着消息 陆婷则知道出大事了 小云 你先回家 我有急事要去处理 在机场和苏莫云分别 陆婷则拦下一辆出租车 直奔泽天集团 路上 陆婷则看了几人发给自己的消息 总结两点 第一泽天集团旗下三大巨头产业 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狙击和打压 棘手的事件层出不穷 第二法拍王 已经挂上了圆渡庄园的竞标项目 开始了盲标 所谓盲标 就是每个人都看不到对方出的价格 官方最后会选出 给家最高的公司或者个人成功竞标 陆婷则给许其微拨去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 许其微焦急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你哪去了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这个董事长怎么能联系不到呢 陆婷则自知理亏 说道 我马上到公司 现在有个问题 问你 圆渡庄园那个竞标项目 你的估价是多少 那边 许其微顿了顿 说道 圆渡庄园的项目是打包一起出售的 庄园本身估值在150亿到200亿之间 但算上其中的一架直升机 还有一架小型客机 另外一些硬性装修的话 400亿左右 许其微给出了这个数字 陆婷则思考了一下 估算了一下自己现在手里的余额后 不容置疑道 我们报价600亿 许其微 啊 这会不会太多了 就算买下也划不来啊 再说了 公司现在正缺钱 陆婷则 相信我 记住 以你的名义报价 见此 许其微不再多说 回道 好 我现在就整理报价送上去 陆婷则现在全部身家就600亿多一点 如果有的话 他恨不得报1000亿 挂断电话后 陆婷则又给罗小龙拨去了电话 聊了聊 现在 许其微 林英 秦颖三女都在泽天集团开会 所以 整个大地安保公司所有皇位 还有一大部分白位都在泽天集团 现在的泽天集团就是一只铁桶 就算二号再厉害 来了 也休想完好无损地离开 半个多小时后 陆婷则赶到泽天集团 还没靠近集团大厦的时候 陆婷则就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煞气 不用说 肯定是白位 皇位们的作用了 仅仅是这份气势 寻常萧小 就不敢造次 陆婷则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总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18楼 陆婷则禁止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内 所有高层悉数在场 除了许七威 林音情影 唐雷万起 山林阵足贾秀之外 底下的三个经理也在场 看到陆婷则的第一眼 三个经理齐齐愣住 当初面试的时候 三人见过陆婷则 当时陆婷则不想太麻烦 称自己是后勤部经理 陆婷则坐到主位 脱掉外套松了松领带 这一路 可是给他累得不轻 贾秀 帮我倒杯水 贾秀忙不迭跑去倒水去了 底下三个经理 见没有人反对陆婷则此举 都明白过来 陆婷则真的是 则天集团的董事长 事情我都听说了 说一下战况吧各位 陆婷则拿起假秀道的水 喝了一口 开口道 唐雷第一个说道 陆总 和我们腾辉公司合作的 芯片厂商 单方面中断了 和我们的合作 现在我们公司的芯片存储 只够用三个月 三个月后怎么办 万起山 昨天前天两天时间 我们万圣建业的三座工地 闹出了五条人命 其中一个工地 被迫暂停施工整顿 这一天下来 就是大几十万的消耗 我们拖不起啊 林镇组 食品安全监管局 昨天将我们企业生产的 三千吨食品 全部列为了不合格产品 这三千吨食品 我们至少损失五百万 听完三大巨头的陈述 陆婷则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 还行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陆婷则转头看向许七薇三女 问道 我们的动作回馈怎么样 许七薇皱眉摇了摇头道 效果不是很好 住市集团的背后资金太庞大了 两天时间 我们在股市上消耗了三百亿 没什么效果 林英 摔死了两个人 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死者的家人不去闹 可能是拿了好处 或者被威胁 不一定 秦英没说话 前段时间 他在恢复养伤 没怎么参与到工作中来 听完所有人的陈述后 陆婷则渐渐明了 环视一圈 看到所有人都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提不起精神 笑道 怎么 这就泄气了 每个人都眉头紧皱 一言不发 陆婷则 这才刚刚开始 与我们而言 结局只有两种 要么生 要么死 打赢这场战争 往后 我们泽天集团将无人能挡 近视坦途 打不赢 大家一快死 我还是那句话 天塌了 有我顶着 神要死 我第一个先死 说到这里 陆婷则看向三大巨头 问道 三位 现在不是留后路的时候 给我一个数 你们每人能拿出多少钱 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林郑祖第一个说道 我可以拿两千亿 文言 唐雷和万启山 双双震惊 作为竞争多年的老伙计 两人都知道 林郑祖 这完全就是拼命的架势 陆婷则哪能不明白 他们的心思 继续道 两位 我说了 这场战争 不会有第三种结果 要么拿出身家性命 拼一线生机 要么等死 选一个吧 陆婷则的话 让两人都安静了下来 陷入思索 办公室每个人都没说话 静静地等着 三五分钟后 万启山第一个站了起来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妈的拼了 我也出两千亿 唐雷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还能怎么说呢 我也拿出两千亿吧 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资产了 陆婷则点了点头 这个结果还算不错 好 我出六千亿 这次 就让我们和住室集团 好好碰一碰 如果说之前三人 都是怀着悲观的态度的话 陆婷则的话一出来 三人没来由的信心大增 他们三个人的钱 再加上陆婷则的六千亿 整整一万两千亿 还有公司账户上的资金 将近一万五千亿的资金 这个资金 即便是世家又如何 就算他们真输了 住室集团 也别想好过 食品安全局那边的事情 我来解决 其他事 你们自己做主 不要畏手畏脚 对方刀都架到脖子上了 还有什么担心呢 放开手脚去干 除了事 我担着 陆婷则大手一挥 豪气甘云 刚刚笼罩在会议室中的 灰败气息一扫而空 三女看着一脸傲然的陆婷则 满眼安逸 这就是领头羊的作用 领袖的作用 会议结束 陆婷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许七威 林英秦颖三人跟了过来 陆婷则走到秦颖跟前 说道 小颖 这段时间你们注意起 这样我能更好地保护你们 你们是我的软肋 绝不能出事 秦颖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嗯 昨天我就搬过来一起了 嗯 陆婷则点了点头 继续看向许七威和林英 说道 你们这段时间也要小心 这些人不是普通人 小龙他们会 24小时保护你们 我也一样 三女对视一眼 每个人都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说完 陆婷则掏出手机拨给武序 说道 来我办公室一下 挂断电话 没有五分钟 武序就到了 有一段时间没见 陆婷则一眼就感觉 现在的武序和之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他 应该也有皇位的水平了 阿絮 你帮我查查 食品安全局局上的信息 详细一点 要快 武序 知道了陆哥 还有事情吗 陆婷则 没了 去吧 记得别跟其他人说 武序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武序离开后 陆婷则又问道 七威 圆渡庄园的竞标 什么时候能结束 许七威 三天吧 三天后竞标就结束了 陆婷则 嗯 时间上差不多 当晚 陆婷则和三女回到中式合院 大门外 陆婷则先让三女进去后 转身对着罗小龙说道 打我 这已经是陆婷则 第二次试验罗小龙的实力 有了经验的罗小龙没有犹豫 目光中反而充斥着兴奋 退后两步 准备了一下后 狠狠一拳朝着陆婷则砸来 拳头带起的进风 烈烈作响 直奔陆婷则面门 陆婷则微微侧目 伸出手抓住了罗小龙的拳头 碰 沉闷的声响传出 陆婷则依旧纹丝不动 见此 罗小龙脸上兴奋的神情顿时散去 像被双打了的茄子 无精打采地收回了拳头 哎哟 陆哥 你为什么这么强啊 陆婷则复之一笑 没有回答 罗小龙不知道的是 陆婷则心里还是挺惊讶的 以他的估计 现在罗小龙一拳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750千克左右 也就是说 他已经拥有了黑位的水平 怪不得二号不敢来陆婷则家里 不错 你已经有黑位的水平了 继续努力 陆婷则拍了拍罗小龙的肩膀 笑着说道 文言罗小龙顿时瞪大了眼睛 满眼惊喜 真的吗 陆哥 我真的是黑位了 陆婷则点了点头 嗯 铜皮铁骨 越到后面越难学 不能骄傲 继续努力 说完 陆婷则就准备转身进门 这个时候 罗小龙快步跑到陆婷则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一脸神秘 陆哥 给你推荐个人 保证你大吃一惊 陆婷则 哦 谁 罗小龙掏出对讲机 陈皮陈皮 到大门这里来 快点 说完 罗小龙继续笑道 马上你就知道了 见此 陆婷则也不由得了 生起一丝好奇 很快 一个穿着大地安保公司制服 寸头 二十多岁的员工来到跟前 罗小龙拍了拍陈皮的肩膀 指着陆婷则说道 你不是一直想看陆哥吗 这位就是 陈皮的年纪比陆婷则大不了多少 也就二十五岁左右 整个人相貌平平 属于放在大马路上 没有特征的那种 此刻陈皮 看向陆婷则的眼神中 充满了热切 很激动 陆婷则疑惑地看向罗小龙 意思很明显 罗小龙急忙解释道 罗哥 你别看着小子相貌平平 天赋可是非同一般 你试试他的实力就知道了 陆婷则有些意外 将目光投向陈皮 笑道 这个名字挺好记得 来吧 用你的全力打我 陈皮一愣 有些愕然地 看向罗小龙 罗小龙一个脑瓜崩 敲在陈皮脑袋上 骂道 就你小子那三脚猫的功夫 还担心陆哥 让你打你就打 陈皮摸着自己的脑袋 吸了吸鼻子 随即后退两步 深吸一口气 陆总 那就得罪了 话音落下 陈皮身上的气势 陡然一变 左拳鸽蹦作响 直挺挺一拳 朝着陆婷则当凶杂来 但受到这股拳风的时候 陆婷则就已经 估摸出了一个大概 有些意外 碰 和罗小龙一样 陆婷则依旧 稳稳钻住了陈皮的拳头 身体纹丝不动 见此 陈皮的眼中 先是一片茫然 紧随其后是惊讶 最后和罗小龙一样 变成了沮丧 陆婷则点了点头 不错 七百千克的力量 你也有黑位的水平 听到这 陈皮再次抬起眼睛 满是惊喜 真的吗 陆婷则点了点头 看向罗小龙 他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罗小龙 一个多月吧 第二次实力考核的时候 他是九个皇位之一 这家伙 天赋贼恐怖 比我都厉害 听完罗小龙的话 陆婷则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如果真的如罗小龙所说 那这个陈皮的天赋 确实很恐怖 这满打满算不过 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从入门到黑位 很多比陈皮早接触 铜皮铁骨的 还在白位私混呢 陆婷则拍了拍陈皮的肩膀 不错 晋升成为黑位之后 月薪会涨到二百万 下个月正式生效 继续努力 陈皮一脸激动地站直了身子 更夸张的是 给陆婷则进了个标准里 是 陆总 陆婷则无语 不用这么客气 这段时间尤其是你们两个 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嫂子 听到了吗 两人接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夜 二楼阳台边 陆婷则穿着睡衣 站在阳台边 眉眼深邃 思考着应对之策 虽然他白天说得豪气甘云 可柱氏集团毕竟不是普通家族 他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相比柱氏集团 他的泽天集团 其实并不差什么 唯一差的地方就是底蕴 柱氏集团是世家 存在几百年的大家族 根深蒂固 盘根错节 不说其他 现在一个二号 就让他焦头烂额 更别说还有个一号没有出手 他真的能对付得了柱氏集团吗 这一刻 陆婷则竟然有些不自信了 正思考间 手机震动了起来 是林郑族打来的电话 陆婷则接了起来 不好了 陆总 我城北的仓库起火了 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 林郑族交集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陆婷则眼神凝重 问道 损失情况怎么样 林郑族 陆总 我镇业集团在江城就四个仓库 这一场火下来 最少损失几十亿啊 听到这个回答 陆婷则眉头紧皱 这住室集团的出招 还真是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啊 我知道了 先组织就火 好 陆总 我们 唉算了 都已经这样了 老子TMD和住室集团拼了 太欺负人了 陆婷则没说什么 挂断了电话 随后又给张安拨去了电话 张安 分出三个白位小组 分别去镇业集团三个仓库守着 再派五个白位小组 去万圣建业的工地 注意别被人发现 有任何情况 随时跟我通报 现在六号和八号已经被救走 大地安保公司 也没有了严防死守的必要 刚好这些白位派上用场 张安 是陆总 挂断电话 陆婷则看向窗外的眼神 变得沉宁很立了下来 想玩是吧 那我好好陪你们玩 夜幕深沉 充斥着一股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第二天 下午一点多 江城市储安楼私房菜馆 六楼包厢 四个从未见过的陌生男女 就着散装白酒 喝酒聊天谈生意 虽是散装白酒 可冒出来的 却是浓浓的酱香味 包厢里面非常热 每个人脸色红润 互相敬酒攀谈 爽朗的笑声 一波接着一波 陈局长 这次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等那个什么泽天集团倒了之后 这偌大的食品市场 到时候 陈局长可别忘了 我呀 王总客气了 这泽天集团 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和燕城注视集团叫板 被捏死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没错 这三个老家伙 掌控江城市场这么长时间 也确实该挪挪屁股了 让我们这些小企业 也分一口汤喝嘛 为首的男子五十岁上下 喝的是红光满面 头顶几根固灵灵的头发 都被吹捧的 不知该往哪边倒了 哈哈 几位都客气了 都是江城的企业 互相帮助 应该的应该的 再说了 一惊落万物声 等泽天集团倒了 到时候 各位谁愁没钱赚啊 其中唯一的一个女性鼓掌道 说的好称局长 不愧是当领导的人 出口成章啊 王总 不过 听说泽天集团那个董事长 挺有钱的呢 女人白了一眼 有钱能怎么样 能比住室集团有钱 再说了 在场的谁还没几个钱了 出来混是要有势力的 比如城局长这样的 您说是吧 城局长 来我敬您一杯 女人舌灿生花 两三句话给城局长拍的 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城局长端起酒杯 满面笑容和女人碰了一下 就在两人准备喝酒下肚时 突然 一阵敲门声响起 咚咚咚 几人面面相去 离门最近的王总转头赤斗 谁啊 不是说了 不要来打扰我们吗 懂不懂规矩 咚咚咚咚 外面没有回应 敲门声依旧 王总生气地站了起来 走过去打开了门 我说你是不是想死 话说到一半 王总的身体僵硬了下来 整个人缓缓后退 朝着里面退去 屋内的几人脸色各异 因为被王总挡着 所以他们不知道 来人究竟是谁 终于 王总退着重新坐到了 自己的位置上 而另外几人 也都看清了来人 陆婷泽 城局长皱眉出声 一眼就认了出来 陆婷泽微微一笑 随便拉开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听说你们在找我 陆婷泽环视一圈 面无表情地发问 刚刚还信口开河的几人 当看着陆婷泽 真真切切地坐在这里时 一句话也说不出 虽然他们几个也是老总 但老总也是分大小的 和陆婷泽相比 他们就是个屁 不约而同的 所有人都看向了城局长 城局长自知自己 必须要做点什么 眉毛一粒 拿出了自己的官腔 陆总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注意你和我说话的语气 陆婷泽根本不鸟他 拿起桌上的分酒器 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下 露出惊讶的表情 呦 毛子 不错呀城局长 生活过得挺滋润嘛 城局长脸色有些难看 今晚这顿饭 对他来说确实超标了 陆婷泽要拿这个做文章的话 他还真有点麻烦 所以 城局长选择了以静置动 静静地看着陆婷泽 想听听他到底想干什么 陆婷泽给自己倒了一杯 一饮而尽 紧接着又倒了一杯 端起酒杯 看向城局长 城局长 这次来呢 是希望城局长能帮我个小忙 听说镇业集团的三千吨产品 被评了个不合格 这一下子要损失好多钱 城局长 您见多识广 认识的人多 能不能帮帮忙 想想办法 说完 陆婷则朝着城局长举杯 眼神示意了一下 陆婷则演得真切 城局长一听陆婷则有求于他 顿时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冷笑一声 继续打着关枪 这个审查都是有标准的 不合格的产品 是不能流入市场的 不是我说了算的 文言旁边一直没说话的 王总插话道 是啊 陆总 您这么大的公司开着 怎么能生产这种 危害人民健康的产品呢 是吧 跟前的女人也附和道 就是 陆总这么有钱 损失这点钱算什么 就当买个教训呗 几人说完 陆婷则眼神彻底阴沉了下来 他缓缓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后 陆婷则站了起来 走到王总跟前 在王总不解的注视下 反手一个耳光 啪 声音起起响亮 王总直接被扇到了桌子底下 嘴角一雪 这还是陆婷则留守的结果 不然一巴掌可以扇死他 这有你说话的份 这一幕 吓坏了另外两人 尤其是刚刚说了话的女人 生怕陆婷则也打他 急忙站了起来 拿起包包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事 就不陪各位了 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说完 女人踩着高跟鞋 迅速地朝着包厢门口走去 可刚打开门 就被拦住了 拦住她的是一个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男子 面无表情地伸出手 虽然没说话 但意思很明显 女人这才明白 今儿个没那么容易走得掉了 于是重新返回包厢 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 程局长脸黑得跟锅底一样 自己的人被别人当着他的面 扇了耳光 这和扇自己耳光有什么区别 于是 程局长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啪 陆婷泽 你真当我是摆设士吗 陆婷泽转头看向他 哦 你不说我真忘了 你还在 说着 陆婷泽掏出手机 翻出几张照片后 递给程局长 相片里是一个四十多岁 风韵犹存的美艳妇人 在校门口接送一个男孩的画面 看到手机中的相片后 程局长猛地站了起来 你威胁我 还没完全站起来时 又被陆婷泽按在肩膀坐了下去 陆婷泽一手按着程局长的肩膀 一手按在桌子上 说道 程局长 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拐弯抹角 但喜欢记仇 你和住室集团的那些脏事 你觉得瞒得过我 咱们都是江城人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 你说是不是 程局长 你 陆婷泽 再说了 你能坐上今天这个位置 全靠你老丈人的扶持 这要是被你老婆知道 你在外面包了两个大学生 则则则 说到这里 陆婷泽的意思不言而喻 已经很明显了 程局长额头满是汉字 不知道是热的 还是被吓的 陆婷泽贴近程局长耳畔 小声道 老程 薛青怎么死的 我想你也有所耳闻 我这个人呢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喜欢杀人的 除非被逼急了 说完 陆婷泽松开了程局长的肩膀 重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 向着程局长举起 怎么样程局长 这杯酒 我敬您 程局长脸色殷勤不定 像吃了屎一样难受 紧紧盯着陆婷泽 没有动作 其他三个人大话都不敢说 眼神在两人身上来回扫事 三五秒后 程局长表情突然一变 露出了笑容 哈哈 陆总说的是 这杯酒应该我敬陆总才是 说着 程局长端起酒杯 和陆婷泽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陆婷泽嘴角微先 同样将白酒喝掉 程局长 刚刚陆总说的那个事 我听下面的人说过 这件事我看啊 纯粹就是个误会 我回去后立马着手调查 一定给陆总一个说法 前后反差之大 判若两人 陆婷泽笑了笑 那就好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几位吃饭了 下次有机会我做东 各位一定要赏光 说着 陆婷泽站了起来 眼神一一从王总几个人脸上扫过 最后离开了包厢 陆婷泽离开后 包厢里四个人 俨然没了刚刚的兴奋镜 唯一没说话的刘总 试探性地问道 程总 现在我们怎么办 碰 程局长重重一拳都砸在桌子上 是道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一群没用的东西 说完 程局长气呼呼地起身 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外套 气呼呼地离开了 第二天 林振祖给陆婷泽打了电话 高兴报喜 陆总 我的货好了 哈哈 食品监管局那边早上来了 称上次是他们弄错了 陆总您到底怎么办到的 陆婷泽文言 没有任何感觉 自顾自地倒了一杯水 好了就行 还是要小心提防 危机还没有解除 林振祖 是是是 我知道 我肯定会小心的 挂断电话 陆婷泽一边喝水 一边走到阳台边 思考着 正思考时 苏正豪的电话打了过来 陆婷泽接起 怎么了苏叔 陆小子 圆渡庄园的竞标项目定下来了 你小子可以啊 财大气粗 松了一口气 还是要谢谢苏叔叔中间斡旋帮忙 哎这是什么话 就算没有我 仅凭你出的价钱 很大可能也是你的 就是我看你这个名字 写的是许七威 没搞错吧 陆婷泽 没错苏叔叔就是许七威 苏正豪 哦那行 文件应该马上就下来了 晚上有时间没 好久没一起喝酒了 喝两桩 陆婷泽犹豫了一下 笑着回道 好啊 一定到 挂断电话 陆婷泽长出一口气 钱的事总算是了 接下来就得对付 剩下的一号和二号了 挂断电话没多久 陆婷泽就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陆婷泽 为女性消费六百亿 系统返线六千亿 已到账 很明显 政府那边的文件已经落实了 接下来只需要等文件下达就可以了 下午一点多 陆婷泽来到公司 直奔财务部门 走进秦颖的办公室 秦颖正在对着电脑敲键盘 没有注意到陆婷泽到来 陆婷泽走到跟前 在秦颖耳垂上 蜻蜓点水的轻了一口 秦颖触电一般的站了起来 刚想喝池时 看到是陆婷泽 白了一眼又坐了下去 干嘛 我现在很忙哦 陆婷泽没多说 将自己的银行卡 放在秦颖面前 这里面有六千亿 你完了转到公司账户 金额有点大 可能比较麻烦 你自己看着办 秦颖愣住 看着陆婷泽 老公 你真的是急事语啊 账户上就剩下几百万了 我挣筹呢 你就送钱来了 陆婷泽疑惑 催催他们 陆婷泽了然 人之常情 也没多说 嗯 辛苦了宝贝 你学校那边的事怎么处理了 秦颖本来假期已满 要回归学校的 后面因为手术耽误了 手术结束后 又留在了公司 秦颖 休学了 一年 陆婷泽有些意外 哦 你们老是没意见吧 秦颖 你说呢 意见大了去了 早上刚训完我 说了一大堆 陆婷泽点了点头 暗道得找个时间 帮秦颖把这件事处理了 离开前 陆婷泽来了一个法式诗文 给秦颖闹了一个大红脸 将陆婷泽推散出了办公室 与此同时 燕城 祝氏集团 会议室里 总共有四个人 分别是董事长祝江和 集团副总祝青山和祝长天 以及祝江和的儿子祝黎 祝江和坐在上位 夹着雪茄 底下 祝青山看向祝黎 皱了皱没道 哥 祝黎在这里 不合适吧 三弟祝长天附和着点了点头 嗯 的确有点不合适 祝江和扎巴了一口烟 说道 他刚从江城回来 有些事他比较了解 听到大哥这么说 两人也没再多说 祝青山 以我的估计 祝氏集团的流动资金 应该消耗得差不多了 倒是有点小瞧了他们 比我想象中的有钱 祝长天 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这次上战过后 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元气 祝江和看向祝黎 问道 二号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祝黎 六号和八号 已经被救了出来 本来二号 想对陆婷泽的家事动手来着 但跟前有很多厉害的保镖保护 没什么机会 不过爸你放心 二号 已经准备对苏默云下手了 听到这里 祝江和皱眉 看向祝黎 苏默云 苏正豪的女儿 祝黎点了点头 嗯 也是陆婷泽的女人 听完 祝江和沉眉思索 没有说话 祝青山 既然是苏正豪的女儿 这个时候惹苏正豪 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祝长天 嗯 二哥说的有道理 听完两人的话 祝江和将雪茄 暗灭在烟灰缸 你们以为 我们不动手 苏正豪就不会对付我们 这次元度庄园被查 后面就是苏正豪的功劳 不然就一个矛头小子 你们以为有那么大的能量 见此 两人都沉着脸 没有说话 祝江和站了起来 走到落地窗边 三大巨头分开的时候 我就没放在眼里 现在他们三个臭皮匠绑在一起 就能拧得过我们了 太天真了 祝青山 话虽如此 可我们确实 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继续这样下去 对我们也不利 祝江和摆了摆手 放心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祝氏集团的资金 已经撑不住了 再继续下去 首先扛不住的 肯定是他们 见此 另外两人都沉默了 晚上 陆婷泽开车来到了苏正豪 两人正有说有效吃饭时 陆婷泽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什么事 陆总 苏小姐被抓走了 闻言 陆婷泽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一脸凝重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刚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几个都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苏小姐人就不见了 听到这里 陆婷泽知道又是二号 知道了 立马去找 就算挖第三尺 也要给我找到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陆婷泽看向苏正豪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虽然没开免提 但苏正豪也听到了一些 眯着眼问道 小云不见了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 但陆婷泽还是点了点头 嗯 苏正豪放下筷子 靠在椅子上 用纸巾擦了擦嘴巴 眼神锐气逼人 这住室集团 还真是无法无天了呀 当晚 陆婷泽发动了 整个大地安保公司的人 全程搜寻苏沐云的踪迹 苏正豪也没闲着 通过警务系统 配合陆婷泽找人 晚上十一点多 陆婷泽接到苏正豪的指示 来到一家五星级酒店 整个酒店外围 全是大地安保公司的保镖 陆婷泽带着五个皇位上楼 来到1808号房间外 叮咚 门铃声响起 安静中多少带着一丝压抑的气息 没有人开门 其中一个皇位 刚要上前继续按门铃的时候 门打开了 皇位退了回来 陆婷泽一马当先 抬不走了进去 房间是总筒套 很大 陆婷泽走进门后 第一眼就看到一位裹着浴巾的男子 在吧台上享受着美酒 一脸惬意 他淡蓝色的瞳孔 在昏暗的灯光下 更显妖异 陆婷泽谨守心神 看了一眼旁边紧闭的卧室门 苏莫云呢 二号抿了一口洋酒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看向他 朝着卧室挪了挪嘴 在里面休息呢 陆婷泽心生不安 没有再理会二号 走过他身边 静止朝着卧室里走去 你的女人 很润 在经过二号身边的时候 二号突然开口 说话时 还不忘舔了舔嘴唇 一脸迷醉 文言 陆婷泽顿时怒火中烧 一把掐住二号的脖子 将其提了起来 你对他做了什么 二号身子悬在空中 呼吸困难 表情却带着一丝享受 我 我说 你的女人很 很润 陆婷泽的手掌 不受控制地捏紧 整个身子因为愤怒 开始颤抖了起来 二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淡蓝色的瞳孔 紧紧地盯着陆婷泽的眼睛 诡异的气息开始蔓延 同一时间 陆婷泽周身的景象 瞬间发生了变化 前面二号的身影消失了 他来到一片虚无的空间 无上无下 无左无右 陆婷泽环视一圈 在不远处 看到一个透明的 巨大的正方体玻璃房间 他脚步飞快 朝着玻璃房跑去 可随着他的靠近 玻璃房同时也开始远离 就好像两个相反的词集 永远也不会碰触到一起 陆婷泽越跑越快 气喘吁吁 可玻璃房仍旧和自己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远不近 不知道追了多久 陆婷泽停下脚步 呼吸略显粗重 同时 玻璃房中 凭空出现了第二个人影 正是二号 他浑身赤裸 正和苏莫云 坐着不可描述之事 看到这脸 陆婷泽牙自欲裂 瞳孔冲雪 他拼尽全力 朝着玻璃房冲去 恨不得上去 将二号生吞活泼 八皮抽鸡 可他仍旧碰触不到玻璃房 只能眼睁睁看着 看着两人做那种事 啊 陆婷泽撕心裂肺的一声大吼 痛彻心扉 定 也就在这时 虚无中突然响起一声熟悉的轻响 这声音 如幽泉落冰 午夜中鸣 陆婷泽浑身一个机灵 刹那间停下脚步 他眯着眼 环视周遭 虚无的空间 找不到任何出口 看到这里 陆婷泽思维回归 他知道自己应该是 陷入了二号制造的梦境中 他果断地闭上双眼 调整呼吸 紧接着 给我开 一声怒吼 如九天落雷 周遭虚无的空间 如玻璃般层层破碎 陆婷泽也终于回到了现实 总统套内 陆婷泽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吓坏了旁边的二号和八号 二号捂着脖子 呼吸还没捋顺 满打满算 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陆婷泽就醒了 这让二号猝不及防 意料之外 陆婷泽环视一圈 目光落在八号身上 他还是那么美 尤其那一双 带着腰衣白色的瞳孔 让人不觉得身陷其中 陆婷泽只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眼神 略带血腥的毛子 头向二号 嘴角凝笑 你在玩火 花音落下 陆婷泽的身影消失了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二号跟前 势大力尘的一拳 重重地砸在二号的小腹 碰 沉闷的声响响起 二号整个人被砸飞 撞毁了吧台 砸到墙壁上 口喷鲜血 五脏未夷 陆婷泽不罢休 如腹骨之躯 紧随其上 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将其整个提起 狠狠摔在地板上 碰 据响过后 二号瞬间失去了意识 浑身骨骼 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同一时间 陆婷泽心有所感 脑袋微侧 一抹寒光掠过 擦着他的耳畔射了出去 没入墙壁 陆婷泽回头 房间中 六号无情心赫然出现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放开他 门外 听到动静后 五个皇位涌了进来 将六号和八号围了起来 陆婷泽起身 甩了甩拳头 冷着脸扫了一眼六号和八号 没有多说 转身走进卧室 卧室里 苏莫云安静地沉睡着 盖着被子 嘴角微微上扬 似乎正在做着什么美梦 陆婷泽走到跟前 犹豫了一下 颤抖着手 掀开了被子 被子下 苏莫云浑身赤裸 身上挂着几处 遭受虐待的痕迹 看到这里 陆婷泽心里窒息般地难受 他快速地又盖上了被子 眼神彻底冷了下来 他转身走出卧室 来到外面的客厅 六号和八号 此之发生了什么 一脸复杂地看着陆婷泽 陆婷泽冰冷地扫了两人一眼 没做理会 抬步走到昏迷的二号跟前 将其提了起来 狠狠一巴掌抽在其脸上 将其抽醒 二号思维回归 感受到身体中 撕心裂肺的痛楚 牙关紧咬 陆婷泽掐住他的脖子 将他抵在墙壁上 一把扯下他身上的浴巾 朝着跟前的皇位伸手 刀 皇位文言 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 递给了陆婷泽 二号猜到了陆婷泽的目的 眼中终于浮现出一丝慌乱 陆婷泽 你不能这么做 若氏集团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一定会杀了你的 陆婷泽仿佛没听到一样 攥着匕首 朝着二号下身 狠狠一划拉 啊 二号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几个皇位都转过了脑袋 就连六号和八号 都有些不忍直视 闭上了眼睛 陆婷泽仍不罢休 死死掐着二号的脖子 任凭二号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就在他准备 将匕首刺进二号的咽喉时 门口处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苏正豪带着三个刑警进来了 进门第一眼 苏正豪就看到了 即将对二号下死守的陆婷泽 小陆 匕首已经刺破了二号的皮肤 鲜红的血液流出 陆婷泽停了下来 整个身子清晰地颤抖着 苏正豪意识到了什么 问道 小云呢 陆婷泽没说话 他不知道怎么开口 怎么跟苏正豪说 苏正豪看向卧室 心有所感 快速走进卧室 不一会儿 苏正豪又出来了 沉着脸 像一口即将喷发的火山 他来到二号跟前 二号虽然失去了男人的根 受陷于人 可眼中却带着嘲讽的笑容 苏正豪盯着二号看了很久 最终 他开口道 他还有用 陆婷泽知道 苏正豪这话是对他说的 可就这么放了二号 他做不到 所以 他一直没放手 死死地瞪着二号 握着匕首的手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二号 陆 陆婷泽 杀了我 杀了我呀 二号宁笑着 失去了男人的根本 而且被这么多人目睹 他也不想活了 陆婷泽的胸膛 剧烈起伏了一会儿 随后 在苏正豪等众人的注视下 拿起匕首 毫不留情地刺进了他的眼睛 啊 二号惨叫出声 整个身子迅速地抖动着 那是因为疼的 陆婷泽眸子一片平静 仿佛眼前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鸡 一头猪 他亲手挖掉了二号的两颗眼珠子 将其丢在脚下 狠狠踩碎 所有人都沉默着看着 每个人心里的感受不尽相同 这一次 苏正豪没有再阻拦 做完这一步后 陆婷则松开了二号 二号的身子 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因为剧痛 再次晕了过去 苏正豪皱眉看了一眼 朝着几个刑警喊道 带走 文言几个刑警上前 将昏迷的二号 带离了此处 剩下六号和八号 苏正豪看着两人 沉声说道 虽然你们是艺人 我们管不了你们 可艺人也得遵守规则 你们坏了规矩 好自为之 说完 苏正豪转头看向陆婷则 表情很复杂 他理解陆婷则的处境 可受伤的人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对他的怨气 怎么会没有 我的女儿 我自己来保护 说完 苏正豪转头朝着跟前的 一位女刑警说道 出去买两件衣服 后面 女刑警出门买了衣服 帮苏莫云穿上了衣服 苏莫云被二号催眠 处于深度睡眠 整个过程都在沉睡 苏正豪带着苏莫云和刑警离开后 陆婷则走到残破不堪的把台跟前 到了一杯酒一而尽 抬头看向六号和八号 眸子充血 六号此刻还没有从陆婷则 刚刚的残忍手段中回过神来 见状急忙解释道 这件事和我们没关系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这样了 你相信我们 陆婷则没说话 走到六号跟前 六号有些害怕地退后了一些 心有余悸 陆婷则又来到八号跟前 八号倒是很平静 注视着他 陆婷则挥了挥手 与其疲惫 带回去 关起来 几个皇位上前 将两人捆了起来 两人没有挣扎 有陆婷则在这里 他们的挣扎有什么用吗 晚上 陆婷则没有回家 心里烦躁的他 独自开车在凌晨的大街上 漫无目的地晃荡 凌晨一点左右 陆婷则看到一家 还在营业的烧烤店 叫月亮不睡烧烤 陆婷则轻笑一声 停车后走进店内 烧烤店里 坐着两三桌客人 有男有女 声音很大 陆婷则找了一个 稍微僻静一点的角落 刚坐下 一个眉眼清秀的女孩 拿着菜单走了过来 先生几位 陆婷则 就我一个 一盘醋泡花生 一箱啤酒 听完陆婷则要的菜 女服务生有点意外 不确定地问道 先生您确定 只要一盘醋泡花生吗 陆婷则这个时候 才抬头看向他 四目对视的一刹那 女孩有些害羞地 一开了视线 马上给您上菜 几分钟后 一盘醋泡花生 摆在桌子上 还有一箱啤酒 放在脚下 陆婷则一个人喝了起来 两颗花生米 一瓶啤酒 不到半个小时 一箱啤酒喝光了 陆婷则却还清醒得很 反倒更痛苦了 老板 再来一箱啤酒 陆婷则一声大喊 女孩闻眼跑了过来 看了一眼一箱空瓶 和没有吃完的花生米 女孩吸了吸鼻子 说道 先生 要不要给你上两个菜 陆婷则转头 我只要啤酒 快点 见状女孩只好无奈离开 又搬了一箱酒过来 附带着还送了一盘炒牛肉 看着桌子上的牛肉 陆婷则疑惑地看向女孩 我没要这个菜 女孩连忙摆手 不是不是 这是我们店送的 今天刚好做活动 不要钱 陆婷则哪里不知道 这是他的借口 按照这女孩 心地还挺善良的 没有再说 就这花生米和牛肉吃了起来 这个女孩很重要 大家可以猜猜她的作用 很快 一箱啤酒又被喝光了 牛肉也吃完了 陆婷则起身 朝着卫生间走去解手 解完手出来后 陆婷则就听到一阵争吵声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他看到 刚刚那个服务生女孩 正在被一桌社会人士欺负开油 爱来吗 陪我们喝一杯 就一杯 不多喝 赶紧喝 我们在这消费了七八百 让你喝杯酒怎么了 别给脸不要脸了 就是 喝一杯酒而已 这么大的店开着 这点面子都不给的吗 陆婷则听了一会儿 不打算多管闲事 走到自己的桌子上 准备将剩下的一瓶啤酒喝完走人 虽然喝了两箱啤酒 可陆婷则依然很清醒 这就是铜皮铁骨的作用 导致现在陆婷则 不管是房市时间 亦或者是酒量 都提升了一大截 本来想买得最省省心烦 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 一瓶酒喝完 陆婷则拿起衣服和手机 来到把台跟前 老板 结账 女孩听到声音 朝着陆婷则这边喊道 唉来了 等一下 说完 女孩一脸卑微地看着几个男人 我先过去结个账好不好 结完账再过来 说完 女孩就准备离开 却被其中一个男人 一把攥住了胳膊 走 走哪去 妈的 喝两箱酒点一个菜的穷鬼 让他等着 女孩皱眉 挣扎着 你先放开我行不行 你再这样我报警了 男人一听 女孩竟然这妖牛气 在酒精的作用下 起身冲着女孩脸上 就是一巴掌 啪 妈的 给你脸了是吧 知不知道我哥是谁 还报警 你报一个 老子看看 女孩捂着脸 紧摇嘴唇 无力又无奈 就在他接过满满一杯白酒 准备喝的时候 一只大手拦在了他面前 陆婷则从女孩手里拿过酒杯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几个人 仰头一眼而尽 各位 一个小女生而已 没必要 陆婷则将喝完的空酒杯 放在桌子上 脸上尽量表现出 人畜无害的笑容 几个醉汉见状 互相对视一眼后 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妈的 你知道这一瓶酒多少钱吗 你也配合 给老子吐出来 陆婷则看了一眼 桌子上的酒瓶 白云边 两三百块钱一瓶 当然 价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生气了 但又一想到苏正豪之前 提醒自己的话 陆婷则摇了摇头 又压下了火气 不打算惹事 转头对着女孩说道 算下钱吧 女孩正正地看着陆婷则 刚刚陆婷则从他手里 拿过酒杯 一饮而尽的影子 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哦好 我这就 这就算 说完 女孩就准备离开去柜台 不料 一个醉汉站起身 挡在女孩面前 我们让你走了吗 见此 陆婷则的眼睛 彻底阴沉了下来 人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见 好言相语时 对方反而觉得你好欺负 非得捶他一通 他才听话懂事 看着女孩 一脸无辜的表情 陆婷则面无表情地开口 我数到三 立马给我让开 醉汉不屑地冷笑着 呦 你真以为老子下大的 陆婷则 一 醉汉 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陆婷则 二 醉汉 想装英雄救 碰 醉汉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一声沉闷的声响 刚刚还在面前 站着的醉汉 人已经飞了出去 撞到好几个桌子 倒地昏迷不醒 见状 椅子上的一个人 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但刚站起来 就被陆婷则一脚揣在膝盖处 整个腿折出了一个恐怖的弧度 撕心裂肺的叫声传出 啊 陆婷则手里动作不停 抓起筷子 狠狠插在剩下一个人的手背 筷子透转过 啊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 三个最悍 全部被解决 这个时候 女孩才反应过来 吓得捂住了眼睛 啊 陆婷则拍了拍手 一脸冰冷 抬起脚步 朝着柜台走去 扫了一下桌子上的二维码 赚了两万块钱 陆婷则 多出来的是陪桌一档 说完 陆婷则头也不回地 朝着门外走去 叮 微信收款两万元 直到收款提示音响起 女孩才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 快步追了出去 等一下 快走到车跟前的陆婷则停下脚步 转头疑惑地看着女孩 女孩走到陆婷则跟前 拿出手机 那个 我叫原青 是这家店的老板 方便加个微信吗 你给的钱多了 完了我把多出来的给你转过去 陆婷则以为是什么事 摆了摆手 不用 多出来的就当是那盘牛肉钱了 说完陆婷则不再迟疑 转身离开 上了自己的车 离开 至于什么酒驾不酒驾的 他不在乎 目送着陆婷则的车子离开 原青紧紧抿着嘴唇 紧握手机 一脸痴迷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可同样哪个美人不喜欢英雄呢 如果陆婷则查看原青对他的好感度 就会发现 这个初次见面的女生 对他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八十 又一个一见钟情的女人 不过应该和周明的一夜情不同 日 燕城 一处不知名的院落 和唐连池 竟是枯叶败叶 东风凛冽 弯弯曲曲的石桥上 一道身穿休闲服饰 三十左右的男子 手里拿着一袋鱼石 丢围着池塘里各色的鱼儿 闲情逸致 石桥尽头 祝江河缓步走来 停在男子身边 二号出事了 祝江河开口 文言 正欲撒鱼石的男子 手掌一掷 很快便恢复过来 一边位于一边道 其他人呢 祝江河 四号五号六号八号被抓 七号九号十号被杀 二号被废 现在 就剩下你和小冷了 从祝江河的言语中 不难判断出 眼前这个面色甜淡的男子 就是一号 一号文言 安静了一会儿 而后问道 都是那个陆亭泽干的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 但事实确实如此 祝江河点了点头 嗯 我小瞧了他的本事 这次 别你出马了 不要杀他 把他带回来 我要把他做成人质 让他亲眼看着自己 一手创建的一切 灰飞烟灭 我要他看着自己的女人 成为其他人的玩我 说这些的时候 祝江河特别用力 很明显接连的失利 让他的道心 也受到了影响 一号第一时间没有答应 思考了大概两分钟后 说道 好 听到这个回答 祝江河伸出手 拍了拍一号的肩膀 我知道 你的伤势还没完全恢复 我会让三号辅助你 一号 不用 我一个人就够了 见此 祝江河没有多说 转身离开 泽天集团 高层会议结束 三大巨头和陆婷泽的款项 均已到齐 确定了后续的战术后 众人散去 三女留在最后 等其他人都离开后 许七威上前 看着面无表情的陆婷泽 关心道 婷泽 你没事吧 陆婷泽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有点累 见此 三女对视一眼都没说什么 你们去忙吧 这段时间辛苦了 七威 下午你和我去一趟圆渡庄园 文件下来了 过去办一下手续 许七威点了点头 秦颖和林英两人 离开了会议室 前往圆渡庄园的路上 副驾驶的许七威 犹豫很久 最终还是问道 老公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陆婷泽看向许七威 为女人的第六感感到惊讶 他自认为表现的 已经足够自然 陆婷泽 没事 你不要多想 嗯 政府的文件 今天上午下发 陆婷泽成功拿到了 圆渡庄园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但还是有一些手续需要办 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手续终于办妥 至此 这座灰红广袤的庄园 成了陆婷泽的资产 严格来说 是许七威的资产 手续办完后 许七威就回了公司 陆婷泽给张安打了一个电话 大地安保公司签纸的事情 也提上了日程 办完这些后 陆婷泽思来想去后 还是给苏正豪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最后被接起来 那边苏正豪没有说话 但陆婷泽知道他在听 嘴唇捏入了好一会儿 陆婷泽艰难开口 小云 怎么样 陆婷泽立即发动车子 前往苏正豪家 苏正豪家 苏默云的卧室门紧闭 自从醒来后到现在 一句话都没说过 不论苏正豪和唐秀云 怎么喊都没用 要不是能听见 隐隐约约的哭泣声 两人甚至担心 苏默云寻短见 唐秀云也抹着泪 女儿遭受了这样的遭遇 他这个做母亲的 比任何人都要难受 老公 这件事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 这口气 我不会就这么咽下去的 你要是不给女儿出这口气 我就带女儿离开 你再也别想看到我们 苏正豪沉着脸 眸子平静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门铃声响起 苏正豪起身开门 陆婷泽一进门就问道 小云呢 苏正豪平静地看着陆婷泽 还没说话间 唐秀云站了起来 快步走到陆婷泽跟前 甩手就是一个耳光 啪 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女儿的 陆婷泽侧着脸 没有反应 这一巴掌他呆爱 对不起 是我没照顾好他 唐秀云捂着嘴 泪流满面 最后泄气似的 转身回了卧室 陆婷泽走到苏默云卧室门前 深吸一口气 敲了敲门 小云 我是婷泽 卧室里 哭泣的声音变大了一些 但是没有回应 陆婷泽 对不起小云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没有照顾好你 没有 说到一半 房门打开了 穿着睡衣的苏默云 满脸泪痕 眼眶红肿 站在陆婷泽面前 看到苏默云这副模样 陆婷泽心里难受得要命 他一把将苏默云揽进怀里 对不起小云 对不起 苏默云 呜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呜 我配不上你了亭泽 我配不上你了 呜呜 听到苏默云这么说 陆婷泽严肃道 别胡说小云 事情因我而起 你是受害者 什么配上配不上 在我心里 你是最漂亮的 比以前还要漂亮 苏默云好受了许多 唾气道 那 那你还会对我像以前那么好吗 陆婷泽松开苏默云 温柔地 将他脸上的泪珠逝去 我会比以前对你更好 我发誓 苏默云心里仅存的隔阂 随着陆婷泽的这句话消散 他崩溃得嚎啕大哭 紧紧搂着陆婷泽的肩膀 安慰了好一会儿 苏默云的情绪 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唐秀云见状也开心了很多 和苏默云重新做饭去了 书房里 陆婷泽看着独自抽烟的苏正豪 沉着脸坐在苏正豪对面 低头道歉 对不起苏叔 是我没照过郝小鱼 抱歉 苏正豪深吸了一口烟 摆了摆手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 陆婷泽抬起头 目光灼灼 我打算亲自去验城 找住室集团算账 听到陆婷泽的回答 苏正豪站了起来 走到窗边 现在 你是泽天集团的主心骨 你一走 不是给住家的人机会吗 陆婷泽当然也知道 回答 可是 我总不能这样干等吧 这样太被动了 苏正豪沉默了一会儿 男男道 住室集团敢对我女儿动手 说明他们急了 我会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全力支持你的一切行为 包括我的个人意志 我会联合验城警方 向住室集团施压 但在这之前 有个人我想给你引荐一下 会对你有所帮助 陆婷泽 谁 苏正豪 见了你就知道了 随后 苏正豪看了看手表 男男道 应该快到了吧 话音刚落 门铃声响起 苏正豪 来了 出去见见吧 两人走出书房 唐秀云已经开了门 陆婷泽一眼 就看到了一个 眉眼有神的漂亮女人 女人大概三十岁左右 长发披在脑后 一身黑色风衣 高跟鞋 将其一米七几的个头 衬托得更加高挑 尤其是那一双大长腿 可以说是很多男人的 梦中情腿 而且女人很美 颜值丝毫不输情影 甚至在女人味方面 游游过知 最重要的是 她的身上 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气质 超脱尘势 一世独立 苏伯伯唐阿姨 好久不见 进门后 女人笑颜如花地打招呼 手里拎着两盒礼品 哟 小景 快快快 快进来 正好 饭菜马上好了 怎么穿这么少 冷不冷 唐秀云很高兴 从小景手里接过礼品 带着齐进了房间 苏莫云也看到了小景 笑着跑过来喊道 小景见 小景看着苏莫云 有些惊讶 小云肠这么大了呀 真是女大十八遍 越来越好看了 一家人先是一通客气招呼 而后 苏正豪带着小景和陆婷 则进了书房 书房里 进门后 小景落落大方地 朝着陆婷则伸出手 你好 陆总 陆婷则有些意外 伸出手和小景握了握 她的手很滑 很嫩 你好 你知道我 小景倾笑 将整个江城搅得 天翻地覆的人 想不认识都难 从她的话语间 陆婷则能听出一丝 不同寻常的气息 疑惑地 看向苏正豪 苏正豪笑着压了压手 坐吧坐吧 介绍一下 他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想必你们知道的信息 比我还要全面 说完 苏正豪看向陆婷则 哦 你之前不是问过 江城有没有世家吗 听到这 陆婷则意外地看向小景 很明显 这个漂亮女人 竟是世家之人 而且是江城的世家 两人先后落座 苏正豪继续说道 小景 江城文家千金 可别小瞧她 军部中校军衔 我见了都得叫一声长官 陆婷则听后 眼中露出浓浓的惊讶 在看眼前的文景 他很难想象 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人 竟然已经是中校级别的长官 虽然他对军队的军衔 没什么概念 但也知道 这个年纪中校军衔 是多么离谱的一件事 出于好奇 陆婷则调动系统 查看了一下文景的属性面板 姓名 文景 颜值 九分 贤惠值 十分 忠诚度 十分 商业天赋 七分 健康值 十分 心机值 十分 看完文景的属性面板 陆婷则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到底是个什么妖孽怪物 六个属性 四个满分 离谱 离大谱 这家伙 看着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陆婷则正疑惑时 突兀的声音响起 陆婷则厚之厚觉地看向文景 就看到他一脸淡笑地看着自己 很明显 刚刚的话是他的心里话 陆婷则愕然 紧接着嘴角微微上扬 好家伙 第一次见面就被人说成不太聪明 这女人 有意思 文景 OS 也不知道 我爸到底看中他哪里 竟然让我亲自跑一趟 过分 文景的心里话不断 被陆婷则听了个清清楚楚 苏正豪 小陆 文家便是江城唯一的世家 虽隐识不出 但手眼遍布整个江城 此次出山 也是住室集团折腾的动静太大了 说到这里 苏正豪又看向文景 说道 我和你爸电话聊过 住室集团的事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比我更清楚 你爸应该也跟你提起过他 文景点了点头 嗯 我爸说 陆总是个很厉害的年轻人 说到这里 文景目光湛然地看向陆婷则 在他的眼中 陆婷则看到了明显的审视意味 陆婷则微微一笑 不卑不亢地说道 文老爷子谬赞了 文景 听说陆总是一位自由艺人 陆婷则张了张嘴 突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身份 说不是吧 自己拥有系统 的确和普通人不一样 说是吧 自己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人 纠结了一会儿后 陆婷则回道 不算吧 文景没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口舌 继续说道 你和祝氏集团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不得不说 你胆子确实挺大 祝家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世家 但也不是普通人能抗衡 你能坚持到现在 已实属不易 听说你收射二号 说明你实力不错 我这次来呢 是受人所托 来帮你的 文景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陆婷则知道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思索了一下后问道 条件是什么 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陆婷则已经猜到了一些 只听文景说道 很简单 我可以帮你对付住家 条件就是 事成之后 你得加入我们文家异能团 果然 和陆婷则猜得没太大出入 陆婷则想都没想 笑着摇了摇头 对不起文小姐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这个人自由惯了 不喜欢束缚 文景没想到陆婷则会拒绝 就连苏正豪也没想到 这我没道 小陆 你一个人对抗住家 即便有我的帮扶 也不会很容易 苏正豪的暗示 意味可以说很明显了 陆婷则哪能听不出来 但他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谢谢苏正豪的好意 我真的不习惯 见此 文景和苏正豪对视一眼 双双皱眉 陆婷则又听到了文景的心里话 文景 OS 真是不知好歹 能进我文家异能团 不知道是多少艺人梦寐以求的事 这小子竟然拒绝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呀 虽然是有那么一点 陆婷则有些好笑 但没表现出来 文景 陆总 我们文家的异能团 和文家家族 是互相独立的 不是附属关系 而是合作关系 而且 我爸说了 只要你答应 进入我们文家异能团 他可以给你副团长的职位 听到这里 苏正豪有些意外地看向文景 似乎这个职位 超出了他的预料 这一次 陆婷则没有再着急拒绝 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可以是可以 但我也有个条件 文景 你说 陆婷则 我可以加入你们文家异能团 但你们不能干涉我的私人生活 而且 我随时可以退出 听完陆婷则的话 文景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陆婷则 你以为这是玩过家家呢 你知不知道 陆婷则抬手打断他的话 面色毫无波澜地说道 文小姐 这就是我的条件 我只管提出 答不答应是你们的事 而且 就算没有你们 助家我灭定了 耶稣来了也就不了 我说的 这一刻 陆婷则身上的不可一世 被发挥到了极致 文景看着他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苏正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正尴尬时 敲门声响起 紧接着苏陌云推开了门 探静脑袋说道 爸 小金姐 亭泽 吃饭了 文景的胸膛 剧烈起伏了一会儿 波澜壮阔的曲线一览无余 紧接着 文景恨恨地瞪了一眼陆婷则 转身离开了书房 身后 陆婷则和苏正豪 也先后走了出来 饭桌上 五个人围成一圈 这顿饭 吃得格外压抑 饭后 陆婷则离开了苏正豪家 独自一人开车离开 冬天的江城 黑夜降临得格外早 下午六点不到 天色就已经暗了 陆婷则心里事情很多 毫无头绪 偶然间他看到了一家熟悉的招牌 月亮不睡烧烤店 刚刚在苏正豪家 本来也没吃饱 于是陆婷则将车子停下 准备进烧烤店吃点东西 走到门跟前 陆婷则发现 店门竟然从里面挂了锁 一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后厨忙活 店内桌椅烂了一地 看到这里 陆婷则想到了什么 沉着脸敲了敲门 听到声音 里面正在收拾的元清回头 看到是陆婷则后 慌忙擦拭了一下脸上的灰尘 小跑着过来打开了门 你 你来了 元清有些拘束 神色尴尬 吃点什么 你等一下 我给你收拾一张桌子出来 说着 元清就准备将倒在地上的桌子扶起来 陆婷则拦住了他 问道 是昨晚那几个人弄的 元清吸了吸鼻子 应该是为了不想让陆婷则惹事 违心地摇了摇头 不是 是 是 一时间竟然想不出一个借口来 他的谎言 怎么能瞒得过陆婷则 陆婷则问道 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 告诉我 元清连忙摇头 说道 你别管了 你惹不过他们的 昨晚 昨晚其中有一个人的哥哥 在华西路派出所当大队长 他们正在找你呢 要邀你还是走吧 说着 元清推着陆婷则朝着门外而去 陆婷则抓住他的手腕 有些生气 你这么懦弱 只会让他们觉得你好欺负 这件事因我而起 我会帮你解决 告诉我联系方式 元清挣扎了一下 没用 眼泪汪汪地说道 我说了我不想继续了 难道都不行吗 我这就是小本买卖 经不起你们这些大人物折腾 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元清的话 让陆婷则心里一疼 现在 不是你说想结束就结束的 他们这种人 不把他们打怕 是不会罢休的 是 仿佛是为了验证陆婷则所说 他话音刚落 烧烤店外两辆金杯面包车急沙停下 车门打开 从车上下来十几个年轻混混 手持钢棍朝着店内冲来 看见这一幕 元清俏脸煞白 不自觉地抓住了陆婷则的衣摆 一脸惬意 陆婷则一脸冰冷地盯着这些人 一伙人像鬼子进村 乌泱泱地冲进烧烤店 其中为首的是一个文龙画虎的平头青年 手持钢棍指着店里面的设施 给我砸 全部砸了 说完 身后的众小弟就准备动手 陆婷则看准时机 一脚踢起一个椅子 撞在冲最前面的那个人腿上 小弟直接被打趴 捂着小腿满地打滚 这个时候为首的小青年 才注意到陆婷则 眼睛一眯 你就是昨晚打伤我龙哥的那个傻逼 陆婷则搬开一张椅子坐下 指了指店内的设施 这些都是你们干的 小青年冷笑一声 指高气昂 对 就我们砸的 怎么 不服 听说你很能打 能打有个屁用 我告诉你 出来混靠的是背景 靠的是谁人多 你一个人再厉害 能打过我们这群人 陆婷则闻言不禁有些失笑 突然他不想就这么结束这场闹剧了 一脸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以你的意思 我能喊来更多人 我就牛逼了 小青年 对 就是这么个理 算你聪明 陆婷则认真地点了点头 逃出手机 那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试试 能叫来多少人 小青年回头 和身后的众兄弟放声大笑 在他们看来 陆婷则此举 无疑是害怕了 问道张安 现在公司有多少人闲着 那边张安一头雾水 回道 最近新招了不少人 我算算啊 大概大概三百来人吧 不过都是些刚刚学习 铜皮铁骨的 怎么了陆总 陆婷则 叫上所有人 来华西路这边的月亮 不睡烧烤店 给你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必须见到人 张安一听 二话不说 是 马上到 挂断电话 陆婷则收起手机 看着眼前这十几个小混混 突然对一会儿的情景 有点期待起来 身后 元清悄悄拉拉拉陆婷则的衣服 意思很明显 陆婷则习惯性地 拍了拍他的手背 问道 厨房还能炒菜吗 元清缩回了手掌 脸颊发烫 能 上次那个炒牛肉 给我上一份 再来三瓶瓶啤酒 元清一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元清 OS 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吃饭喝酒 我都快急死了 陆婷则听见了元清的心里话 再次安抚道 别怕 有我在 没人伤害得了你 放心去做 见此 元清抿了抿嘴唇 转身走进厨房准备去了 门口位置 十几个混混 也相继搬过椅子坐了下来 他们的脸上 没有丝毫害怕的表情 小青年口中所谓的龙哥 就是昨天被陆婷则一脚踹飞的那个 虽然现在人在医院躺着 但龙哥的哥哥 亲哥哥金虎 是华西路派出所的大队长 仗着这层关系 金龙没少为非作歹 这件事无人不知 所以他们根本不拘陆婷则 而且 仅从外貌判断 小青年觉得 陆婷则更像是一个小白脸 一个能打的小白脸 小子 一会儿要是叫不来人 可别怪老子手里 家伙事不客气 陆婷则看着他 问道 你们在这一片 看起来很威风的样子 就不怕 上面有人查你们吗 陆婷则的询问 再次让小青年等人信心倍增 在他们看来 陆婷则这话 无异于是讨好了 小青年 不怕告诉你 没这个金刚钻 不懒这个慈禧活 你哥哥我 还真不怕 华西路派出所的金大队长 明白不 闻言 陆婷则一脸酣痴地鼓起了掌 满眼崇拜 哇好厉害好厉害 这时原青端着一盘牛肉 放在陆婷则跟前 又拿来三瓶啤酒放在桌上 陆婷则旁若无人地拿起筷子 吃了一块肉 打开啤酒 咕嘟咕嘟灌了好几口 吞咽酒水的声音 落在在场每个人的耳中 对面的混混们见状 结恨得牙根痒痒 巴不得上去将陆婷则弄残 喂 给我们上师盘牛肉 五香冰啤酒 听到没有 小青年挥舞着钢棍 指挥原青 原青害怕 刚要转身离开时 陆婷则抓住其手腕 将其拽到自己跟前坐下 并拿出一双筷子递给他 他们不饿 咱们吃就行 原青愣住 看着面前的筷子 又瞄了眼 跟前仿佛要吃人的小青年 进退两难 放心吃 他们敢打扰你我就揍他们 陆婷则将筷子往前递了递 原青慢吞吞地接过筷子 刚准备夹肉时 小青年再也忍不住了 一棍子敲在桌子上 碰 欺人太甚 你小子玩我们的是吧 兄弟们 给我砸 话音刚落 烧烤店门外 四眼的车灯射来 一连五辆奔驰商务车 外加几十辆传奇商务车 骑刷刷地停在路边 随后 车门骑刷刷打开 一个接一个的西装暴徒走下了车 好几百个西装暴徒 乌泱泱地压了过来 黑云压成一般 朝着烧烤店走来 领头的人正是张安 他的胸前 系着黄色的领带 其他人 一部分是白色领带 一部分没有系领带 这也是后面张安出的主意 为了区别员工的不同级别 小青年等十几个人梦了 下意识地让开了道路 张安进门 更多的保镖站在门外 张安沉着脸环视了一圈 在小青年等人的身上扫过 仅仅是那份气势 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可能和艺人相比 算不上什么 但和这些普通混混比 差距太大了 和这些人一比 小青年十几个人 就像小学生和黑帮 在小青年惊恐的注视下 张安来到正在吃牛肉的 陆婷则跟前 躬身弯腰 陆总 旁边 原青呆住了 就连刚刚放进嘴里的牛肉 都忘记了咀嚼 腮帮子圆鼓鼓的 竟有点可爱 陆婷则放下筷子 喝了一口啤酒 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嘴巴 转过身看向小青年 大哥 我只能叫来这么点人了 够不够啊 小青年看了一眼 外面站得密密麻麻的西装暴徒 双腿发软 一个不受控制跌倒在地 扑通 大大哥 你 您到底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别搞我了 小青年脸上的表情都快哭了 半猪吃虎也没这么吃的 这不是把他枉死了完吗 早知道招惹的对象是这么一个人物 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啊 陆婷则 哎哎哎 你怎么坐地上了 快起来快起来 不然一会儿 你的金队长该没我的口了 陆婷则一脸严肃 但小青年这个时候 哪里还看不出来 陆婷则这蠢蠢 就是拿他寻开心的搁着 大哥 大哥我错了 您别怨我啊 我也是受人之托办事的 大哥您饶了我吧 陆婷则收起了嬉皮笑脸的表情 沉声道 手机拿出来 给你的龙哥和金队长打电话 让他们十分钟内到这里 否则 后果自负 文言 小青年慌慌张张地拿出手机 手抖个不停 输密码的时候 输错了三四次 龙龙哥 你快点过来吧 出大事了 真的 你快过来吧 小青年直接哭了 没错 是真的哭了 哭得贼伤心 也不知道龙哥那边说了什么 挂断电话后 小青年说道 好好了 他们 他们很快就过来 陆婷则转头看向张安 告诉外面的人 一会看到龙哥和那什么金队长 直接给我逮进来 张安点了点头 嗯 知道了陆总 说完 陆婷则继续拿起筷子 吃起了牛肉 注意到旁边一脸猛逼的原青 笑道 吃啊 愣着干什么 原青如梦初醒 急忙夹菜吃了起来 陆婷则再次听到了他的心声 原青 OS 乖乖 我这是 他是 黑帮大哥吗 这么多人妈妈 既然这样 我还要不要喜欢他呢 噗 闻言 陆婷则刚刚喝下去的啤酒 没忍住 一口全喷了出来 张安眼几手快递过来一张纸巾 陆婷则擦了擦嘴 奇怪地看向原青 原青不敢和陆婷则对视 低着脑袋 闷头吃肉 出于好奇 陆婷则查看了一下原青 对自己的好感度 90 陆婷则 什么情况 又查看了一下原青的面板属性 姓名 原青 颜值 5.5分 贤惠值 9分 忠诚度 10分 商业天赋 3分 健康值 10分 心机值 5分 总结一个成语 平平无奇 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女人 竟然对自己的好感度高达90 大哥 这应该是第二次见面吧 她的魅力这么大吗 一时间陆婷则晃了神 从属性面板能很清晰地知道 原青的外貌 只能算普普通 不算丑 但也绝对算不上漂亮 尤其对见惯了美女的陆婷则来说 她绝不会对原青动心 这是原则问题 想到这里 陆婷则想快点解决完这件事离开了 生怕多待一秒 原青的好感度又上升了 一盘牛肉吃光时 终于 烧烤店内的人察觉到了一阵骚动 紧接着 两个人被门外的保镖丢了进来 其中一个 正是昨晚被陆婷则一脚踹飞的男人 另外一个 一双小眼睛 贼一眉鼠眼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金龙认出了陆婷则 跪在地上 看了一圈周围的西装暴徒 哪里还不明白什么状况 狠狠瞪了一眼跟前的小青年 小青年一脸委屈 金龙 大哥 这是个误会 这纯纯就是个误会 金龙一脸陪笑 跪着爬到陆婷则跟前说道 陆婷则指了指烧烤店内的设施 我本想着 昨晚教训过你们后 你们会有所收敛 现在看来 好像并不是这样 金龙哪里还不懂 盲说道 大哥我赔 我现在就赔 您放心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找袁小姐的麻烦 别说找麻烦 这条街 没有人敢再找袁小姐的麻烦 陆婷则要的就是解决事情 尤其是在知道 袁青对自己有高达90的好感度之后 更想快点解决 所以 陆婷则说道 你叫金龙是吧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以后 如果让我听到袁小姐受了欺负 不管是不是你 我都找你算账 明白没 金龙点头如捣算 明白明白明白 绝对明白大哥 陆婷则站了起来 转头看向一旁金龙的哥哥 就是个小眼睛 陆婷则皱眉 说道 听说你的能量很大 你手底下的人杀了人都不用坐牢 金虎一听这话 吓得一个哆嗦 连连白手 没有没有 没有的是 我就是一个小队长 没有没有 陆婷则认真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他知道 这种人留在政府机关 绝对是一个祸害 于是 他掏出手机 给苏正豪拨去了电话 苏说 这么晚没打扰您休息吧 苏正豪 没有 一点小事 华西路派出所有个叫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金虎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说道 金 金虎 陆婷则 有个叫金虎的 是个队长 利用植物之变 为非作歹 失恶于名 和黑恶势力有沾染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苏正豪 我打个电话就行 陆婷则 好的 麻烦苏叔叔了 挂断电话 陆婷则收起手机 看着金虎说道 要么就好好为人民服务 要么就踏踏实实做个合法公民 很显然 你更适合后者 金虎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时 口袋里 手机震动了起来 掏出手机一看后 脸色顿时紧张起来 金虎 为所所长 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什么 陆婷则不知道 但也能猜出个大概 金虎的脸色颓丧下来 挣扎道 所长 我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所长 所长 电话挂断了 金虎面如死灰 瘫坐在地 至此 其他人哪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看陆婷则的眼神时 又多了几分凝重 他们不知道 自己究竟惹到了什么样的存在 只一个电话 就让金虎丢掉了饭碗 恐怖 太恐怖了 陆婷则抬起手表看了一眼时间 晚上九点多 他转头看向原青 说道 好了 这样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往后 你留我一个电话吧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后半段话 陆婷则其实是给跟前的 金龙金虎两兄弟说的 算是敲打 让他们少耍花样 毕竟 陆婷则可不会一直守在原青跟前 原青听到陆婷则 竟然主动要给他留下联系方式 激动的脸色潮红 拿出手机解开后 递给陆婷则 好 你 你输一下你的号码吧 原青 OS 太好了 太好了 哇哇哇 我好喜欢他 定 检测到女性好感度 达到100 系统奖励 铜皮铁骨第二卷 奖励以下发 陆婷则 陆婷则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苦求许久 硬实力提升这么久 最后会被眼前这个相貌平平的女人满足 他能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中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最显着的特点就是 他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跟慢放一样 这在无形中提升了好大一节速度属性 再看眼前脸色激动的潮红的原青 陆婷则实在下不了手 强忍着内心的复杂 在原青的手机中 记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做完这一切后 陆婷则逃一般的离开了烧烤店 身后300多名西装保镖 也如潮水一般退去 回去的路上 陆婷则揉着眉心 有些忧愁 陆总 明天是公司第三次实力考核了 您来吗 张安的声音将陆婷则拉回了现实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确实 一晃三个多月都过去了 从陆婷则获得系统已经四个月了 张安笑了笑 没做回应 陆婷则想了想 说道 我会去的 现在公司总共有多少人 张安 总共有566个员工 陆婷则点了点头 好 大地安保公司迁到了原渡庄园内 第二天 陆婷则直接开车来到原渡庄园 地方宽敞了很多 庄园里的酒店弄成了员工宿舍 此时 偌大的草坪上 整整齐齐的数个方队在进行着训练 那些负责训练的人 都是前面进入大地安保公司的老员工 陆婷则将车子停在停车位 跟张安发来的消息说了一声 随即步行朝着草坪走去 想看看员工们的训练情况 陆婷则粗略估计了一下 眼前训练的大概有300人左右 大多数都是后面新招进来的员工 大多数老员工都有任务被派出去了 不久 张安跑了过来 陆总您什么时候来的 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 陆婷则摇了摇头 看了看手表 早上11点多 不了 直接开始吧 张安 好 陆总稍等一下 我这就安排 说完 张安走到草坪前面 吹了一声耗子 顿时负责各个方队训练的负责人 齐刷刷地跑了过来 站成了两排 每个人都看到了陆婷则 眼中带着见到偶像般的热情 想想也能理解 很多人并不知道 陆婷则有多厉害 更甚至一些人没见过陆婷则 但前面的老员工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事 人云亦云之下 陆婷则只会被神化得更加厉害 陆婷则转身走到一旁的亭子底下坐下 这里原来是一片高尔夫球场 张安说了些什么 随即一部分人跑去搬来 一个又一个的拳击测力器 整整十个拳击测力器 摆成一排放在草坪上 每一个拳击测力器后面 都占着三十人左右 后面的考核过程 就不用讲了 和第一次考核的时候 没多少差别 整个测试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 测试结束后 张安拿着名单来到陆婷则跟前 将名单递给陆他 陆总您看看 这是考核结果 陆婷则拿起看了一眼 总共311个人 考核结果198个人 晋升为白位 55个人皇位 这个数据还算不错 陆婷则点了点头 嗯 剩下考核没通过的 辞退处理 听到这 我们是安保公司 不是慈善机构 训练员工是要去保护人的 不是要我们保护 往后每次考核都这样 新人第一次考核 没有晋升为白位的 辞退处理 说完 陆婷则不给张安说话的机会 转身朝着不远处的大别墅走去 身后 张安深吸一口气 虽然有些残忍 但他也知道 陆婷则说的没错 无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 他也懂 别墅内被改成了公司办公室的格局 陆婷则简单逛了一圈后 就离开了 晚上 陆婷则回到何院 三女不知道发什么疯 竟然在厨房里忙活着做饭 看着三人嘻嘻打闹的样子 陆婷则满眼幸福 同时 他也更加肯定 这种生活绝对不能被破坏 掏出手机给罗小龙发了的消息 来我书房一下 书房里 罗小龙敲了敲门走近 怎么了陆哥 陆婷则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坐 罗小龙顺从地坐在沙发上 陆婷则给他倒了一杯水 放在跟前 问道 最近 感觉怎么样 罗小龙有点猛 憨憨地说道 陆哥 你是不是有啥事要交代 有事你就说呗 你别这样 我害怕 陆婷则笑了笑 坐在罗小龙身边 点了一根烟 又递给罗小龙一根 说道 现在 我们和住室集团的对抗 已经趋于白热化 住室集团是世家 是大根深 想要解决住家 不能这么一味地干等 太被动了 但我现在不能离开江城 所以 我想要你独自去验城 你敢不敢 陆婷则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这是他思考了一天一夜 想出来的唯一的办法 罗小龙和武序 是他目前最信任的两个人 武序的战斗力不如罗小龙 最合适的人选 自然落在了罗小龙的头上 听吧 罗小龙眉毛登时一立 这有啥不敢的 陆哥你就说怎么干吧 陆婷则知道 罗小龙不会拒绝 但他还是说道 小龙 燕城和江城不一样 你一个人去燕城 人生地不熟 遇到任何危险情况 我帮不到你 你能依靠的 只有你自己 你想好了吗 罗小龙自知事情的严肃性 站起身 一脸严肃道 我想好了陆哥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有什么好怕的 况且 现在我可是很厉害的 说着 罗小龙挥了回拳头 一脸兴奋 陆婷则 好 我的计划是这样 两人在书房里待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到林英来叫两人吃饭 才从书房出来 一楼的饭厅上 陆婷则叫着罗小龙 一起吃了一顿饭 拿了一瓶珍贵的好酒 算是给罗小龙践行 当晚 凌晨两点左右 罗小龙离开了中世和院 隐秘地消失在了江城 前往燕城 江城 文家 一身军装的文景 站在辉豪泼墨的父亲身后 表情带着些许不愤 爸 那个陆婷则到底哪里好啊 你不仅答应他的条件 竟然还让我亲自去给他当副手 我不去 文景的父亲 穿着一身练功服 踩着老布鞋 银发精神 眉眼如炬 六十上下的年纪 握着笔杆在宣纸上挥毫泼墨 自己苍尽有力 灵了 文苍雄将毛笔放下 转头看着文景 一脸宠溺 你啊 还年轻 陆婷则这小子 可远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 四个月前 他还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上班族 一个月拿着六七千的死工资 被前女友戴绿帽 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这家伙取代薛青 一跃成为江城新的地下皇帝 整合三大巨头 对抗住室集团 铁蟹手段 财力雄厚 就连苏正豪那个老家伙 对他也是赞不绝口 这样的年轻豪杰 就算是在世家之中 也是凤毛零九 这样的人 以后的成就不敢想象 现在 是与他交好最合适的时机 文苍雄一番苦口婆心 言语间对陆婷则的推崇 想必就是陆婷则亲耳听到都会意外 文景搭拉着脸 可是 我最起码是个忠孝吧 他再厉害 也是个普通人 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文苍雄笑了笑 说道 不一定 所以我才要你去接近他 正好你也闲着没事 不是吗 文景最终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说道 好吧 文景答应父亲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父亲这些年来就没错过 下午两点多 陆婷则从则天集团刚刚开完会下来 开车刚驶出公司大门时 一辆银白色的法拉利911 急速停在陆婷则车前挡住了去路 陆婷则正迷惑间 911车门打开 一袭黑色风衣 长发披肩的文景出现 看到文景 陆婷则有些意外 下车走到文景跟前 上下打量一番 问道 文小姐找我有事 文景 OS 小姐小姐的 真难听 听着文景的心里话 陆婷则愕然 一头黑线 文景从车上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陆婷则 说道 那 你的条件我爸答应了 这是一能团签约文件 你抽空签一下 陆婷则有些意外 啊 这都答应 他当时说出那种条件 就没想着文景的父亲能答应 现在看来 这个背后的文家家主 很不简单 陆婷则接过文件 简单翻看了一下 就是普通的合同文件 唯一不同的 就是后面的张印 写着文家异能组织部 文景 还有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副手了 你有意见吗 听到这话 陆婷则手里的文件 一个没拿稳 差点掉地上 看着一脸傲娇的文景 陆婷则一头雾水 文景 OS 哼 本小姐堂堂中校给你当副手 你就偷着乐吧 听着文景的心里话 陆婷则再次肯定 这绝对是那个文家老爷子的指示 一想到文景那变态至极的属性面板 正缺人手的陆婷则 哪有拒绝的道理 点头道 当然没意见 你听话吗 文景一愣 哎 你别拿着鸡毛当令件啊 我告诉你 我可是无效毕业的 跆拳道黑带选手 江城第67届军人比武大会冠军 小看我会吃大亏的 陆婷则摇了摇头没辩解 问道 行 那你接下来 是跟我走还是 文景 既然是你的副手 当然跟你走了 陆婷则 那行 你把车子停里面去吧 坐我车 正好我要去圆渡庄园 检查一下皇位的实力水平 后面 文景将自己的911开进 则天集团停车场停下 上了陆婷则的揽胜 两人直奔圆渡庄园 昨天圆渡庄园进行了白位 和新晋员工的考核 今天是皇位的考核 第二次考核9个皇位 再加上这次新晋的55个皇位 现在总共有64个皇位了 今天主要是对9个皇位的实力考核 9个皇位都在进行任务 只有半个小时的考核时间 考核结束后就要回归任务 所以 陆婷则时间掐得很死 下午2点50左右准时抵达圆渡庄园 3点准时开始考核 进入圆渡庄园的时候 坐在副驾的文景 眼神微微凝重 同为军人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圆渡庄园大门外 首岗的几个员工的厉害 考核的地点还是在草坪上 没有再用拳击测力器 由陆婷则亲自考核 和罗小龙陈皮一样 八个皇位 罗小龙出任务没来 陈皮和武序 徐飞都在其中 八个人背着双手 一脸严肃地站在草坪上 仅仅是那份气势 比300多人的方队还要强 文景的感受尤为强烈 在这八个人身上 他感受到了浓浓的危险气息 这让他很意外 这种感觉 只有寥寥几人能带给他 没想到在这里 八个人给他这么大的压力 陆婷则不想耽误时间 说道 开始吧 一个一个来 使出全力攻击我 陆婷则站在原地 开始了他独有的考核流程 八个人 包括陈皮在内 整个考核的时间 持续了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考核结束后 陆婷则有些失落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八个人中 只有陈皮晋升到了黑位水准 其他人还是差一点 也就是说 现在大地安保公司 依然只有罗小龙和陈皮两个黑位 经过我的考核 达到黑位级别的员工是 陈皮 话音落下 八个人齐齐鼓掌 他们并不奇怪 日常的接触过程中 他们都知道陈皮的实力 张安紧随其后 端过来一个盒子 盒子里是一条特制的黑色领带 陆婷则接过盒子 走到陈皮跟前 递给他 笑道 好好加油 争取早日达到红位级别 陈皮一脸激动 郑重地接过 这象征着地位和实力的黑色领带 其他人全都一脸艳羡地看着 那可是黑色领带啊 目前为止 整个公司正式颁发的第一条 它代表的 不仅仅是月薪两百万的高薪资 更是无与伦比的荣誉 试想一下 平时生活中 别人都戴着黄色和白色的领带 陈皮带着黑色的领带 尤其是武旭和徐飞 两人眼睛都快看直了 陆婷则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大声说道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下个月考核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全部能达到黑位水准 说完 陆婷则刚想解散八人时 文景突然上前一步 指着陈皮说道 我要挑战你 文景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愣住 陆婷则急忙将她拉了回来 小声道 别道大姐 文景瞪了她一眼 赤道 谁是你大姐 我就要挑战她 陈皮有些无助地看向陆婷则 她实在不忍心 对一个女人下手 陆婷则想了想 指着徐飞 徐飞 你和文 女士切磋切磋 注意点到为止 徐飞文言点了点头 走到一旁的空地上 身子站得笔直 直勾勾地看着文景 文景皱眉 看着陆婷则 你觉得我没有挑战 黑领带的资格是吗 陆婷则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怕她伤到你 文景瞪了她一眼 抬不朝着徐飞走去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可不是什么花瓶 文景走到距离徐飞 时步的距离后站定 将身上的风衣摘下 随手丢在一旁 摆出了格斗的手架 徐飞还是一如既往地站着 脸色平静 不远处 陆婷则张安陈皮等重男 看好戏似的 目不转睛地盯着 主要是文景的身材 太过霸道 想不注意都难 徐飞的平静对待 被文景当成了小觑 一声娇斥 快步奔向徐飞 在接近徐飞后 文景抬膝飞顶 借助着冲击的力量 这一顶要是顶重的话 杀伤力着实不小 由此也可以判断出 确实如文景所说 她不是滑平 不过下一秒 文景就梦了 在她的注视中 徐飞竟然伸手 抓向自己的膝盖 要知道 膝盖和手掌的强度 可是天差地扁 在她看来 自己的这必杀一击 徐飞这么做 有些拖大了 为了不伤到徐飞 文景下意识地 收回了一些力道 起了下一秒 自己的膝盖 就被徐飞捏住了 没错 就是被捏住了 徐飞那看似柔弱的手掌 像一把铁钳 那种庞大的力量 让文景心生绝望 徐飞另一只手也没闲着 紧握成拳 速度奇快无比 直奔文景小腹而去 文景看到了 想去抵挡 可徐飞的出拳角度 太刁钻了 太快了 他挡不住 这一拳要是砸中 文景怕是要回去 跟文苍雄告状了 好在徐飞知道轻重 在拳头距离徐飞小腹部位 仅剩一公分左右的距离 是停下 徐飞松开了文景的膝盖 退后两步 笑道 承让了文女士 对敌过程中 可不能心软 文景愣住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格斗技术 在只有黄领带的徐飞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更可笑的是 他刚刚还口出狂言 要挑战陈皮 看到这里 陆婷泽拍了拍手 喊道 好了 考核结束 大家各救各位 严阵以待 是 八个人齐刷刷地散开 各自开车离开 张安看了看不远处发呆的文景 非常时序地先走了 陆婷泽走向文景 捡起文景丢在草地上的风衣 递给他 他们都是我培养出来的高手中的高手 输给他不冤的 文景红着眼看向陆婷泽 你会不会安慰人 说完 文景气呼呼地拿着风衣 转身离开 陆婷泽摸了摸鼻子 跟了上去 回去的路上 文景坐在副驾驶 沉默着一言不发 整个人极度颓废 自信心被打没了 陆婷泽也没说话 他怕自己又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招来文景的敌意 他们都是怎么训练的 沉默中 文景突然开口 直勾勾地看着陆婷泽 陆婷泽 你想学 我教你啊 一句话 文景刚刚死气沉沉的眼神 猛地明亮起来 真的吗 陆婷泽 当然 天下武功 唯坚不破 唯快不破 你想学 我当然可以教你 情急之下 文景一把抓住陆婷泽的胳膊 激动道 那你快教我啊 教我呀 陆婷泽正在开车 方向猛地扭了一下 嗨嗨嗨 松开松开 回去的行不行 折什么急啊 陆婷泽带着文景 回到中式和院 在文景的催促下 打印了一份 铜皮铁骨第一卷 交给了他 那 这个是武功秘籍 听到没 文景一把从陆婷泽手里 抢了过去 知道了知道了 拿到铜皮铁骨后 文景立马认真地看了起来 自来熟视地 找了一个房间 闭门不出 陆婷泽摇了摇头 没做理会 晚上七点左右 三女结伴回来 饭桌上 陆婷泽问道 对住室集团的商业 狙击效果怎么样 许七威第一个开口 神情中带着兴奋 起作用了 有了这么一笔庞大的资金注入 至少我们在正面 已经不落下风 住室集团的股票 这几天波动很大 影响肯定不会小 林英 而且 据我调查 住室集团似乎被验城警方调查了 很多项目都被强制停工整改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听到这里 陆婷泽知道 肯定是苏正豪的上层施压起作用了 秦颖 听说住室集团三兄弟间 已经开始起矛盾了 像他们这种大家族 赚钱的日子过习惯了 突然开始亏损的话 他们很难接受 三女你一言我一语的 看起来很高兴 至少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吃饭为什么不叫我 四人正有说有效时 突然一道清朗的声音插了进来 三女齐齐愣住 抬头看向二楼 文景站在那里 沉着脸看向陆婷泽 三女又齐刷刷看向陆婷泽 眼神中警告意味非常明显 陆婷泽急忙摆手 解释道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他 他是 是文家 派来协助我的副手 陆婷泽磕巴巴的 总算把话说完了 文景这个时候也走了下来 不论是身材还是颜值 亦或是气质 给三女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 陆婷泽 介绍一下 这三位 是我的三的老婆 文景从厨房里拿了一副碗筷 很自来熟地坐在饭桌上 冷冰冰地看着陆婷泽 陆婷则听到了他的心里话 文景 OS 呸 死渣男 住室集团确实内讧了 此时此刻 住室集团的高层会议室里 住江河 住青山和住长天三兄弟 吵得面红耳赤 就插上 拳头捶对方了 碰 住青山重重的一拳 砸在桌子上 吼道 我早就说了 不要招惹苏正豪 现在好了 我们十九个正在进行的项目 都被政府强制叫停了 违约金加上贷款利息 你知道这一下 我们要损失多少钱吗 大哥 你是住室集团的董事长 但你也不能一意孤行 民不与官兜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懂吗 住江河沉着脸抽着烟 说道 这只是个意外 住青山 意外 自从和泽天集团开战以来 我们哪里讨到便宜了 你信誓旦旦的说 泽天集团的资金链快坚持不住了 可现在呢 人家依然好端端的 反倒是我们 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 这要这么烧下去 再大的家业 也扛不住你这么早 住江河深吸一口气 看着住青山 青山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伤战和战争一样 不可能没有伤亡 我能做的 就是打赢这场战争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赢的希望 住青山直接站了起来 声音非常大 住江河终于忍不住了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啪 放肆 给我坐下 住青山胸口剧烈起伏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狠狠地坐了下来 谁都能看出来 住青山非常的不服气 从始至终没说话的住长天 双臂抱胸 闭着眼眸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安静中 住江河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已经让一号去江城了 请你们 最后相信我一次 听到这 住青山再次站了起来 直直地看向住江河 大哥 一号 是我们住家最后的遗仗了 我最后信你一次 如果还是失败 结果怎么样 住青山没说 但任谁都猜得出来 住青山离开了办公室 住长天也站起身 紧随其后离开 泽天集团 高层会议结束 相比之前 现在的会议室气氛平和了许多 一万亿的资金注入 为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每个人都信心倍增 陆婷泽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身边还跟着文景 下午两人要去苏正豪家谈事情 楼下 陆婷泽的车子离开后 一辆黑色的缆胜车驶来 准备进入公司大门 因为识别不出车牌号 升降杆没有反应 保安疑惑地走了过来 准备询问 缆胜车窗降下 陆婷泽面无表情地说道 换了个车牌号 开门 见到是陆婷泽 保安连忙打开了起降杆 陆婷泽将车子停在停车位 堂而皇之地走进集团大厦 每个见了他的人都尊敬地打着招呼 18楼 刚刚从会议室出来 准备离开去忙活的 许七威临阵足几人看到陆婷泽 压一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 陆婷泽沉着脸环视一圈 说道 都去会议室 我有个事宣布 许七威微微醋眉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的陆婷泽 给他一种陌生的感觉 所有人再次回到了会议室 陆婷泽坐在主位 扫视一圈 接下来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 立即停止 对注视集团的一切商业竞争行为 花音落下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赢了 这个时候 为什么停下呢 陆婷泽看向他 我不需要告诉你们原因 你们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 文言 秦颖和林英双双一愣 两人也都感受到了一丝陌生 包括林震祖万启山和唐雷 皱眉不解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陆婷泽站起身 说道 我有我的理由 照我说的做 说完 陆婷泽看向许七威秦颖和林英三女 说道 你们跟我来 陆婷泽的异常表现 让三女都以为是有大事发生 紧跟着陆婷泽离开了办公室 会议室里 林震祖三人对视一眼 万启山说道 先按照陆总说的办吧 可能真的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见此 其他两人也都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陆婷泽带着三女坐上电梯 下楼 电梯里 许七威忍不住问道 婷泽 到底出什么事了 陆婷泽没有说话 甚至连回头看一下都没有 三女心里的危机感更重 没有再问 楼下 陆婷泽带着三人上了自己的懒胜车 一上车 陆婷泽就将车门反锁了起来 看到这里 心思缜密的秦颖 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眯着眼说道 你不是陆婷泽 你到底是谁 前面 驾驶位的陆婷泽慢慢转过脸 嘴角上扬起一个邪恶的弧度 紧接着 在三女惊讶的注视下 她的容貌开始发生变化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 她们不认识的人 正是一号 见此 三女都明白过来 眼前的人根本不是陆婷泽 而是注视集团的艺人 秦颖眼疾手快 掏出手机 就要给陆婷泽打电话 一号发动车子 根本没做理会 后面 秦颖拨出去号码的时候 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仔细一看 发现根本没有信号 车子已经驶了出去 汇入了车流 三女的脸上露出肉眼可见的紧张 互相挤在一起 六神无主 与此同时 泽天集团 一号冒充陆婷泽下的命令 很快传到了贾秀这里 贾秀得知 陆婷泽竟然要停止一切 对住室集团的商战行为 非常不解 作为陆婷泽的私人助理 贾秀的使命 就是严格遵照陆婷泽的意志行事 可他想不通 为什么陆婷泽会突然这么做 思来想去 想不出其中道理 握着手机 在办公室来来回回的踱步 不知道该不该给陆婷泽打这个电话 由于在三后 贾秀一狠心 说道 算了 大不了被骂一顿 于是 贾秀立拨通了陆婷泽的手机 那边 陆婷泽和文景 已经快要到苏正豪家 看到贾秀的电话后接了起来 怎么了 贾秀 陆总 您为什么要停止 对住室集团的一切商业竞争行为 对不起 我很不理解 陆婷泽一头雾水 什么玩意儿 我什么时候说了 贾秀一愣 有些猛 您刚刚不是在会议室 跟所有人说了吗 听到这里 陆婷泽顿感不好 停下脚步 眯着眼睛想了想 立刻说道 那不是我 不要听他的 许总他们人呢 贾秀 跟你 跟那个人走了 听到这里 陆婷泽立刻知道 肯定是住室集团的一号来了 自己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他了 听我说 所有对住室集团的商业竞争 一切照旧 谁敢停下 我撤谁的职 说完 陆婷泽挂断电话 紧接着又在微信群里 找到皇位的群聊 发了一条语音 所有人注意 刚刚公司进去了一辆黑色缆设 那个人不是我 所有人立马出动 抓住他 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泽天集团的皇位和黑位陈皮 齐齐出动 十数辆车鱼贯驶出泽天大厦 陆婷泽又给苏正豪打去电话 苏说说 一号出现了 情况紧急 我下次再找您喝酒 替我跟小云说声抱歉 说完 陆婷泽带着文景 调转车头 离开此处 江城龙江干道上 黑色缆胜 如入无人之境 横冲直撞 车内 三女昏迷着 刚刚三女抱起响反抗 结果被一号轻描淡写的打晕 车内安静了许多 缆胜急速行驶 直奔郊外 行驶十几分钟时 一号透过后视镜看向车后 隐隐间 几辆车子紧随其后而来 仿佛恶虎扑石 见此 一号的眼神凝重得很多 泽天集团的反应 比他想象中的要快很多 脚下更加用力 车子如同一头咆哮的猛兽 驳路而逃 眨眼间就和追上来的数辆奔驰车 拉开了一些距离 一号眼神平静 直冲冲地朝着郊外开去 一追一逃下 两方车子急速驶离市区 如此这般 近半个小时后 一号开车来到一片没有人烟的郊外 车速降下 最后慢慢停在空旷的露天草地上 一号下车 静静站在那里 眺望着远处的天际线 神情淡然轻松 丝毫没有被几十个保镖追杀的慌张 几分钟后 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咆哮声 十几辆奔驰车 将缆胜和一号围了水泄不通 一个接一个的皇位从车上下来 将一号围在中央 严阵以待 陆婷则不在 唯一的黑位陈皮 自然成为皇位的领头人 他朝着几个皇位眼神示意了一下 几个皇位走到揽胜车跟前 打开车门 将许七微情影和灵音从昏迷中唤醒 乍一醒来的三女神经紧绷 当看清周围全市大地安保公司的保镖后 放下了心 在皇位的引领下 回到了奔驰车上 从始至终 一号没有说一句话 也没阻拦 因为他的目标根本不是三个女人 看到三女安全 陈皮松了一口气 陈折连走到距离一号五六部的地方站定 说道 一号是吧 你还真有胆子过来 一号看都不看陈皮 问道 陆婷则呢 什么时候过来 他的声音很淡 很轻 像伟来的软男一样 陈皮冷哼一声 对付你 不需要陆总亲自出手 你是自己跟我们走 还是我们动手 一号嘴角微微上扬 深吸一口气 转头看向陈皮 叫你们陆总过来吧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一号语气猖狂 陈皮和一众皇位听后 极度不舒服 这些个保镖 自从晋级成为皇位后 信心倍增 苦于没有合适的对手试试水平 接二个站好 于是 根本不需要废话 离得近的两个皇位 一前一后 朝着一号攻去 一个攻下盘 一个攻上路 速度奇快 一号微微挑眉 但还是没有太多严肃的神情 在两人快靠近一号的时候 一号动了 喷喷 所有人都只听到两声闷响 紧接着 两个皇位瞬间倒飞而出 擦着地面滑出去十几米远 没有人看清 一号是怎么出手的 除了陈皮 隐约看到 一号快速的两拳 毫无花哨地 打在两个皇位的胸口 见此 所有人如临大敌 包括陈皮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你可以说一号猖狂 但你不能说他菜 皇位一族 一起上 陈皮不敢轻敌 立即下了命令 第三次考核的55个皇位 加上原来的7个皇位 总共62个皇位 被分成了6组 每个小组大概10个人 闻言 第一小组10个人上前 将一号围在中间 立即出手 面对10个人的围攻 一号的身体横转腾挪 云淡风轻地 就将皇位们的攻击躲开 并回以有力地回击 皇位的实力 和陆廷泽 同皮铁骨 小城的实力 是差不多的 不算特别厉害 但比起普通保镖 厉害何止一倍两倍 即便如此 10个人还是沾不到一号的一九 一分钟不到 6个皇位已经被重伤 失去了作战力 见此 陈皮知道 皇位对一号 是构不成威胁的 于是喊道 都回来 仅剩的四个皇位闻言 瞬间脱离了战场 停在一旁 陈皮沉着脸踏前一步 捏了捏拳头 嘎嘣作响 一号看向陈皮 眼神总算出现了一丝认真 不错 比其他人强一点 动 陈皮没有和他废话 脚掌一跺地面 直冲一号 速度比皇位快了不止一个档次 一号健壮 也收起了轻视心理 开始认真对待起来 碰 陈皮的一记直拳 被一号轻飘飘地拨开 反手左拳 直奔陈皮心口 速度非常快 陈皮健壮 惊出一身冷汗 急忙一个侧身 躲开了一号这一记 一号一拳打空 微微一笑 不错 再来 陈皮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 一号右拳接踵而至 紧接着膝肘长腿 一连串的攻击 让人眼花缭乱 陈皮自认为 实力提升很多 但面对一号 也只有堪堪防守的精力 根本抽不出时间 做出有效的反击 就这样 陈皮被一号全方位压着打 持续了整整五六分钟 到最后 陈皮感觉自己的浑身酸疼无比 即便有铜皮铁骨的加持 也落得如此地步 足见一号的恐怖 其实 一号心里的震惊 比陈皮更浓 在来江城之前 朱江河曾告诉过他 陆亭泽手底下 有个保镖公司 里面的保镖很厉害 一号自认为已经足够重视 可当真正交手过后 这些保镖 还是超出了他的预计 拿眼前的陈皮来说 不说其他 仅仅是这份硬实力 放在住室集团异能团 就能排进前三 就这样 两人各怀心思 又交手了一会儿 一号抓准时机 一个顶心轴 将陈皮顶飞十几米开外 登登登 陈皮落在地上 捂着胸口脚步连退 脸色非常不好 停下脚步后 陈皮伸出双手看了看 发现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眼神不满凝重 再看一号 也只是稍微气喘了一些 孰强孰弱 一眼便知 怎么样皮哥 还可以吗 徐飞上前 关切询问 陈皮微微点了点头 重燃战役 正愁没有地方 实练的他 怎么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不错 我们再来 陈皮一声低吼 再次朝着一号冲了上去 一号微微皱眉 他也看出来 陈皮这是拿自己当陪练了 有些怒意 因此 在陈皮没注意到的情况下 一号的掌心 划出一柄弯刃 隐藏在掌心 冲着陈皮迎了上去 两人再次站在一起 难分难解之时 不远出陆霆泽的缆胜车 终于赶到 车子停下 他看到许七威三女跟前 关心道 你们没事吧 三女摇了摇头 一脸后怕 没事 我们没事 陆霆泽松了一口气 鬼知道 当得知三女被一号抓走的时候 陆霆泽的心情 苏莫云已经在他手里出了事 他绝不允许同样的悲剧再次重演 确认三女没事 陆霆泽放下了心 定眼朝着陈皮和一号看去 身边 文景也一脸凝重地看着战局 两人的战斗 已经到了肉眼难以跟上的地步 文景越看越是心惊 他不由地想起 他一眼就看出陈皮处于绝对的劣势 且已经受了不轻的伤 再继续下去的话 恢复起来比较麻烦 于是 陆霆泽就准备开口叫陈皮回来 但就在他准备开口的前一秒 陆霆泽眼睛瞬间眯了起来 紧接着 文景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陆霆泽的人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战圈内 一号也注意到陆霆泽的到来 准备结束战斗 手里的腕刃出手 直奔陈皮咽喉 和一号打了这么久的陈皮 早已显露疲态 注意力也没有刚开始那么集中 看到弯刃的时候 已经晚了 眼看着弯刃滑向自己的咽喉 陈皮却躲闪不了 这一刻 陈皮绝望了 在心里说道 完了 就这么刮掉了吗 千军一发之时 陆霆泽好像凭空出现一般 来到两人中间 一把握住了一号 握着弯刃的手腕 整个过程前后不到一秒钟 一号手里的弯刃 停在距离陈皮咽喉 不到三公分的地方 再难寸进 就连一号也没想到 陆霆泽的速度会这么快 从他站立的地方到跟前 那可是十几米的距离啊 陈皮后之后觉得后退了一些 大口喘着粗气 一脸后怕 指着一号 你TMD玩音的 这个时候 围观的众多皇位才 终于看清一号手里的弯刃 反应了过来 再看兰在一号面前的陆霆泽 所有皇位眼神明亮 仿佛看到了偶像 陆霆泽看都不看地 朝着陈皮说道 你先回去 陈皮点了点头 陆霆泽到了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交给陆霆泽就行 陆霆泽看向一号 嘴角上扬 听说你很能打 一号眼神终于露出凝重 用力挣脱陆泽的掌控 退后七八步 你比我想象中的 好像要强一些 陆霆泽心里想 废话 能不强吗 我现在可是已经学习 铜皮铁骨第二卷小成的人 比之前的实力更加强大 如果把铜皮铁骨 共分为九个阶段的话 之前的陆霆泽处于第二阶段 现在处于第三阶段 你比我想象中的 好像要弱 陆霆泽认真回道 他的话 让一号脸上不满寒霜 同时心里 也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刚刚短暂的接触 他就知道自己 可能不是陆霆泽的对手 本来他是准备 将陆霆泽引到这里 直接出手抹杀他的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弄不好的话 自己也要交代在这里 看来注视集团真的是没人了 正好 收拾了你 我倒想看看 注驾还有什么能耐 收 花音落下 陆霆泽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已经在一号面前 几乎达到了脸贴脸的地步 一号瞳孔地震 差距太大了 信息判断严重失误 现在看来 自己这不是活脱脱的羊肉虎口吗 他急速后退 然而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 陆霆泽始终贴在自己跟前 也不出手 就那样微笑着看着他 陆霆泽此举 给一号的心理压力是空前的 他的心理防线正在逐步瓦解 崩溃 周围 所有皇位满目震惊 包括陈皮 他原以为 自己和陆霆泽的差距 已经缩小了很多 现在看来 他太天真了 除了他们之外 最震惊的人 就是文锦了 之前 文锦对父亲的说法 还颇有微词 甚至在疑惑 为什么陆霆泽能够让陈皮徐飞 这么一群厉害的人 服服贴贴 现在他明白了 啊 一号突然惨叫出声 原来是陆霆泽 扭断了他的胳膊 陆霆泽没有停手 轻飘飘的一拳 砸在一号胸口 一号的胸膛 肉眼可见的凹陷了下去 整个人脸色胀红 一口鲜血喷出 跪在地上 失去了战斗力 陆霆泽副手走来 站在一号跟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给祝江河打电话 一号虚弱地抬起头 凄惨一笑 陆霆泽 你杀了我吧 陆霆泽屁腻地看了一眼 他 将自己的手机打开 丢到他面前 不容置疑道 给祝江河打电话 一号正正地 看了陆霆泽一会儿 随即慢慢地 拿起地上的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电话响了几声后 接了起来 一号 老板 任务 失败了 电话那边陷入了沉寂 安静中 陆霆泽拿过手机 放在耳朵上 祝江河 我是陆霆泽 祝江河 陆总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陆霆泽没和他激歪 说道 祝江河 现在你还有什么底牌 再不亮出来的话 就没机会了 那边 祝江河沉默了很久 最后说道 陆霆泽 你真以为一个世家 是那么容易扳倒的吗 你太天真了 嘟嘟嘟 说完 祝江河就挂了电话 陆霆泽冷笑一声 收起了手机 转身离开 带去圆渡庄园 关起来 是 燕成 祝江河家 祝江河紧紧攥着手机 脸色无比阴沉 他确实小瞧了陆霆泽 九个艺人 全部栽在陆霆泽手里 这对祝家来说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如果这个时候 其他世家对付他们祝家的话 祝家威仪 想到这里 祝江河马不停蹄立即出发 连夜赶往燕城封龙山 同一时间 作为祝江河唯一的儿子 祝李此时 却在酒吧包厢里 尽情地放肆嗨着 和他一起的 还有他的弟弟妹妹 分别是祝青山的儿子 和祝长天的女儿 以及五六个美艳的陪酒女 灯红酒绿迷远引 包厢门被推开 一个酒吧服务生 端着一瓶洋酒走了进来 仔细地给每个人的杯子中倒上酒 然后服务生恭敬地退了出去 如此平常的一幕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来来来 哼 祝李左手搂着一个陪酒女 右手端起洋酒 和自己的弟弟妹妹碰杯 一饮而尽 躁动的音乐持续着 一个包厢的人放肆地舞动 扭动着腰肢 群魔乱舞 没几分钟 祝李的妹妹 首先感觉到了异样 捂着小腹弯下了腰 脸色痛苦 她的异状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其他人依旧在疯狂地舞动着 直到扭动腰肢的祝园 也就是祝李的弟弟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不省人事 祝李急忙暂停音乐 扑到祝园跟前 喂你怎么了 醒醒 醒醒啊 小妹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包厢外 服务生听到动静后 转身离开 祝李怎么也想不明白 好端端地喝个酒 自己的弟弟妹妹就这么没了 医院里 祝青山和祝长天快步走来 在得知自己的儿女 已经去世的消息后 祝青山眼前一黑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好在身后有祝长天护着 不至于摔在地上 祝长天看向一旁坐着的 手足无措的祝李 怒吼道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祝李眼神慌乱 他哪里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 祝青山挣脱祝长天 快步走到祝李跟前 抬手一个耳光 啪 是不是你爸 是不是你爸 让你这么干的 是不是 祝李捂着脸 泪眼朦胧地摇着脑袋 不是 不是我爸 和我爸没关系 祝青山 没关系 没关系 为什么你没死 为什么你没死 为什么 祝江河 你这个畜生 啊 泽天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 陆婷则正站在落地窗前 接着电话 好 我知道了 你立刻回来 注意安全 不要拖 挂断电话 陆婷则长叙了一口气 眼神平静地犹如忧谈 陆总 祝氏集团的电话 邀请你去艳城洽谈 贾秀出现在门口 一脸激动 现在的局面已经很明了 祝氏集团首先扛不住了 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陆婷则冷笑一声 告诉他们我很忙 没时间 贾秀 好的陆总 没一会儿 贾秀又来了 拿着手机 陆总 对方声称是祝高 祝家老爷子 要和你说几句话 陆婷则犹豫了一下 伸出手 贾秀将手机递到陆婷则手里后 就离开了办公室 喂 祝高 陆婷则陆总 陆婷则 嗯 是我 电话那边沉寂了一小会儿 随后祝高的声音响起 陆总年少有为 祝某非常佩服 眼下你我两方继续逗下去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 可不是我们商人希望看到的 陆总觉得呢 陆婷则嘴角上扬 回道 我不是商人 老爷子有话还是直说的好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祝高 陆总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继续逗下去的话 对你我都不好 与其两虎相争 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 祝某在燕城略被薄酒 还望陆总赏光 陆婷则哪里不知道 祝高的小心思 笑了笑 说道 当初是你们祝家 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我 伤害我的人 现在你们说不打了就不打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 老爷子 想谈可以 交出助理 我们再谈 那边 祝高应该没想到 陆婷则这么强硬 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 陆总已经拿走了 我们祝家两条人命 这还不够吗 陆婷则 老爷子 饭可以乱吃话 可不能乱说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祝高 好 看来老夫的善意 被陆总当成了好欺负 既然如此 那我们祝家就接着陪陆总完 陆婷则 乐意奉陪 说完 陆婷则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给祝高再说话的机会 那边 祝氏集团会议室内 祝江河 祝青山 祝长天 祝李 祝位上坐着一个古兮之年的老者 老者拄着拐杖 身穿堂装 食指上的玉石扳纸 泛着翠绿的光泽 电话里嘟嘟嘟的盲音 让会议室几个人 脸色无比难看 碰 祝青山红着眼眶 重重一拳砸在会议桌上 指着祝江河骂道 祝江河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这个处长 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那是你的拽儿啊 你还我儿子命来 祝江河皱眉 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我不会对自家人下手 祝青山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我儿生性纯良 与世无争 对祝家家业 没有半分念想 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还有三弟的女儿 你还是人吗 祝长天沉着脸 看向主位的祝高 爸 这件事 我需要一个说法 祝青山 从一开始 我就反对和泽天集团开战 现在好了 你挑的吗大哥 祝青山几乎是吼出来的 声音嘶哑 祝江河自知做错了事 没有辩解 承受着祝青山的怒火 至于祝离 战战兢兢的坐在一旁 大气也不敢喘 祝高抬手压了压 说道 当务之急 是应对泽天集团的报复 财务情况怎么样 祝长天 这一个月来 已经亏损了四千多亿 再打下去 我们祝家就打没了 祝高终于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眉毛紧皱 思考着 现在 陆婷则肯定是捏准了 我们不想继续打 他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必须要停止商战 回到谈判桌上来 祝高 不论对方提出什么条件 先稳住局面 谈判 一听这话 祝江河急了 父亲 陆婷则刚刚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 祝高抬手制止他 要为大局着想 见此 祝江河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只能作罢 祝青山 爸 大哥 要打你们打 我宣布退出祝氏集团 吃个假 不带也罢 则天集团 和祝氏集团会议室的景象 恰好相反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意 陆婷则坐在主位 一脸淡定 原本对陆婷则 还略有不满的林郑祖唐雷 和万启山三人 经此一事 也彻底认可了 陆婷则董事长的身份 陆婷则 各位 现在我们算是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下一步 祝氏集团肯定会想方设法 拉我们到谈判桌上来 降低损失 具体的事情 你们自行决定 我只有两个要求 一 谈判地点必须在江城 在我们集团 二 祝氏集团必须交出助理 听完这两个要求 三大巨头面露担忧 林英则恰恰相反 他知道陆婷则这是想给他出气 眼眶微红 满眼爱意 唐雷 董事长 这第一个要求倒罢了 祝家会交出助理吗 唐雷的担心不可否认 毕竟这个要求太过苛刻 陆婷则冷眼一扫 说道 不交也得交 只有交出助理 他们才有谈判的资格 不交 那就接着打 老子有的是钱 有的是时间 陪他们慢慢玩 见此 会议室众人都不再多说 往后几天 和陆婷则猜想的一模一样 住室集团果然联系泽天集团 想通过谈判解决两大集团的矛盾 泽天集团将陆婷则提出的两个要求 原封不动地传达了过去 一开始 住室集团严厉拒绝 又拖了两天 眼见泽天集团没有反应 住室集团坐不住 再次联系了泽天集团 这次的语气卑微了很多 表示条件可以商量 泽天集团则毫无商量的余地 住室集团扫兴而归 又是两天过去 住室集团彻底扛不住了 终于答应了陆婷则提出的两个要求 苏正豪家 陆婷则和苏正豪两人拔酒言欢 苏莫云在跟前做陪 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陆小子 这次事情后你什么打算 苏正豪放下酒杯 开口询问 陆婷则 暂时没什么打算 走一步看一步 苏正豪笑了笑 说道 那可不行 你这么好的伸手 不为国家出力 太可惜了 闻言 陆婷则有些迷惑地看向苏正豪 嗯 苏叔 此话怎讲 苏正豪拿起筷子 一边夹菜一边说道 你听没听过赏金猎人 陆婷则 赏金猎人 电视里听到过 苏正豪哈哈一笑 说道 影视来源于生活 赏金猎人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真实存在的 大多数都是艺人 在我们华夏 公认的正统艺能团 最厉害的艺人 都是国家的 叫华夏艺能组织部 当然 我们华夏有艺人 其他国家自然也有 不同国家艺人之间的斗争 也是相当激烈的 普通人接触不到而已 一些国外的艺人 潜伏在国内 四级破坏 窃取情报 华夏艺能组织部的职责之一 就是抓捕这些国外的艺人 也叫赏金猎人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华夏艺能成员组织部 已经盯上你了 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你 听完苏正豪的话 陆婷则有些疑惑 问道 可是 我不是已经加入 文家的艺能团了吗 苏正豪哈哈一笑 说道 文家在厉害 能有国家厉害 陆婷则细细一想也是 举起酒杯 准备和苏正豪再碰一杯 算了 谁知道呢 到时候再说吧 一杯酒下肚 陆婷则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许七威的电话 不好意思苏说 接个电话 陆婷则接通电话 就听那边许七威 非常激动地说道 成了婷子 住家答应我们的条件了 明天住家的代表团 就来我们集团 当面谈判 陆婷则没有任何意外 笑道 意料之中 明天就到你们 好好发挥的时候了 争取为集团拿到最大的利益 嗯 你好厉害啊 老公 陆婷则看了一眼旁边的苏莫云 神色善善 那个 我和苏叔再喝酒 先不说了 挂断电话 陆婷则吸了吸鼻子 用喝酒来演示尴尬 晚上十点多 陆婷则和苏莫云 从苏正豪家离开 苏莫云开车 带着陆婷则 直接回了自己的小房 温香满怀 凝之如玉 在酒精的作用下 陆婷则的时间更久 一次两个小时 让苏莫云直呼受不了 则天集团会议室 六人对面 分别是祝江河 祝梨 祝高 祝青山 祝长天 以及祝氏集团的总经理 郑燕 会议室中落真可闻 两方人马互相对视 无形的较量 弥漫在会议室每个角落 短暂等待过后 会议室门被推开 一身棕色西装的陆婷则 跨步走近 身后跟着假袖和文景 陆婷则进门 则天集团这边的人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看向陆婷则的眼神中 带着尊敬和崇拜 祝氏集团则稳坐钓鱼台 气氛略微有些古怪 陆婷则走到主位坐下 贾秀和文景 分别站在陆婷则身后两侧 泽天集团其他高层 也齐刷刷坐下 本来祝高等人 还有自己的一些打算 但在看到陆婷则身后的文景时 祝高老眉伸索 按道大势已去 陆婷则坐下后 第一件事就是点了一根烟 也不是什么特别贵的烟 二十块钱的娄子 给祝氏集团一众人看的直皱眉头 陆婷则眸子倾抬 看向祝黎 祝黎察觉到陆婷则的目光 对视一眼后慌忙低下脑袋 祝高 陆总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年轻一些 当真是后生可畏啊 祝高笑着 说话间轻飘飘地拍了一下马屁 陆婷则吸了一口烟 面无表情地看向祝高 紧接着目光又落在祝黎的身上 好久不见 祝少 祝黎身子微微一颤 看向陆婷则 脸上扯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陆 陆总 陆婷则 祝少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你吧 当初 祝少闯进我女人的家里 殴打我的女人 导致我的孩子流产 这件事 祝少没忘吧 陆婷则话音落下 林阵祖毛子充血 拳头紧握 巴不得上去将祝黎抱走一通 至于林英 伤心是被勾起 神色黯然 和他们相反 祝氏集团一边 除了知道这件事的祝江河和祝黎之外 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 尤其是祝青山 听完陆婷则的话后 对祝黎怒目而是 大哥 陆总说的可是真的 听到这 陆婷则也才明白 祝江河根本没告诉两兄弟这件事 发出一声吃笑 祝江河深吸一口气 起身朝着陆婷则弯腰拘 陆婷则将三女叫到跟前 问道 明天我要回家一趟 堂哥结婚 你们谁想跟我回去